以前有个人是挺喜欢推理的 不过那个人失踪了 之后毛利小五郎也是很喜欢推理的 不过偶尔毛利小五郎不在 换了池飞池的时候 推理就一点都不积极了 奇怪 之前看那个叫功腾新一的高中生侦探 好像很喜欢出风头啊 白马探疑惑嘀咕了一声 也没再耽搁下去 看向高牧社 高牧警官 麻烦你 晚 十点三十三分 白马探去敲了楼上男住户的门 确认了一下一个小细节 之后 除了女房东 楼上男住户也到了亭岛林家里 小田倩明也已经睡觉了 听木木十三电话里说凶手不是自己 就没打算再跑过来 至于清水粒子 他就不用通知了 池飞池跟白马探而语 反正他不是凶手 哎 白马探有些意外 低声道 可是那个时候 跟案件本身没多大关系 事后让警方去确认就行了 池飞池低声道 我说池哥哥 柯南凑在两人身边 仰头一脸认真的看池飞池半天 突然呲牙一笑 幸灾乐祸道 你也有躲着别人的一天啊 池飞池沉默 他宁愿背锅 被清水粒子注意到 真的不是好事 特别是 以他现在的情况 只要清水粒子 对他们这边的人感兴趣 在他身边搞点事 说不定就会被组织注意到 而清水粒子那性格 太适合组织了 只要清水粒子被注意到 很大几率能混进组织 那么一个狠毒的女人 在组织里可不是好事 要是再得到那一位的赏识 他想清楚都难 这种不太稳定又危险的女人 就像定时炸弹 有贝尔摩德 一个就够了 他要杜绝一切不稳定因素 坚决堵死清水粒子 提前乱入剧情的可能 那我知道了 白马探笑了笑 没有追问 去跟木木十三沟通 木木警官 清水小姐就不用通知了 这起案子 跟他没有多大关系 明天再找他去警示厅 确认一下就行了 木木十三看了看时间 也好 时间已经这么晚了 既然他不是凶手 就不用找他过来了 木木警官 高木舍气喘吁吁地跑上楼 双手戴了手套 一手拄着膝盖 弯腰喘气的时候 将右手里的大号震物袋 往上扬了扬 找到了 沾染血迹的塑料布 沾了胶带的绳子 还有漏气的氢气球 哦 木木十三好奇转头 看着那个震物袋 那么 我先说明 有关于塑料布消失的谜题 白马探走到玄关附近 仰头看客厅的天花板 首先 还是一个绳子跟凶器的圈套 首先 在吉他上蒙上塑料布 琴头一端用绳子绑紧 在天花板上再拉到窗外 琴尾部分也用绳子系好 拉到窗外 将端绳子尾端都绑上氢气球 之后 再将琴尾一端的绳子拉上去 固定在天花板上 同另一条绳子 一通用胶带固定住 在示范手法的时候 当然不能在原本实施手法的地方 白马探选了房屋 另一边的天花板示范 用的吉他 也是拜托一个警察去买的 之后呢 只要轻轻拉动这一根绳子 白马探说着 拉动手里的绳子 吉他后方的胶带轻轻一拉 就被扯下来 整个吉他的琴头 依旧被绳子挂着 不过尾部却因为没了胶带的固定 从天花板上缓过一道弧线 砸了过去 一直砸到墙上 琴头上方 少了固定琴尾的胶带 将绳子 粘在天花板上的胶带 也支撑不住整把吉他的重量 吉他砸到墙上后 就立刻掉在地上 之前既在琴头上的活节被拉动 在吉他落地前 轻飘飘的塑料布就脱落下来 被窗外的氢气球随便被风一吹 绳子 塑料布 粘在绳子上的胶带 都被拖出窗外 带着飞走 只要计算一下 今天下午三点到四点之间 这一带的风向和风速 再让高木警官沿路找过去 就能找到氢气球 塑料布 绳子和胶带 白马探看了看高木射手里的正物带 又仰头看天花板 玄关附近的木质天花板上 也还残留着胶带粘过的痕迹 这个手法留下的痕迹 确实明显 木木十三仰头看了看 也看到了一些痕迹 那么 是谁会这么做呢 高木射疑惑 用这种手法 一般是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吧 果然还是明眼哥哥最可疑 光叶摸着下巴 思索着道 只要准备好这个手法 等自己到了射谷之后 打电话给听到小姐 让她去门口 呃 不对 她不在这个房间里 没法拉动启动这个手法的绳子 根本没办法杀人 会不会利用了猫之类的动物 袁太猜测 事先在猫身上绑上绳子 等猫跑出窗外 就把绳子给拉动了 谁会用那种不稳定的杀人手法呀 柯南无语 如果在听到小姐从预示出来之前 猫就跑出窗外 及她提前砸下来 听到小姐不仅不会有事 还会察觉有人要害自己 报警让警方来调查 不是吗 对哦 袁太盲 塑料布 胶带上有没有留下指纹 木木十三转头问高木舍 高木舍立刻点头 胶带上没有 不过塑料布上 除了听到小姐的指纹 还有几个指纹 与楼上住户山石先生 在警示厅提供的指纹一致 木木十三顿时转头 看楼上男住户 池飞池在一旁看热闹 思绪飘着 她已经可以确定了 原本没这个案子 从起因来看 是她认识了小田切明也 拉着小田切明也开公司 听到林才会觉得 小田切明也是叛徒 心怀怨恨 在之后 她又神奇地 让少年侦探团在这个关头 去调查恐吓性的事 把柯南牵扯进来的 让柯南和少年侦探团 警方所没有的线索 可是 她真的不是老天爷的托 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 挺有意思的 就是有点伤小伙伴 一不小心 把死神小学生引过去 触发某个点 轻则出闹剧 重则出人命 另外 同样有趣的是 这次死者 嫌疑人的名字又凑堆了 死者听到 清水 小田切 另外 男住户姓山石 女房东姓大巫 听到 清水 山石 小田切 大巫 组一组可以成一幅田园人家的画卷 虽然日本姓氏 大多是某个地方 但完全没有酒条 小巷 高长 圆渡之类的姓氏乱入 也是蛮神奇的 另外 在那幅田园人家 画卷里加个池塘 也不突兀 他又一次能和死者 嫌疑人 组成一伙的 池 真是个百搭好姓氏 警号 在池飞池思绪飘飞的时候 一群人依旧在专注讨论着案子 布美怀疑道 这么说的话 大叔确实很可疑 轻气球飘在窗外 会担心住在上面楼层的大叔看到的吧 不用担心 那就只有凶手本人了 不 不是我呀 男住户连忙解释 因为有时候听到小姐发出的噪音太吵 我最近都不会开窗户 连窗帘也会拉上 你们过来我家里的时候 窗帘也是拉上的 不是吗 凶手确实不是山石先生 如果是他 他完全可以在自己房间里 做点什么手脚 再下来杀害听到小姐 来当做自己的不在场证明 白马探道 不过凶手也确实了解 最近山石先生的习惯 知道山石先生 最近都没有拉开窗帘 才会准备这个手法 而且要准备这个手法 需要在听到小姐家里 待上不短的时间 这么说 木木十三看向女房东大巫 作为房东 了解住户最近的习惯 不奇怪吧 也不是我呀 女房东遗憾 忙到 虽然她赶走了我的住户 但我有自己的工作 经济不是很紧张 根本没必要杀人啊 谁会嫌钱多呀 原太偏女房东 而且 如果约定好收房租的时间 不是四点 而是再早一些的话 高木舍摸着下巴 那么 大巫女士可以在三点多的时候 来到这栋楼 与听到小姐碰面 两人在下午三点半左右 发生争执 被楼上的住户山石先生听到 之后 听到小姐 刘大岛女士在客厅 自己去洗澡 洗完澡出来之后 就被这个手法杀害了 木木十三若有所思 能让听到小姐 丢下客人去洗澡 也只有身为女性 又是亲戚的你了 大概是觉得 只要警方没法在自己的随身物品里找到塑料布 就不会被怀疑 所以才准备这个手法吧 光燕正色道 这 真的不是我 女房东 欲哭无泪 凶手也不是大巫女士 柯南出生掺和 其实有一个人 也可以布置这个手法 也必须这么做 哦 木木十三 疑惑回响 这个手法 凶手当时必须在 听到林房间里才行 案发时间 小田借明 也在涉谷有不在场证明 清水粒子下午三点 从家里坐机 跟死者通过电话 一个小时根本赶不过来布置手法 就算转接电话 用分机假装跟死者通话 赶过来杀人 双方家里这么远的距离 分机电话 也早就不能通讯了 说到底 那只是坐机电话的分机 最多能在附近 活动着打电话 又不是这两个人的话 还有谁 他们忽略了谁吗 柯南沉声笃定道 那就是听到小姐自己 白马叹 这个小鬼 不是说自己不推理吗 还抢最关键的一句 要脸拨 池飞池在一旁看热闹 他根本不信柯南能忍得住 果然又掺和 进去推理了 可 可是 高木舍惊讶 之所以 准备这个手法 是因为听到小姐 无法用吉他重击自己的后脑勺 就算将吉他悬挂起来 也会在现场留下绳子 让人一眼看穿手法 柯南道 相反 如果现场没有找到 沾有血迹的塑料布 警方就会相信 他是洗完澡出来 被人袭击的 高木舍摸着下巴道 那么 只要问一问去 附近卖清气球的地方 问问听到小姐 今天有没有过去 不 白马叹走向书柜 看着书柜上的铁杆 清气球 应该是多天前 听到小姐自己买回来的 任何人只要知道 这个屋里的情况 同样可以利用屋里的清气球 完成这个手法 柯南接过话道 这无法作为判定 听到小姐自杀的证据 要推翻自杀的推断 只要找出她杀的痕迹就够了 但要是想推翻她杀的推断 为了不错放凶犯 就需要决定性的证据 警方才会以自杀结案 不过 能证明听到小姐是自杀 而不是她杀的 决定性的证据 也有了 白马叹拿出手机 拨通电话后 对那边道 开始吧 哒哒哒 远处传来奇怪的声音 门外 池飞驰依旧在看戏 会员挨走到走廊上 学着池飞驰王走廊护栏上依靠 你真的不打算 跟他们一起推理吗 说还有一个可能的是池飞驰 也就是说 是他家飞驰哥先看出来的 明天有事 不能去做笔录 迟飞迟到 会员挨半月眼 这个明天不明天应该没关系 只要是笔录 飞驰哥都不想做吧 两人随口聊了几句 屋里突然传来惊呼声 啊 屋里 刺眼的光线突然笼罩了 站在玄关附近的 木木十三和高木舍 这 这是 高木舍连忙抬起胳膊挡在眼前 眼前却依旧亮晃晃一片 直到背过身材好一些 而站在稍远处的白马探等人 却没有被光笼罩 白马探走到另一道窗户前 看向外面 在下午 三点到四点之间 太阳的角度 会让对面大楼的窗户 反射强烈的太阳光亮 从玄关旁的窗户照进来 以廷岛小姐倒下的地方 如果有人从后面攻击她 只能站在木木警官和高木警官那一带 刺眼的光线 会让人连眼睛都睁不开 更别说 用吉他准确击中廷岛小姐的后脑勺 看廷岛小姐头部的痕迹 和现场的状况 她是被一击之命 并没有凶手多次挥舞吉他连击 和她抵抗的痕迹 对面那栋大楼 是昨天才竣工的 柯南也走到窗户前 而廷岛小姐 今天应该是在将窗户锁 从外面撬坏之后 准备好固定吉他的手法 假装自己跟人争吵 又特地去洗了澡 想伪装成洗澡出来被袭击的弱者 在三点前进了浴室 从浴室出来 直接到了玄关口拉绳子 没有经过玄关处的窗户 所以也就没有发现 根本不可能有人能成功袭击他 这是判断廷岛自杀的证据 因为大楼是昨天竣工的 只有今天下午三点到四点之间 才会发现刺眼光亮的情况 别人也没法提前准备 挡光眼睛之类的东西 来袭击廷岛 木暮十三走到白马探身边 伸头往窗外看了看 天上 一架紧用直升机打开了探照灯 光柱正好能投在对面大楼窗户上 又反射进屋里玄关处 因为晚上没有太阳 我就让人架湿紧用直升机 用探照灯帮忙模拟下午三点到四点 阳光照射的角度 白马探解释 附近没有比较高的大楼 不会挡住阳光 明天下午三点到四点之间 木暮警官可以带人过来 再确认一下 木暮十三一头黑线的点头 道理他懂 不过想说明这些 明天过来不就行了 干嘛非要调用一架紧用直升机 高木设走出光照处 想到了原因 听到小姐用这种自杀 该不会是 是啊 白马探有些感慨 我想应该是清水小姐拒绝他 继续送恐吓信之后 他心里越发怨愤不甘 为了让那四个人中的一个人 背上杀人的罪行 才会这么做吧 当然 他一开始 或许只是想伪造自己 被袭击的假象 并没有想过自杀 因为伤口是一击致命 不过他没想到 吉他砸下来那一击 正好打在他后脑的要害处 要了他的性命 柯南心情有点复杂 门外 石飞驰完全没什么想说的 其实他有个猜想 这个手法 恐怕不是听到灵想出来的 而是清水粒子犯罪计划中的一环 计划大概是 先是清水粒子送恐吓信 之后是廷岛灵被袭击 但没死 调查的时候 让警方注意到 廷岛灵身边的可疑人物 再之后 是小田切明也被杀害 而他们预定给警方准备的犯人 就是楼上住户山石先生 或者女房东大屋女士 动机也有 山石先生 因为恼火廷岛灵制造噪音 先是潜入廷岛灵家里 袭击了廷岛灵 之后知道廷岛灵制造噪音的原因 忍无可忍后 又迁怒到小田切明也身上 只不过第二次 对小田切明也的袭击过重 导致小田切明也死亡 而针对大屋女士的动机 则是设计为住户被迫搬走 收入降低的怨恨 无论是袭击廷岛灵的凶器 还是杀害小田切明也的凶器 恐怕都会选择吉他 因为小田切明 也就算不再唱摇滚 也不可能把陪伴自己 多年的吉他丢弃 小田切明也家里绝对有吉他 两起事件的凶器 都是吉他的话 就可以造成凶手连续犯案的假象 也可以引导警方 怀疑凶手讨厌吉他 及噪音 只不过 中途清水粒子 出于某个原因 决定终止计划 这个原因 大概就是少年侦探团的调查 这群孩子遮掩的再好 在清水粒子队摇滚 小田切明也这类关键词敏感的时候 多多少少会引起清水粒子的不安 而清水粒子家里 使用自动录音的电话 应该是为了防止 停导灵执行计划出意外 把自己牵扯进去 同时 双方约定了 不在电话里明说一些事 保证清水粒子 录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证词 也正因为电话不能明说 清水粒子说 不要再送恐吓信了 停导灵就会觉得 清水粒子也抛弃了自己 对于一个情绪极度不稳定的人来说 足以让停导灵 产生提前执行计划 让所有自己讨厌的人 都被怀疑进去的想法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不会是清水粒子 引导停导灵提前执行计划 因为对清水粒子并没有好处 反而会惹麻烦上身 也就是说 停导灵确实是自己想做一下 结果自己把自己做死了 人果然不能太做 当然 这只是他的猜想 因为凶器特地选了吉他 而小田切明 也和停导灵都会在家里放吉他 他才想到这个可能 并没有证据 连指控清水粒子都做不到 不如不说 反正停导灵死了 小田切明 也反而免除了一次 被谋杀的危机 而清水粒子 失去了停导灵这个犯案实施人 大概又会去找 其他策划犯案的机会 不会再盯着小田切明也 没多久 木木十三等人走出房间 接下来还需要再确认 调查 大概要过几天才能结案 木木警官 笔鹿找白马 迟飞迟到 木木警官 笔鹿找白马哥哥就可以了 我明天 后天 都有事要出门 柯南也几乎同时说了一句 又笑着 仰头看白马探 辛苦白马哥哥了白马探 这两人高木舍 他们警示厅这么不受人待见 现在连柯南都变了 不就是做个笔录 至于吗 被高木舍幽怨盯着 柯南忙解释道 是真的有事 好吧 高木舍选择相信柯南一次 啊 光页摸了摸自己的口袋 糟糕 我的侦探手册不见了 我还想记录 一下这次委托呢 在警示厅的时候 你不是还拿出来过吗 会不会是丢在警示厅了呀 袁泰问道 也说不定是掉在池哥哥车上了 不美看向池飞池 那就下去找一下 池飞池带头往楼下走 问白马探 白马 已经11点了 你怎么回去 别担心 我会打电话让司机来接我 那我送这群孩子回去 到了楼下 还没等去池飞池车里找 高木舍打电话 给警示厅的同事确认 说了两句挂断电话 对光页道 你的侦探手册 掉在警示厅的走廊里了 明天再去拿吧 他们会帮你 放在我的办公桌上 光页点头 高木警官 那我明天再联系你 给你添麻烦了 哪里 高木舍连忙客气 那你们就在这里 跟白马等一会儿 我去开车过来 池飞池交代一声 去了停车场 不过到停车场之后 池飞池上了车之后 没急着开车 拿出手机 将两张照片 打包发给飞沫 两张都是侦探手册的页面照片 一张是清水粒子的柱子 一张是清水粒子的人像简笔画 光页的侦探手册不是掉了 只是被他偷偷拿到手 拍了照片 又丢到了走廊间 虽然直接要地址也行 但他实在 不想跟清水粒子牵扯太多 最好就是自己别牵扯 也别让身边的人牵扯 让乌鸦去监视一下 看看以后 会不会有用到的时候 既然有线索 不定一下有点可惜 搞不好什么时候就用上了呢 没等多久 飞沫回信 没问题 主人 我立刻安排 人画像能分辨吗 当然 画得很逼真啊 好吧 能找到就好 池飞池收起手机 开车出停车场 另一边 趁池飞池开车过来的时候 三个孩子就凑在一起 低声嘀咕 柯南走过去 你们又在说什么啊 袁泰 再说 明野哥哥呀 光燕 他之前不是有说过吗 明天要去 跟情人度蜜月 不美 今晚也匆匆会去 我们就在想 他是不是交女朋友了 柯南半月言 你们啊 连小田切明也交不交女朋友 都管 这么八卦的吗 这么说的话 辉原哀突然出声 嘴角带着一丝神秘的微笑 明天飞池哥 也要去跟情人度蜜月 哎 三个孩子和柯南 气气变了脸色 表示自己有被吓到 情人 白马探也转头看辉原哀 这个瓜他想吃 三个孩子 已经围到辉原哀面前 辉原 是 什么情况 辉原哀对其他人的反应 表示满意 打了个哈欠 一脸平淡道 其实是说 冲野杨子的经纪公司 一开始那家公司 还想阻击Fank公司 不过飞池哥之前说过 商场没有绝对的朋友 也没有绝对的敌人 等Fank站稳脚跟之后 那家公司考虑到 Fank背后的雄厚资金 而 Fank考虑到对方 身为老牌娱乐公司 手里的资源 关系又会立刻缓和 甚至像情人一样 会有一段时间的蜜月期 彼此互相帮助 关系好得不得了 现在的 Fank有名气 有火爆的综艺节目 有苍木麻衣这个出道 就火爆的歌手 还有林木财团的入股 对方怎么可能 不发起蜜月邀请 元太 光艳 不美 这不是他们想吃的瓜 白马探遗憾摸了摸鼻子 情人蜜月啊 飞驰哥在商业上 也很有天赋 总结到位 柯南心里 呵 他就隐约感觉 辉元不怀好意 白期待了 他还不如期待一下 明天的酒会 一日 成田机场 一群人往登机处走 外围的人拉着行李箱 中间的人 要么戴着墨镜 帽子 要么戴了口罩 小田倩明 也头发又染成了紫色 戴着自己的紫色墨镜 风风活活 走在最前方 池飞驰等在登机口 依旧一身黑衣 也戴了一副墨镜 一抬眼 就看到呼啦啦 一大群人走来 也看到了前方的 小田倩明眼 我跟你们说啊 小田倩明眼到了近前 假装没看见池飞驰 继续笑着跟旁边的人说话 我早就想带着一大群人 这么走一趟了 这话一出 立刻引起人堆里 不少妹子低笑起哄 就连一些年轻男性 也跟着笑看 池飞驰懂了 收回视线 也假装不认识小田倩明眼 飞驰倒是好奇 悄悄叹了一下头 主人 明眼惊天狠 那个词怎么说来着 春风得意 池飞驰低声说了一句 咦 森园局人从一旁走来 一身白色变装 脸上同样卡了覆墨镜 看了看人群 你们都到了 看来我是最后一个 没有啊 还有 一个拉着行李箱的妹子疑惑 Thank公司里流传最广的 就是三个老大了 三个年轻的朋友 合伙开公司 那不都知道了 社长他们见多了 森园局人 也时不时跑去跟妹子聊天 但还有一个最神秘的他们 很多人可还没见过呢 说好了 这次三个老大都会去的呢 明明还差一 所有人默默把视线 移到池飞驰身上 真要说的话 这里早就等了一个 森园局人见其他人 安静转头 看池飞驰 有些茫然 怎么了吗 你 破坏了我们的计划 小田倩明 也故作深沉地 瞪着森园局人 其他人顿时懂了 社长 原来 你们是装不认识的人 逗我们娃啊 讨厌 我还真以为是不认识的人呢 小田倩明也面对指责称怪 依旧得意笑着 这么多人 我可是特地包了一趟去大阪的飞机也 怎么可能 有不认识的人等在这里 池飞驰发觉 好奇注视的目光有点多 从容顶住 对一群人点了点头 算是打招呼 最近两天 弗兰特都不需要易容接触目标 他也正好跟公司的人一起出去溜带一下 省得天天待在东京 等会儿进门的人分好了吗 森园局人看了看一群人 转头调侃池飞驰 绿川 仓木 小松 三个都是你 主张签约的 让你先挑 只能挑一个哦 剩下的都归我和明眼 池飞驰 好好的娱乐公司集体出行 弄得跟什么似的 当初小松卫步 确实也在他那张名单上 毕竟也是唱过柯南主题曲的歌手 他把歌都准备好了 必须挖过来 不过 之后他倒是没怎么管了 今晚的酒会 应该有不少记者守在门口 主办方也在门口 准备了红毯通道 森园局人说的是 等会儿谁 跟谁搭办一起进门 其他人都习惯了森园局人 有时不太正经地玩笑话 笑眯眯看池飞驰 我走后门 池飞驰果断道 配合那平静的声音 毫不留情 小田窃明也叹了口气 我听到了一片心碎声 英国那边有点动乱 只要我这双眼睛被拍到 从酒会出来 就可能遇到枪击 你信不信 池飞驰随便找了个理由 不管有没有卧底 在某个危险组织 他都不想在媒体前 曝光自己的脸 不仅是他 他便宜老爸老妈 差不多是一样的想法 门声发大财 不声张 少露脸 以免被绑架 可 相貌被太多人知道 出门要带一群保镖 也挺麻烦的 而且他也不算瞎说 对他的赏金还没撤 目前只是没人行动了 万一就有一两个脑子抽抽的呢 那边的情况这么严重啊 森渊居然不开玩笑了 那要不要让明眼 给你安排两个保镖 让他们坐下一趟航班 应该能在酒会开始之前 赶到大半 那倒不用 池飞池拒绝 要说情况严重 也不算 他老爸老妈 稳稳站上风 赢定了 要说不严重 生命安全都有威胁 他还好 远离主战场 对方主要是想派两个刺客 或者炮灰来偷一下 看能不能影响他老爸老妈 而老爸老妈 才真的要注意安全 搞不好出门 就会被袭击 庆幸主战场在英国吧 至少没有美国 那么可怕的拥抢文化 没等多久 一群人又呼啦啦上了飞机 反正没有外人 飞驰也直接被池飞驰带了上去 池飞驰 森渊居然 小田切敏 也就做一堆 方便说话 你这条蛇一亮出来 能吓跑不少女孩子 可不是谁都像我姐一样 看到蛇还敢拎着玩的 森渊居然有些蛋疼地 看了看周围 没女孩子坐他们周围 连男孩子都没有 包下的飞机 本来也坐不满 现在他们前后左右都空出来了 飞驰不满探着头 朝森渊居然吐舌杏子 意思是 他挡了主人的桃花咯 不可能是他的原因 他不承认 他们是为了避免听到我们说什么 不便被别人听到的话 池飞驰表示 这也不是飞驰的锅 好吧 好吧 话说 林木小姐呢 森渊居然没忘记 自己这边还多了一个妹子股东 明眼 你跟他说过了吧 他说 今天要跟他父亲去别的酒会 就不跟我们一起去了 小田窃驰也看向池飞驰 感慨道 你们这类人真是麻烦 池飞驰 两度嫌疑人 看看谁更麻烦 小田窃驰也 森渊居然顿时笑得像朵花一样 小田窃驰也 差点死于蛇毒的被害人 比就比 森渊居然脸上的笑将了将 看池飞驰 案发现场的常客 来啊 互相伤害啊 池飞驰摘下墨镜 侧头冷眼看过去 我又没笑你 森渊居然 呃 好像找错目标了 侧方 仓木麻衣和小松尾部转头钉 真的是紫色爷 前面几排 两个妹子转头钉 紫色 池先生的眼睛 哇 真的爷 更多的人转回头 池飞驰 后排 后排看不到 不过既然飞机上都是自己人 一群人就欢脱了 干脆全部离开座位 往前排跑 在被荡城大熊猫围观前 池飞驰又戴上了墨镜 低声对小田切明也道 公司氛围不错 很有活力 唉 见池飞驰把墨镜重新戴上 飞机里顿时整齐一致地称怪叹息 你平时又不去公司找偶安 这次就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吗 他们这次来之前 就像粉丝见偶像一样期待呢 小田切明也替众人吐槽了一句 又问道 对了 昨天那个案子解决了吗 自杀 池飞驰到 四个嫌疑人随便哪个被定罪 他就赢了 小田切明也一愣 摘下墨镜 一脸感慨 其实他也不用这样的 等节目播出之后 听我唱一首歌 再定义我是不是叛徒也不迟啊 他认为 你不能去开公司 要一辈子混迹在那种地方 你就该放弃自己的未来 去迎合他 池飞驰不留情面道 他根本没为你想过 只是执着于他自己的幻想 你也没必要纠结 你就不能让我唏嘘一会儿吗 小田切明也无语 难得有女孩子对我这么执着 他是担心你太在意 自己难过 森源局人也说了句大实话 而且 后两排有个妹子 装出一脸疑惑的模样 没有女孩子对你这么执着 社长 你是在开玩笑吗 我们都挺执着的呀 没错 这里这么多呢 居然无视我们 好过分哦 社长 虽然我是男的 但我对你也很执着的 眼看周围又吵闹起来 小田切明也哭笑不得 喂喂 安静 安静 公司规定 不许调戏社长 池飞池很清楚 小田切明也没说出口的吐槽是什么 这群妖精 吵吵闹闹一路 到了大阪 一群人下了飞机 又入住小田切明 也让人订好的酒店吃午饭 各自回房间休息 做参加酒会的准备 喂不 仓母麻一出餐厅 追上小松卫部 巧声道 能不能陪我出去一下 或者借我一套礼服 你不是准备了一套 墨绿色的礼服了吗 小松卫部疑惑 我觉得挺好看的 忘了戴吗 不是啦 仓母麻一笑容 带着一丝尴尬 没关系 我不是英国人 池飞池从餐厅出来 跟小田切明也 森园局人一起路过 也不是所有英国人 都讨厌墨绿色 仓母麻一 Sigma 他想换礼服 确实是因为 考虑到池飞池的老妈是英国人 担心池飞池有英国人的思想 讨厌墨绿之类的颜色 被听到了 被看穿了 现在该做什么表情好 在线等 小田切明 也见仓母麻一 手足无措地站在一旁 撇驰飞驰 敢不敢再直接点 啊 不 可能没有比这更直接的了 傍晚 一群人出发 一排车子 在即将开业的K39店附近停下 池飞驰下车 远远看了看那边的一大堆记者 戴上墨镜 那我们就从正门进去了 里面见 小田切明也道 还好带的人够多 森园局人还想着搭伙进门的事 摸着下巴想了想 怎么大都行 你们可以考虑 所有人一起进去 池飞驰丢下一句话 关上车门离开 小田切明 也想象了一下 一群人一起进的画面 顿时一头黑线 那明天的报道 大概就会是 K3饭店开幕酒会 Thank娱乐公司社长带人杂场 娱乐公司与体育选手 是否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酒会宴会场 随着来的人越来越多 会场里也渐渐热闹起来 哇 来了好多名人啊 毛利小五郎 激动扫尸着人群 苍木麻衣 小松卫部 Tumax 旁边穿着黑色小西装 白衬衣 打着个黄色小领结的柯南 也跟着四处张望 看着看着 突然想到一个可能 Thank公司和冲野养子公司的蜜月 昨天小田切明也说 今天有事 现在一堆 Thank公司的艺员跑过来了 该不会 还有 我最支持的冲野养子 毛利小五郎 激动看向冲野养子 然后笑一一将 那个站在冲野养子旁边 穿着黑色礼服 说话也一脸冷淡 有一双紫色眼睛的年轻男人 不是他大弟子吗 毛利兰也看了过去 哎 飞驰哥也来了 是吗 邀请一群人过来的 服部评刺看过去 可是他为什么 跟杨子小姐在一起 毛利小五郎 不爽苗那边的两个人 而且 杨子小姐在跟他笑着说话也 他居然还是一脸冷淡 爱理不理的样子 也 也没有吧 毛利兰汉 明明飞驰哥 也有在互动啊 柯南一脸淡定 他已经料到 会在这里遇到池飞驰了 因为是蜜月期吧 只要仔细看的话 三个公司的人和 冲野杨子公司的人 基本都在互动 轻得跟一家人一样 完全看不出 两家公司之前 还在暗地里 互相扎刀子 估计两家公司的社长 到会场之后 就已经谈过了吧 咔 毛利小五郎实话 蜜 月 蜜 蜜月 毛利兰和远山荷叶 也惊呼出声 连福布评刺 都一脸惊悚地看柯南 不会吧 他们已经结婚了 不应该啊 我可一点消息都没听到 就算不对外公开 也得告诉我一声吧 不 这真是太突然了 不是了 柯南遗憾 连忙解释了一下 池飞驰的说法 还有说了一下 两个公司的情况 福布评刺松了口气 吓我一跳 一旁 毛利小五郎依旧实话着 低声喃喃 结婚 太突然了 真的太突然了 大叔 远山荷叶 抬手在毛利小五郎眼前晃了晃 发现毛利小五郎毫无反应 看向毛利兰 他好像完全没听进去 爷 小兰 你老爸不会有什么事吧 这个 毛利兰也有点摸不准 自家老爸会不会被打击得提前老年痴呆了 担心 大叔 这小鬼是开玩笑的了 福布评刺冲着毛利小五郎耳边咆哮 毛利小五郎依旧呆滞 结婚 蜜月 真的太突然了 福布评刺嘴角微微一抽 蹲下身凑在柯南耳边调侃道 喂 龚腾 你刚才说什么蜜月是故意的吧 你终于忍不住 对大叔下黑手了 把大叔打击傻了 方便你拐走人家的女儿 柯南偏福布评刺 他有那么黑心吗 别乱往他头上扣黑锅 一旁 毛利兰决定 让自家老爸先缓一缓 远山和叶也凑在毛利兰耳朵说悄悄话 最近评刺真的很奇怪 打电话给别人 说什么你现在一个人吗 有没有穿帮 不方便的话 要不要我等会儿再打过去之类的话 毛利兰一惊 难道说 他一定是被某个狐狸精给拐走了 远山和叶神情委屈又悲愤 左右转头看 说不定 他还把那个狐狸精邀请到会场来了 柯南 抱歉啊 他可能就是那个狐狸精 今晚第二个锅了 感觉头上黑漆漆一片 那么前方 主持酒会的司仪拿着话筒出声 我来介绍一下 今晚这场酒会的主角 也就是这家K3饭店的三位老板 所有人停下攀谈 转头看去 首先 是没有过败继的前世界重量级冠军 李卡·巴雷先生 随着司仪介绍 掌声中 一个皮肤有黑 身材浑渊壮实的男人走了出来 接下来 是球速160公里的最佳新人讲头手 迈克·诺德先生 随之走出来的男人 留着八字胡 身形高瘦 跟鼓掌的人挥了挥手 柯南紧紧盯着走道 心里期待 他的偶像 他的偶像 然后 就是被誉为欧洲的铜墙铁壁的知名守门员 A.卡提斯先生 最后走出来的男人 金发碧眼 身形高大 同样对着人群挥手 看到偶像出来的柯南 顿时一脸激动 太棒了 活生生的本人 不远处 池飞池转头看了看柯南 看到明侦探一脸亢奋 心里叹了口气 这一次酒会 绝对是明侦探的灾难 马上就要把难得见到一面的偶像 送进监狱了 小田窃明 也不知什么时候 晃到池飞池身边 早知道我们就把K3这个名字 抢了 森员局人凑近 笑着低声道 他们不是说了吗 又不是三个King 王 的意思 而且 公司取这个名字 被人误会就不好了 不过 原本他们还提出 今晚跟Sank互动一下的 小田窃明也道 毕竟我们三个也是合伙开公司 不过 我想飞池肯定不想跑上去被摄像机拍 所以拒绝了 舞台边 突然传来一阵喧闹 快呀 快翻译给他们听呀 卡提斯 一个身材矮胖 唇上 留着一字小胡子的男人 对雷 卡提斯说着 脸上还带着玩味的笑 你们在日本牵涉到的丑闻案 用肮脏卑鄙来形容 最合适不过了吧 你这个人 真是太没有礼貌了 滚出去 雷 卡提斯 一脸愤怒地用英语道 少来了 我可是 拿到了正式邀请函的宾客 而且我可是你们的好朋友 靠谐你们的新闻稿 帮我赚了不少钱呢 男人拿出邀请函展示了一下 又转身 端起旁边桌上的寿司离开 虽然不知道是谁邀请我的 但我非常感谢他 因为我很爱吃寿司啊 哈哈 那个家伙好像是 小田窃明也转头 那个靠谐体育选手丑闻而出名的美国报社记者 好像是叫艾德 麦凯 森渊局人低声道 专门挖掘知名运动员的丑闻 来提高销售 比如 卡提斯涉嫌西式违禁品 芭蕾涉嫌比赛造假 麦克外语离婚 不过这三个人跟他打官司都赢了 证明他在捏造丑闻 但因为他的写法很高明 就算被控告 也全然脱身了 功课做得不错 迟非迟到 他来之前 也查过一些资料 不了解 就得做做功课 当然了 森渊局人笑道 好歹是来参加酒会 至少要提前了解一下三位主角吧 他们三个的丑闻 都是那个记者报道的 前段时间打官司的事 还闹得沸沸扬扬 想不关注都难 小田切明也低声调侃道 这种记者 也是我们最讨厌的 庆幸他盯着的是运动员圈子吧 那边 司仪为了缓和气氛 提前进入提问环节 毛利兰跑上去 没提问 倒是向雷 卡提斯要了签名 特别指名写上 T心1 毛利小姐 这么说 哦 毛利先生也来了 森渊局人和小田切明 也都见过毛利兰和毛利小五郎 毕竟都牵扯进案子中过 我去打个招呼 池飞时说了一句 又对远远站在一旁 没掺和悄悄话的冲野杨子道 杨子小姐 失陪一下 我去跟老师打声招呼 啊 好的 冲野杨子笑咪咪道 请便 另外 请转告毛利先生 等会儿我再过去打招呼 池飞池点了点头 转身去毛利小五郎那边 服不平次 还拉着毛利小五郎说话 大说 你家女儿给一个浑蛋小子要签名 再不管要被拐跑了哦 毛利小五郎 依旧待至原地 浑蛋小子 结婚 蜜月 池飞池走近就看到这一幕 沉默了一下 蹲下身 戳了戳柯南的脑阔 哎 柯南本来正感动地 看着替他要签名的毛利兰 突然被戳头 茫然转头看向池飞池 是博士给你的麻醉针剂量没控制好 池飞池语气 平静之余 带着一丝复杂 还是你终于忍不住对毛利老师下手了 不怪他这么想 毛利小五郎很像痴呆症 他怀疑是不是自己穿越弄出什么幺蛾子 让博士的麻醉针出了问题 让柯南把毛利小五郎给扎傻了 柯南一愣 转头看了看毛利小五郎 被反应过来 池飞池是什么意思 有点炸毛 你们都把我当什么人了呀 今晚第三个黑锅 那 池飞池刚想问问毛利小五郎怎么了 毛利兰就抱着一件签名球衣走了过来 飞池哥 毛利兰有些不好意思 之前忘了问你 福布他们说 没有特别喜欢的选手 你呢 要不要 不用 谢谢 我不追星 池飞池道 运动明星也是一样 柯南忍不住科普 可是卡提斯很厉害啊 他原本是踢中场的 在他们两个守门员 都因为受伤和红牌下场的情况下 他担任了守门员的位置 最后力揽狂澜 让他们球队还得到了亚军 之后在足球联盟也是守门员 被称为欧洲的铜墙铁壁呢 他的小伙伴 怎么可以对卡提斯无感呢 肯定是不知道 卡提斯有多厉害 池飞池 依旧一脸无感 是很厉害 可是跟他有什么关系 这个案子 他也没打算阻止 他跟双方都不熟 而且 卡提斯面对柯南 一开始都在狡辩 他贸然跑过去说什么 会被指控污蔑都是轻的 又被犯人当成眼中钉就不好了 这次事件 唯一影响的是 柯南会很扎心 但打击也是成长的催长技 现在的柯南 可比以前那个爱出风头的宫藤新衣 讨喜得多了 内心也细腻得多 扑 毛利兰倒是被柯南认真的模样逗笑了 弯腰将一张票券递给柯南 给 柯南 这是卡提斯明天在长居球场比赛的贵宾券 他刚刚赛给我的 你要不要去啊 要去 柯南立刻被吸引了注意力 高兴应声 我要去 他还挺大方的嘛 福布评刺感慨 嗯 不过他要我帮一个忙 毛利兰养了羊手里的对讲机 K3饭店的三个老板 打算在饭店房间开关灯 让窗户亮成一个K字母 给等会儿出去的宾客一个惊喜 雷 卡提斯 就拜托毛利兰去外面看着 用对讲机指挥他们 该开关哪个房间的灯 柯南 福布评刺 远山和夜决定一起去 池飞池也打算出去透透气 发现毛利小五郎 依旧石化在原地 谁叫也不回应 临走前 还是说了一句 老师 杨子小姐等会儿再过来 跟你打招呼 嗯 听到冲野杨子会过来 他家老师应该能补一管血 毛利小五郎把这一句听进去了 挠不出一对新人里 新郎走过来说 老师 他等会儿再过来 跟你打招呼 咔 石化的心裂开一道道裂痕 血条彻底清空 池飞池跟着一群人到了外面 戴上墨镜 没有掺和指挥 到一旁点了支烟 他确实是出来透气的 毛利兰指挥了一通 在K字母亮灯完成的时候 饭店里突然传出枪声 二楼正中房间的窗户玻璃 也随之破碎 五楼最左边的房间 李卡 巴雷拉开窗户 探头看着 对对讲机那边问道 怎么了 几乎同时 在三楼正中房间的麦克 诺德 在一楼最右边房间的雷 卡提斯 也从窗口探头 发生了什么事 刚才那是枪声吗 那个记者死了 饭店里一片混乱 有人害怕枪声往外跑 有记者疯狂往里冲 池飞池跟上去二楼看了现场 等警察过来 又回了宴会厅 原本就记得不少细节的一个案子 再看过现场 又变得索然无味了 因为他之前在饭店外面 周围有很多人看到他的一举一动 不可能杀人 也就不需要做硝烟反应测试 宴会厅里 毛利小五郎站在原地 任由一个警察做硝烟测试反应 在荒乱中的人群中 面不改色 身形挺拔 如同雕像 毛利先生 冲野杨子等那个警察离开后 才上前打招呼 见池飞池回来 也对池飞池点了点头 嗯 毛利小五郎对冲野杨子笑得勉强 公 恭喜啊 啊 谢谢 冲野杨子应了一声 疑惑回想 是恭喜他新歌发行吗 又得到了一个电视节目的邀请 还是恭喜两个公司 终于关系缓和 他也不用压力山大了 他作为公司牌面 这段时间被推在最前面 顶着 Fank那边的刀剑 上面两边老板打架 下面他得在最前排冲锋陷阵 真是太难了 好在 总算结束了 是值得恭喜 毛利小五郎 一听冲野杨子的回应 沉默了一下 转身往门外走 飞池 告诉他们一声 我先回去了 抱歉 我老师今天身体不太舒服 池飞池对冲野杨子说了一句 转身道 我送您 看毛利小五郎这模样 谁放心 别半路被车撞了 不用 你陪杨子小姐吧 毛利小五郎 落寞低着头 继续行尸 走肉斑 往外走 池飞池跟上去 跟门口的警察说了一声 摆出了毛利小五郎 名侦探的身份 又表示 认识负责查案的大龙警官 才被封锁现场的警察放行 叫了辆车 送毛利小五郎回去 毛利小五郎 全程神游天外 浑浑噩噩 一直到进酒店房间前 才沉声道 我没事 作为老师 还没恭喜你 真是抱歉 祝你们新婚快乐 什么 池飞池都没能反应过来 严重怀疑毛利小五郎精神失常 认真提醒 老师 我未婚 嗯 毛利小五郎顿时精神了 柯南那小子 不是说你和杨子小姐读蜜月吗 池飞池懂了 解释道 是说我们两家公司关系缓和 会好的跟读蜜月一样 也就是说 毛利小五郎凑近池飞池 期待问道 你和杨子小姐没结婚 没有 池飞池道 柯南居然造他谣 哈哈 没有就好 毛利小五郎顿时没开眼笑地挠头 哎呀 对了 刚才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没有 池飞池转身出门 您歇着吧 砰一声 房间门被关上 毛利小五郎也不在意 站在原地大笑 没结婚啊 真是太好了 哈哈 他好了 门外 走廊间 池飞池一边快步走进电梯 一边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 等接通后 语气平静地对那边道 喂 是生液综合医院精神科吗 我老是精神不对劲 之前呆呆站了将近一个小时 谁说的话都听不进去 之后又狂笑不止 地点是平野酒店901号房 我们去K3饭店参加酒会 那边有人被枪杀 我和他女儿要配合警方调查 走不开 叮 电梯到了一楼 池飞池走出电梯 麻烦你们来接他一下 第一 电话挂断 飞池叹了个头 有点目瞪舌呆 主人 怎么了 池飞池平静反问 作为一个有儿女的中年大叔 居然追星追到这地步 他怀疑自家老师 这是某种追星综合症 需要心理医生开导治疗一下 没 没什么 飞池弱弱缩回头去 主人坑起自己老师 也是毫不留情面啊 K3饭店 池飞池刚回到饭店 就看到腹部屏刺呆站在走廊上 神色复杂 这 又傻了一个 一直到听到脚步声来到近前 腹部屏刺才抬眼看 愣了愣 勉强回神 飞池哥 你刚才去哪儿了 送毛利老师回去休息 池飞池道 腹部屏刺点了点头 本来想跟池飞池说一下 毛利小五郎误会了一些事 不过考虑到毛利小五郎 现在不一定能听得尽解释 而且 某侦探的状态也很不对劲 也就没在想毛利小五郎的事 飞池哥 柯南的状态有点不太对劲 池飞池等了半天 见腹部屏刺一脸纠结 却不说下文 干脆直白道 他很喜欢雷 卡提斯 所以 腹部屏刺点了点头 随即又发现不对劲 一脸骇然地后退两步 你 你 你怎么知道的 池飞池冷眼看着腹部屏刺的浮夸反应 死者右手抓着腰带 大龙颈关过来看到尸体右手的时候 不是说过了吗 腰带 还有种说法叫Band 死者之前 说他很喜欢吃寿司 而左手的动作 也是抓寿司的动作 在寿司店里 Band是代表第八道菜 也就是指 球一数字是巴德雷 卡提斯 腹部屏刺郁闷 转身在原地走了两圈 又转身 看着池飞池 目光认真专注 作案手法呢 你知道 他是怎么记在一楼最右边房间 打开房间电灯 又在二楼杀害那位记者先生的吗 不知道 我又没去房间看过 池飞池到 腹部屏刺松了口气 还好 哈 这个我知道 池飞池看着腹部屏刺 然后呢 可 要不要我带你 去现场演示一下手法 腹部屏刺 也发觉自己刚才幼稚了 强行晚尊 不用 池飞池看到楼梯上 柯南像个幽灵一样晃下来 顿住了 腹部屏刺也转身看去 沉默了一下 认真开口 咕 咕 柯南无语抬眼瞥腹部屏刺 依旧一脸宝宝不高兴的神情 阿帖 腹部屏刺故意装作鼻子不舒服 打了个喷嚏 才敢笑一声 走上前 柯南 刚才飞池哥说 我听到了 柯南面无表情 轻声道 能不能拜托你们 暂时不要说出去 你 腹部屏刺皱眉 柯南突然想起新出家那次案子 他好像也差点池飞池不破案 是想包庇犯人来着 突然就有点明白了 唉 难怪池飞池当时不吭声 他现在也在期望着 雷能自己去自首啊 放心 我只是想先跟雷单独谈谈 在他之前负责开灯那个房间等他 那好 腹部屏刺认真点了点头 我去帮你叫人 我也不会往外说 不过 柯南 尹君子是一致 已经被磨灭的人 说的话一句也不能信 池飞池对柯南认真说完 转身跟上了腹部屏刺 他也帮柯南叫人 只不过是去门外打电话叫 喂 对 还是我 你们已经找到我老师了吗 嗯 他的状态是不太对劲 不 不是我老师的事 这里有个孩子 精神状态也不太好 可以三饭店 因为杀人事件 算是吧 嗯 麻烦你们过来接一下 等池飞池挂了电话 飞池迟了一下 主人 这么做对小兰 是不是不太友好 他等会儿又要照顾大叔 又要照顾柯南 送到一个地方 他正好两个一起照顾 而且等会儿有个心理医生 开导柯南 或许会好一点 池飞池给出理由 飞池 有道理 不过 他怎么还是觉得怪怪的 大厅里 已经有宾客要吵着回去了 池飞池回大厅的时候 哎 卡提斯已经不见了 腹部屏刺 正在低声跟大龙警官说话 池先生 仓木麻衣从人群中走上前 看了看那边的警察 收回视线 案子怎么样了 很快就解决了 池飞池到 你还真是走到哪里 哪里出事啊 森原局人不由上前感慨 特别是有招人贤的家伙的地方 池飞池面不改色道 那个招人贤的容易被害 曾经差点成为 一具尸体的森原局人 他为什么要这么想不开 上来调侃池飞池 仓木麻衣不清楚 曾经森原家的事件 见森原局人将在原地 心里疑惑 不过也没有多问 好了 那边 大龙警官喊道 麻烦各位留一个联系方式 就先回去休息吧 如果有需要 我们会联系你们 希望你们到时候 能配合警方调查 还真的结束了 森原局人看了看大龙警官 他们这里也就池飞池 能案发现场 饭店里外到处跑 警察都当没看见的 飞池 那凶手是我答应一个人 暂时保密 们先回酒店休息 我一会儿就回去 池飞池说了一声 迎向走来的福不平次 今晚跑来跑去 照顾完这边 还得照顾那边 有点忙 飞池哥 福不平次走近后 凑在池飞池耳边道 我们去看看柯南吧 我有点不放心 行 池飞池点了点头 朝楼梯处走 楼梯间 传来柯南两声苦涩的笑 哈哈 真是太可笑了 我是想证明的清白 但越是证明下去 只像是凶手的证据 就一个接一个的出现 真是可惜啊 小弟弟 卡提斯的声音 紧接着传来 刚才说的那些话 都不足以将我定罪 我身上穿的衣裤 都是经纪人帮我带来的备用衣裤 因为我很能流汗 所以已经换过了 现在那套脏衣服 已经被经纪人带走 现在恐怕已经在饭店的洗衣中心了 下一层楼梯间 腹部屏刺停下脚步 皱了皱眉 靠墙站着 池飞池也没有再上去 和腹部屏刺一起停墙脚 那鞋子呢 柯南听雷 卡提斯 这么肆无忌惮地狡辩 心里有些失望 直接指出铁证 如果是自动手枪的话 弹夹飞出去的同时 硝烟也会跟着飞散出去 不过如果是左轮手枪的话 硝烟就会 以枪身为中心 呈放射状的飞散开来 所以 鞋子上也会粘到 雷 行凶时应该穿鞋子了吧 因为 必须把球踢得很准才行 既然还没有换鞋子 现在应该还验得出来吧 这就是决定性的证据 雷 卡提斯的脸色微变 柯南背对着雷 卡提斯 低着头 轻声道 快去自首 去找警方自首 雷 就算我求 很抱歉 我不能去自首 雷 卡提斯一脸无奈 我如果被捕的话 我的球迷 还有家人 都会非常非常难过的 我会依据地忠告 把这双鞋子擦干净的 我会找说次瞒过警方 说着 就要转身离开 等一下 要交代的是 不止这一件吧 柯南心里 已经彻底失望 他得承认 时非时受的没错 雷 卡提斯 已经不是他心目中的 那个足球英雄了 只是一个意志被磨灭 这时候 还找理由试图脱罪的人 随之 心里的难过 也化为了怒火 转身将手中的足球 踢了出去 力声道 欧洲的铜墙铁壁 雷 卡提斯 雷 卡提斯 没有接住这个 本应该能接住的足球 被砸得坐倒在地 在柯南的追问下 承认了自己依赖着毒的事 还有自己的杀人动机 之前那篇捏造的报道 害他的妻子打击过大 神经衰弱而自杀 他为了引诱那个记者 干脆就按报道里 说的稀释为竞品 将人引到日本 设计杀害 雷 卡提斯 无法摆脱妻子离世带来的伤痛 也在继续依赖着毒 别说了 雷 柯南神色沉重而悲伤 用英语道 即使人生中艰苦难当 都不该是服毒和杀人的借口 输家就该甘于受到红牌 雷 卡提斯被说动 起身离开 主动去大阪警署自首 福布平次目送雷 卡提斯离去之后 仰头看了看上面 没有声响的楼道 心里担忧 刚想问问池飞驰 要不要去安慰一下柯南 转头就发现 池飞驰往楼道外走 这 什么情况 飞驰哥又是怎么了 他现在是该去安慰柯南 还是该跟上去看看飞驰哥 他只是一个人 又不能分成两半 现在到底该去哪 在线等 挺急的 人呢 走廊口突然传来声音 哎 福布平次疑惑抬头 就看到池飞驰 带着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 柯南正沮丧走下楼梯 突然感觉到 一道饱含深意的凝视 脑海里突然浮现一个人的身影 连忙抬眼看去 很快 心里又松了口气 还好 还好 不是福山之名大魔王 不过这眼神 怎么那么熟悉呢 这孩子 是不是受到什么打击了 中年男人收回观察的视线 低声跟池飞驰说话 我试试跟他先聊聊天 柯南 等等 聊天这个套路也有点熟 放开我 门外传来毛利小五郎 气急败坏的声音 我才不要去精神科 我没事 飞驰 这个混蛋小子 给我出来 这位先生 请您冷静 福布平次茫然抬头 看着门口那边 被两个男人紧紧抱住的毛利小五郎 一张黑脸 更加茫然了 飞驰哥 这是帮他们找心理医生 开导一下心理的郁结 对他们可能会好一点 池飞驰神色自然从容 中年男人点头 池先生的觉悟和观念都很正确 有的时候 情绪或者状态不对劲 一定要及时找医生 不用排斥 不用觉得丢脸 柯南猛了一下 很想问问这个男人 知不知道身边这个人 刚从东京最好的精神病院出来 没有痊愈证明 在医院里跟医生对着干 医生没办法了 怕他闷得更严重才放出来的 他还不按医嘱吃药 这都叫觉悟和观念证权 绝对是在逗他 这里最不正常的就是 池飞驰了好不好 不过 看到那个中年男人 一转眼 对他笑得跟福山之名一样 温和慈祥 柯南还是心头一颤 跑到池飞驰面前 光一下抱大腿 仰头一脸可怜巴巴地 看着池飞驰 同音卖萌 我才不要去什么医院呢 池哥哥刚刚丢下我走了 怎么都找不到 现在又要送我去医院 我才不要 扑 旁边幅不平刺没忍住喷了 这是宫 宫 宫腾 中年男人有些疑惑 看向池飞驰 这孩子之前心情不好 是因为 之前送我老师回去 我也不知道他在找我 池飞驰一脸平静的 伸手揉了柔柯南的头发 继续对中年男人道 现在看来 他应该是跟我闹情绪 不好意思 给你们添麻烦了 哪里 您对这孩子还真是在意 中年男人笑眯眯道 有的家长就是这样 孩子有一场 就像遇到洪水猛兽一样 担心这担心那的 这不是错 不过您也不用太紧张 以后离开要跟孩子说一声 小孩子有时候是很敏感的 也特别害怕被抛弃 巴拉巴拉一通之后 见池飞驰不时点头应一声 中年男人心里有些欣慰 多好的一个年轻人啊 那我去看看您老师那边 池飞驰 慢走 应付心理医生 他是专业的 等男人一离开 柯南立刻松开手 冷下脸 站在一旁继续回到 伤感惆怅的思绪中 他不想跟谁聊天谈心 他就想静静惆怅一会儿 不行吗 应付心理医生 他在往专业的路上试探前行着 一旁 伏不平次看完全程 张了张嘴 最后还是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功腾这变脸速度太吓人了 居然演得这么浮夸 确定真的不需要看医生吗 突然发现自己身边的人都很奇怪 他好像从来没看清过世界 茫然 失措 一日 伏不加 柯南坐在后院走廊木阶梯上 一手拄着下巴 呆呆看着地面 走神 院子里 池飞池接过腹部进华递来的生肉片 放到烤架上 屋里 远山和叶 毛利兰悄悄探头 看着柯南的背影 这孩子真的说 他不去看长居球场的比赛吗 远山和叶低声问道 嗯 毛利兰眼里满是担心 可是他之前不是还很期待吗 远山和叶道 会不会是因为卡提斯不出赛的原因啊 可是 那场比赛除了卡提斯 还有很多世界知名的足球运动员啊 毛利小五郎摸着下巴 要不还是让飞池叫医生过来一趟吧 昨晚他是很抗拒去精神科 不过去了之后 两个医生陪他聊天 聊中年男人的生活 聊家里的琐碎矛盾和小幸福 聊酒聊时事 听说他是毛利小五郎后 更是热情的不得了 甚至昨晚 他们还一起去喝了几杯 那里个个是人才 说话又好听 特别是呀 还是不用了吧 柯南他好像不喜欢那种地方 毛利兰迟一整 我是担心 要是柯南和新一一样 就糟了 考价前 池飞池在半熟的肉片上 撒调料 香味弥漫 想上前劝劝柯南的 浮步评刺停步 侧目 坐着自闭的柯南鼻子动了动 侧目瞥了池飞池一眼 又扭开头 新一 他 毛利兰炖了一下 烤肉味好香 让人有点分心 他 最喜欢的东西有瑕疵的时候 就会像小孩子一样 池飞池翻了一下烤肉 撒上一点点香料 开始彻底讨厌并舍弃呢 是吗 远山和夜盯着那边的烤肉架 应 应该是吧 毛利小五郎也盯着烤肉架 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毛利兰猛然摇了摇头 不行 柯南正在难过着呢 他怎么能还想着吃烤肉的事 总之 哎 坐在台阶上的柯南 默默起身 走到烤肉架前 仰头 面无表情 半月眼钉池飞池 故意的吧 不然池飞池去厨房烤不就行了 干嘛要在院子里 居然用美食诱惑他 简直可恶 最可恶的是 他居然忍不住妥协了 因为看起来 好像真的很好吃 池飞池将烤肉又翻了一下 在另一面撒上香料 先打破了寂静 有没有听过 熙灰 柯南听着那熟悉的 语调平静无波的声音 不知为什么 心里的郁闷也缓和了些 闷声道 当然听过了 仓木小姐的新歌我都在听 伏不平次也走上前 笑着帮忙 让气氛更缓和一些 我也在听 毕竟是飞池歌写的歌嘛 歌词记得吗 池飞池又问道 柯南回想了一下 他对听歌不太热衷 听的两句 还真的没有全部记下来 而且他觉得 那首歌太悲观了一点 比如孤身一人 又能向谁倾诉这类歌词 他听着心里不太舒服 没有仓木麻衣 其他歌听的次数多 池飞池本来也没指望 这两人回答 继续说着 夙愿得偿 使之伤痛 撕心裂肺 使之伤痛 几经伤痛 使之相逢 几经相逢 使之夙愿 柯南愣在原地 心里默默解读这几句歌词 却觉得 足够慢慢品味很久 伏不评刺也不说话了 低头思索着 柯南 池飞池指示着柯南 用英语道 即使人生中艰苦难当 柯南疑惑养头 也指示着池飞池 这是昨晚 他跟雷说的话的开头 也不要悲伤 不要绝望 池飞池继续用英语说道 未来还有更多的苦难在等着你 柯南 伏不评刺 这不是他们想象中的安慰 好了 池飞池把烤好的肉夹进一个盘子 刚想递给柯南 就被一只手接过去 哦 已经烤好了吗 毛利小五郎端着烤肉 低头闻了闻 又抬头眉开眼笑道 哎呀 还真是香啊 飞池 辛苦你了 刚打算伸手去接盘子的柯南 突然感觉到淡淡的悲伤 这是池飞池打算给他的烤肉 这一个个的 能不能体谅一下他这个心情不愉快的人 下午 池飞池跟公司的人集合 搭飞机回东京 除了Thank公司的人 还有冲野养子经纪公司的人 两家公司一起包了趟飞机 热热闹闹一起回东京 真的好得跟蜜月期的情人一样 毛利小五郎原本还想跟着蹭飞机的 不过被柯南和毛利兰拖着搭心干线回去了 两天后 池飞池接到了毛利兰的电话 你们回来的时候 又遇到案件了 是啊 正好遇到押送犯人回东京的左腾警官和高木警官 出了一点事 毛利兰尴尬笑了笑 又压低声音 那个 飞池哥 嗯 池飞池应了一声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毛利兰低声道 如果有女孩子问你 你对我有没有好感这种话 会怎么想啊 不怎么想 池飞池道 如实回答他 这 这样吗 毛利兰顿了顿 如果是比你年轻一点的男生呢 嗯 就是高中生 不知道性格 我也没法判断 池飞池道 好 好吧 毛利兰没再问下去 对了 飞池哥 我爸爸接到了一个委托 要去群马那边 我打算带柯南过去森林狱 你要不要带小艾去看看 我问问他 池飞池道 好的 下周六 毛利兰道 在这之前给我答复就可以了 小兰 啊 能不能直接说有几天 抱歉抱歉 嗯 下周六 还有三天 挂断电话 毛利兰纠结了一下 虽然这么说 但果然还是不好意思 直接问那个推理狂 柯南在一旁红透了脸 一不小心就听到了背护挺 池飞池又给辉原哀打电话 小艾 下周六要不要去森林狱 毛利老师接到了一个委托 要去群马 那么 会一起去的 还有江湖川和小兰姐 对吧 嗯 下周六 那天我有时间 我会跟博士说一声 要准备什么东西吗 比如便当 零食 换洗衣服之类的 不用 我下周六给你戴一条 很适合森林狱的裙子 适合森林狱 是什么样子的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那你吃过晚饭了吗 我和博士煮了咖喱牛肉 要不要过来一起吃 我跟美女有约 啊 又是工作吧 好吧 我知道了 那我们就先去吃饭 等你忙完 有空再打过来 池飞池看着被挂断的电话 怎么就不相信他呢 他真的跟美女有约 喂 绿川 迎座大楼三十三楼 一家法式餐厅 临床的座位间 池飞池静静静看着绿川沙西点菜 绿川沙西的变化很大 染成粉色的大波浪卷发 依旧高高竖着 穿了一件裁剪精致的黑色碗里服短裙 以前空洞忧郁的眼里 也多了些神采 绿川沙西低头看菜单 跟服务生报菜名 又抬头微笑 轻声问池飞池 这样可以吗 池飞池点了点头 你来决定 那就这些 谢谢 绿川沙西将菜单交给服务生 等服务生走后 垂了垂眸 笑道 您是不是觉得我变化很大 有点 池飞池拿出一支烟点燃 绿川沙西也拿出一支女士香烟 点燃后 沉默了一会儿 才道 我今天约您出来 是为了感谢您 给我一份不错的工作 还有不错的薪水 我想专门请您吃顿饭 再就是 告诉您一声 想搬家 以前租住的房子 我会继续留下来 在里面留一张纸条 我守在那个地方六年 不找到它 我怎么也不会甘心 不过 我也不想再守下去了 以后呢 我还想出去走走 去北海道 去九州 甚至去国外看看 当然了 要努力在您这里 拿到更多报酬才行 打算搬去哪儿 池飞池问道 这种变化是不是好事 他暂时无法判断 不过对于绿川沙西来说 能够放下 也是种解脱 我还在找房子 绿川沙西笑道 只是提前跟您说一声 如果我自己偷偷搬走不报备 您会不高兴的吧 池飞池沉默了一下 算是默认了 绿川沙西现在是他的情报搜集人 如果偷偷搬走 却不说一声 他确实会想多 特别是绿川沙西变化还不小 有没有兴趣去美国一趟 哦 绿川沙西神色认真起来 声音却放得更低 是有什么新工作吗 搜集情报 具体的位置 是美国马萨诸塞州 海岸线一带的市镇 石飞池神色平静 声音却也很轻 无论是什么 只要关注到 都可以记下来 在陌生的地方 要加上居住 交通 饮食 混乱区域这类信息的搜集 总之 我要详细情报的地图标注 另外 还有军火来源的情报 弗兰特那边 已经有消息了 圆渡一郎接触的军方要员 具体是谁 住址在哪儿等 详细情报还不清楚 不过 经常活动的地点可以确认 就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 马萨诸塞州 东陵大西洋 有很多优良港口 在中华被叫做马省 或马州 最为出名的应该就是位于那里的哈佛大学 和马省理工大学 那些情报搜查人员 藏得都挺深的 他还真不够了解那些人 必须有一个信得过的人先过去 本来考虑到绿川沙西 可能要守着那栋出租屋 等那个可能永远等不回来的男人 他想让英曲延南跑一趟 不过 既然绿川沙西想出去走走 那就直接安排过去 在情报搜集方面 英曲延南恐怕比不上绿川沙西 另外 皮姆会留在纽约忙别的事 不参与这次行动 而除了绿川沙西 还有三个组织外围成员也撒出去了 郎姆会搜集那个军方要员具体的情报 拿证据 他就过去负责行动方面的事 明白 绿川沙西打考虑了一下 我可以用旅游的名义过去 不过要跑的地方有点多 时间呢 粗略跑一遍 争取半个月内完成 完成不了也不用担心 尽量获取更多的信息 我会再联系你 迟飞迟到 好的 我尽量 绿川沙西认真点了点头 什么时候出发 如果可以的话 明天就去 迟飞迟到 活动经费明天早上转给你 需要手枪之类的武器就联系我 到时候 我会让人送给你 不过 交接的时候要小心 好的 绿川沙西突然失效 我最近正好在练习手枪射击 可以过去试试 迟飞迟点了点头 没再说什么 绿川沙西参加射击兴趣社的事 他早就知道了 他甚至还知道 最近绿川沙西 除了尝试各种工作 顺便收集情报之外 就一直待在射击兴趣社的训练场 作为新手 成绩还算不错 现在关注绿川沙西 英曲严男的乌鸦还留着 只是不在蹲窗口偷听 偷看这两人做什么 但对于两人大概的动向 他都了如指掌 他觉得自己没救了 绿川沙西看着眼前神色冷淡的男人 心里无奈 也觉得迟飞迟没救了 好好一顿烛光晚餐 偏要一脸冰冷地说工作 像台末的感情的工作机器 一顿饭吃了将近两个小时 迟飞迟倒是没谈工作的事 随便跟绿川沙西聊了几句 到了饭后 绿川 最近的情报汇总一下 发邮件给我 好的 绿川沙西已经放弃挣扎了 拿出手机 把整理好的情报 发到迟飞迟邮箱 迟飞迟去截了账 和绿川沙西搭电梯下楼之后 拿出手机 大致看了一下那些情报 保证要出入不正当娱乐场所 某金融公司社长逃税 一开始 这些只是八卦 或者不经意间听到的消息 只不过对于绿川沙西来说 这些八卦都需要去查一下 验证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最好能拿到一点证据 最后 将有效的情报汇总给他 验证 找证据 需要浪费大部分时间 再加上大多数消息只是谣言 或者很难验证 绿川沙西这段时间找到两条 又拿到了证据 已经很不错了 可以丢进组织信息库 以后自己用或者别人用 等持飞师收起手机 绿川沙西才问道 嗯 要不要去喂猫 先去看看 这一带太吵闹 公寓楼基本不允许养宠物 猫很少 迟飞迟到 那就去找找 绿川沙西随便找了个方向走去 忍不住问道 为什么那么努力地为组织做事 以您的条件 应该可以好好享受生活 悠闲地喝喝下午茶 每天带着宠物在街头闲逛 然后你就会发现 那样的人生 其实没什么意思 迟飞迟打断 做点事 顺便提升一下自己 也照样有空喝下午茶 闲逛 绿川沙西低头想了想 这么说也对 他现在也很自由 调查自己去安排 偶尔也可以闲逛喝茶 闲得发慌 不过有任务在身 怎么也放松 不下来吧 就像一个不固定上班时间的工作 也要操心随时需要去工作 两人往街头巷口闲逛 没有看到猫的踪影 迟飞迟倒是看见了一只小胖猫 前方没什么车子的路口 袁泰一个人站在人行道前 探头看了看红绿灯 然后左右张望着过马路 嘴里还念叨着什么 似乎是在找什么店 迟飞迟看过去的时候 正有一辆摩托车 轰鸣着闯红灯冲向袁泰 骑车的人穿着防风衣服 拉帘拉得很高 戴着头盔 压低身子 将车速飙得老高 看到前方有小孩子骇然转头 也没有减速的迹象 啊 绿川沙西忍不住低呼出声 突然感觉手里空了 包借我 石飞迟接过绿川沙西手里的包 直接丢了过去 摩托车还没斑马线附近 一个黑影突然飞到骑摩托车的人的眼前 趴到头盔上 完全挡住视线 袁泰也吓得跌坐在地 转过身 手忙脚乱地往后爬回人行道上 摩托车歪歪扭扭了一下 放慢了速度 看不清脸的小黑在包罗地后 看都不看一眼 一脚撑地 快速将摩托车转向 再次加速 拐进另一个街口 扬长而去 池飞池已经赶到了袁泰身边 低吃一声 没说什么 骑个车这么嚣张 如果那家伙动作再慢点 他一脚就过去了 如果他开了车 那家伙绝对已经飞了 如果附近有砖头之类的东西 那家伙绝对已经躺下了 袁泰借摩托车离开 就瘫坐在马路上 仰头赶到他身边的人 谢谢大哥哥 哎 池 池哥哥 绿川沙西 也去路上捡回了自己的包 走到袁泰身边 他没事吧 受伤了没 池飞池问袁泰 没 好像没有 袁泰还有点猛 自己低头看了看 可是我脚软了 站不起来 绿川 你去开车 池飞池将车钥匙递给绿川沙西 又拎起袁泰 我们在那边商店前的 长凳上等你 啊 好 绿川沙西接过钥匙 忍不住看了看 被单手拎着衣领拎起来的袁泰 匆匆转身离开 他很想提醒一下池飞池 对小孩子再温柔一点点 至少别用单手拎的吧 看起来好奇怪 袁泰 他一直觉得 只有柯南 灰原 不美 光燕那样的小个子 才会被池飞池单手拎来拎去 没想到池飞池也能单手拎他 不过能不能放他下来 他快喘不过气来了 现在他想自己走啊 勒住他喉咙的 不是衣领 是命运 池飞池将袁泰拎到长凳上 又去自动贩卖机前 买了一瓶牛奶 拧开瓶盖递给袁泰 喝点牛奶 盖是神经系统的稳定剂 袁泰从没被撞死 却差点被池飞池拎得勒死的 无语中缓过来 结果牛奶瓶 谢谢池哥哥 说说 池飞池在旁边坐下 是怎么回事 啊 袁泰一惊 一脸慌乱难以遮掩 没 没什么事啊 池飞池看着街道 我又不瞎 那两摩托是故意的 袁泰再次受到冰冷视线照顾 汗了一下 低下头 对 对不起 我不能说 要是告诉别人 我的家人 我身边的朋友 都会被杀掉的 池飞池转头看袁泰 包括我 当然了 袁泰突然顿住 心里默默把池飞池 跟那个人对比了一下 又把一网倒在池飞池面前的犯人 跟那个人对比了一下 咦 靠山来了 那他还怕什么 到时候你想煮了 还是想炸了 池飞池悠悠问道 咕噜噜 袁泰肚子叫了起来 池飞池 袁泰 池飞池沉默了一下 袁泰 我开玩笑的 人不能吃 袁泰 他真的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听到煮啊炸啊的 突然有点饿了 袁泰 远处 一个矮矮的妇人走过来 你怎么跑到这边来了 啊 妈妈 袁泰一惊 没事 池先生 妇人认出了 以前送过袁泰会去的池飞池 池哥哥 在抓住那个家伙之前 不要告诉别人 明天放学我再联系你 袁泰匆匆低声跟池飞池说了一句 跳下长凳跑过去 拉着女人往街口走 没事 我看到池哥哥过来打声招呼 啊 那我去打声招呼 不用了 等会儿池哥哥有约会 你这孩子 池飞池目送母子俩消失在街头 收回视线 回想了一下 把袁泰都吓成这样 少年侦探团 绝对不可能不掺和进来 又是一个事件 这么说的话 好像是 有个袁泰被追杀的事件 那个凶犯也是够傻的 谋杀一个小孩子 几天都没能成功 最后还被抓了 嗯 立场好像突然有点歪了 红色雷克萨斯 在街道边停下 绿川沙西下车 上前将车钥匙递给池飞池 疑惑左右看了看 那个孩子呢 他母亲接走了 池飞池起身 我送你回去 第二天上学日 蒂丹小学 袁泰还是吃不下饭 担心害怕之余 又隐隐有点小期待 饭后就悄悄跑去 借小林成子办公室的 坐机打电话 袁泰真的很不对劲啊 光艳道 嗯 饭居然没吃多少 辉原哀看了看 袁泰剩下来的饭菜 不每回想 最近两三天 他好像也没来找我们玩 上课的时候 看起来也心事重重的 是不是被高年纪的人 欺负了啊 光艳猜测 拜托 袁泰那么壮 不会有人欺负他的了 柯南道 如果是家庭问题 惠原哀一点平静地猜测 比如说 他父母吵架要离婚之类的事 我们就不好干涉了 啊 不美惊讶 随即起身坚定道 那至少要安慰他一下吧 没错 光艳也起身 拖着柯南 往小林承子办公室跑 我们这就过去 教室办公室外 辉原哀 柯南 不美 光艳跑道 就看到小林承子 偷偷侧耳 趴在门上偷听 看到一群孩子过来 小林承子连忙竖指 在嘴前嘘了一声 不美悄悄凑过去 低声道 小林老师 偷听不好哦 因为我想知道 袁泰怎么了呀 小林承子低声解释 他不让我在里面 我只好 在外面偷听了吗 是不是他父母吵架要离婚 光艳连忙问道 不是 我有点担心 他这两天的状态 昨天去他家里看过 他父母都好好地 经营着他家的酒馆 小林承子疑惑道 不过 袁泰好像在害怕什么东西 听他妈妈说 他一回家 就会躲进棉被里发抖 果然有问题 柯南等人 也悄悄将耳朵凑过去 我还没有跟他们说 电话里说不清楚 那等我放学间 去那边等我就好 因为我不想他们知道 不要把他们牵扯 近来比较好吧 好的 门外 一群人快速闪到一边躲好 片刻后 袁泰打开办公室的门 鬼鬼祟祟地探头看了看 才出门 关门 离开 嗯 墙后阴影处 小林承子 光艳 不美 一脸凝重地摸着下巴思考 果然有问题 会不会是学校外的人 在威胁袁泰啊 啊 那怎么办 柯南想了想 总觉得不太可能 有人威胁会小学生 不过袁泰确实不对劲 放学后 袁泰没等少年侦探团其他人 一个人先离开教室 跑到围墙下 打算直接翻墙出去 柯南等人看了看 一起出校门 转到围墙外 默默蹲在垃圾桶后蹲守 如果威胁袁泰的 是暴力社团成员怎么办 不美有点担忧 我没有带我装辣椒粉的瓶子 放心 有我在 不会有事的 柯南自信道 当他的麻醉针 脚力增强鞋是摆设 而且 就算对方人很多 这可是在学校附近 保安都能及时赶过来 要是迟哥哥知道 觉得我们没有准备就行动 生气了呢 光燕有点不安 总觉得背后有冷空气 那就不用告诉他了 柯南语气随意道 只要我们不说 他不会知道的 如果他已经知道了怎么办 背后传来平静的年轻男生 不可能 他 柯南将主 这声音不是光燕的 不是不美的 不是灰原的 但也不陌生 灰原哀 不美 光燕将着脖子 慢慢转头 就看到不知什么时候 蹲在他们身后的池飞池 初 光燕吓得直接蹦了起来 一脸惊恐地后退两步 出现了 不美小脸 煞白地蹲在原地 保持扭头 看池飞池的动作 柯南 惠原爱 别说两个小孩子 他们都吓了一跳 现在后背 还全是冷汗好不好 四个人蹲在一起 说悄悄话 结果 他们之中突然多了一个人 他们讨论的那个人 就像鬼魂一样 悄无声息地 蹲在了他们身后 还出声搭话 真的好吓人 围墙里 袁太正企图翻围墙出去 往上爬 爬 滑 爬 很辛苦 围墙外 一大四小蹲在垃圾桶后 静静对视 柯南 灰原爱 光燕 不美 脑海里闪过无数个想法 首先 池飞池以前都是在街口等他们 怎么可能突然出现在学校围墙外 其次 他们可是四个人 就算再说悄悄话 分了神 但也不至于被人摸到身后 才没察觉吧 没有一点脚步声 没有一点响动 柯南沉默 灰云哀沉默 其实这是一场梦 光燕和不美 想得要多一点 比如 见鬼了 别 别吃我们 不美回神后 带着哭腔弱弱说了一句 我不吃人 池飞池起身走到围墙边 一跳 手一拉 翻了上去 拎住辛苦爬墙的袁太 又跳下围墙 池哥哥 已经到了呀 袁太无奈 他真的不用拎 光燕站起身 看了看两人 难道说 袁太之前约在学校外见面的 就是池哥哥 不美接过话 既然是这样 那池飞池出现在这里 也不是不可能 呼 那就不是鬼了 灰云哀还是想不通 不过 是怎么突然出现在我们身后的 我本来 就在那边等袁太 池飞池 看向垃圾桶 后的转角 一般情况下 他绝对没法偷偷摸到四个人身后 其他三个就算了 靠近到一定程度 惠云哀绝对能发现 不过他早就在了 是柯南他们没发现他 袁太被放下来后 惊讶看了看其他四个人 那怎么会 因为袁太最近很奇怪啊 不美解释到 还偷偷跟人打电话 我们还以为被学校外的人威胁了 到底在跟池哥哥 偷偷摸摸做什么啊 光燕描袁太 惠云哀抱着手臂 如果只是跟池哥哥见面 不用怕的一回家 就躲进被窝发抖吧 虽然池飞驰一直在镇压他们 偶尔也会像刚才那样 吓他们一跳 但不至于吓到回去之后 还瑟瑟发抖 柯南脑中灵光一闪 他不会是给讲恐怖故事了吧 不是了 袁太拉了拉池飞驰的衣角 急到 池哥哥 我们赶紧走吧 有池飞驰就够应付对方了 要什么小伙伴 袁 太 光燕和不美目光危险 惠云哀和柯南也盯着袁太 要是不说的话 我更像是个威胁小学生的坏人了 池飞驰也道 好吧 袁太无奈妥协 认真看着四个小伙伴 是有个杀手要杀了我 静 池飞驰都无语了 那算不上杀手吧 不美愣了愣 杀手会盯上小学吗 柯南也考虑了一下可能性 袁太 是不是误会了 会员爱递生跟柯南嘀咕 的确 他又不适合我 昨晚我看到有人 起摩托车闯红灯冲向袁太 池飞驰道 有意的没有减速 柯南这才认真起来 如果是池飞驰的判断 那应该没错 不仅如此 前几天还有人从天桥上推我 袁太委屈道 今天早上我上学的时候路过隧道 身边一直有脚步声跟着 我走他也走 我停下他也停下 可是 到底是什么人想要杀袁太 光艳疑惑 其实 其实我看到了 袁太这才把事情说出来 袁太不小心看到了连续抢劫女人 和老人的强盗犯 只不过他看到对方的时候 警方的通缉画像 还没有放出来 等通缉画像公布 已经是一周后了 袁太也早就忘了 是在什么地方 看到那个强盗犯 他找到了当时和他一起 看到强盗犯的年轻男人 想要一起去警局 给警方提供线索 但那个男人却说 他没看到过什么强盗犯 一群人一边走在路上 一边讨论着这件事 柯南问道 那个大哥哥 真的看到强盗犯了吗 对 我看到歹徒的时候 那个大哥哥 好像坐在我的旁边 袁太回想着 我才觉得他应该看到了才对 好像 柯南侧目 那个时候我很困 袁太迷糊解释 当我一回过神的时候 那个金发哥哥 就坐在我旁边了 那个时候歹徒人呢 柯南追问 袁太持续迷糊 好像在 又好像不在 真的不记得 在哪里看到过歹徒了吗 光燕问道 嗯 袁太又努力回想 不记得了 很困地坐在椅子上 光燕摸着下巴思索 听起来像是在电影院 或者在电车上 不美补充 会员哀悄悄拉拉拉 迟飞驰的衣角 等迟飞驰弯腰 才凑在迟飞驰耳边 低声问道 我们是不是不小心抢了的目标 没有 迟飞驰低声道 这种抢劫女人和老人的人 不一定有赏金 有赏金也不值钱 警方的赏金任务 一般都是杀人再逃犯 涉嫌抢劫勒索大额金钱 造成他人或公众大量经济损失的罪犯 像这种抢劫犯 大多是面向普通人通缉 等有人提供了线索 警方就能搞定 就算被丢到赏金榜 飞沫也不会报给他 说白了 这就是一个浑身透着弱者气息的抢劫犯 不值钱 警方又能搞定 不值得他跑一趟 不过 现在小岛的生命安全 可是受到威胁了 辉元哀悼 前方 跟元太一起走着的柯南无语道 那想杀的 应该就是那个连续抢劫犯了 真是的 为什么不把自己被歹徒盯上的事 告诉警方呢 因为 歹徒打电话过来 元太重复 说 要是把看到我的事说出去 我就杀了 的朋友 家人都别想活命 叮 一个螺丝钉 突然从上方高空掉下来 光燕转头看了看 咦 好大的螺丝钉 然后 一个更大的黑影 将元太 不美 光燕 柯南笼罩在内 街道旁百货大楼的招牌坠落 一个大大的二字母 在砸到四个孩子之前 就被一脚踢飞出去 哄 招牌砸到地上 划了一段距离才停下 元太 光燕 不美 柯南 默默转头 看了看他们的暴力担当池飞池 元太脸上的惊恐 也渐渐消失 变得淡定 和光燕 不美 默默往池飞池身边挪了挪 待在池飞池身边 特别有安全感 柯南心里也呵呵干笑了一阵 仰头看了看上方 又上前蹲下 看着招牌 招牌上霓虹灯的电线被割断了 应该是有人故意拧松了螺丝 又担心招牌掉下来的时候 被电线勾住 所以才把线也割断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不是会经过这里的人 都会被砸到吗 不美仰头看上方 那就是无差别杀人了呀 不 歹徒的目标很明确 会员挨也认真起来 走到旁边的扭蛋机前 小岛每天回家 都会在这个假面超人扭蛋机前站着看吧 光艳皱眉 这么下去 要是歹徒挑吃哥哥 不在的时候下手 袁泰早晚会被杀掉的 刚才的动静 已经引得不少路人围过来看 去那边汉堡店做话 时飞驰压低声音 袁泰别到处张望 跟着我 小爱和柯南 悄悄注意一下周围的人 光艳和不美掩护 柯南顿时懂了 对方知道袁泰家的电话 住址 学校 还了解袁泰在放学路上的习惯 说明有过长期的跟踪调查 现在说不定就在附近盯着 路上人多 不容易锁定目标 不过等 他们去了那种人不算少 也不算多的店里 那个人应该也会跟去 之后再跑一两个地方 如果总有一个人 一直出现在周围 基本就可以锁定歹徒了 这也是反追踪最基本的手段 路边类似金拱门的餐饮店 桌上一人一杯冰可乐 再加上袁泰为了 垫肚子点的薯条 柯南喝了口可乐 没有左顾右盼 低声道 跟着我们进来的 可疑的人 一共有三个 池飞池 又是三个 三这个数字真常见 那边那个留着落腮胡 穿着蓝白条纹T恤的大叔 慧云哀也低声道 背对我们 面朝街道坐着 穿着牛仔衣的金发男人 还有戴着鸭舌帽 现在正在取餐的男人 柯南低声严肃道 三个人跟通缉画像上的人 都不怎么像 布美轻声问道 袁泰 记不记得歹徒的特征 什么线索都可以 光焰正色道 我告诉过警察先生 当时他抽烟是用左手拿烟的 袁泰笃定道 也就是说 那个人是左撇子了 布美追问 嗯 袁泰点了点头 继续回想 还有 他穿了一件黑色的T恤 上面有一个白色的骷髅头 啊 三个孩子发现了 那个带棒球帽 去取餐过来的年轻男人 也穿着黑色白骷髅头的T恤衫 立刻跑上前质问 不过因为长相 和T恤衫上的文字不同 又被袁泰否认掉了 一群孩子又打算去卖这种T恤的店里看看 跑出了店 拜托 他刚才拿东西 一直是用右手 也不是左撇子啊 柯南无奈道 这么说起来 跟着我们进店里的三个人 都不是左撇子 回袁埃补充 池飞池拿着自己的冰可乐跟上去 这个案子他已经想起来了 很简单 带着孩子们玩一趟 就当放松消遣 一群孩子去卖T恤的店里问了 袁泰看到的歹徒 穿的是写了202字样的T恤 不过店员说 并没有卖出过这样的T恤 我们T恤上的字样 大多是1999 Help Escape 这类走投无路的字眼 店员尴尬笑道 不是有人预言 1999年是世界末日吗 我们的创作灵感 就是来自这里 池飞池把可乐喝光 杯子拿在手里 准备等会儿出去再丢 说出来 这些人可能不信 在2012年 也有世界末日的预言 还有2020末日论 2032末日论 2060末日论 末日挺多的 买这种T恤的人 有没有行迹比较可疑的人 柯南追问 这 因为都已经2000年了 所以我们早就已经停止贩售 店员妹子无奈道 而且顾客这么多 我也没办法一一记住 出了店里 池飞池把可乐杯 丢进路边的垃圾桶 提醒道 有的地方不能抽烟 可乐也喝了 街也逛了 是时候结束回家吃饭了 电影院好像不可以 不美回忆着 电车上也不行 光验道 那就不会是电车上 池飞池 镜像 没有印过202 难道还没印过 SOS 叮 柯南脑海里的线索串联 也就是说 袁太是在镜面反射 看到歹徒的 对方其实不是用左手抽烟 而是右手 不是左撇子 袁太一周后 打算去告诉警方 才开始被盯着杀 池飞池再次提醒 歹徒一开始 不知道袁太看到过他 足足过了一周 在袁太打算去警局 提供线索之后 才开始盯上袁太 这段时间 袁太只把目击到歹徒的事 告诉了一个人 就是他以为 同样是目击者的那个金发男人 面前有镜子 让袁太昏昏欲睡 可以抽烟的地方 通缉画像上的黑发男人 之后变成了金发的目击者 袁太是在理发店看到歹徒的 而在袁太昏昏欲睡的时候 歹徒把头发 从黑色染成了金色 柯南想明白了 乌鱼仰头看吃飞池 下次能不能不要给我这么明显的提示 光验 明显的提示 在哪里 不美 他们还没想明白啊 袁太 这两个人好过分 柯南默默跟其他人围成一圈 而语几句 片刻后 袁太大声道 不对 不对 这一次 你和池哥哥 这次都猜错了 不是那个地方 真的吗 柯南一脸惊讶 我还以为我猜对了呢 要是福尔摩斯知道 你们这个不着实际的猜想 恐怕也会哑口无言的吧 辉原哀说着 偷偷撇池飞池 发现池飞池 依旧一脸平静 嘴角不由微微一抽 飞池哥能不能配合着演一下 哎 柯南一副沮丧模样 叹了口气 没关系啦 光艳装模作样的安慰 智者千律必有一失嘛 你就不要沮丧了 不美也跟着安慰 池飞池伸手拍了拍柯南的脑袋 我们再去理理线索 好吧 柯南一脸不甘 跟着池飞池转身 袁太 那明天再见 明天一定 能把那个家伙找出来的 明天见 辉原哀白白手转身 跟以前放学一样 柯南和辉原哀离开后 袁太 光艳 不美 又继续往下 一个街口走 袁太东张西望 跑去买冰淇淋 等和光艳分别后 又站在一家法式餐厅前 不美怎么都拖不走 就在袁太一路磨蹭的时候 三辆警车 已经停在了车站大厦附近 七楼里发店里 戴着假发 做了伪装的左腾美盒子 跟店老板说话 不要紧张 等会儿 你只要指认他就行了 我们会一直在旁边的 不过 让袁太把人引过来 真的没关系吗 高木设汗着 转头问池飞池 如果我们跟在旁边 歹徒心理警惕 不方便抓人 池飞池依旧看着 理发店桌架上的假发 只是把人引过来的话 袁太能做好 那边电梯门打开 光艳出门后 左右看看 找到人后 快步往店里走 池哥哥 现在不美 应该跟袁太分开了 警方准备好了吗 左腾美盒子 将墨镜戴上 马上行动 一群警察呼啦啦散开 在理发店 留两个在理发店旁边的店里 左腾美盒子 和另一个警察 带着店老板去电梯里等 而剩下的警察 散在大厦一楼入口 大厅 各楼楼层 池飞池收回 看假发的视线 那个家伙昨晚骑车 离开那么嚣张 他也想伪装一下 跟上电梯 在那家伙被抓之前 把人捶一顿 不过 那个人对他有印象 他要混进电梯 除了伪装 还得演戏 挺麻烦的 算了 十多分钟后 上来的电梯开门 柯南看向池飞池 池飞池摇头 表示自己拒绝推理 柯南和其他人上前 对着那个金发男人 说出了推理 金发男人突然猖狂笑了起来 将早就准备在手的刀弹开 另一只手一把拦过一旁的袁泰 开什么玩笑 啪 戴了假发伪装的左腾美盒子伸手 紧紧抓住男人拿刀的手腕 你 金发男人一脸凶恶的 转头瞪左腾美盒子 你这个臭女人别多管闲事 突然间 男人感觉手里一空 转头看去 发现袁泰已经被一个年轻男人 拉出了电梯外 那个男人他不陌生 一身黑衣 紫色眼睛 特征很好记 特别是那张没什么表情的脸 还有一脚将铁和塑料混质的招牌踢飞的事 他更是记忆犹新 你还真是笨爷 袁泰安全后 直接开嘲讽 如果只是 引诱你上钩 我干嘛要 吃飞吃的拳都到了 金发男人腹部遭受重击 弯下腰 持飞池抓头往下压 提膝 又松了手 金发男人脸部遭受重击 飙着鼻血往后仰 持飞池伸手帮忙按了一下 动 金发男人后脑勺砸在电梯里 眼里冒着小猩猩瘫坐在地 持飞池收回手 一套帘的行云流水 带着几分懒散 不到三秒就打出了结局 在街上晃悠那么久 袁泰呆呆把话说完 可怕 不愧是他们的暴力担当 左腾美盒子手上还抓着男人的手腕 也正是因为被左腾美盒子抓一只手拎着 男人才没躺下 持飞池转头看左腾美盒子 神色镇定自然 抱歉 不会擒拿 我又想帮忙 就算不混进电梯 只要找准时机 也是可以动手捶人的 嗯 左腾美盒子感觉持飞池就是故意的 不过看了看掉在地上的刀 又看了看只是流鼻血的歹徒 抬头正色道 没关系 歹徒持刀 还想挟持袁太 很危险 持先生 想为了帮忙制服歹徒 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事 柯南半月掩合可 不过他看出持飞池留守了 之前动手时的懒散不是错觉 而是持飞池真的没用力 事件解决 警方带着男人上警车离开 少年侦探团 再次大获全胜 爷 袁太 不美 光艳欢呼 光艳又抬头看旁边的持飞池 持哥哥 那个 嗯 持飞池蹲下 方便光艳跟他说话 你练的不是空手道 对吧 光艳低声问道 是什么格斗技巧 我 其实我 我学的比较杂 持飞池想了想 主要是中华武学 其他格斗又多少学了点 平时都是看情况出手 后方 会员挨见持飞池 被光艳拖住 撇柯南 真是太好了 凶手不是左撇子 啊 柯南一愣 如果是他们的话 应该会在沙元太前先解决掉我 会员挨神色沉重道 所以我也觉得 不可能是他们才对 所以 你说的他们 柯南神色也凝重起来 难道是 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 现在最好 把这件事记住 会员挨声音清确认真 勤酒也是个左撇子 柯南脸色微变 脑海里再度把勤酒的形象回想一遍 的确 不管是他见到的抽烟的时候 还是上次在大楼上的狙击 勤酒都是用左手 那关于瑞这个 柯南话还没问完 会员挨已经沉下了脸 上前走向蹲在光艳面前的 池飞池 飞池哥 江湖川之前让我们无准备私自行动 还打算怂恿我们瞒着你 是不是应该处理一下 柯南 他不提了 还不行吗 池飞池侧过头 看柯南 他这边一次次和善 又耐心地引导这群小鬼注意安全 那边柯南居然敢缩使无准备行动 还缩使其他孩子合伙 瞒他 确实不该纵容 我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了 柯南乖乖认错 我让你们做得不对吗 池飞池声音平静地反问 柯南一愣 突然愧疚起来 他得承认 池飞池让他们必须做好准备再行动 绝对是正确的 能让那群喜欢做死的小鬼少 遇到一些危险 但他居然带头破坏 现在该说什么好呢 是不是再来一个深刻的检讨 袁太不美 光艳静静看着柯南 下次去露营 你负责买水 池飞池说着 从光艳面前站起身 表示这事已经接过了 柯南就这样 别啊 他心里过不去 给点中的惩罚行不行 池飞池这就放过他 让他愧疚 难受 总觉得浑身不得尽 好了 柯南 不美见柯南闷闷不乐 宽慰道 只是下次露营帮大家买水啊 这样已经很好了 你还不高兴什么啊 袁太无语道 就是啊 光艳认真道 就算你这样 下次去露营 我们也不会帮忙的 而且还会监督你 柯南 这群小鬼不懂他 他 他只是 算了 辉元肯定知道他不是那个意思 辉元哀对上柯南悠悠的视线 欲言又止 最后还是没说什么 转身跟上吃飞池 能让柯南难受到爆炸 飞池哥真的惹不起 两天后 森林小道上 细碎的阳光透过树叶 洒在土地上 毛利兰牵着辉元哀 走在路上 笑着感慨 空气真清新啊 就应该多出来走动走动 对吧 小哀 嗯 辉元哀面无表情 他这是做的什么念 咦 那边有花丛 毛利兰低头问辉元哀 要不要拍张照片 辉元哀 不要 那 等会儿再说 毛利兰心里遗憾 忍不住又偷偷看了看辉元哀 辉元哀听懂了前台词 下次有漂亮景色 我再问你 要不要拍照 事情的开端 要从一大早 池飞池去阿利博士家 接他开始说起 池飞池给他买了一条 据说很适合森林域的裙子 一条边缘不规则的连衣裙 长度到小腿 有着一片片像是树叶垂落的砂质裙摆 乍一看是白色 但其实是染色 染得很浅淡的彩虹色 每一片裙摆都是不同的颜色 再加上几层砂叠出的蓬松感 用毛利兰的话来说 就是 像森林里的小精灵一样 他当时也没忍住 就穿了 因为裁剪 染色 款式处处透着精致 先不说池飞池花了多少钱买的 是个女人看着 就挡不住这条小裙子的魅力好不好 反正是去森林里 又没有多少人 穿得醒目也没关系 一开始 他虽然也觉得有点不习惯 但还是美滋滋的 一直到跟毛利兰碰面 就被毛利兰抱住了 再坐车到裙马 再到森林里 毛利兰好像忘了 还有一个柯南 拉着不撒手 处心积虑想给他拍照 小爱 坐在草地上拍照也不错哦 毛利兰看到一处绿草地 又低头看灰云哀 茶色大波浪卷发 湖蓝色眼睛 再加上漂亮的小纱裙 真是 太可爱了 啊 像娃娃一样 他决定了 以后要养个女儿 给女儿留个可爱的发型 穿条像小精灵一样的裙子 然后每天轻轻抱抱举高高 一起拍照 那日子简直不要太美好 孩子爸 不不 孩子爸已经不重要了 不好意思 我不想拍照 慧云哀一头黑线地拒绝 默默看向后面的柯南 求助 麻烦名侦探像以前一样 缠着毛利兰可以吗 柯南登在池飞师身边 完全没留意到 慧云哀求助的眼神 池哥哥 你累不累啊 哎 愧疚还是没有消散 莫名地想对池飞池卖好 卖乖 你累了 池飞池问道 不是了 柯南干笑着 心里叹了口气 能不能指责他一下 求指责 慧云哀转头看见 柯南这巴巴 跟着池飞池的模样 沉默 江湖川也变了 你家小兰姐姐都不要了吗 她真的不能拍照片 流传出去就糟糕了 求拯救 毛利兰也转头看了看柯南 好奇问慧云哀 是想和柯南一起拍吗 啊 柯南一猛 不是 慧云哀果断否认 毛利兰认真点了点头 柯南今天这一身不够帅气 跟小艾一起拍照 会很奇怪 柯南 别说这么含蓄 她明白 就是说 她穿这一身和慧云哀拍照 会拉低照片的逼格 对吧 一只只利剑穿透心脏 痛得无法呼吸 早就知道 也给柯南准备一身好看一点的衣服了 毛利兰再次遗憾 虽然小艾这一身是很不错了 但你也不用一直嚷嚷着拍照拍照嘛 毛利小五郎戴着副墨镜 懒洋洋跟在后面 这一路 你都已经问了25次 他想拍照会主动提出来的 小孩子是有逆反心理的呀 你一直提 他说不定反倒不想拍了 慧云哀心里松了口气 总算有人帮他说话了 还是平时最不着调的大叔 感谢大叔 我想拍下来 给园子也看看嘛 而且小艾这么可爱 不拍一张照片保存下来 实在太可惜了 毛利兰反驳完 也没再提拍照的事 转头问吃飞驰 对了 飞驰哥 裙子你是在哪里买的呀 毛利小五郎打量自家女儿 考虑了一下 这可是同装 最大马你也穿不了啊 毛利兰半月眼 他是不能穿 不过他想买下来收藏 以后给女儿穿不行吗 识飞驰带着柯南跟上了毛利兰 看淡紫色那片裙摆的最下角 哎 毛利兰弯腰看会员挨的裙摆 终于在一片纱裙最下角 找到了Field的袖字 因为也是很简单的紫色袖线 不仔细看 还真看不出来 菲尔德不是只有成人装吗 驰哥哥 难道菲尔德集团 打算进军同装业了 柯南也好奇问了一句 没有 驰飞驰继续往前走 这是我给了设计图 让英国那边赶制的 就做了一条 毛利兰 Sigma 飞驰哥给的设计图 柯南都惊讶了 驰飞驰这家伙 全能的吗 会员阿姨有些意外 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小裙子 还好自己之前没拒绝穿 太有分量了 不美的也有一条 驰飞驰继续道 有粉色的立体小花 从肩膀缝到腰部 绕半圈又到裙摆 裙身也是白纱 适合出席宴会 都是我平时随手画的稿子 为了那边能做 就让他们做了 是 是吗 毛利兰挠补了一下 光想想 就觉得应该会好看 而且从会员阿姨这条 小裙子的风格来看 肯定也会很掀起 本来还打算给柯南 袁泰 光艳也画一张 不过我不太擅长 画不出来 就放弃了 驰飞驰道 蓝装设计 我母亲更擅长一些 不过她都没什么时间 跟我打电话 改天等联系上她再说 这倒是实话 她的礼服 基本都是她老妈给出的图 反正菲尔德 也有服装设计 制作 给图让人做就行了 她老爸那边 估计也差不多 不用这么麻烦的 柯南有点受宠若惊 毛利兰笑了笑 又憧憬道 有空我想看看 布美那一条裙子 如果她能跟小阿姨一起穿 就更好了 看着这种裙子 我都想倒退十岁了呢 柯南 会员哀 已经倒退了十岁的 他们能说什么 你就别做梦了 毛利小五郎 毫不留情地 打破女儿的幻想 话说 什么时候才能到 既然飞驰有车 开车去不就行了吗 非要在森林里走冤枉路 这有什么关系吗 毛利兰反驳道 反正穿过森林 就能到我们要去的 那家旅馆了 而且 现在离约定好的时间 还很早啊 毛利小五郎一脸忧怨 我是想早点到那里 再悠闲地泡个热水走的 还说呢 你为什么要一直戴着太阳眼镜 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眼 毛利兰提醒 你真笨 怎么能让人知道 堂堂毛利小五郎 眼皮被蚊子盯了一个大包 毛利小五郎 推了推鼻梁上的墨镜 把肿起来的眼皮挡好 露出憧憬吃汗笑 再说了 要是那家旅店里 有我的侦探迷 那我不是囚大了 吃汗笑眉维持两秒 毛利小五郎 就被一座倒在路上的 小号石巷半岛 往前扑去 旁边 池飞驰下意识地伸手拉了一把 毛利小五郎脸瞬间绿了 谢谢啊 只是他被衣领扼住了喉咙 抱歉 池飞驰松手 毛利小五郎扑倒 脸着地 谢谢啊 又给他一次摔倒的机会 回云安 毛利兰 柯南 就挺尴尬的 池飞驰 被拉了一下 毛利老师就没考虑过自己 赶紧站起来吗 要是毛利小五郎被拉了一下 就自己稳住 就算他松手 也不至于这样 这个锅 他不想背 毛利小五郎自己坐起身 悠悠看了池飞驰一眼 这小子就不会扶他胳膊吗 非要拉一领 还拉一下就松手 简直要命 偏偏这个弟子 一脸冷淡地盯着他 他想说点抱怨的话 都觉得不应该 默默看向 害他被绊倒的石像 嗯 这个可以抱怨 是哪个缺德鬼 把石头放在这里的 这个 毛利兰在旁边蹲下 是个地藏王菩萨 不知道为什么倒在路上了 得赶紧把他扶起来才行 正当毛利兰和柯南 要把石像扶起来的时候 一辆从后面开来的车 在旁边杀停 别动 快放下 车里人喊道 要是把那个地藏王菩萨扶起来 你们都会被诅咒的 池飞驰等人转头 是熟人 群马县的菜鸟警官山村操 山村操将车子开上前一线 越过毛利小五郎等人才停下 探头出车窗 眼睛发亮地盯着路边灰云哀 原来森林里真的有森林公主啊 灰云哀默默 往池飞驰身后躲 又出现怪叔叔了 不过 这个森林公主有点眼熟 山村操一脸认真的回想 我想想啊 好像山村警官 池飞驰出声提醒山村 操别无视他们 这个菜鸟警官 上次明明在酒店 还见过灰云哀来着 咦 山村操这才注意到其他人 这不是上次差点被我逮捕的 名侦探毛利小五郎吗 你这是什么话吗 毛利小五郎无语 今天吹了什么风 把您给吹到这里来了 山村操积极问道 毛利小五郎转头看前方 我刚好有点事 要到前面的魁梧旅馆去 你该不会是要去调查 那个穿着红色外套 身份不明的死者吧 山村操又问道 毛利小五郎有些意外地点头 我这次也是因为这个案子 要去魁梧旅馆 山村操很积极地介绍道 那具尸体 就是在这个头神森林发现的 头神就是会引起头痛的温神 有烦恼的人 如果走进这片森林 就会被头神迷惑 走不出这片森林 所以 这里也是自杀圣地 自 自杀圣地 毛利兰感觉背后发凉 照这么说 世界上能走出这片森林的人 恐怕不多 池飞池道 如果真是这样 这里早就出名 并被封锁了 而且 身边就有个死神 走哪死哪 还怕什么头神 山村操还以为 池飞池 是担心他们走不出头神森林 忙道 别担心 别担心 你们刚才要扶的这座石像 就是用来镇压邪灵的前岛地藏 只要不把他扶起来就没事 不过据说要是把他扶起来 就会招来邪灵 所以 他从以前开始 就一直倒在那里 毛利兰吓得后退了一步 山村操又笑眯眯道 既然我们都要去魁梧旅馆 那我就带你们一程吧 不 毛利小五郎刚想拒绝 毛利兰已经搜一下 拉开后车门坐了上去 山村操也飞速下车 在辉元埃身前 认真伸手居身 公主殿下 轻 辉元埃 这个警官脑子真的没问题吗 一群人上了车 毛利小五郎去副驾驶坐 池飞驰抱着柯南和毛利兰 辉元埃挤后坐 哎呀 没想到能看到森林公主 真是太幸运了 山村操持续兴奋 其实小埃是被打扮得 漂漂亮亮的鸡品 池飞驰说了个冷笑话 哎 池先生也听说过那个传说 山村操有些意外 又自顾自地说道 这还是我从我奶奶那里听来的 跟国外森林公主的童话故事不同 这里的森林公主传说 是说很久以前啊 有一个小女孩 被当成了祭品 穿上如彩虹一般的纱裙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就这么献给了森林里的鞋绳 小女孩当天晚上 就被鞋绳吃掉了 不过她的灵魂呢 就化成了对抗森林鞋绳的森林公主 辉元埃侧母 话说 飞驰哥是不是早知道这个传说 柯南侧母 还把辉元打扮成这样 毛利小五郎侧母 这小子 毛利兰侧母 想法有点恐怖哦 池飞驰 这是巧合信不信 祭品什么的 只是他随口一说 池先生能把自己的妹妹献出来 我想 这里的村民都会感谢你的 山村操笑咪咪道 池飞驰低头问自己 抱着的柯南 袭警判几年 柯南 袭警 山村操接过话 我想想啊 算了 直接说 打死要判几年 池飞驰道 这个嘛 那就是杀人了吧 山村操认真思索着 酌情从轻也是十五年 还要看是不是计划性犯案 情节够不够恶劣 有没有自首 那如果 用前倒地藏石像 把他砸死呢 池飞驰问道 那就有点恶劣了啊 山村操道 而且这样可不行 会让地藏石像附上怨灵 说不定会诞生什么可怕的妖怪 毛利小五郎 心里都泛起了无力感 连他都听懂池飞驰的意思了好不好 有这么个警官 真为群马献的人民担心 可 我们还是说一下那个案子吧 啊 好的 山村操又转说了一下那个案件 毛利小五郎静静听了一会儿 哦 发现尸体的是魁梧旅馆的员工啊 是啊 听说是那个员工去采野菜的时候发现的 山村操认真了些 不过那具尸体很奇怪 毛利兰又觉得背后有点毛毛的 奇怪 毛利小五郎追问 哪里奇怪了 身上明明有车钥匙 却没有驾照 山村操回忆着 有香烟 却没有打火机或火柴 而且 他是在夏天死的 身上却穿着冬天穿的毛衣 你怎么知道 他是在夏天死的 柯南忍不住问道 因为死者背的登山包里装有鲜奶和红豆包 山村操回答道 有效期正好是四年前的7月12日 虽然死者跌落到地面时 背包里的鲜奶跟红豆包都摔烂了 但钱包里 还有一张在这附近电力店购买这些东西的收据 所以应该错不了 跌落 毛利小五郎疑惑 死者的脖子上套着绳子 身旁还有绑着那条绳子的树枝 山村操道 那根树枝大概是在死者吊死后才折断的 听起来好像只是普通的自杀案件 毛利小五郎摸着下巴道 池飞池低头看柯南 发现柯南也在抬头看他 确认过眼神 都是发现了不对劲的人 池飞池记得 这是一个事件 但对凶手有些印象模糊 不过 从山村操的描述来看 也能推断出 这人绝对不是自杀 就算是自杀 在人死后 也有人到过尸体旁边 拿走了一些东西 也留下了一些东西 混淆死亡时间 是啊 山村操倒是也认可了毛利小五郎的推断 所以我想再去问问那个旅馆的员工 知不知道那些奇怪的地方是怎么回事 你呢 毛利先生 你又为什么到那里去 哦 我是因为那个旅馆的老板说 他曾经见到过那个穿红衣 留长头发的男人 所以 毛利小五郎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山村操惊呼打断 什么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他说 是在五年前的十月份 那个穿外套的男人突然造访旅馆 并跟旅馆老板说 毛利小五郎回想着 我给你十万日元 请帮我保管这个公式包和这封信 一年之后 就算是我死了 也会来拿 公式包和信封 柯南疑惑 是啊 那个男人好像跟他说 一年之后 如果是我过来拿 就把公式包给我 如果是其他人来拿 就把信封给他 虽然不确定被发现的尸体 是不是那个穿红外套的男人 不过 毛利小五郎摸着下巴道 他好像一再叮咛旅馆老板 千万别忘了他的红外套和长发 所以应该错不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五年前的秋天 那个男人把东西给旅馆老板 说 即使我死了 也会回来拿 大约一年后的夏天 他打算回来这里拿东西的时候 就在森林里自杀了 山村操说着 自己把自己给吓到了 哈哈 那个男人真蠢 死了 还怎么去拿东西 所以 那家旅馆的老板 才会请我去调查 毛利小五郎忍无可忍地吼了一句 因为他收了 那个男人的钱 答应了那个男人不告诉警方 所以才一直没说出去 叔叔 柯南出声问道 那个公事包呢 到最后 都没有人去拿吗 不 听说那家伙把东西 放在旅馆老板那里的隔天 有一个男人自称是他的代理人 毛利小五郎道 那个男人戴着帽子和墨镜 而且满脸都是大胡子 老板虽然有点犹豫 但还是按照那个红衣男人的嘱咐 把信封给了他 可是他拿出信封里的信看了看 就很生气地 将信撕碎丢进垃圾桶 走出旅馆 就再也没有回去了 那张纸条上 到底写了什么啊 山村操结结巴巴问道 嗯 旅馆老板也很在意 所以就从垃圾桶里 把纸条碎片剪出来 拼凑成原样 那封信上 只写了七个字 毛利小五郎墨镜下的双眼 直视着山村操 像是用写写上去的七个红字 我会诅咒你死掉 啊 毛利兰终于一把 抱起身边的灰原哀 惊叫出声 灰原哀 他真的不是娃娃 山村操被尖叫声 吓得差点将车开翻 一个急杀停下 毛利小五郎 差点扑到前车窗去 坐起身无语道 真是的 害怕你就不要跟来吗 没事的 柯南安慰毛利兰 只要让老板给我们看看那个公事包 就能解开谜团了 那 那个公事包里装着的 山村操一脸惊悚 该不会是那个男人的一头长发吧 啊 毛利兰再次吓得惊叫 也可能装满了瓶子 瓶子里都是手指或眼珠 池飞驰语气平静道 确认过 看来山村操也是在爷爷奶奶被恐怖故事中长大的人 毛利兰 啊 飞驰哥 讨厌 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说了 被毛利兰紧紧抱着的灰原哀 也无奈道 池飞驰 好吧 他本来还想说一下 拼凑美人皮之类的故事 好不容易到了旅馆 一个旅馆员工帮山村操去停车 一群人走了进去 跟发现尸体的浦川泳刺了解情况 尸体是在浦川泳刺去菜野菜的时候发现的 这家旅馆里 是老板远田芳郎 浦川泳刺 和去停车的神保雅夫 三个轮流去菜野菜 每年夏天暑假之前 这家旅馆都会暂停营业 举办员工旅游 而每次旅行回来 都是浦川泳刺负责去菜野菜 因为来这片森林自杀的人不少 浦川泳刺也不是第一次发现尸体了 这一次浦川泳刺发现长发红衣男尸体的时候 尸体已经成了一堆白骨 要是有个传说中的森林公主 我们这里的自杀情况 说不定会好一点 浦川泳刺看了看辉原哀 忍不住感慨一句 他们急需一个森林公主 辉原哀默默往 池飞池身后躲 他怎么觉得 待在这里很危险 这群人不会一时想不开 把他拉去陷阱了吧 最好还是跟着他们的暴力担当 不要落单比较好 毛利小五郎没说什么 看看他那个徒手碎水泥电线杆的徒弟 就不需要担心 既然是自杀 看来就不用我出场了 咦 浦川泳刺疑惑 这位戴墨镜的先生不是警官先生吗 啊 不 山村操立刻介绍 这位是连有事 想隐瞒的小朋友 都会闻风丧胆的名侦探 他 是毛利小五郎先生的同伴 对不对 浦川泳刺笑道 之前毛利先生好像说过 会再带四个人过来 我们早就在宫后大驾了 毛利小五郎一愣 同伴 不 你搞错了 山村操道 这位就是 毛利先生比你们早一步抵达 他正在房间里等着你们呢 浦川泳刺激动道 这里出现了一个冒牌毛利小五郎 在三个小时前抵达 拿走了那个公事包 占了毛利小五郎订的房间 还冒充毛利小五郎 给旅馆老板签了名 要不要打一顿 池飞池转头问毛利兰 毛利兰已经默默撸起了袖子 沉着脸 重重点头 嗯 柯南遗憾 要是让这两个人来一通双打 那个冒充大叔的家伙 还能活命吗 等等 等等 毛利小五郎 连忙一手拉一个 拉到一边 电视剧里不是会出现这种剧情吗 冒牌或招摇撞片 遇到本尊 说着 毛利小五郎还推了一下墨镜 期待到 忍一时之不能忍 等那家伙叫大家过去胡乱推理的时候 我再突然出现 用高谈扩论揭穿那个家伙 让大家大吃一惊 这是什么愚蠢想法呀 毛利兰半月眼 山村操凑过去 期待看着毛利小五郎 真是太棒了 请务必 让我助您一臂之力 是吧 毛利小五郎得意道 哈哈 算了 我懒得里面 毛利兰无语 转身先走 时飞时有点遗憾 现在不打 等会儿凉了 还怎么下得去手 老板远田方郎准备登记 问道 对了 这位先生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毛利小五郎转身看老板 推了推墨镜 故作深沉道 就当我是月后光卫门 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山村操凑在一边起哄 对 对 就是那种赢者一般的人物 给我们最便宜的房间就可以了 毛利小五郎道 这位先生 之前去帮忙停车的店员 神宝雅夫进门 将一个手机递给毛利小五郎 您女儿好像把手机落在车上了 这是您女儿的吧 毛利小五郎接过看了看 是啊 谢谢啊 真是辛苦了 山村操跟着笑道 时飞时看了神宝雅夫一眼 看向店老板远田方郎 刚想报名字 远田方郎就笑咪咪道 警官先生就不用了 既然来调查 就当是我招待们吧 警官 柯南 毛利小五郎 辉原哀 转头看吃飞池 愣了愣 反应过来 原本毛利小五郎是带他们四个过来 提前跟旅馆老板说了 之后 旅馆老板把冒牌毛利小五郎当真 而辉原哀 柯南 毛利兰 真毛利小五郎 就是带去的四个人 至于吃飞池 被当成警察了 毛利小五郎 忍不住再三打量吃飞池 他这个弟子 为什么会被当成警察 哪里像警察了 柯南只能呵呵干笑 大概是持飞池 周身透着太沉稳镇定的气息 让人以为是警察吧 不过 您还真是年轻啊 远田方郎还感慨一句 凑近持飞池耳边 低声道 带这种看起来不太靠谱的手下 一定很辛苦吧 山村操 这老板是什么意思 有点不能忍啊 毛利小五郎 拉住山村操 低声嘀咕 计划 计划 山村操深呼一口气 他忍了 持飞池倒是很淡定地 点了点头 还行 柯南 辉云哀 演得真自然 毛利小五郎 担心山村操 冲动误了他们的计划 拉着山村操先走 等会儿 我们去泡个澡 然后一起喝一杯 啊 不行 不行 我还在执行呢 山村操连忙道 辉云哀一脸木然地低声道 他还真容易 被转移注意力 去房间的路上 毛利兰才发现人数的问题 奇怪 爸爸之前打电话给旅馆 说我们一共有五个人 我们这里除了山村警官之外 明明有五个人 加上那个冒牌货 就是六个 老板不觉得奇怪吗 柯南正要解释 不过池飞驰先一步开口了 鬼魂能迷惑的人有限 池飞驰声音静地发了 没被迷惑的人 自然就看不到我了 毛利兰僵了一秒 惊叫 哎呀呀 回云爱 飞驰哥 别玩了 山村操也一脸惊悚地 转头看了看池飞驰 瞬间退到墙边 柯南 喂喂 山村警官知道 老板是误会了吧 为什么还会被吓成这样 到了房间里 因为我一时没想到吗 山村操理所应当道 池先生刚才冷漠的表情 和阴森的声音 实在太像鬼了 毛利兰幽怨堪持飞驰 总之 飞驰哥不许再吓人了 我看被吓到的 只有小兰姐姐一个哦 柯南笑道 这点小意思 他才 小兰的目光有点危险 其实我也有点害怕 柯南立刻呆呆改口 还是不要说了 那我先去洗个澡 池飞驰去隔间里 拿了一个小号旅行袋出来 递给灰原哀 浴衣 拖鞋 毛巾 牙刷 梳子 防纹水 窗壳贴 感冒药 消炎药 绷带 指南针 水袋 哨子 小刀 巧克力 巧克力 毛利兰侧目 不适当零食 池飞驰到 如果迷失在外 身边又没有食物 可以补充热量 熬到被营救 毛利兰 挥云哀默接鼓 他就知道 既然池飞驰说 不用带什么 那就真的不用带 连野外求生都够了 还有一只小孩子 洗澡完的小黄鸭 池飞驰补充 辉原哀一猛 这个就不用了吧 毛利兰笑咪咪 看辉原哀 小爱 那我们等会儿 也去洗澡吧 那我跟池哥哥一起去吧 柯南也动手 收拾着自己的东西 忘了带御医的他 有点难过 辉原哀从小号旅行袋里 翻了翻 把小黄鸭找出来 递给柯南 江湖川 真懂事 不过没关系 辉原哀一脸淡定道 他刚才好像因为没带御医 不太开心 小黄鸭就当我送给他了 柯南批辉原哀 这里有找的 不用 柯南的在我这里 池飞池从自己的旅行袋里 拿出一只小黄鸭 把辉原哀的那只还回去 又把自己手里的递给柯南 辉原哀 还是躲不过 柯南 谁也别想逃 到了澡堂外 柯南转头 看了看另一边的女汤处 门口放了正在清扫的牌子 看来小蓝姐姐他们要等一会儿了 嗯 池飞池看了看 先一步进了澡堂 他不太喜欢跟男人一起泡澡 念在柯南是小鬼的份上 就算了 反正 又不是第一次了 如果毛利小五郎 他绝对会忍不住 一脚把人踹出去 进了浴池里 池飞池就靠在墙边 右手拿着手机 翻看着新闻 不时回下邮件 他跑出来玩 自然是确定了 弗兰特那边最近不需要易容 美国那边的事 前两天已经安排得差不多了 最近只需要调整一下 另外 绿川沙溪提供的两条情报 也不用他操心 丢给情报人员 把那两个家伙的信息 再确认一下 英曲延南嫌 一直盯着工地建造太无聊 也跑去玩调查 他也由英曲延南去凑热闹 他到群马县来的事 也跟那一位说过了 那一位说过 不限制他的活动地点 但要往外跑 还是得说一声 一是方便安排 比如东京某处需要人手 那一位 知道他不在东京 就可以直接联系在东京的人 要是群马有什么急事 也可以顺便让他过去处理一下 二则是 免得他死了 都不知道死在哪 说死有点夸张 死了肯定会有风声 但要是被绑架 被逮捕之类的 就不好说了 知道他大概在哪 至少方便安排救援 或者 灭口 柯南不时看吃飞池一眼 又默默回头 追着漂浮在水面上的小黄鸭 在热水里烫过来 烫过去 他做梦也想不到 小黄鸭居然真的派上用场了 跟持飞池一起泡澡 真的好无聊 很早之前去伊豆看烟火大会 那次也是一样 持飞池不跟他天南地北的聊天 不给他擦背 这次就更过分了 一直玩手机 哎 隔壁小兰肯定会得灰原擦背 跟小兰一起泡澡 小兰也会给他擦背来着 不像持飞池 玩是放他自由游泳 持飞池回了一条邮件 刚想看看 柯南有没有觉得无聊 抬眼就看到 柯南追小黄鸭追得起劲 又收回视线 名侦探有时候真够幼稚的 玩小孩子玩具 都能玩得这么兴致勃勃 柯南追了一会儿小黄鸭 又伸手 把小黄鸭按下去 看小黄鸭飘上水面 按下去 看着飘上来 再按下去 玩了一会儿 又开始捏小黄鸭 捏得吱吱叫 追着捏 按着捏 追着按 持飞持都泡完起身 穿好了浴衣 回头发现 柯南还在玩小黄鸭 柯南连忙止住自己幼稚的行为 烫到池边 喜欢带回去玩 送的 持飞持转身拿毛巾擦头发 柯南半月眼 谁喜欢呢 还不是因为 跟持飞持泡澡 无聊得要死 不说小黄 跟大叔泡澡 都比跟持飞持泡澡有意思 两人回到房间 毛利兰和灰云埃不在 桌上摆满了韭菜 毛利小五郎和山村操 已经喝起来了 哎呀 毛利先生真是太厉害了 山村操已经喝得一脸通红 柯南嘀咕 不是说了 持行不喝酒的吗 这小鬼懂什么啊 男人的友谊 都是喝出来的 毛利小五郎一身酒气 抬眼一看 看到一身黑御衣 神情淡漠的池飞池 清醒了一点 心里吐槽跟黑无常一样 不过很快也没多想 招呼道 飞池 要不要一起来喝一杯啊 这家店里的清酒 很不错的 毛利先生说得对 山村操笑哈哈举酒杯 呵 呵 毛利小五郎 跟山村操碰了碰杯子 很豪爽的一口干 持飞池上前坐下 拿起一瓶酒看了看 很精致小瓷瓶 细景 眉彪清酒等级 也不知道有没有酒精勾兑 不过闻香味 应该是纯米酿造 一口气喝光 口感有点偏甜 也不知道那两个人什么酒量 两瓶15度左右的酒 再加上两瓶啤酒 都能喝成这样 柯南差点被呛倒 他算是看出来了 论酒量 十个毛利小五郎绑在一起 都不是持飞池的对手 没等多久 毛利兰和慧云埃也回来了 毛利兰看到毛利小五郎 喝得醉醺醺 又免不了一阵念叨 慧云埃把自己的杀裙 收到旅行代理放好 默默挪到持飞池身边坐下 明明他都换御医了 走廊上遇到的店员 看向他的目光 还是很诡异 让他觉得自己一不小心 还是会被拉去陷寄掉 等吃完饭 毛利小五郎和山村操 还再继续喝 也拉着持飞池喝 半个小时后 山村操被放倒 东一下脸 朝下扑倒在桌上 好 好酒量 毛利小五郎的领带 都系到了头上 看了看山村操 又笑哈哈 转头看持飞池 山村景观酒量不行啊 飞池 我们继续喝 持飞池举杯 跟毛利小五郎碰了碰 真是的 毛利兰无奈 他老爸这个老师 除了带弟子喝酒 还能浇点好的吗 辉原爱一脸无感地 捧着杯子喝橙汁 原本还担心 持飞池变成大叔 那种不知节制的酒鬼 现在看来 持飞池都已经成神了 放倒大叔 恐怕都还能保持清醒 完全不用担心 毛利小五郎喝了两杯 感觉没有山村操唠嗑 有点无聊 总算想起了正事 双手撑着桌子起身 晃到门口 拉开门探头看外面 那个冒牌货 怎么还没开始推理 应该早就跑了吧 毛利兰不满道 我刚才要去找他理论的 谁叫你阻止我 持飞池 用拳头理论 这很可以 站在窗边的柯南转头道 人好像还没有离开旅馆 那我去教训一下那个家伙 毛利小五郎出门 走到冒牌 毛利小五郎的房间外 砰砰敲门 喂 冒牌货 赶紧出来 喂 持飞池起身跟了出去 发现毛利小五郎敲不开门 就直接开门进去了 里面一片漆黑啊 该不会是推理不出来 就干脆睡觉了吧 快点出来 毛利小五郎大爷驾到 毛利小五郎 拉开休息房间的拉门 看清里面的情况后 脸色大变 酒也醒了 房间里 冒牌毛利小五郎 掉在房梁下 脸色僵硬发青 啊 毛利兰再度一声惊叫 惊叫声惊动了旅馆的人 没多久 原本喝得倒下的山村 操也跑进了门 一直跑到被吊着的尸体前 眼泪汪汪 毛利先生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没想到流着泪 看人也是歪的 你怎么会做出 这种想不开的事来 池飞池拿出手机 低头翻了翻 播放了二拳音乐的二胡曲 山村操眼泪流了下来 伸手去触碰尸体的僵硬冰冷的手 沉睡的小五郎 竟然与世长辞 您到底是哪根筋不对了 毛利先生 如气如素的背景音下 这画面看上去是那么悲痛 站在门外围观的旅馆老板 员工 眼眶都有点红了 毛利小五郎愣了愣 等等 哪里来的背景音乐 转头 半月眼看想拿出手机的池飞池 今天这个徒弟格外爱玩 毛利先生啊 山村操办着二胡曲悲呼痛哭 呜呜 会员挨嘴角微微一抽 抬手拉拉拉池飞池的衣角 飞池哥 别玩了 池飞池这才关了曲子播放 抱歉 看山村警官这么难过 没忍住给他配个背景音乐 毛利小五郎 一头黑线地瞥了池飞池一眼 走到还在痛哭的山村操声后 我说 你在这干什么呀 咦 山村操听着声音耳熟 疑惑转头 毛利小五郎 懒得跟山村操解释 面无表情道 目前还没有人进来过案发现场 你快点 打电话给你群马陷阱局的同事 让他们 山村操盯着毛利小五郎的脸看了看 突然一脸惊悚的后退 我的妈 有鬼啊 旅店老板叹了口气 为什么他们群马 会有这么一个警官呢 半个小时后 山村操联系了群马陷阱局的同事 毛利小五郎 也跟旅馆那群人解释清楚 死的只是冒牌货 不是他毛利小五郎 池飞池也说了 自己不是警察 而是毛利小五郎弟子 真是抱歉 旅馆老板远田方郎 尴尬对毛利小五郎道 因为我们这种地方 实在没什么机会见到您本人 所以认错了人 可是 死者为什么要假扮毛利先生呢 旅店员工沈保雅夫疑惑道 柯南指着桌上的公事包 同一卖萌 一定是想看公事包里的东西 你们看 钥匙 还插在钥匙孔上呢 那我们打开看看吧 山村操伸手扭动钥匙 打开了公事包 公事包里是一张体育报 全是五年前九月份 相扑比赛的报道 头版是赤城玩优胜 之后的版面 还报到了当时相扑选手的 详细胜服场 不过 为什么在公事包里放这种东西 毛利小五郎拿着报纸打量 池飞池凑到一旁 把报纸上的胜服场记录给记下来 报纸里好像有黑色的线 山村操蹲下身 疑惑拉了拉 白色手套上 顿时落了一把散乱的黑色长发 毛利兰被吓得再次惊叫 抱起身边的柯南不撒手 妈呀 山村操也被吓得不轻 辉原哀面无表情 这趟旅行真迷惑 跟看恐怖电影一样 池飞池走到辉原哀身旁蹲下 嗯 辉原哀疑惑 看着池飞池 池飞池凑近辉原哀耳边 声音放得很轻 要不要去找宝藏 在毛利小五郎等人 讨论案子 讨论的热火朝天的时候 两个人悄悄溜出了旅馆 山林里一片漆黑 不时有风吹动树叶 发出稀稀苏苏的怪异声音 一束手电筒的光亮打在地面 一大一小两个人影 穿着浴衣 踩着人字托 慢慢走在路上 脚边 灰黑色的蛇跟着爬行 池飞池心里一片宁静 转头问辉原哀 会不会害怕 不会 辉原哀摇了摇头 又看向地面欢托游动的飞驰 飞驰真的不用我抱吗 不小心踩到了怎么办 他没那么傻 池飞驰伸脚朝飞驰踩去 飞驰搜一下闪开 直起身 瞪着池飞驰吐舌杏子 主人 说清楚就好 不用动手动脚 会员哀抿了抿嘴角 忍住笑 我怎么觉得 他在说 不用真的试着踩下去 他还真是这么说的 池飞驰继续往前走 会员哀没有当真 拿着手电筒跟上池飞驰 以往他觉得 黑夜最难熬 现在深夜 走在这种适合拍恐怖片的森林里 他心里居然只有宁静 没有觉得可怕 也没有想起一些 让他悲伤的事 好像什么都不用想 一直这么走下去 就很好了 我们就像是午夜游荡 在森林里的鬼魂一样 要是遇到人 要不要抓一个回去呢 池飞驰听着灰远哀 故意放的空灵的声音 也配合着 语气凉凉到 这个时候 还在头神森林里游荡的 估计只有自杀的人 抓一个回去也不错 你要投还是要脚 飞驰突然停了 看向一个方向 我想要投 脚归你吧 身子就 灰远哀的话没说完 突然被惊恐叫声打断 不要啊啊呀 不远处的树林间 一道闪动的光亮 往远处晃着 女生带着哭腔 也渐渐远去 我不自杀了 不要找我 我错了 不要找我 这个森林好可怕 头神不要抓我 我不自杀了 灰远哀呆了一下 仰头看吃飞驰 这个 他们好像吓到别人了 不过 吓得一个原本想自杀的人 放弃了自杀 貌似算是 做了件好事 池飞驰也愣了一下 随即蹲下身 把飞驰拎起来 小艾 相信我的话 电筒关了 我带你玩得有趣的 啊 好 灰远哀疑惑 不过还是关了手电筒 周围顿时陷入一片漆黑 池飞驰伸手牵着灰远哀 放心往前走 树林间 一个男人 颓然坐在一块石头上 低头看着手机屏幕上的消息 眼里满是绝望 默默回复 对不起 侄子 在 那边树丛中 突然传来轻微的声音 男人神色木然地看去 他特地选这么个安静的地方 可不想 有人阻止他 深夜森林 天上乌云笼罩 稀稀素素的树叶轻响着 两道黑影慢慢走着 一大千一小 看影子 衣着复古 一步步走过 有人念着奇怪的语句 语调平静的声音 在森林里回荡 莫问 何人行行富庭庭 月下枯谷裹红衣 一回眸青色桶里 映入了生人背影 白鬼夜行 引迷途者向西去 萧起谷为敌 男人的脸瞬间惨白 将在原地动也不敢动 等那两道影子走过之后 才抓紧手机 头也不回地 往森林外跑 啊啊 树林间 慧云哀听着那凄厉的惨叫 无语转头 看停下来的池飞池 飞池哥 你右下跑了一个 很多人自杀只是冲动 在临死那一刻都会后悔 吓走一个是一个 要是他们离开以后还想死 那我也管不了 池飞池心情其实还不错 也可以说是起了顽心 顺便带着灰云哀玩 不然 他还真的懒得管 黑暗中 灰云哀看不清池飞池的神情 只听着 那平静冰冷的声音 确实让人后背发凉 特别是念这种语句 他都觉得恐怖 我明白了 不过你那段话 是哪里来的 我从来没听过 后面还有 我教你 池飞池问道 嗯 自己也念 灰云哀果断点头 又觉得黑暗中 池飞池 可能看不到 出声道 好 自己也念的话 突然就觉得 挺好玩的 昏暗树木间 一只只野兔 松鼠快速窜过 野鸟腾飞 还有看不清的大小动物窜着 稀疏不停 一大一小的黑影不被惊扰 一步步慢慢行走 斜接上那九尾的狐狸 抓一把那九命的猫咪 不知火在海面上燃起 吹奏着生人古致的笛 冰冷男生 和女童空灵的声音交替响起 带着些许回音 森林里 不时响起一声被吓到的凄厉惨叫 随着第一个跑出森林的人报警 在魁梧旅馆的山村操 也接到了群马陷阱局的电话 喂 是 我是山村 柯南也解开了这个案子的前因后果 刚想看看 吃飞吃懂没懂 转头看了一圈 嗯 人呢 还有灰原也不见了 是 什么 山村操听着电话那边的同事说 有人看到了森林里的头神 脸色煞白 站在原地瑟瑟发抖 柯南找到了门外的店老板 说说 你有没有看到 跟我们一起的那个年轻男人和小女孩 啊 店老板转头看外面走廊 他们早就离开了呀 柯南半月言 石飞池那家伙 不会是早就解开了暗号 带着会员过去了吧 员工普川勇刺低声嘀咕 那个小女孩 该不会真的是祭品吧 有祭品好啊 山村操不知什么时候挂了电话 凑到一旁 神色阴郁 声音悠悠 森林里出现头神了 我们还是把那个小女孩陷记掉吧 陷记掉就太平了 不然我们今晚恐怕 恐怕 啊 毛力兰被山村操吓了一跳 头 头神 是啊是啊 山村操凑过去跟毛力兰诉苦 他觉得毛力兰能明白他心里的恐惧 柯南一阵心累 这个菜鸟警官简直了 转身 把毛力小五郎骗到外面车上 一根麻醉针放倒 之后又用毛力小五郎的手机 打电话给山村操 十多分钟后 山村操带着警方假装离开 而对旅馆一群人说的是 毛力小五郎去附近打听消息 被当成可疑人物 送到群马陷阱局了 他们要去接毛力小五郎 两辆车离开旅馆 到了前岛地藏附近 开进树木间隐秘 停车 熄火 山村操鬼鬼祟祟地看了看车窗外 对后座沉睡的小五郎道 那个 毛力先生 我们真的要大半夜去挖宝藏吗 今晚很不对劲啊 嗯嗯 毛力兰重重点头 抱紧柯南 坐在副驾驶座 也感觉 外面都是妖魔鬼怪 柯南被抱着 也没法用变声器 假装毛力小五郎 只能同一卖萌 叔叔说 东西就埋在那里 我们先把东西挖出来 再等一会儿 犯人就会送上门来了 比起抓犯人 我觉得活着更好啊 山村操玉枯无泪 发现后面车子里的警察 也磨蹭不肯下车 缩着脖子道 我听群马陷阱局的同事说 今晚已经不止一个人报警 说在头神森林里 飘荡着两个黑影 说着恐怖的话 像头神的低语 动物们都被惊动 一旁树林间 动物窜动 几只野兔跳过前车窗 跑了过去 毛力兰收紧怀抱 惊恐地看着之前动物窜出的地方 柯南 有点窒息 要被勒死了 那边树林间 暗影绰绰 一大一小两个人影出现 慢慢朝这边走着 嘘 别说话 男生森冷平静 刚才那个人没影子 是鬼 没影子 女童声音空灵 语调也带着冷淡 你是说谁 刚才那个人 是吗 我 好像也没有影子 你是鬼 哦 我好像也没有 隐约听清那对白 山村操缩在驾驶座上 牙齿咯咯咯打颤 眼泪都快憋出来了 毛力兰也抱着柯南缩着 低下头一动不敢动 柯南倒是发现 那声音耳熟 瞬间想起 两个之前就不在的人 想说话 不过被毛力兰死死抱着 连气都快喘不过来了 毛力兰紧紧闭着眼 感觉怀里柯南在动 磕磕绊绊地轻声道 磕 柯南 再忍耐一下 不 不能动 柯南挣扎 挣扎 挣扎 救命 他快勒死了 后面一辆车里 几个警察也默默抱在一起取满 好吓人 这到底是等犯人送上门 还是他们先送上门 毛力兰依旧低着头 感觉那两道影子 停在了他旁边的车窗外 抱紧柯南 柯南 救命 会员挨站在车窗外看了看 嗯 江湖川 毛力兰 柯南要被带走了吗 害怕 报警 柯南 他 放弃挣扎 一道手电筒的光束投进车窗 拯救了差点被活活勒死的名侦探 小兰 你们也过来了 驰飞驰拿着打开灯的手电筒 照了照两辆车子 就看到车里一群脸色煞白 比鬼还像鬼的人 毛力兰发觉 有光亮 心里放松了些 再一听驰飞驰的声音 收紧的手臂放松了些 茫然抬头 飞 飞驰哥 柯南连忙喘了两口气 感觉自己在死亡边缘走了一圈 驰先生 山村操也抬起头 看了看驰飞驰 缓了一下 左右看看 你刚才有没有看到可疑的两道人影 柯南一头黑线 没在搭理山村操 看向车窗外的驰飞驰 驰哥哥 你和辉元在做什么呀 我带小艾出来找宝藏 顺便去那边走了走 驰飞驰面不改色道 其实他是逛了一会儿 想起他们是来挖宝藏的 这才又转了回来 那 那你们刚才 毛力兰想起两人刚才的对话 还是后背发凉 有点怀疑地看着驰飞驰 眼前这个飞驰哥 不会是鬼怪变的吧 就是想迷惑他们 骗他们下车 我给小艾讲了个话剧故事 驰飞驰面不改色道 跟他一起模仿了一下对白 是 是吗 毛力兰还是怀疑 这是鬼怪骗 他们的手段 大半夜带着小女孩 跑到森林里 讲那种恐怖故事 怎么想都觉得不可能 什么话剧啊 山村操忍不住问道 驰飞驰 白鬼夜行 手电筒光线下 那张平静脸 显得有些阴森 再加上 那沉静的声音 山村操默默咽了咽唾沫 柯南是不想拖下去了 再拖犯人都来了 打开副驾驶坐的车门 跳下车 哎 柯南 毛力兰吓了一跳 他还打定主意 无论如何 都不能下车的 柯南下了车 直接问道 驰哥哥 你说过来挖宝藏 你也知道那个东西在哪里了吧 前倒地藏 往东五步 往右八步 驰飞驰到 山村操跟下车 左右看了看 为什么 后面一辆车子里 一群警察也拿着铁锹等工具下车 因为那张体育报啊 柯南解释到 上面是赤诚丸优胜的头版 而在赤诚丸的详细对战记录里 最前面有个前五 对吧 赤诚丸当初是东京前头五眉目 而那个死掉的长发男人 是五年前勒索唐国厂一亿元现金的歹徒之一 他预感到 同伴要杀了自己 就将现金埋在了头神森林 用前头暗示头神森林的前倒地藏 在报纸上 赤诚丸的记录位于下方 将前倒地藏放在报纸上 石像头指向是北方的话 那前五就是往东五步 赤诚丸在第八天输了一场比赛 那就是再往右走八步 书场代表的黑点 就是宝藏所在地 静 毛利拦呆 柯南 你知道的真多啊 柯南连忙笑咪咪挠头 这都是毛利叔叔跟我说的了 那么毛利先生有没有跟你说 凶手是谁啊 山村操凑上前积极问道 柯南看向池飞池 他想确认一下池飞池 是不是知道犯人之后才跑出来的 还有 想确认一下和他的推理是不是一样的 神宝雅夫 池飞池道 为什么 灰云挨疑惑 他们没在现场待多久吧 池飞池什么时候发现的 他怎么不知道 之前他认出了小兰的手机 池飞池道 应该是看了小兰手机上的贴纸 不过毛利老师对旅馆的人报的名字 是月后光卫门 他看到毛利兰这个名字 就知道是毛利老师的女儿 说明他知道 毛利老师是真正的毛利小五郎 也就是说 那个冒牌货是他找来的 柯南接过话 语气笃定道 目的应该是为了提前拿到那个公事包 他本来以为公事包里是现金 才杀了冒牌货灭口 不过没想到 里面只是一张报纸 会员挨撇柯南 有的人一推理起来 就忘了遮掩 毛利兰等人以为是毛利小五郎告诉柯南的 倒也没有再多想 一群警察挖出了现金后 就在森林里守株待兔 等了大概十多分钟 夜深人静时 神保雅夫拿着手电筒 悄悄摸到了前岛地藏面前 左右看了看 准备按照暗号提示 找到埋现金的地点 辉员挨敦在树丛里看着 看着这黑漆漆的静谜观景 一段词句又浮现脑海 悠悠出声道 迷雾里 红衣哭谷女 迟飞迟街 脱了皮 旁边 跟着一起蹲的警察们 脸色又白了 柯南无语斜眼瞄着两人 这是玩上瘾了吗 居然不带他 他又不知道辞 缠火不进去 突然就有点委屈 潜倒地藏前 神保雅夫被突然响起的 悠冷声音吓了一跳 立刻转身 用手电筒照相声音传来的树林 谁 什么人 光注下 一群埋伏警察 从灌木丛中露出的头被照亮 映着一张张之前就被吓得惨白的脸 就像灌木丛中 长出了一个个脑袋一样 会员哀 风里倩兮女 池飞池 指了音 神保雅夫呆了呆 眼睛一翻 往后倒去 会员哀 凤凰火毒去 池飞池 入地狱 动 神保雅夫倒在地上 手里的手电筒脱手掉落 咕噜咕噜滚了出去 一群警察 愣在灌木丛中 什么情况 他们还在想 这个小女孩出生惊动的犯人 他们要不要提前冲出去逮捕的 结果人 这就倒了 倒了 为什么 那几句词吓人 但也不至于直接吓成这样吧 山村操正了两秒 突然跳了起来 远离池飞池和辉原哀 一脸惊悚地指着两人 哎呀呀 你们居然把他给咒死了 柯南已经跑上前 蹲在神保雅夫探了探鼻息 转头提醒不着调的山村操 山村警官 他只是被吓晕过去了 呼 山村操松了口气 拍了拍心口 还好 还好 原来只是让他晕过去的诅咒啊 辉原哀 干嘛非要把这事王诅咒上靠 明明是这人 胆子太小了点 提前结束 池飞池懒地 跟山村操掰扯 呼吸了一下森林里的新鲜空气 白鬼 接散尽 柯南 犯人都晕了 能不提前结束吗 神保雅夫在警局醒来 老师把犯案过程不交代清楚 还有十年前曾经犯下的一起抢劫案 也一起交代了 没有推理 不需要推理 毛利小五郎白挨了一针 在车上睡醒 又迷迷呼呼回旅馆接着睡 第二天 山村操开车到旅馆 说了后续 提出送一群人离开 山村警官 还有麻烦 你送我们 那多不好意思啊 送我们出森林就行了 飞驰的车停在森林外面 毛利小五郎这么说着 还是很干脆地跟着山村操出旅馆 挠了挠头发 不过 我昨晚真的没推理吗 嗯 山村操神情严肃地点头 出了旅馆后 走到车前 拉开后座车门 对辉远哀道 公主殿下 请 蛤 毛利小五郎一脸猛逼 怎么又懒 辉远哀懒得搭理山村操 打来的哈欠 上车 昨晚溜达的路有点远 今天早上起来 还有点累 离开的路上 山村操开着车 忍不住道 池先生 其实还是献祭了 对吧 肯定是献祭了 昨晚你带着公主殿下出去 把她偷偷献祭了 拯救了昨晚自杀的人 还将犯人也诅咒晕倒 帮助我们逮捕犯人 那既然有了森林公主 以后就不会有这么多人 跑到这里来自杀了吧 啊 对了 公主离开森林没问题吗 之后还能保佑这里吗 回忆远哀 柯南 想象力真丰富 不过 恐怖传说传出去后 以后来这里自杀的人 确实会少一点 自杀的人 不会被传说吓到 那些人都已经心灰意冷了 除非亲自遇到 昨晚那么惊讽的场面 极其恐惧 有了一点逃离 活下去的信念 只是传说的话 估计没什么用 但恐怖传说传出去后 恐怕有不少胆子大的 恐怖爱好者会来冒险 说不定也会有 记者之类的人往这里跑 人家来这里自杀 本来就是 因为不想被人阻止 才找这么个荒僻的地方 当这个地方不荒僻了 也就不会有人 选择来这里自杀了 另外 随着来的人变多 那家旅馆和附近的村民 也能开发一下旅游业 赚些钱 玄奇一点说 森林公主 真的能消除 头神森林 一直以来的自杀现象 还能造福这一带的人 池飞池也想到了这一点 离开也能保佑 那是不是该立个神像 灰原爱 魏魏 当然 山村操政色道 魁梧旅馆的老板 已经在组织村民 建造森林公主的神像了 到时候 会立在森林前倒地藏附近 大家都不会忘记 公主殿下和池先生的牺牲和奉献 慈飞池一脸平静到 森林归自然管的 静刚那边就有这个传说 躲在衣服下的飞翅 忍不住探头 主人这么一本正经的要神像 真的好吗 不过 小爱是主人献祭的 本来就应该有主人一个神像 没毛病 咦 是吗 山村操认真点头 那我等会儿打电话 去静刚那边问一问 回头跟他们说一声 喂 柯南拉了拉 池飞池的衣角 这么宣传迷信 不太好吧 旅游业 池飞池低声跟柯南说了一句 他也不知道 神像有什么用 之前天步山的飞红魔女 自然之子 光之魔人神像 也历了一段时间了 也没见他 小泉红子 柯南得了什么好处 但他就是想比小泉红子 和柯南多一个神像 不行吗 还有 他总觉得 有什么盯着自己 小泉红子 不会是在偷看吧 一牵扯到神像 看得那么积极 柯南考虑了一下 点了点头 先不说那神像有没有用 造得好一点 也是个艺术品 能给来玩的人看看 拍拍照什么的 还有故事可以听 比干巴巴的森林要好一点 要是能发展出旅游业 对这里的人也有好处 造个神像亏不了 那等神像造好之后 我是不是该回来看看 灰原哀一脸镇定地调侃 您要回来看神像吗 山村操积极道 您来的话 一定要告诉我一声 我不知情的话 一定去接您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啊 毛利小五郎一头雾水 什么神像 什么公主 扑 毛利兰失笑出声 脸上难掩笑意 没跟毛利小五郎解释 转头看向车窗外 轻声感慨 感觉头神森林 也变得阳光明媚了很多呢 小艾改天 一定要回来看看哦 我也想来 灰原哀也转头看车窗外 看着慢慢掠过的丛林 目光渐渐柔和下来 不知是不是心情变化 这片森林 好像真的没有来的时候 那么阴森了 他很清楚 没有什么陷阱 但这里会留下 他存在过的痕迹 总觉得亲切了不少 就像这片森林 真的跟他关联起来了一样 因为被人认同 所以想要守护 因为守护 所以有了归属 地下室里 小泉红子趴在桌上 一手撑着下巴 看着水晶球里的画面 眼里有些失神 红子小姐 您说的真是太好了 水晶球声音 欢脱地拍马屁 那是当然 小泉红子眼里的感触 瞬间收回 扬了扬下巴 声音轻滑骄傲 我可是赤魔法一脉的正式继承人 丁手机收到新的UL消息 稻草人 别偷窥 不然回去 砸了你的水晶球 小泉红子头上 顿时蹦起锦号字 将手机放到水晶球旁边 拍桌子起身 他这是威胁我吗 我想看就看 怎么样 哼 邪恶的自然之子 水晶球 印着手机上的UL消息 可 那个 红子小姐 我觉得 别看了 没什么好看的 看看快逗 最近会怎么倒霉 小泉红子 果断让水晶球换了画面 他的水晶球 要砸也只能他自己砸 不是倒霉的事 就不用说了 倒霉的事 算是有吧 水晶球晃出一个画面 如果没人帮忙的话 他会被抓住 小泉红子一愣 这么倒霉 好像有点倒霉过了 那可不行 他还是去提醒一下好了 等等 在此之前 要在自然之子面前嘚瑟一下 我看到了基德 要被逮捕了 没有蜘蛛的消息 别找我小泉红子 Delta 头神森林外 池飞池收起手机 跟山村操道别 上了自己的车 怪到基德 要被逮捕 那黑羽快逗欠 自己那顿大餐 要快点吃了才行 不过今晚不行 今晚得去阿里博士那里 给吃了两天便当的阿里博士 做顿好吃的 当天晚上 阿里博士家 晚饭后 电视机被打开 阿里博士和辉原哀 已经在沙发上就位 盯着电视上的广告 池飞池倒了果汁端过去 放到桌上 还有十多分钟才开播 没必要干等着 啊 谢谢 阿里博士道谢 笑秘密端起果汁 你没去你们公司 网站的论坛看过吗 这一期节目 估计大家都会提前等着 第五期的预告 太刁胃口了 辉原哀悼 池飞池在一旁坐下 目前 大多数节目预告 都是一段像广告一样视频 找个嘉宾巴拉巴拉念词 比如饮食综艺节目 就是笑着 说一段像是杨子跟你相约X点一起去品尝美食 两大厨王对决之类的话 放一段美食的视频 再放一段往期 或者这一期有视觉冲击力的厨艺表演 跨界歌王从开播以来 前三期的预告几乎没变过 因为要扩散知名度 也是广告形式的 念着无论什么职业都能登台的口号 加上一点舞台的画面 一直到上一期 预告开始掉胃口 比如不拍歌手 只拍评委或观众的反应 让人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为节目本身登台的人各种身份都有 也够新奇 这么掉胃口真的太合适了 而这一期 也就是第五期 试探了观众的接受能力之后 在他的主张下 这种掉胃口的恶劣行为更严重了 中间有一段四个评委陆续转身之后 脸色变得很精彩的剪辑 一向比较冷静的秋婷莲子 表情都差点崩了 更不用说其他三个 玩世吓了一大跳的反应 半天缓不过来那种 至于台上的人 想知道是谁 不好意思 请等开播 估计很多 追着看的人 也在等着开播 而且 前几天预告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亲切问候过策划预告的人了 比如 琴九就发邮件问过他 这种掉胃口的预告 是谁想出来的 他很坦诚地回了一个我 琴九也亲切地回了一句 缺德 其实再过两年 在这个世界的话 大概再过一段时间 预告都会这样了 不掉胃口 怎么吸引人去看 柯南应该已经猜到了 那个台上的人是谁 他不确定 柯南会不会提前等 不过应该不妨碍柯南保留期待 毛利真探视误所 毛利小五郎看着电视上 见广告过后 又放了一遍那个 刁胃口的预告 感觉有点不能忍 飞驰那小子搞什么呀 到底是谁登台 会向那些评委一跳 直接放出来不行吗 听之前那段前奏 好像是摇滚 毛利兰皱眉猜着 是某个摇滚明星吗 不对 就算是摇滚明星 秋婷莲子小姐 应该也不会露出那种表情来啊 柯南坐在一旁道 其实我知道 是 不行 不行 毛利兰打断 认真看着柯南警告 柯南不许说出来 提前知道就没意思了 柯南无语 一边好奇地要死 一边还不想提前知道 中毒太深了吧 而且他这个知道的 好像跟大家有点格格不入 其实池哥哥以前就告诉过 毛利兰 柯南 柯南 行行行 他不说了 节目开始 主持人快速报了一大串赞助商之后 第一个人上台 表演结束 第二个人上台 预告有的那一幕还没有出现 阿里博士家 慧云埃喝了口橙汁 你们是打算把他的出场压到最后吗 会引起众怒的 没有 再第三 池飞池到 阿里博士顿时投去忧怨的眼神 他就不该跟池飞池一起看 Think公司的节目 不准说是谁 行 我不说 池飞池保证了一句 又转头跟慧云埃解释 其实哪一期安排哪些人都做过简单的策划方案 这一期前面的两个人 一个水平差 完全是上台凑数 因为职业特殊 人也开朗 有娱乐效果 另一个人水平不错 职业是金融公司员工 在第一期 最多第二期之后 这个职业就没什么新奇的了 两个人放在之前哪一期都有些影响节目效果 所以就放在这一期的开头 汇云埃懂了 观众期待着预告里的那一段 对这两个人的表现就会有一点 忽略 对他们的缺点也不会太在意 另外 这一期的节目 除非把那个人最早放出来 不然在他之前的选手的人气都会受到影响 种子选手不能放在这里 正好把那两个人排上去 持飞驰语气平淡地解释到 而且 人的期待有一个上限 一直期待会疲劳 然后期待值慢慢下降 那个人也不能压到最后 放在第三个差不多 后面再持续引爆节目气氛 阿里博士 虽然持飞驰没剧透 但被这么剖开一说 他瞬间感觉满满都是套路 也没那么激动了 他想无知一点 这种安排 不会是你想的吧 辉云哀问道 跟预告一样 都是套路 不是 持飞驰到 什么都安排好太累了 我没那个功夫 只是让公司招了几个研究社会心理学的毕业生 心理学 阿里博士 阿里博士遗憾 他们学的是社会心理学 跟福山医生那类心理医生的研究方向不同 持飞驰见节目里第二个人下台了 没有再细说下去 公司招的那一批人 主要是针对消费者和观众等群体的心理进行分析 对节目的策划提出意见 安排套路 社会心理学 是研究个体在特定社会 群体条件下 心理 动机 人际关系发生发展 以及规律的学科 那些广告心理学 商业心理学 营销心理学 都是社会心理学 至于福山志明那类心理医生 主要是研究变态心理学 临床或医学心理学 跟医学内外科一样 研究方向的差距很大 这是研究方向的分类 还有另一种分类 流派分类 现在这个时间点 了解 知道心理学的人 还不是那么多 会原来学过医学 或许清楚一点 而更多的人 就算听过心理学 也会跟阿丽博士一样 下意识地 跟心理医生联系起来 趁这个时候 赶紧挖两个 有天赋的好苗子进公司 连安布雷拉那边 他也让威尔逊 招了一批进去 他一个人 用前世的一点经验 早晚有用完的时候 他又不想专门去研究 不如赶紧招一批人 给几个套路打个样 在没人玩套路的时候 让这些人累积经验 成长起来 不说成为以后的套路引领者 至少成为套路里的老司机 电视里 第二个人下台后 主持人又默契了一下 提了提赞助商 阿丽博士又忍不住忧怨 堪吃非吃 吃非吃面不改色地无视调 理解一下 要恰饭的吗 等主持人扒拉完了 四把椅子带着评委 转身背对舞台 第三个人登台 阿丽博士立刻把头转了回去 节目剪辑得很气人 听着前奏 很多人已经猜到了 是预告里的那一段 但还是看不见登台者 镜头只是在观众 四个评委身上转 池飞池也专注看着电视 准备听听小田切敏 也有没有长进 王菲 是一首很有爆炸力的歌 从曲到词都是如此 也可以说 很嗨 他专门研究过这个世界 这个时间段的歌曲 除了重金属音乐流行 轻音乐很少之外 歌曲还是一些情情爱爱的居多 王菲的曲子风格很适合 超前一些 但没超编 而就歌词来说 没有描述奢华的画面 却让人听着 就有强烈的视觉冲击 前奏中 王菲 这个歌名也在右下角浮现 摇晃的红酒杯 嘴唇像染着鲜血 听小田切敏也唱出第一句 石飞池嘴角就微微扬了一下 确实他想要的感觉 而且小田切敏也唱 《地下摇滚》的时候 他去听过 私底下的自弹自唱 他也听过 这一次绝对下了苦功夫去练 比以前强出太多了 确定 这小子今晚就是冲着诈场去的 那不寻常的美 难赦免的罪 谁忠心地跟随 冲其量当个侍卫 脚下踩着玫瑰 回进一个稳当安慰 节目里 某个年轻的词曲家 可望一下转身 快地让吃飞吃 都有点怀疑这家伙在放水 不过 小田切敏也登场的是 对四个评委 都是保密的 小田切敏 也又不会留在节目里 纯粹是个彩蛋 有没有评委转身 都影响不大 没必要作假 也正因为不知情 那个词曲天才转椅子过去 再看到小田切敏也得一瞬间就喷了 他们四个评委 都是这个世界音乐界的佼佼者 邀请参加节目之后 小田切敏也都亲自接待过 大家不算太熟 但也见过好几次了 之前各种职业的选手出现了不少 可一转身就看到 Thank娱乐公司的社长本尊 那冲击力 第一张目瞪狗呆表情包出产 像蠢动的音乐 教人们怎么成眠 不知名的香水 窒息的鬼魅 锋利的高跟鞋 让多少心肠破碎 第二个评委转身 在看清小田切敏也后 直接往椅子上缩了一下 很明显被吓了一跳 然后又仔细看了看台上的小田切敏也 猛逼 第二张目瞪狗呆表情包出产 剩下两个评委更好奇了 这是有多恐怖 才让这两个人这种反应 想看 邱婷莲子对声音 音准太苛刻 还勉强能忍住 剩下另外一个人 可就纠结了 最下方的简讯互动框里 已经有人发简讯 过去狂刷明眼 明眼 明眼 池飞池不经一瞥见 有点意外 好吧 看来以前小田切敏也在唱地下摇滚的时候 还真有不少粉丝 连脸都没路 只听声音都能有人认出来 那绝对是真爱粉 叶太美 尽管在危险 总有人黑着眼眶熬着叶 镜头终于给到小田切敏也身上 也投出身后的叶精 显示大屏上的歌曲信息 演唱者小田切敏也作曲 H作词 H秋婷莲子和最后一个评委也赚了椅子 目瞪狗呆表情包加一 目瞪狗呆表情包加一 我的王妃 我要霸占你的美 王妃 是暗夜里的长满次的红玫瑰 危险而魅惑 面对的人也毫不退却 强势霸道 一曲结束 气氛算是彻底被小田切敏引爆 主持人上台 看了看小田切敏也 欲言又止 欲言又止 最后舞住脸转过身去 台下 秋婷莲子四个评委 也忍不住失笑无脸 小田切敏也露脸不多 别说电视机前的观众 现场的观众 都有一些摸不着头脑 那个霸占词曲位的H 一些人多少有点印象 虽然比起歌手 词曲人受到的关注不多 但扛不住苍木蚂蚁那边每首歌 都是一串H 原本一些不认识小田切敏也的人 还以为四个评委是看到H之后才那么惊讶 毕竟那是Tank公司的神秘词曲人 而且出产的歌曲 还每次都在公信榜前列 突然冒出来给一个节目选手写歌 而且一改之前的风格 是够让人惊讶的 不过看四个评委这古怪的反应 感觉 有瓜可吃 主持人缓了过来 抱歉 我实在是 实在 迟飞迟看着空荡荡的节目页面 觉得有点遗憾 没有弹幕 果然缺少灵魂 小田切敏也不等了 直接抢活干 压了嗓子 好的 现在由选手进行自我介绍 下一秒 转成自己的声音 大家好 四位老师好 我叫小田切敏也 电视机前的阿力博士顿时乐了 连会员I都忍不住抿了抿嘴角 逗逼 职业是Zank娱乐公司的社长 小田切敏也一脸自然道 现场静了一秒 顿时炸了 观众席上一片嘈杂 小田切敏也炸完一次场 转头看了看依旧雨节的主持人 又压了嗓音 继续抢活干 Zank 什么 Zank娱乐公司的社长 这是我们节目策划 录制一手包揽的公司的 BOSS啊 好的 本节目由Zank娱乐公司 林木财团 左田金融会社赞助播出 接下来进入评委提问环节 主持人一脸茫然地 看着小田切敏也 阿力博士家 阿力博士已经乐得趴在了桌上 池飞池默默看着 太不习惯了 这里应有弹幕 节目仍在继续 先忍不住提问的是 最先转身的词曲人 小田切社长 你知道我是最先转身的 不好意思 为了避免舆论和不公平现象 我不会留在这个舞台 这个我知道 我只是想说 我最早转身 是因为词曲转身 这是我没听过的歌 之后 我没第一时间看你 而是看了大荧幕 在看到H之后 我很意外 因为他这样的词曲人士 不该在这种选拔的时候 给人写歌 会破坏公平 然后我就看到了你 吓了一跳 原来你更注意H啊 抱歉啊 还真是这样 小田切敏也 他们的评委 实称得令人心口发闷 不过 H给你写歌不奇怪 看到词曲人士H 我还是觉得意外 今晚的惊吓有点多 不 是惊喜有点多 因为这首歌词曲风格 跟苍木蚂蚁小姐 之前那些歌曲都不一样 这是第三个风格了吧 Always 让我猜测H是女孩子 不过 西辉 又让我不确定了 有点怀疑是男性 而因为擅长女性歌曲的 男词曲家也有很多 我没办法判断男女 只能说 是个心思细腻的人 但到了这一首 王菲 有点颠覆我对他的设想 感觉是 一个很霸道的男性 所以我很想问一下 H到底是一个人 还是一个团队呢 词非词 这些歌确实不是 同一个人作词作曲 节目里 邱婷莲子转头问道 你不知道H是谁吗 啊 莲子老师知道吗 保密 不过他不是职业词曲家 不是职业的 他 原来是位男性啊 恭喜男性词曲家小队 加一分 小田切明 也一本正经地将话题接过去 下一位评委 剩下三个评委 一一说话 评价都算重肯 邱婷莲子 是有着绝对音准的人 要求很高 不过在这个节目里 对这些选手 都还算宽容 小田切明 也的表现可圈可点 而且除了唱歌之外 几乎全程 抢了主持人的火 一直到最后 主持人才问了一句 为什么会想到上台 这也是可怜的主持人的第一句台词 小田切明 也就顺势说起 自己以前唱地下摇滚的事 说了小时候 因为父亲太忙 导致叛逆 连公司成立前 勒索别人的事 也很耿直地抖了出来 池飞池一边听 一边拿出手机看官网 这次事件 对于小田切明郎的影响 远比小田切明也大 在日本 一人犯罪 全家遭殃 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家里出了罪犯 一家人都会被排挤 包括幼龄的孩子和年迈的老人 小田切明郎作为警戒高层 儿子却犯罪 舆论方面对小田切明郎更加不利 但这是瞒不下来 先不说小田切明 也有多少混蛋朋友 想着勒索 想用这个消息去换钱 就算没有这些人 以后早晚会有被爆出来的可能 那还不如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自己向大众坦白 态度诚恳地站在我认错 这一方 再加上一些语言艺术 很容易接过去 而情况没那么糟糕 小田切明也是犯了罪 不过他没有杀人抢劫 勒索金额也不多 还主动坦白认错 能卖个好 对于小田切明郎来说 人们是可以指责他 没教育好孩子 可是不要忘了 小田切明郎不是因为自己懈怠懒 而是为了更多人的生命安全在忙碌着 半个月不见的父亲 再次见到是在埋伏任务的时候 为了不惊动犯人 甚至没跟小田切明也打招呼 一直到小田切明也看到他走上前 反而还被指责 差点破坏逮捕计划 那个完美错过任何学校活动的父亲 不管什么时候 一个电话就会立刻出门的父亲 小田切明也诉说的时候 委屈肯定是有的 却没有表露出埋怨的意思 本意也不是责怪警察父亲 而是引导大家去理解那些辛苦的人 绝对真实的事实 绝对真实的心境历程 加上语言组织 之前小田切明也所作所为吸引的粉丝 情况不会太糟糕 这么有争论的事一爆出来 论坛确实已经有不少人在发帖了 表示不会认可小田切明也的人有 但不多 还有一些主动发帖表示理解的人 简单来说 就是撕起来了 问 电话才一响 就被池飞驰接通 明也 飞驰 你再看节目吧 再看 论坛那边的情况我也看了 让准备好的人下场 引导舆论的方向 池飞驰到 控诉你的帖子不用清理 不过要保证回帖表示支持你的比例 占至少90% 人都有从众心理 当一万个人里 九千多个人表示理解的时候 第一万零一个人去吃瓜的时候 看着那些言论 也觉得有道理 从而也表示理解 而如果第一万零一个人进论坛吃瓜的时候 发现不少人指责小田窃明也 也会想 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很差劲 我觉得 他们说的有道理啊 那这个人确实很差劲 没问题 早就准备好了 小田窃明也轻松到 别紧张 现在表示理解和包容的人很多 态度偏激极端的 只是那么一两个人 我打电话给你 是想问问你 我在节目里的表现怎么样 我登台是对他们保密的 可不知道主持人会接吧 所以我就干脆接过主持的任务 节目录完那天 那家伙还无语了好一会儿 不过大家觉得节目效果不错 剪一下就这么播出来了 挺有意思的吧 池飞驰 别放松警惕 那些报社有没有联系好 放心了 都已经准备好了 小田窃明也语气夸张道 先不说那些 我要夸奖 池飞驰 表现不错 有个人样 小田窃明也 嘟嘟 挂断电话 池飞驰继续翻了一下论坛 这个世界的人确实不错 可能是世界危险程度比较高 说话客气的居多 当然 也有一些言论偏激的 像是找存在感一样的人 也就是什么都不了解 甚至节目也没看过 就开始咬得疯子 看了一两条言论偏激的帖子 池飞驰就退出了论坛 他怕忍不住拿着枪找上门去 汇原挨见池飞驰通完电话之后 就在低头用手机咔咔咔打字 不由问道 接下来会很忙吗 我们既然主动报出来 肯定做足了准备 备用方案有很多个 不会忙不过来 池飞驰一边打字一边道 甚至准备了水军 如果场面控制不住的时候 可以无脑去黑小田窃明也 在一开始的全民黑之后 在显露故意带节奏 故意黑的痕迹 让观众觉得 这是竞争手段 这是有人在愚弄他们 从而站到被伤害的 小田窃明也那边去 就目前的局势来看 那个安排是用不上了 不过浪费了也无妨 要打 就要保证稳 至于他现在 有两个家伙跳得不一般 都上升到人身攻击了 我让人查一下情况 然后心里拉个小本本 记下 他现在不会找上门去做什么 不过总要弄清楚 那些是发泄心里怨愤的人 还是某个公司的人 拉进黑名单 这些记在小本本上的人 他以后打赏金 或者组织任务遇到 必要的时候 也别指望 他会手下留情 阿丽博士继续看节目 不识幽怨 看一眼池飞池 后面的节目爆点也没少 现场气氛越来越火爆 连他都有点激动 但 这边情绪释放 一片火热 那边池飞池一脸冷淡的工作 安排套路 让他心情有那么一点微妙 其实他真的想无知一点 快乐一点 以后绝对不能跟池飞池 一起看Sank的节目 第二天 池飞池去了小田切敏也 家里吃午饭 饭后 小田切敏郎 拉着两人喝茶 合回去上学了 虽然再拍电影 但也不能单个上学 小田切敏郎低头倒了茶 递了一杯给池飞池 他这个年纪 不管学业怎么样 能多交一点 同龄的朋友就是好事 池飞池接过茶杯 电影的进度不用赶 小田切敏也同样接了杯茶 笑着调侃 飞池就是学业太赶了 没什么同龄朋友 不是带着一群小孩子玩 就是跟我们这种 快满三十岁的人一起 池飞池 确实 他没有同龄朋友 所有认识的人里 跟他年龄最相近的 大概就是苍木麻衣 小他一岁 小田切敏郎撇自家儿子 你也知道 你是快三十岁的人了 要是交了女朋友 就带回家来 只要是正经女孩子 我都不会反对的 小田切敏也一言 可 那什么 我再找 两个小时前 我才把记者都打发走 小田切敏郎 又看向池飞池 说起正事 现在大家的态度还算好 表示愿意包容的人很多 我在警示厅 没有受多少影响 只是以后 网上升的机会很小 不过不单是 这次事情的原因 在明眼犯错的时候 我就已经没有 太大的竞争力了 如果您想网上升 也不是不行 池飞池没急着喝茶 平静注视着 小田切敏郎 SANK娱乐公司 可以免费配合警方 拍摄安全教育片 小田切敏郎一愣 这么做 确实是一个办法 不过 先不说网不网上升的事 就说被池飞池这么盯着 真的有压力 不行 他可是长辈 面子要维持住 我今年56岁 离退休 其实也没多少年了 小田切敏郎板着脸 留在这个职位上 只是想把做了大半生的事 继续做下去 网不网上升 已经不重要了 小田切敏也忍不住道 飞池也是为您好啊 至于板着一张脸训人吗 我知道 小田切敏郎打断 瞪了小田切敏也一眼 他这是训人吗 他这是 不想在晚辈面前露窃 继续板着脸道 不过宣传片这个想法很好 小田切部长 小田切敏也语气不正经起来 你要为警方拉免费宣传片 至少要拿出一点态度来吧 你还要我求你吗 小田切敏郎一拍桌子站起身 你这个逆子 一点都不懂爹的心思 我看你是永远把警察的事 放在第一位了 是吧 平 那有什么不对 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吗 如果不是警示厅的同人们一起忙忙碌碌 就你在唱地下摇滚时候的那副嚣张样 早就被人打死了 啪啦 我那时候怎么了 是谁说不在提之前那些事的 碰 一片乱飞的家具和茶杯中 池飞池低头默默喝了口茶 飞翅将头搭在领口 呆呆看了看父子俩乱战 又仰头看池飞池的淡定脸 主人 不阻止一下吗 阻止什么 池飞池看着杯子里的茶水 又喝了一口 红茶 上等 这对好久没沟通感情了 他们都有点怀念 飞翅又抬头 看着小田切敏郎 吃央一下拔出刀架上的真刀 呆 这样真的不会出事吗 一时间 饮茶的偏听 一片刀光剑影 小田切敏也拎凳子挡 凳子啪一下 被砍成两半 拎抬灯挡 抬灯也很快 被劈成两半 池飞池静静看着 不时喝口茶 等那边父子两人气喘吁吁地停下 才到 小田切叔叔的剑术真不错 我可是从高中时期就一直在练 从未松懈过 小田切敏郎 将刀刷一下收进刀鞘 瞥了一眼泪摊地上的小田切敏眼 相比起这种年纪轻轻就体力极差的人 我这个老头子 还不算老吧 喂喂 小田切敏也无语 小田切敏郎 转身放回刀架上 常常呼出一口气 突然哈哈笑了起来 我早几年就想这么做了 让你这个混蛋小子张扬 只不过前两年 我怕忍不住真的把你砍死了 才忍着没下手 行 行 你练刀就是为了有一天砍我 是吧 小田切敏也坐起身 挪到茶桌边 嫌弃道 飞驰还在呢 把屋里弄成这样 也不嫌丢脸 我的脸早就被你丢光了 小田切敏郎沉着脸道 之后 三个人又在茶桌边坐下 心平气和地聊了聊进来的事 一直到父子俩送驰飞驰出门 飞驰还是满心茫然 人类真的好复杂 殷曲严男胎车接了驰飞驰 老板 现在去哪里 去换车 易容 你吃过饭了吗 持飞是问了一句 将车窗放下一条缝隙 让你陪我去 你又不进去 啊 我已经吃过了 殷曲严男干笑 去警市听行事部部长家里吃饭 要面对警察那种审视的眼神 我想想都觉得不自在 万一被小田切部长看出什么来 那到时候就更麻烦了 心理素质还是不过关 不管什么眼神 无视掉就行了 持飞是评价着 点了支烟 又拿出组织身份用的那个备用手机 拨通一个电话 换上了嘶哑的声音 缓缓道龟川社长 三亿日元准备好了吗 我可没有跟你讨价还价 你这些年暗处捞的钱 恐怕不止三亿吧 下午七点半 海豚乐园外 到了在联系我 这是绿川沙溪 去美国前发现的小任务线 一个大金融会社社长 非法逃税 组织某些无良情报人员调查之后 汇报组织这是一条肥鱼 组织肯定不能放过条肥鱼 又让人默默把具体罪证收集了 威胁一下 准备进行一波见不得人的金钱交易 琴九说 有别的小任务线要去打 这事就丢给他了 开车的英曲严男再三侧目 前一秒才在警示听行事部 部长家里喝茶聊天 后一秒出来 就打电话勒索干坏事 老板这心态 是怎么练出来的 飞驰日常探头 亏评持飞驰手机上的邮件 低声道 主人 英曲一直在看你爱 什么事 持飞驰头也不抬地问了一句 英曲严男被吓了一跳 怀疑自家老板脸侧也长了眼睛 半开玩笑道 我是在想 您在青山第四医院诊断出来的病症 不会是人格分裂吧 他觉得 就算不是 老板也要小心一点 演太多容易得分裂症 持飞驰视线从手机屏幕上 移到英曲严男身上 怎么看出来的 还用问 怎么看出来的 英曲严男心里语色 面不改色道 我就是随口一说 您不用放在心上 持飞驰收回视线 看了一下散出去的 外围成员回复的信息 又打了电话 柯恩 交易地点海豚乐园外 去确认情况 明白 柯恩闷声应了一声 切断通讯 这是一个多做事少说话的老实人 持飞驰心里评价一句 又继续看邮件 表示 这个金融会社社长 是肥鱼的人 是波本 估计安氏透视想着 那家伙的钱 也是非法所得 干脆拿来组织里刷公计 这么做 是养肥了组织 还真不至于 请酒一个月 不知要打多少钱 组织一个月 不知要再活动经费 研究方面 烧多少钱 组织一个月的流水 要是全部抖出来 估计他都会觉得惊人 安氏透卧底在组织 不可能什么情报都不提供 与其让组织祸害老实人 不如赢组织祸害 这种不老实的人 这类交易 基本是一笔结束 只要对方不耍心眼 人也不用清理掉 对安氏透来说 心理负担 应该是最小的 而那个金融会社社长 大概还觉得 妥协了就没事了 殊不知 他的罪证 都已经放在公安警察那里了 换了黑色车子 时飞时帮自己 和英曲严男一乐融 又去了趟实验室 才带着英曲严男 先到了海豚乐园附近 侦查了地形 然后就找了个地方停车 坐在车里等 他好歹是跟请酒 一起打过钱的人 这些行动的基本流程 都不算陌生 行动前 让两个外围成员 来探探情况 再找跟着这事的波本 确认目标 没有异常举动 比如报警 联系暴力社团 等其他事例 之后 柯恩就位 在附近高处警见 他们在勘察地形 找出适合他 观察情况的地方 适合出了意外撤离的路线 到了交易时间 英曲严男带着东西 去跟目标交易 他待在外面 如果他发现异常 或者柯恩发现异常 并汇报给他 他就要看情况安排 带着英曲严男安全撤离 池飞池坐在车里 手里把玩着一个 装药的小盒子 侧头看着窗外 渐渐黑下来的天色 脑海里突然冒出一段话 某个高中生侦探 跟青梅竹马来海豚乐园 玩的时候 目击了黑衣男子 可疑的交易现场 由于偷看得太过专注 而忽略了另一个 从背后接近的 黑衣男子的同伙 被袭击打倒在地 这个黑衣男人 给他灌下了名为 APTX4869的药物 等那高中生 清醒过来时 发现自己的身体 居然变小了 这种情况 应该不会出现 今天附近 没发生什么案子 也没警察在附近 如果真遇到 有人发现 黑色交易的情况 也用不上 APTX4869 直接一枪解决 不用担心遇到警察 他带着 APTX4869 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嗡 有电话打进来 池飞池立刻接听 用上了嘶哑的伪装声 柯恩 拉克 有可疑的人 在交易地点附近 柯恩干脆利罗的汇报 穿棕色衣服 戴着帽子 已经在交易地点附近 转了两圈了 池飞池顿了顿 将通话转到耳机 将药盒装进口袋 拿上自己的折叠镰刀下车 注意周围的情况 保持联络 明白 柯恩应声 折叠镰刀 没有展开刀刃 就是一根黑棍 棍子有了 药有了 目标有了 池飞池心情有些微妙地 巧声摸进目标 被袭 闷棍敲倒 呃 戴着帽子的男人 扑通倒地 不远处昏暗角落里 正在跟目标交易的英曲严难被惊动 立刻拿出枪 对准交易的矮胖男人 才微微侧目 看响动传来的方向 拉客 这家伙鬼鬼祟祟的 在附近转悠 池飞池声音嘶哑道 衣冠楚楚的矮胖男人 也吓了一跳 看清倒在池飞池脚边的男人后 盲摆手道 别 我担心我们的交易被人看到 所以通知 他来附近守着 池飞池没急着说什么 拿出手机 正准备问问情况 新邮件发来 Ricky 目标之前通知了一个保镖跟过去 Burban 真不知道安市透支消息 算是发来晚了 还是发来得及时 知道了 Ricky 池飞池回复之后 收起手机 朝英曲严难点了点头 英曲严难 拿着庄前的箱子 跟着池飞池撤离 不用担心被偷袭 柯恩还瞄着呢 一直等回到了车上 英曲严难检查箱子 确认里面没有夹杂窃听器 追踪发信气之类的东西 池飞池开车离开原地 对耳机那边说了一句科恩 交易完成 才切断了通讯 英曲严难 仔细检查了箱子和钱 核对了金额 才出声道 老板 没问题 池飞池从口袋里摸出手机 给勤酒打电话 飞池忍不住低声感慨 日常工作的一天结束了 第二天一早 池飞池出门沉练 飞池在家玩监狱沉练 飞沫跟着池飞池飞了一路 嘎嘎叫声就没停过 主人 让我去英国铺一下情报网吧 主人 英国伦敦塔的乌鸦 真是太可怜了 我想拯救他们 让他们加入我的飞沫军团 主人 可能会有王室和高层的情报啊 您行动吗 行动不如行动啊 主人 暂时不铺情报网 我去设立个据点总降了吧 主人 英国不行的话 您送我去美国吧 我去帮您打探情报 即将有重要的大行动 主人 考虑一下 主人 主人 时飞是有点庆幸 他骑得比较早 不然路上的人看到有乌鸦 一直围着一个人嘎嘎叫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今天运气会有多差呢 回到家 飞沫跑去喝了水 又继续道 主人啊 我把乌鸦都挑好了 都是能出国常住的 长途拖运不安全 时飞时去卧室拿了衣服 准备去洗澡 把你们装进笼子里 一不小心就会受伤 说不定会有人嫌你们吵 还偷偷给你们打针麻醉药 我不跟去 不放心 飞沫想了想 那可以找家靠谱的航运公司 过去之后 项链通讯 因为距离过远就没法用了 你还需要一批 能联系到 我的远程通讯设备 电脑或者手机 时飞时继续道 也就是说 送你们过去之后 我要让人把电脑和手机 送到某个地方 你们必须自己去找地方 去拿设备 自己接电源 飞沫考虑了一下 这个也没问题 我会接电源 我让大山 联系专机送你们去 时飞时拿着衣服进了浴室 美国麻萨诸塞州 半个小时内 你把要带去的乌鸦组织好 飞沫一愣 立刻将一只翅膀抬起 放在心口前 欢快行礼 遵命 卡 浴室门关上 半个小时后 池飞池洗完澡 换好衣服出门 联系了大山迷 将五十多只乌鸦 打包送上飞机 还给飞沫准备了一个小礼盒 让飞机上的人到地方后 把礼盒给乌鸦们 再把乌鸦们放走 礼盒里 是飞沫充好电的手机 飞沫跟池飞池腻歪一会儿 又跟飞池腻歪了一会儿 才乖乖上了飞机 送走飞沫 池飞池又联系了英曲严男 易容 换车 带着昨晚拿到钱 去找一个在日营工作的家伙 最近他和请酒都不缺现金 这些钱要存进银行里 当然不能走正常程序 不过组织在各个银行里 也控制了一些人 他只要把钱交到对方手里 等钱转进组织提供的账户 之后给行动成员 发钱就行了 提供消息的绿川沙溪 调查确认可以交易的波本 负责交易的英曲严男 丁烧警戒的柯恩 交易前去探路的外围成员 还有他的 剩下差不多五成 归入组织资金 这次行动 每个成员占了其中一环 都不算辛苦 回报却是数倍 要是安排合理的话 风险比起其他犯罪而言 也不算太大 如果是风险太大的交易 行动指挥者 也要选择直接放弃 或者另找机会 也难怪组织除了卧底 被迫加入的人 还有一些摸到了门路的人 削尖了脑袋 想加入组织 组织基本是隐藏起来的状态 没有对外的加入途径 能触及组织的人 也算不容易了 加入之后 还有各种试探 而且风险不大 只是相对而言 一不小心 死了的也有不少 很多人加入 只是想痛快 赚两年前 然后退出养老 可是组织加入了 就不存在退出的一天 退出就是死 考虑拉一批人出去单干 很难 这是一台精密运转的大机器 而且已经有序运转了数十年 触手伸到各国 各层面 个人只是一个零件 就算拉了几个零件出去 组成一个小机器 早晚会被大机器搅碎 各国卧底 目前就是想摸清这台大机器 各个零件藏匿的位置 具体的情况 最少要掌握主要零件 一举打散 而在所有零件里 琴九 贝尔摩德 朗姆这类 由那一位联络的人 就像是一条串联着多个零件的电线 逮住一个 说不定就能摸出一条线上的附带零件 只不过这些人没一个好歹的 夜里 酒吧 墙角昏暗的卡座间 池飞池顶着一容脸 坐在椅子上 右手攥着酒杯 将目前了解到的组织情况 在脑海里里了里 那一位大概是想 将他当成一条新的电线 让他再把一些边缘零件串一串 顺便去拉一些出色的零件 把大机器再扩充一下 问题是 那一位能掌控主权的根源 你来得够早的 琴九走到桌对面坐下 那个正要的那条线 朗姆要去了 池飞池转头看了看远处的卡座 看到福特加跟一个男人 坐在一起低语 又收回视线 我也没什么事 就先过来了 哼 朗姆 琴九意味不明地低吃一声 没再说下去 拿出一支烟咬住 擦火柴点燃 你那边没什么事了 我这里事情可多得很 今晚没空 我要去打赏金 池飞池端起杯子 喝了口酒 他今天心情一点都不好 之前飞沫就算不会天天跟着他 但能随时联系上 他能知道飞沫在做什么 身边是什么情况 有事要碰面 最多就一两个小时 今天飞沫这一走 不仅想飞都飞不回来 连什么时候才能联系上都不知道 万一水土不服呢 万一过去 美国就被什么手段捕杀了呢 万一 担心加上一种莫名的失控感 让他很不舒服 让飞沫走 是因为他很清楚 飞沫有自己的想法 是指很会自己拿主意的乌鸦 而他的很多担心 其实都没必要 飞沫能处理好 他同意飞沫离开 全程没表露任何不满 并且之后也该干嘛干嘛 也是因为他知道 控制欲过墙 对他 飞沫 其他人都不好 必须改正一下 控制自己 控制自己 要尊重飞沫的选择 要尊重飞沫的想法 但 特么他心态 其实还是崩了 打赏金 勤九拿出手机看信息 日本可没多少 有意思的对手 持飞迟也拿出手机 上赏金殿堂那个论坛 准备看看最近的信息 刚登上账号 看到私聊信息一堆 打算顺手清理一下 就看到 噩梦将会降临到你的身上 Spider 世界顶级杀手 蜘蛛 同时也是那个动物园组织的成员 消息是五个小时前发来的 看样子 那家伙来了日本 还打算 来试试他的精良 他本来还想让小泉红子帮忙盯一下 一有消息就告诉他 没想到这家伙自己送上门来了 而且 这预告的方式 简直跟怪盗基德一样 装模作样 那边 福特加似乎跟身边的男人秘密交易完了 将一个信封装进口袋 直接走出酒吧 池飞驰查了一下 怪盗基德的最新预告 今晚十点 大倒美术馆 不一定 勤九抬眼看池飞驰 随即反应过来 池飞驰是回复他之前那一句 日本没多少有意思的对手 过了两分多钟才接话 这什么毛病 池飞驰没有回那条消息 给那一位发消息报备 跟勤九解释道 那个代号蜘蛛的世界顶级杀手来了 虽然组织不干涉私人行动 他以往打赏金 也不用特地告诉谁 但蜘蛛跟那些罪犯不一样 有风险 得报备一声 勤九又垂谋继续看手机 组织里有一点情报 但是情报不多 一个神秘兮兮的家伙 身为杀手 信息泄露太多 才叫啥 池飞驰说了一句 上次拿了磁盘 那群家伙的同伴 勤九查了一下信息 突然冷笑出声 还在赏金殿堂里 给你下了战书 你在幸灾乐祸? 在赏金殿堂论坛里 确实有一封战书 飞鹰 七月 你们准备好迎接噩梦了吗? Spider论坛里 一群唯恐天下不乱的家伙 看出其中的意思 盪上了 全都很积极地 等着看热闹 我还可以更幸灾乐祸一点 勤九操作着手机 说说你有多少把握 我开个赌局 看你想要什么结果 迟飞迟到 他早就猜到 勤九在赏金殿堂里有账号 不过蜘蛛名气不小 现在战术下了不到半个小时 大大小小的赌局 已经不少了 他也找不出勤九的马甲 你还真够自信地 勤九默默调低了 持飞迟书的赔率 又设了平手 死亡 逮捕之类的小赌相 抬眼发现 持飞迟依旧在盯着手机 你那里有这家伙的情报吗? 有一些 持飞迟翻看着论坛 不急 打猎钱先算清报酬是常识 他要先算算 蜘蛛所有赏金加起来 一共有多少钱 勤九 手机一响 就被持飞迟接通 他来了 他来了 小泉红子急切道 他冲着快逗来了 我知道了 冷静 持飞迟话没说完 就被那边小泉红子打断 今晚十点 大岛美术馆 水晶球 那边响起水晶球 像小黄人一样的声音 红子小姐 统计完了 贷不赏金 大概一千多万美金 换算成英镑是八百多万 换算成 够了 小泉红子对着手机道 听到了没有 我先过去了 你别算了 赶紧来 嘟嘟 持飞迟将手机从耳边放下 继续逛论坛 魔女小姐太心急了 现在才八点多 距离积德预告的时间 还剩一个多小时 急什么 自己把账算清楚 才比较有期待感 晚 九点四十一分 大岛美术馆内外 已经被警察戒严 黑羽快逗 被钟森亲子拉进美术馆 快点啦 快逗 既然白马邀请我们过来 我就一定要亲眼看着我爸爸 把积德那个小偷抓住才行 美术馆附近的大楼楼顶 小拳红子披着黑色的披风 帽子拉起 挡住了脸 焦急地看着手机上的时间 怎么还不来呢 你是指谁 后方传来一个男生 平静的语气很熟悉 邪恶的自然之子 小拳红子欣喜转身 看向后方的黑袍人 池飞驰一身 同样笼罩在黑袍里 冒言拉得很低 没吭声 对于邪恶这个前缀 他不认同 相比起来 魔女才是邪恶的好不好 冒言下 飞驰搭了个脑袋出来 看了看一身黑袍的小拳红子 又低头看看 笼罩吃飞驰的黑袍 也选择沉默 这两人现在 这样子 就像邪教徒聚会 看着都挺邪恶的 小拳红子没争论 谁邪恶的问题 看向大岛美术馆 解释道 白马给快斗设了陷阱 邀请他和亲子 去大岛美术馆 等会儿 白马肯定会盯紧快斗 等预告时间到了 要是积德却没有出现 白马一定逼他坦白身份的 池飞驰走到天台边 蜘蛛交给我 那边你解决 好 你要小心 那家伙是幻术师 小拳红子一看 时间不多了 将自己身上的黑色披风扯下来 露出下面的白色礼服 变出白色礼帽 和单边眼镜戴上 将头发变短 伪装成怪盗积德的模样 又变出扫帚 骑着飞向大岛美术馆 我去帮快斗 飞赤目送小拳红子离开 主人 红子伪装的怪盗积德 看起来很娘娘腔啊 池飞时抬起头 沉默 黑袍帽眼下 一张无脸男的面具附在脸上 眼睛部位依旧没有开孔 飞赤反应过来 我差点忘了您看不到 就是红子打扮成了怪盗积德的模样 却打了个红色的领结 嗯 池飞池硬了一声 用戴着手套的右手摘下了脸上的面具 拿出一颗胶囊服下 又重新戴上面具 蜘蛛是幻术师 就是用高超的催眠手段 让人陷入幻觉中的一类人 对付这种人 眼睛反而是累赘 看到的未必是真实 那他就选择不用眼睛 他刚才就遮挡了眼睛 能摸到楼顶天台来 全靠飞翅指挥 但等会儿 如果只靠飞翅指挥 再默契 也会有一点点时间差 对付其他罪犯是够了 但对上蜘蛛这种顶尖杀手 那一点时间差 很可能就会成为失败的根源 这一次必须嗑药 飞翅上次退下来的蛇退粉末 他服用之后 能开启零食的蛇类的热眼 除了务实一次 为了看效果和计算持续时间 服用过两次 剩下的蛇退 他都装进胶囊里 一颗胶囊里 蛇退粉末的量 能维持热眼一个小时 他手里有五颗 就是留着对付蜘蛛的 这一次全带来了 服下胶囊后没多久 各种色块组成的世界 浮现在池飞池脑海中 大导美术馆有些看不清 观察到的世界 以它自身为中心点 呈圆弧扩散 就算不转身 也能看到身后角落 一只爬动的小虫子 那个一栋小点的热量 显现出偏黄的色块 与蓝色地面明显不同 看色块颜色深浅形状 能辨别出是一只苍蝇 搜 一张黑牌飞出 将苍蝇切成两半后 一个脚定入地面 池飞池上前将牌捡起 站起身 重新回到天台边 而前方两栋大楼中间 一张大网横在空中 形状与珠网一模一样 大概是制作材料的温度很低 深蓝的珠网 现在在他眼里十分醒目 附近还不止这一张珠网 一张张珠网交错 横着的 竖着的 笼罩了大岛美术馆周围 空中 还随风飘荡着一根根细细的珠丝 上方空中 一张珠网连接着两栋高楼 悬空着 桌网上趴了一个深蓝的 蜘蛛状怪物 还有一个黄橙红组成的人形 站在旁边 蜘蛛 这家伙 估计早就看到他和小群红子了 池飞池拿出手机 凭着记忆翻通话记录 热眼看手机 就是一块冰冷的方形状物 由于运转而散发出热量 部分地方多了一些烧暖的颜色 完全看不到手机屏幕上 显示的内容 不过 现在的翻盖手机 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 不需要看着屏幕 点击屏幕 可以用上下左右键选定 只要记得具体的页面 暂时看不到屏幕 也能操作 飞池发现 蜘蛛拿手机 身头窥屏 想来一把体贴指挥 主人用人眼的时候 他就用热眼帮主人 主人用了热眼 挡住了自己的眼睛 他就用舌眼 帮主人看手机 世界上哪有比他们更默契 蜘蛛 按了手机拨号键 快速按下移 下移 再按拨号 他记得请久的 通话记录在第二个 为 飞池 其实他们可以默契一波的 真的 电话那边 请久声音沉冷到 蜘蛛在论坛发了消息 他已经发现你了 具体说了什么 池飞池问道 July I see you 请久道 就这么一句 嗯 我也看到他了 池飞池挂断请久的电话后 面具下的嘴角微微扬起 将手机从耳边放下来 右手锤在身侧 手指快速在按键上按着 既然看不见屏幕 他也懒得 将手机放在眼前了 飞池从黑袍下爬到 池飞池右手袖子处 探头一看 手机屏幕亮着 显示出赏金殿堂的论坛页面 账号 密码已经输入完了 选定框又快速下移 选中登录 页面开始跳转 大概两秒后 登录进去的页面浮现 主 飞池刚想提醒 就看到 池飞池 手指又开始利落 按着手机键 选定框 咔咔咔下一道 第二排第一个发帖 再次被确认 跳转帖子 输入界面 Spider I see you 2 手机屏幕上 快速跳完字符 选定框 又咔咔咔 跳到发布选项 选中确认发布 发布成功 全程忙打 怎么了 池飞池问着 继续操作 退出论坛 清理浏览记录 没 没有 飞池突然有点惆怅 池飞池没追问 没事就去衣服下夺好 还有两分钟 飞池看了看 屏幕上 刚跳到21点58分的时间显示 更惆怅了 转身钻进衣服下 好的 主人 主人连时间都记得 他好像完全没有发挥的余地了 池飞池将手机关机 收好 就静静站在原地 观察着上方珠网上的蜘蛛 距离怪盗基德预告的晚上10点 还有一分钟 大岛美术馆里 黑羽快豆和白马炭 还在玩手铐游戏 白马炭拿出一个手铐 咔擦一下 将黑羽快豆的右手铐住 黑羽快豆 立刻用魔术手法脱离了手铐 抬着右手朝白马炭得意笑 嘿嘿 白马炭一头黑线 继续靠 黑羽快豆脱离手铐 白马炭 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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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另一边靠在自己手腕上 黑羽快豆暗自咬牙 凑近白马炭 瞪 白马炭也毫不退让 回瞪 两人被同一副手铐靠住 互相瞪着 一起回到放宝时的展厅 守在周围的警察之一出生 钟森警官 预告时间已经到了 钟森迎三握紧拳套 好 来吧 积德 被靠住的黑羽快豆 他被一个黏人精粘住 来不了了 早知道今天洪子提醒他 这是白马陷阱的时候 他就该告诉飞驰哥一声 让飞驰哥来救场 作为他老爸的徒弟 多少也能替他假装积德一会儿 只要让白马炭这家伙分神一下 他就能找到机会脱身了 等了片刻 展厅里依旧安安静静 白马叹低笑起来 盯着黑羽快豆豆 看来这次是我胜利了 好了 你就如是招供吧 乖乖招出你的真面目 哈哈哈哈 美术馆里突然传来 怪盗基德那特有的嚣张笑声 钟森迎三立刻如临大敌 仰头看去 你是 一个穿白色礼服 披着白色披风的怪盗基德 从高处降下 落在宝石展台上 怪盗基德 钟森迎三 喊出最后四个字 什么 黑羽快豆惊恶 看着那个突然冒出来的怪盗基德 怎么可能 白马叹也吓了一跳 转头确认 黑羽快豆还在身边 按照预告函 我就收下这块宝石了 展台上的怪盗基德 拿起手掌大的粉色宝石 对钟森迎三说了一句 一挥手 扫帚出现在手上 黑羽快斗呆 扫 扫吧 怪盗基德跨上扫帚坐着 慢慢腾空 引得周围警察一阵低呼 好厉害 这是什么新魔术吗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钟森迎三恼怒吼道 是 一个警察启动了之前准备好的机关 一个个手铐 带着铁链飞出去 将怪盗基德手腕 脚腕 扫把握把 全部靠住 讨厌 其扫把飞在半空的怪盗基德 低呼一声 钟森迎三呆滞 讨厌 基德这是 娘化了 黑羽快豆 看着这个怪盗基德娘气的红色领结 娘气的做扫把姿势 娘气的反应 顿时猜到是小拳红子 一头黑线的旧场 首先 一发扑克牌飞出去 打在变电器上 切断电源 之后 又默默用扑克牌 切断了靠住小拳红子的飞链手铐 最后 等他脱身 等小拳红子离开 他就找机会 去跟小拳红子碰面 简直完美 小拳红子 见手铐的铁链 被扑克切断 骑着扫把 飞出美术馆的窗户 好 现在只要摆脱警方 等持飞持拖住蜘蛛那个讨厌的家伙 他就可以拿着宝石 跟黑羽块豆碰面 然后威胁黑羽块豆 要是不臣服于他 他就不把这块宝石交出去 简直完美 看到我了 高空中 蜘蛛穿着黑色的夜行衣 看到论坛上的帖子 低头看了看 依旧站在天台上的黑袍人 嘴角露出一丝吃笑 收起手机 戴上半块铁面具 面具眼睛部位 同样被挡住 留了三个红色的圆灯 戴好面具后 蜘蛛突然嘀嘀 笑了起来 伸出手 两根蛛丝在手中穿过 蜘蛛可是感知最敏锐的烈食者 我可爱的目标们 迎接噩梦吧 一根蛛丝 随风飘向那边 从窗户做扫把 飞出来的小拳红子 一根朝下方坠落 落向天台上的黑袍人 那位小姐是七月的同伙 还是怪盗基德的同伙 亦或者 为了怪盗基德 求助了七月 提供了她的信息 那都不重要 七月自始至终没有抬头看过 根本不可能 发现她就在高空中 等她收拾了那位小姐 拿到宝石 再调出怪盗基德 把怪盗基德解决掉 再顺着她的蛛丝 把那个故弄玄虚的赏金猎人 七月找出来 干掉 简直完美 下方 楼顶天台上 驰飞驰发现一根细细的深蓝丝线 从空中飘下来 一端落到她的帽檐上粘住 袖子中 一根黑色的铁棍悄然滑出 末端被驰飞驰的右手稳稳抓住 这一次 她不是冲得弄死蜘蛛来的 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价格 是五千多万美元 一个蜘蛛的价格是一千多万美元 还是不够 买一架阿帕奇 不如先和琴九联手 赚一波开赌局的钱 只要她赢了 或者不分胜负 就有得赚 最好的结果是 不分胜负 之后看还有没有开赌局的机会 赚她几笔 再想办法逮住蜘蛛 等蜘蛛被小泉红子吸引了注意力 她就可以借用一下蜘蛛的珠网 偷偷摸过去 给蜘蛛来一连刀 顺便还能试试 自己现在跟这个世界的世界顶级比起来怎么样 简直完美 真是好险 小泉红子飞出了美术馆的窗户 刚松了口气 突然察觉 有一道危险的目光盯上了自己 神色一灵 来了 蜘蛛靠着蛛丝 悬停在小泉红子上空 看着小泉红子 进了珠网包围圈 突然露出戏谑笑意 猎物进网了 天台上 驰飞驰手中的黑棍 突然伸长 弹出弯跃般的刀刃 跃出天台 踩到一张珠网上 借力席向蜘蛛后背 空中 一张张庞大的珠网 渐渐亮起金芒 将小泉红子退路全部封锁 正前方 三个红色圆形的光点 也随之亮起 渐渐扩大 如同黑暗中 盘踞在珠网上的蜘蛛 露出了三只星红的眼睛 小泉红子明知道 不能看那三个红色光点 双眼却如同被那三个红点 黏住了一样 怎么也移不开视线 同时 也发现她的手脚在渐渐发僵 脸上的惊恐表情 也在一瞬间凝固住 呵呵 蜘蛛低笑着 口中发出的声音 变得空灵虚幻 这位小姐 稍微和我玩个 话没说完 蜘蛛脸上的笑 瞬间消失 刚才她在右下方的珠网上 动了一下 是她感觉错了 不 那个方向是 后方 黑袍人影悄然升空 右手高举的镰刀刃 森寒 狠狠向下方的蜘蛛劈卡而去 最后一秒 蜘蛛快速用一根蛛丝拉动自己 朝侧前方闪去 搜 镰刀刀刃擦着蜘蛛脸侧而落 砍在不知名材料的金色蛛丝上 滑动间 发出刺耳的支鸽声 蹦 一根蛛丝断裂 蜘蛛被蛛丝带着 往一边闪 看到被砍断后 弹起来的金色蛛丝 脸上仍带着一丝惊恶 七月 那家伙什么时候发现她的 而且 这把镰刀居然砍断了她的蛛丝 蜘飞蜘收住镰刀去世 也无语了一瞬 她一镰刀居然才砍断了一根蛛丝 这家伙的蛛丝 到底是用什么做的 蜘蛛没有再分神 愣了一下之后 趁着被蛛丝拉到侧前方 顺势在珠网上一滚 控制周围金色珠网黯淡下去 珠网间悬挂着一块块与夜空铜色的幕布 在蜘蛛熄灭了珠网 闪进一块幕布后方之后 整个人也如同突然消失了一般 当然 那是在正常人眼里 蜘蛛飞蜘踩了一下珠网 快速袭向那块黑幕 手中的镰刀再次扬了起来 热眼下 那个人形的热量体 跟周围完全不是一个颜色的 它甚至能看清 蜘蛛躲在幕布后的一举一动 蜘蛛感觉到珠网上又没了重量体 有点摸不准幕布外的情况 咬了咬牙 闪身出了幕布 这混蛋 催眠了再说 金色珠网再度亮起 蜘蛛面具上的三个红圆也再次亮起光亮 声音变得空灵 陷入恶 催眠 持飞持黑 跑下的左手 快速按下了口袋里的小号录音机的按键 蜘蛛的催眠术 应该是利用面具上的红色圆形光点 再加上声音引导 使人陷入催眠状态 同时 红色圆形光照 也能让蜘蛛去构建幻景 看清幻景 只要它不用眼睛去看蜘蛛 就能让蜘蛛的能力废掉一半 剩下声音引导那一半 那就更简单了 碰咚 咚咚 震耳的重金属乐曲突然响起 回荡在夜空中 蜘蛛被震得猛了一下 后面的话愣是没能说出来 连一张张珠网都再次暗淡下去 原本进入被催眠状态的小拳红子 被震得一个机灵 又被声音响亮的乐曲声吓了一跳 跟扫把一起往下坠落 大倒美术馆 钟森银三带着一群警察 冲出美术馆 刚抬头准备搜寻一下怪盗积德的身影 就被突然响起的乐曲吓得齐齐一个亮呛 全部摔倒在地 后面跑出来的黑雨快抖和白马探也没杀住车 几乎同时摔倒 滚成一团 空中 石飞驰右手镰刀重重 砍向呆滞的蜘蛛 只要看不见 它就不会受蜘蛛那三个红色光点的催眠影响 只要周围的音乐够响够嗨 它就听不见蜘蛛的声音引导 物理破换 了解一下 感受到致命的死亡危机 蜘蛛惊醒 快速朝一旁躲闪 手中也出现五根锋利的铁针 潮扑到一半的那道黑袍人影飞出 驰飞驰快速压低身形 落在珠网上 躲开铁针 继续挥镰刀冲过去 咚咚咚 砰砰打砰 The Secret Side of 咚咚打 Ineverly T.C 狂躁的音乐 狂野的歌声 美术馆前 一群警察坐起身 茫然抬头看向噪音来源 空中 两个黑色人影在四处辗转挪移 由于珠网间的目不遮挡 在下方的人看来 那两个人好像会闪现一般 不时出现 又不时消失 被长长黑袍笼罩全身的人影 手持镰刀 不断砍向另一个人 攻势狂暴又灵巧 任口在月光下 泛着森冷的白芒 像一道道白色弯月牙 笼罩着对方 而另一个一身黑色夜行衣的人 不断躲闪 不时丢出一根根尖锐的铁针 干扰 逼退 白马探也揉了揉头坐起来 嫌弃地看了一眼 跟他摔倒一起的黑羽快痘 抬头往空中看去 顿时一愣 蜘蛛 黑羽快痘 也看向空中的两个人 蜘蛛 他认识 另一个 石飞驰曾经说过的话 在脑海里想起 蜘蛛是我的目标 该不会是他那个冷淡老哥吧 听着震耳欲聋 极其嚣张 丧心病狂的重金属音乐声 那个人真的会是他老哥吗 中森警官 一个警察看到远处坠落的白色人影 连忙转头看中森银三 怪到饥得在那边 Phoebe's disagree 那野兽是如此丑陋 I feel the rage 我感到他的怒火 歌声依旧震耳 周围住户楼 一个个窗户 陆陆续续亮起灯 什么 中森银三咆哮着问道 音乐声 And you just can't hold it 而我已不能掌控 It's 警察只能凑到中森银三身侧 吼道 怪到积德在那边 一队去抓怪到积德 中森银三用尽力气吼道 剩下的人跟我弄清楚 那两个混蛋是谁 是 其他警察齐齐应声 完了发现 居然盖不过那音乐声 又起吼道 是 远处一栋大楼楼顶 琴九听到那边隐约传来的音乐声 愣了一下 转头看旁边用望远镜观察情况的福特加 怎么回事 福特加举着望远镜 呆了呆 大哥 已经打起来了 不过是在空中打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那边到底什么情况 琴九直接拿过福特加手里的望远镜 朝那边看去 两个人确实是在空中缠斗 一会儿消失 一会儿出现 就像会隐身一样 很玄奇 仔细观察了两人消失的地方 琴九在看到像是幕布边缘的东西后 就没再关注 只是障眼法而已 他关注的是 有一只金色的机械蜘蛛 在顺着网 慢慢靠向两人 不 准确来说 是在往持飞池身后靠近 在持飞池追砍蜘蛛时 那只机械蜘蛛 已经逼近到一定的距离 慢慢直起身 四只脚的尖端 对准了持飞池后背 嗖嗖嗖嗖 机械蜘蛛四脚 突然带着锁链弹射出 几乎同时 持飞池突然弯腰 顺着珠网从机械蜘蛛下方划过 镰刀尖端划过 机械蜘蛛腹部 带起一片火花 琴九继续用望远镜看着 看来 拉克也不是全然没有防备 是打算先解决那只蜘蛛吗 珠网上 持飞池在机械蜘蛛 腹部划过时 除了用镰刀 在机械蜘蛛腹部划了一道 左手还悄悄在机械蜘蛛腹部 和后两只脚上 快速贴了胶带条 就是他之前跟阿里博士 一起做的自发热胶带 除了机械蜘蛛腹部和后脚 蜘蛛本人背后 也被他之前 趁机粘了一条细细的胶带 胶带条散发的热量不多 但很均衡 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这也是他为对付蜘蛛准备的 如果蜘蛛混进人群里 或者跑到周围温度 与人体相差无几的地方 他的热眼就被废了 而只要贴上胶带条 盯准那条绿片黄的细线 就能一直锁定蜘蛛本人 和这只机械蜘蛛的位置 蜘蛛剑驰飞驰 被机械蜘蛛分散了注意力 总算从黏着不放的锥砍中脱身 袖子里飞出一根蛛丝 粘住远处一道蛛网 让蛛丝拉动自己离开的同时 嘴角露出冷笑 右手伸进怀里 他之前还想催眠一下这家伙 不过距离最近的一次追砍之下 他抬眼看清了 这家伙居然戴着挡了眼睛的面具 对方根本看不见 不仅声音引导没用 他面具上的红灯也没用 一个人看不见 在狂躁的音乐声中也听不见 那到底是怎么锁定他的 红外探测 无所谓了 这家伙绝对没想到吧 他还带了呛 在蜘蛛右手伸出怀里的同时 三张黑牌前后飞出 一张切向蜘蛛的手腕 一张切向拉蜘蛛离开的蛛丝 最后一张飞得慢一些 在蜘蛛为了避免右手手腕受伤 将手往上抬了一些的时候 切进枪管中 由于拉动自身的蛛丝被切断 蜘蛛也朝下坠落 驰飞驰已经从机械蜘蛛身旁脱身 跟着跃下蜘蛛往边缘 镰刀再次朝蜘蛛砍去 从打斗开始 他就没用过飞牌 一直近身缠斗 面对蜘蛛飞出的铁针 也是能躲则躲 就是为了留底牌 双方都是手段齐多的挂笔 必须要计算清手中的牌 在最合适的机会打出去 蜘蛛在往下坠落的同时 袖子里再次弹出蛛丝 绑上旁边大楼的铁杆 稳住下降的身形 持飞持黑袍下 左手也丢出一道细锁链 拴住上方的蛛丝 在蜘蛛上方悬空时 镰刀再次挥砍过去 蜘蛛手里的蛛丝延长 带着自己往下继续往上降落 让本该腰斩他的镰刀 从头上砍过 将旁边大楼的玻璃砍得粉碎 攻击被躲开 持飞持也不意外 没有跟着下坠 反而让拴在左手腕上的铁链 拉着自己上升 回到上方蛛网上 双方第一次将距离拉得这么远 蜘蛛心里却骤然不妙的感觉 对方明显做足了准备 他可不信 对方没有拿枪 之前 对方左手要控制锁链 右手要拿镰刀 空不出手来 但如果回到了蛛丝上 有了落脚点 就不需要再用左手控制锁链了 果然 那个黑袍人 在回到蛛网上后 立刻换了左手拿镰刀 右手一把枪的枪口 露出黑袍 对准了他 咻 咻 三颗子弹快速打出 冲蜘蛛的手 头 脚打去 持飞持 这是防备蜘蛛 穿了防弹衣 蜘蛛脸色一变 咬牙立刻让蛛丝回声了一下 拧身背对着枪口 一颗子弹 打在蜘蛛后背 并没有穿透 剩下两颗子弹 一颗从蜘蛛腰侧飞过 一颗 从蜘蛛脚下飞过 频频打碎两块大楼的玻璃 持飞持青吃了一声 这混蛋 果然穿了防弹背心 大楼里 钟森迎三正 带着一群警察爬大楼 持飞持和蜘蛛 已经打到忘了外界的声音 但那狂暴的重金属音乐 一直没有停止 I feel it deep within 我像是被困在深潭里 It's just beneath the skin 在这副皮囊下 I must sound fast at I feel like a monster 我必须坦白 我就像恶魔 I hate 一群警察听得都忍不住 跟着节奏微微点着头 往楼上爬 平 平 旁边的窗户突然碎裂 玻璃碎片纷飞 钟森迎三前方的地上 多了两个还在冒烟的弹孔 钟森迎三停住脚步 脸色在一瞬间变得铁青 总算明白过来 那两个人不像基德一样 从来不杀人 两个人都带着枪 这简直不能忍 撤 这已经不是他们搜查2 可能应付的了 他要上报 让警备不特殊 骑骑搜查队出动 还有第四机动队 第六机动队 而现在已经有附近的民众 被音乐声惊动 他们必须先回去 保护民众安全 大楼外 蜘蛛已经准备撤了 让机械蜘蛛 悄悄跑到前面支网 用蛛丝拉着自己飞离 驰飞驰也拉了蛛丝 跟着搭顺风车 想跑 不行 随着两人远离 音乐声也跟着远离 白马探一手扶墙 揉了揉眉心 抬起头 常常松了口气 那阵耳朵的噪音 总算离远了 黑雨快抖靠墙站在一旁 放下捂住耳朵的双手 也跟着松了口气 他一点都不想跟上去凑热闹 不仅危险 还折磨人 是 他们已经离开了 跟着音乐声搜寻就行了 重金属音乐 唱着我是恶魔什么的 钟森迎三 带着一群警察 风风火火下楼 对着对讲机那边咆哮 另外 请让电视台和广播配合 通知民众 听到音乐声 立刻到屋里躲好 不要接近窗户 那两个混蛋身上有枪 我再重复一遍 不要让民众接近窗户 黑雨快斗 又默默捂住耳朵 钟森警官 去找积德的小队 又折返回来 我们过去的时候 积德已经不见了 钟森迎三刚点了点头 白马探救 神色沉重地迎了上去 那两个打斗的人里 其中一个是世界顶级杀手 相比起积德 蜘蛛才是危险人物 我知道了 钟森迎三 感觉耳边还有狂震的音乐 下意识地大嗓门喊了一句 白马探刘海的发丝 被咆哮 吹得飘了飘 面无表情 他就是提醒一句 不用吼他吧 根据警察厅的消息 另外一个家伙是 赏金猎人七月 钟森迎三 继续咆哮时说话 黑羽快逗 转头看向那两个打斗的人 离开的方向 还能隐约听到一点音乐声 还真是他那个 日常一脸冷淡的老哥呀 等会儿 要不要用怪盗积德的身份 跟上去 看看能不能帮忙 呃 还是算了吧 那音乐不仅震耳朵 节奏还嗨得吓人 他怕池飞池 是脑子突然抽了 嗨过头连他一起看 他等会儿 还是偷偷溜走 先去找红子 把宝石要过来再说 白马探默默挡了一下耳朵 才继续问钟森银三 他们怎么对上了 好像是那个蜘蛛 忽然发帖挑衅七月 钟森银三咆哮 大概是他们 正好在附近约站吧 真是的 约站不会 找个僻静的森林吗 请不要吼了 白马探得到想要的情报后 乌鱼远离了钟森银三 摸着下巴思索 他很清楚 不是那两个人 正好约站在这里 蜘蛛是冲姬德来的 也就是说 蜘蛛跑来日本杀姬德的同时 还忍不住手剑发帖子 挑衅了一下 日本当前正火的赏金猎人七月 结果就被七月堵在美术馆外面砍 这是觉得 日本的赏金猎人都是菜鸟 可 好吧 他在今晚之前 也是这么想的 不过看过七月那恐怖的身手和反应能力后 他已经不这么想了 而且 七月好像可以免疫蜘蛛的换术 总之 手剑真的要不得 也不知道蜘蛛现在有没有后悔 蜘蛛很后悔 蜘蛛肠子都悔轻了 身后黑袍人一直紧追不舍 还不时从大楼间跳到他前面 逼他改变原本的逃窜方向 而围绕他的音乐声从来没停过 The Nightmares Just Begun 夜眼才刚刚开始 I Must 两人掠过一座大楼 互相频频砰砰交手 毁坏一排玻璃后 又继续往前 再度掠过一座大楼 I Feel Like A Monster 我 我就像是恶魔 I Feel Like A Monster 我 我就像是恶魔 I Feel Like A Monster 一座大楼楼顶 福特加听着炸裂的音乐声 从下方掠过 忍不住跟着唱了一句 转头对勤酒感慨道 拉克今晚好像很高兴啊大哥 我从来没听过这首歌 勤酒沉默 看出手机看时间 晚上 十点三十七分 无法反驳 这首没听过的歌 真的嗨得不一般 不过 歌不是关键 关键是 警方快来了 还会是特殊气息搜查队 他不幸 拉克不清楚这一点 但拉克 似乎还打算追下去 已经打了三十七分钟 要是再继续下去 等两个人体能消耗得差不多 只怕是双双落网的节奏 这可不在他们说好的范围内 原本警方出现 就可以直接撤了的 赌局胜负 自然有人判定 拉克不会失控了吧 勤酒眼皮跳了一下 给那一位发着邮件 转身朝天台入口门走去 大哥 福特加一货跟上 我们这就走了吗 不再多看会儿热闹 热闹多好看啊 那两个人 就像是飞在空中打的 勤酒侧目看了看福特加 突然觉得心累 低头看了一下那一位的回复 拨通电话 基安帝 准备行动 勤酒 都已经快十一点了 那边基安帝道 好吧 我知道了 地点呢 嗯 你在酒吧吗 勤酒关上身后天台大门 挡住渐远的音乐声 又沉默了一下 地点 那两个人移动着打的 而且移动方向也没个规律 他怎么知道 等会儿会打到哪里去 先准备一下 搭直升机过去 他 选择高空锁定 晚 十点四十七分 毛利珍探视误所 毛利小五郎 依旧在看冲野杨子的演唱会重播 喊个不停 杨子小姐真是太可爱了 杨子小姐 我爱 毛利兰带着洗漱好的柯南出洗手间 脑火提醒道 爸爸 柯南该睡觉了 就算不睡 也请把电视声音调小一点吧 有什么关系吗 毛利小五郎嘀咕着 不过还是拿起了遥控 准备把声音调小 电视机里 冲野杨子演唱会的画面突然跳转 嗯 毛利小五郎疑惑放下遥控 电视机里也传出女主持人严肃的声音 这里是日卖电视台 现在紧急插播一条报道 打着哈欠去房间的柯南停住了脚步 疑惑转头 突然紧急插播的报道 发生什么大事了 今天晚上十点整 在日本高空中出现两名危险人物打斗 重复一遍 住在高层的民众 请注意安 听到音乐声 请远离窗户 柯南无语走过去 凑到毛利小五郎身边 抬头看电视 两人高空打斗 是什么鬼 听到音乐声远离窗户 又是什么意思 大叔不会再看电影或者娱乐节目吧 不对啊 电影或者娱乐节目 不太可能拿日卖电视台开玩笑 电视里 女主持人似乎待在直升机里 神色严肃 根据警方调查 确认打斗的两个人 一人是世界顶级杀手蜘蛛 另一人是赏金猎人七月 危险性很高 在街上的人 请找地方回避 待在家里的人 请务必保证自身和家人安 听到音乐声 不要靠近窗户 七月 柯南有些意外 那家伙 不是这种高调的人吗 七月 飞驰哥 阿丽博士家 正打算去睡觉的灰原哀 停住脚步 走到沙发前 沙发上 阿丽博士转头解释道 刚才突然插播的报道 七月和一个世界顶级杀手打起来了 已经惊动了警方和电视台的人 灰原哀不打算去睡觉了 也坐到沙发上看电视 电视里 女主持人再三叮嘱之后 又道 现在打斗已经持续了51分钟 让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情况 画面跳转 好像是直升机外的低空拍摄 在画面变化的同时 My secret side I keep 我秘密的一面 Hit under lock and key 被锁住 被隐藏 I keep 超high的音乐中 直升机的强光探照灯下 蜘蛛那金色的珠网也无处隐藏 隐隐反射着金色 一张张分布在大楼间 一只庞大的金色机械蜘蛛 在前方不停地织网 穿着夜行衣 头上戴着奇怪面具的男人 快速冲到一个珠网边缘 往下面一张珠网坠落的同时 手里的枪快速 频频往上开了两枪 后方 一个浑身笼罩在黑袍里的人 侧身躲开下方打来的子弹 丢下一个烟雾弹 在烟雾笼罩中 快速移动到下方珠网 刀刃长而森然的镰刀 快速朝对方砍去 频频频 竖到窗户倒霉 玻璃被子弹 被镰刀尖端打破 The night has just begun 夜眼才刚刚开始 ISD 夜行衣男人 快速侧身躲开 手中不知何时出现的三根长针 钻井后 狠狠朝旁边的黑袍人刺去 黑袍人左手突然射出一条锁链 绑住旁边的大楼 借力之后 自身带着镰刀划过一道弯月 避开攻击 也将夜行衣男身侧的衣服 划了一道大口子 要不是躲闪及时 夜行衣男人 恐怕已经被镰刀腰斩了 I feel like an anster 我 我就像是恶魔 夜行衣男躲避时 手上再度飞出银针 同时快速朝前方一侧大楼闪去 I feel like an anster 我 我就像是恶魔 后方 黑袍人再度跟上 频频啪啪啪啪 无数窗户玻璃 大楼外墙倒霉 I feel like an anster 同样的插播 在东京各家各户 各处商城大荧幕上播放 电视机前 阿力博士和辉云iPhone中凌乱 打得很精彩 像电影 不对 电影都不敢这么演 真的是在高空打斗啊 但这是哪个家伙给配的音乐 都出了这么大的事 居然还像电影一样 给这场面配BGM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能不能严肃点 电视机里 画面再次转到直升机里 女主持人认真道 就是这样的音乐声 听到情远离窗户 之后 又是嘉宾采访 根据公安部的消息 蜘蛛没有行动放音乐的习惯 七月当然也没有这种习惯 两个人平时都是很神秘的人 也都很低调 至于今晚 我想 大概是他们需要一点仪式感吧 也可能是想让自己更加热血沸腾一点 具体是谁在播放音乐 我们也还不清楚 阿力博士 原来是那两个人自播 BGM 这样 就可以热血沸腾一点吗 这个确实很嗨啊 会玩 会原爱 飞驰哥很反常啊 到底是怎么了 难道跟那个叫蜘蛛的家伙有仇 也对 那是世界顶级杀人 肯定不是好人 一家酒店 贝尔摩德看着电视 听到那句仪式感 嘴角微微抽了抽 低头看了看手机上的信息 他宁愿相信 拉克是突然神经质了 目前特殊奇奇搜查队已经就位 并对两人喊话 电视里 画面再度跳转 似乎是另一架直升机 一个中年警察在咆哮 再次警告 请门 立刻停止泄斗行为 放下武器 狂躁音乐声 I ST sound fast that I feel like I answer 我必须坦白 我就像恶魔 中年警察深呼一口气 喊话声居然盖不过音乐声 好气啊 警告 警门立刻停止 音乐声 I gonna lose control 我已失去控制 Harry Southern Radical 有什么是如此暴躁 中年警察一头青筋蹦起 有什么是如此暴躁 没有了 现在没有比他心情更暴躁的了 给我将声音调大最大 两个混蛋 闷给我听好 最后一次警告 立刻停止 咆哮声 好像在整个东京的夜空中回荡 电视机前 贝尔摩德扑哧笑出了声 笑着笑着 脸上的笑意却渐渐散去 他很想跟那一位说一声 派什么直升机 都陷入警察包围了 别救了 救不了 趁早狙杀灭口吧 不过 听着电视里传出的音乐 贝尔摩德还是没有发邮件 他提了也没用 那一位不会就这么放弃拉克 反而让那一位多想 而且 这首歌 他还挺喜欢的 我秘密的一面 从未展示给我试图将它困入牢笼 但我已不能控制 所以请远离我那野兽 是如此的丑陋 我感到它的怒火 而我已不能掌控墙上的爪痕 在衣橱里 在大厅上 它马上就要醒来 而我却束手无策 躲藏在床底 躲藏在我的体内 躲藏在我的头脑中 为何没人来 将我解救结束这一切 我像是被困在深潭里 在这副皮囊之下 我必须坦白 我就像是恶魔 他没有听过这首歌 搜了一下也没搜到 不用想 又是某个神秘H弄出来的 能接触灵木原子和毛力兰 他哪能不知道H是谁 一开始 他只是想了解池飞池 才去关注苍木麻衣那些歌 一直到 熙辉 那种孤独又一样坚韧的感觉吸引了他 到 王飞 再到这首不知名字的歌 虽然不想承认 但他似乎要变成某人的粉丝了 贝尔摩德垂谋点了支烟 又看向电视 他不想看那个女主持人 在那里叽叽歪歪 换战斗画面啊 能再多听两句也好 原本他还纠结着 心里排一排喜欢的歌 熙辉和王飞 拿手占第一 现在不用纠结了 这首歌是第一 永远是他心里的第一 狂野的乐曲让人亢奋 声思力竭 又狂傲地喊着我 就像是恶魔 更是叛逆不羁 可是 就算仔细听完所有的歌词 又有几个人能明白那种 从期待救赎到绝望的心情 又有几个人能明白 所以倾远离我的痛苦 不止贝尔摩德 被泄斗行为影响的人 有些战战兢兢 但远离那一区域的人 都好奇 那嗨得过头的BGM 居然还想再听一听 可惜 战斗结束了 结束在晚上10点59分 在那一声响彻夜空的喊话后 两人齐齐丢了烟雾弹 风吹散烟雾之后 两人都消失了身影 某条巷子里 蜘蛛有些虚脱靠在墙边 缓着急促的呼吸 直到看着天上直升机撤走 才常常松了口气 虽然靠着蛛丝跑路 但打架也要费不少力气的呀 快整整一个小时的打斗 子弹打完 飞针丢完 之丝也快没了 更不用说体力消耗 他觉得再继续下去 自己不被砍死 也要被累死 成神贯注 不敢松懈 对精神的消耗也不小 他现在只想赶紧回去睡觉 如果不是本身 作为幻术师 对精力方面有过训练 他恐怕在中途 就已经错落百出 被抓住机会砍死了 而那个怪物 精力居然不比他差 就表现出的体力和耐力来说 恐怕还比他强 到了最后 他体力有些跟不上 被砍到了几次 好在他身上 不仅穿了防弹衣 手脚上也绑了防护工具 不然还真得受伤 更过分的是 能不能换首歌 能不能 同一首歌在耳朵边 炸了一个小时 他都快听吐了 他 突然间 蜘蛛感觉 一端拴在手指上的蛛丝 被碰了一下 神色顿时凝固 平住呼吸 抬眼看向向子口 向子口 黑袍人走进来 镰刀锤放在身侧 走动间 刀被擦在地上 响着轻微的寡蹭声 蜘蛛立刻握紧一个烟雾弹 凝神戒备 那东西对 我没用 就不用再浪费了 黑袍人抬头 露出那张神情呆滞的古怪面具 时间还早 我们继续 今晚不到凌晨 谁都别想睡 碰 蜘蛛丢下烟雾弹后 又飞出三根铁针 快速往后撤 很快 一个黑影挥着镰刀 从烟雾中冲出 刀刃准确地袭向他 同时 让他听到响兔的音乐前奏又开始了 随着两人重新开始移动 音乐再次席卷了街区 与之相随的 还有无数玻璃破碎声 二十分钟后 警示听直升机 又再次锁定 两个高空缠斗的人影 之前喊话的中年警察 深呼吸 深呼吸 问 有什么是如此暴躁 我最后警告一次 一架直升机比警方更早撤离 撤下直升机的福特加接了电话 挂断 转头对勤九道 大哥 他们又打起来了 警示厅的直升机和警察也过去了 勤九离开的脚步顿住 沉默 放在封衣口袋里的左手 紧紧握住了枪 问 有什么是如此暴躁 问 福特加低头看手机 又接起电话 说了两句 对勤九道 大哥 警方喊话之后 他们又跑了 勤九又沉默了一会儿 握警枪的左手渐渐放松 接下来别管了 他们再躲警方 福特加迟疑 那如果拉克被警方抓了 那就等他被抓了再说 勤九冷声打断 十多分钟后 晚十二点零四分 东京新宿区某一条街区 炸裂的音乐声再次响起 与此同时 还有破坏建筑窗户的噼里啪啦声 接到报警电话的警方再次出动 直升机又又一次锁定高空缠斗的两人 这一次 喊话的中年警察感觉有点暴躁不起来了 一脸木然道 能不能联系上他们 问问他们到底 想干什么 顺便问问他们 不累吗 可 旁边的年轻警察遗憾 这两个人之前都很神秘 中年警察无力摆了摆手 喊话吧 估计他们也没多少力气了 让下面埋伏的人准备好 追捕 别指望让他喊话 他不干了 随着喊话 下方再次烟雾弹加闪光弹一炸 两人消失了身影 埋伏在街道上的警察立刻行动 排查 只可惜 那两个人像是消失了一样 压根找不到人影 半个小时后 一个僻静公园上空 一只机械蜘蛛从空中顺着蛛丝落下 下方 一辆车前 毒蛇立刻上前 扶住了身上树到血口的蜘蛛 伤势怎么样 没事 蜘蛛道 赶紧走 离开东京再说 毒蛇忍不住道 Boss说 不该招惹七月 他觉得 蜘蛛简直有病 来杀鸡德 就好好杀鸡德 非要去挑衅七月做什么 如果不是他看准时机接应 他怀疑蜘蛛得死在日本 蜘蛛冷哼了一声 没有说什么 控制着机械蜘蛛 折叠收缩成篮球大小 早前他挑衅的时候 Boss不也没阻拦 至于现在 现在他也后悔好不好 早知道 他根本不会去招惹那个蛇精病 毒蛇将蜘蛛扶上车 又让手下 帮忙把机械蜘蛛搬上车 让手下开车离开原地 七月的情况怎么样 蜘蛛缓了口气 拿过一旁的医疗箱 准备清理身上的伤 没受伤 我只打碎了他的面具 看到他的脸了 毒蛇皱眉追问 面具下的脸缠满了绷带 蜘蛛闷声道 他从始至终就没用眼睛看过什么东西 他本来以为那家伙面具 带着红外探测器 等打碎面具之后 他一个催眠过去 放倒人 然后直接剁碎 剁碎 但没想到打碎了面具之后 下面那张脸缠满了绷带 到现在 他也不确定 红外探测仪器是不是在绷带下 又或者 那家伙 装了有红外探测功能的眼 明天离开日本 先闭一闭 毒蛇说完 心里叹了口气 最近组织诸事不顺 他们也该低调一阵子了 闭一闭 嗯 蜘蛛没什么力气再说下去了 人累 心也累 以前他觉得 没什么人惹不起 今天才明白 神经质又丧心病狂的人 是真的惹不起 曾经再危险的劲敌 他也不觉得自己会怂 不过这次心里是真的有点怯了 那首歌他现在只要一想 都还犯恶心 那种被缠着打斗到快累死的感觉 那种不断被找到 被袭击的感觉 他也不想再体会一遍 他还是闭一闭吧 顺便用一段时间来调整心态 背护挺 池飞池从窗外溜回家 缓了一下 打开客厅的灯 又去了厨房 将关机的手机开机 看了一下 未接电话一堆 勤酒的 辉原哀的 柯南的 小拳红子的 黑羽快痘的 柯南 看时间 是第一次打斗 尾七打来的 那小子是想跟他分享一下这件事 还是想再试试 他是不是七月 如果在七月追着别人砍的时候 他没接电话 那就很可疑了 还好他先前直接关机 这样一来 也可以解释为手机没电了 昨晚睡得早 手机放在一旁充电 忘了开机 这个解释没毛病 正翻着 勤酒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喂 不打了 我都到家了 没死吧 还活着 明天再说 简单沟通 挂电话 时飞时又给辉原哀打了电话 等那边接通后 直接到 别担心 我没事 明天再说 嗯 那早点休息 辉原哀猜到 池飞池累得够呛 也没有多说 池飞池挂了电话后 又给黑羽快逗 小全红子打电话 报了平安 把手机丢到桌上 将飞翅也放到桌上 飞翅 帮忙去我房间拿下东西 柜子右边最下层 白色塑料袋 好的 主人 飞翅立刻留下桌 出厨房 池飞池动手热了杯牛奶 等飞翅用尾巴 拖着塑料袋进厨房 又把塑料袋里的中药倒进锅里 一边喝牛奶 一边等着主药 现在去摊着 睡醒可能就爬不起来了 缓一缓 煮一点舒缓肌肉的草药 睡前泡个药雨 明天会好得多 主人 主人 飞翅养头土蛇性子 池飞翅懂了 找了个小碟子 倒了点牛奶进去 飞翅欢欢乐乐 跑到碟子前 将头搁上去 池飞翅喝了一会儿牛奶 突然问道 飞翅 蛇会觉得牛奶好喝吗 啊 飞翅茫然抬起头 这是牛奶 池飞翅 好吧 可能在飞翅看来 这只是奇怪一点的水而已 好像没什么特别的 飞翅评价了一句 又道 其实我比较想尝尝主人喝的酒 蛇喝酒会很奇怪 池飞翅想也不想到 会吗 飞翅看了看碟子里剩的牛奶 打算再将头搭进去 池飞翅 我会想起蛇泡酒 还有的人杀蛇 也会先用酒将蛇熏醉 飞翅 碟子里的牛奶 突然就有点喝不下去了昨夜东京的高空打斗 最早战斗的地点 持续了一小时的战斗 仅是听表态 追捕到底 怪盗积德 归还昨晚偷窃的宝石 第二天 黑羽快抖翻了几份报纸 看着一份报纸角落里的小版面 叹了口气 给池飞翅打电话 电话很快接通 喂 飞翅哥 黑羽快抖语气惆怅 作为怪盗积德出现以来 我还是第一次沦落到这种地步 辛辛苦苦一次行动 却只有一个小板块进行了报道 说正事 好吧好吧 用不用我请假 过去照顾 我又没受伤 我担心累 反正明天我们就放假了 不累 晚上把欠我的大餐请了 行 那我放学联系 对了 那家伙的情况怎么样 估计有一段时间 不会跑出来了 那现在在做什么 算账 分钱 分钱 昨晚我们那个组织的人 在赏金殿堂开了个赌局 我有份 闷 闷赚钱都不带我 那下次我跟他说 怪到记得要入伙 算了吧 敬了门 那个组织的视线 要么死 要么同流合污 对吧 我还是不掺和那边的事了 那昨晚算是大赚一笔了吧 还没算清楚 大概二百万左右 啊 才二百万 美金 再见 我去上学了 挂断电话 池飞池继续用电脑 跟请酒发邮件 算账 分钱 昨晚在警察来之后 他就没用过飞牌 真要拼起来 他的迎面比蜘蛛大 其实要杀蜘蛛 他玩可以在锁定蜘蛛后 一个重火器炮弹丢过去 或者选择毒杀 甚至昨晚在他吸引蜘蛛注意力后 可以让请酒远程安排人拘杀 但最终结果是 他没弄死蜘蛛 蜘蛛也没弄死他 赏金殿堂最终判断为平局 请酒既然知道 他会努力打出平局这个结果 自然就会在赔率上做手脚 保证自己这个庄家的收益 赏金殿堂里 不缺有钱人 再加上一群过了今天 不知有没有明天的亡命之徒 砸钱买乐子 都挺痛快的 说好了 双方合伙开盘 账算清后 请酒也干脆利落地转账 2亿2222万2222人 迟非迟 请酒大概不清楚 二有二货的意思 但这还是挑衅 绝对是挑衅 分钱可以联想到商业行为 而商人在有的时候 喜欢用手势表示数字 二有竖起大拇指 食指的表示方法 但要是将食指对准别人 就是手枪的手势 今晚是不是要开跟我的盘 Ropee可以把这个二理解为 V手势 Jim 持飞驰 噼里啪啦打字回复 可以 改天去英国 在人最多的地方 做一下这个手势 庆祝一下这次大传 Ropee剪刀手 在英国有侮辱人的意思 跟美国人数中指差不多 秦九要是敢在英国人多地方 对人群做这个手势 绝对会被群殴打死没商量 他就不信 秦九不知道这个含义 差点忘了 V手势在英国的含义不太好 要休息几天 Jim最近两天别找我 弗兰特还在休息 他需要易容之前 我会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Ropee 秦九这个小心眼 他不就是昨晚闹出点幺蛾子 想把所有人都折腾一会儿吗 居然用转账的方式 来按戳戳挑衅 池飞驰回复完 又看了一下其他人的信息 飞沫已经到美国了 跟绿川沙溪在一个城市 打算在城市边缘转转 挑选一个合适的据点 池飞驰给绿川沙溪转了账 让绿川沙溪去买一批电子设备 送到一个仓库 又把仓库的地址 给飞沫发了过去 晚上 池飞驰又去中华街找了家餐厅 宰了黑羽快痘一顿 刚回家就接到了辉原哀的电话 飞驰哥 博士说 明天带我们去伊豆的海水浴场玩 会员爱声音压得很低 似乎是在偷偷打电话 我担心没有精力带一群小孩子玩 所以先打电话跟说一声 有精力 不过没那个精神 池飞驰实话实说 昨天被音乐炸得头疼 他只想一个人静静待两天 那等会儿 阿丽博士打电话问 也不要勉强 嗯 知道了 过了一会儿 阿丽博士果然打电话过来 问池飞驰要不要一起去伊豆 池飞驰已有事要忙为理由 拒绝了 阿丽博士也没有勉强 电话挂得没多久 林木源子的电话又打进来了 飞驰哥 要不要去伊豆海滩玩啊 林木源子乐滋滋道 就只有 我和小兰我们三个去 不带他家那个小鬼 虽然也走到哪里都有案子 但好歹能一起玩 池飞驰 什么叫他去哪里 都会遇到案子 不存在的 那都是柯南的锅 而且出去玩老师带个小鬼 我和小兰的魅力 都被严重影响了 林木源子感慨 惊急 池飞驰提醒 就是他让我很苦恼啊 他很久没打电话给我了 林木源子气呼呼道 两边有时差 我又担心打电话过去 会影响他休息 他偶尔打个电话过来 就在说比赛的事 一点都不懂我 我这次就要去 找个可爱的男孩子 气死他 荆棘会回来 去找人家PK的 池飞驰道 林木源子遗憾 总算正经了些 好了 我开玩笑的 我只是趁着放假 想跟小兰一起出去玩一下 可不要告诉他哦 那么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 不去 我有事 好吧 好吧 那下次去玩再叫 挂断电话 池飞驰默默给大山迷打电话 大山先生 帮我在伊豆安排一条游艇 我一个人驾驶 不想让人跟着我 可是 您没有游艇驾驶证吧 就是因为这样才找安排 这 好吧 您自己小心 遇到紧急情况 要记得按报警按钮 还有 一个人去海上 一定不要潜涌 大山迷巴拉巴拉一通 才挂断了电话 去给池飞驰安排游艇 飞驰疑惑 主人 我们不是不去吗 只是不跟他们去 我们自己去 池飞驰到 一日 伊豆 阳光明媚 一辆游艇孤零零停在海上 没有固定位置 随波逐流 游艇甲板上打了太阳伞 飞驰趴在桌上养神 池飞驰穿了条沙滩裤 躺在椅子上 闭着眼睛养神 阿丽博士会带少年侦探团来医斗 林沐原子和毛利兰也会来医斗 多半会撞上 那他大大想起 是哪个事件了 记忆中 事件经过 凶案手法 凶手是谁 这些都有些模糊 不具体 看看他想不起来 他记得这段剧情里 辉游艾第一次主动向毛利兰伸出手 认真自我介绍 他不确定 他的存在会改变什么 所以想跟过来看看 确认一下辉游艾的心理状况 而不跟着那群人一起玩 一个原因是他想一个人静静 不想管什么案子 第二个原因则是 这个案子的死者 曾经在以前出海的时候 杀了凶手和其他几个人的父亲 凶手在听一个船员说漏嘴后 本来是打算带着那个船员去报警的 但这个船员也被灭口了 所以凶手才选择了下手杀人 他不觉得这么做是对的 也不觉得这么做不对 甚至不太喜欢那个凶手的性格 只是不想去看这个事件而已 柯南说 福尔摩斯是他的偶像 是他努力想成为的那个人 但柯南只是崇拜福尔摩斯那份冷静 如推理机器一般的天赋和能力吧 对于福尔摩斯的一些做法 柯南恐怕无法理解 福尔摩斯在法律之外 还有着自己对正义的标杆 支持私人报复 甚至有可能亲自目击杀人的过程 而不制止 如果死者长期加害于凶手 或者凶手已经消除了影响 福尔摩斯可能会选择 站在同情犯人的那一边 这与玩追求程序正义的柯南不一样 在《米尔沃顿》里 福尔摩斯目睹了贵妇人杀死米尔沃顿的过程 但因米尔沃顿恶贯满盈 在雷斯锤德警官寻求帮助时 选择了拒绝 如果我们出面干涉 未必能使这个人免于一死 是正义打倒了恶棍 不应忘记 我们应有的责任和目的 福尔摩斯还说 雷斯锤德 我恐怕无法帮助 我知道米尔沃顿这个家伙 我认为 他是伦敦最危险的人物之一 并且我认为 有些犯罪是法律无法干涉的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 私人报复是正当的 不 不必再说了 我已经决定了 我的同情是在犯人的一面 而不是在被害者的一面 所以 我不会去办理这个案件 还有 福尔摩斯曾让华生加入陪审团 帮凶手船长判定无罪 也曾宽容过犯罪的仆人 在推理的时候 福尔摩斯就像一架推理 和观察最为完美的机器 在四个签名中也说过 感情会影响清醒的理智 但福尔摩斯也有着人情味 其实 所有福尔摩斯探案集里 只有33%的罪犯被移送警方 有22%被福尔摩斯放走了 17%的罪犯死亡 16%的罪犯逃脱 有人说 那是老旧伦敦时代的影响 那时候的法律并没有那么正义 可是持非持绝的 福尔摩斯永远比柯南多了一些人情味 也更任性一点 柯南或许能成为福尔摩斯 但现在绝对不是 现在的柯南 只是一个光之魔人 就像一个无法明白 深陷泥沼与黑暗中的人的一点感受 身在光明之中 为光明之意高举着屠刀 要毁灭一切异端的魔人 当然了 比起柯南 他才是永远无法成为福尔摩斯的那个人 因为他从来都不以成为福尔摩斯为成长标杆 他一直觉得 这个世界弱肉强食 也并不是非黑即白 总有很多超脱规则 并制造新规则的存在 但也不妨碍 他喜欢福尔摩斯这个侦探 他没法讨厌柯南或者毛利兰这种人 这种人有时候 还是挺满心的 而且 每个人都有自己存在于是的信念和意义 作为朋友 不认同 但不代表不能包容 但能包容 也不代表他乐意去掺和 前世看这一顿 就觉得跟自己理念有冲突 为什么还要再去看个现场版 自找不痛快 还不如悠闲地在海上钓钓鱼 放松一下 桌上 飞翅趴着趴着 突然感觉搭在椅子扶手上的钓杆动了一下 立刻惊神了 主人 是不是有鱼上钩了 快 快 我的晚餐来了 持飞翅睁开眼 伸手拿过钓杆 收线 鱼钩上空荡荡 不仅没有鱼 连原本的鱼儿也没了 唉 又跑了 飞翅叹气 他只是想尝尝最新鲜的海鱼 不想吃游艇冰箱里的冰冻鱼 是主人说 可以帮他钓一条 不过这已经第六个鱼儿没了 主人今天还能不能钓上鱼 持飞翅默默把鱼钩重新甩进海里 这能承认自己钓鱼很菜吗 绝对不能 他不承认 主人 没放鱼儿 飞翅提醒 持飞翅重新闭上眼睛 愿者上钩 该钓到的鱼 没鱼儿也能钓到 飞翅侧头看着持飞翅的平静脸 愿者上钩 还有这个说法 怎么觉得 主人是在一本正经地忽悠他 远处海滩上 阿丽博士也带着 换上泳装的五个孩子 到了海边 下水游完一定要注意岸 我就在岸上等了 一定不要离我太远哦 阿丽博士交代 我们知道了 路上博士明明已经说了好多遍了 博士不跟我们一起去海里玩吗 空中 两只海鸥扑腾翅膀 低头看了看海滩上的阿丽博士一群人 冲着对方鸣叫 是这群人吧 跟他给我们看的照片上的人很像 一 二 三 四 三 五 只有五个人啊 不是说一共六个人吗 是吗 一 二 二 三 四 四 明明只有四个 哪里来的五个人 不对 不对 明明是五个 我数的没错 四个 五个 四个 一直到五个孩子下水完 两只海鸥吵累了 才暂时停下来 不管几个 凑近看看 就知道是不是了 好 那就下去看看 下方海里 柯南和辉原哀一脸无感地 被拉着玩海上捉迷藏 现在先决定 谁来当鬼 袁太跃跃欲试 下一秒 有点呆住 两只海鸥飞了下来 一左一右停在辉原哀肩膀上 转头 叮 灰原哀 什么情况 海 海鸥 光燕瞪大眼睛 看着两只海鸥 两只海鸥对视一眼 又再次飞走 哎 袁太伸手要追逐 不过等他反应过来 海鸥已经飞高了 五个孩子 只能目送海鸥飞向远处 混入了其他海鸥中 再也分辨不出 之前过来的是哪两只 我还想摸一下呢 袁太遗憾 不美也依依不舍地收回视线 他们好像很喜欢灰原同学 光燕笑道 不奇怪啊 因为灰原一直很喜欢小动物嘛 也因为它是森林公主吧 柯南偷笑着野鱼 灰原哀收回视线 撇柯南 某个人是在嫉妒吗 柯南无语 那有什么好嫉妒的 闷在说什么森林公主啊 袁太好奇问道 没什么 灰原哀又转头看了看海鸥飞走的方向 不是要玩捉迷藏吗 两只海鸥穿过同伴汇聚的地带 一路飞向海面上的一艘游艇 落在甲板上 鸣叫了两声 谢谢 知道了 驰飞驰睁眼应了一声 又对飞驰解释 小爱他们到了 两只海鸥停留了一会儿 再度飞向海滩的方向 游艇甲板上 一人一舌 继续咸鱼滩 飞驰感觉被太阳晒到 往桌子另一边翻滚 不经意瞥见没点反应的钓杆 主人 不放鱼饵就钓鱼 真的没关系吗 主人是不是被什么坏心肠的人骗了 不过 话到嘴边 飞驰还是没忍心打击吃飞驰 夏天天气好热啊 嗯 驰飞驰懒散应了一声 不知不觉 又到了夏天 连飞驰都没来得及冬眠 冬天就没了 主人 飞驰刚想找个话题继续尬聊 突然发现鱼竿冻了一下 又精神了 有鱼 有鱼 全真的能钓到鱼眼 驰飞驰伸手握住鱼竿 下一秒 直接被那边传来的强大力道带飞了 飞了 飞驰呆呆看着 驰飞驰飞向大海 愣了愣 连忙爬下桌子 从栏杆外探头看 哗啦 驰飞驰落进海里 一只下沉 刚打算往上游 就和一只大眼睛对上了视线 海里游着一只庞大的海中生物 黑背 圆眼睛后上有着一块白色椭圆形斑 视线下移 还可以隐约看到雪白的肚皮 这是 一只虎鲸 鱼钩就在虎鲸嘴里 连着鱼竿的线 在海水中飘飘荡荡 飘飘荡荡 嗨 虎鲸出声打招呼 声音清脆娇气 像个没长大的小姑娘 驰飞驰一脸平静地 看了看自己对面的大脑袋 松手放了鱼竿 转身往上游 别怕 虎鲸跟着上浮 我只是觉得奇怪 为什么有人钓鱼 居然不放鱼饵 想把拽下来看看 我不吃 别跑了 驰飞驰一直浮出水面 才常常舒了口气 居然掉到一只虎鲸 不对 应该说 居然被一只虎鲸反掉了 有点刺激 甲板上 飞驰探头看到 驰飞驰浮到海面上 松了口气 又很快惊奇到 主人 脚下有陆地 在上声哀 不用飞驰说 驰飞驰已经感觉到了 那只虎鲸 从自己下方浮上来了 咻 一道水柱 从下方将驰飞驰冲起 驰飞驰脸色顿时一黑 这是 把他当玩具了 他拒绝戏弄是调戏 原不行 死惊也不行 抓住游艇的护栏 脱离水柱后立刻翻身 再次往下坠去 蓄力 暴力破岩圈 Dun 栏杆边 飞驰看得目瞪舌呆 鹰 虎鲸猛了一下 带着哭腔拍海水 我没欺负 却打我 呜 打我 游艇被击起的水浪 一步步推远 飞驰看着 站在虎鲸背上的 驰飞驰越来越远 有点急了 主人 驰飞驰沉默了两秒 蹲下身 拍了拍虎鲸的背 放轻声音 好了 别哭 我道歉 他原本还想着 要是这只虎鲸被捶脑了 想吃它 他就咬一口 有毒牙在 大概能咬得动 先用毒把虎鲸放倒再说 不过这情况 还能怎么办 哄呗 哄不乖怎么办 再来一记破岩圈 锤乖了就没事了 锤不乖 那就锤傻 锤傻也就乖了 虎鲸不知是不是感知到了 驰飞驰心里的恶劣想法 默了一会儿 委屈道 好吧 我原谅 谁让那么好看呢 驰飞驰 见了鬼 他居然被一只虎鲸聊了 而且可能是单身久了 他居然觉得 有那么一点点被聊到 差点老脸一红 稳住 面不改色 能不能送我去游艇那边 好 虎鲸往游艇那边游 语气认真 其实不怎么疼 但也不能打我 驰飞驰嘴角微微一抽 不疼还哭 是 以后不会了 好吧 离游艇还有一段距离 虎鲸突然顿住 搜一下月出海面 听得懂我说话 驰飞驰又飞了 飞了 哗啦 在驰飞驰落水的时候 虎鲸立刻游过去 围着驰飞驰转圈 是族群里新出生的孩子吗 不对啊 长得那么像人类 栏杆边 飞驰眼巴巴看着游艇 又被海浪推远 主人 驰飞驰憋了口气 在漩涡里浮浮沉沉 体型大 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人家还真的可以 虎鲸发现自己带动的漩涡 将驰飞驰卷下去 连忙停下 游到下面 将驰飞驰拖到海面上 又往游艇飘走的方向游 疑惑问道 现在族群里的孩子 都长这样吗 驰飞驰躺在虎驰背上 伸手挡了下太阳 我二十岁 比我年纪大 虎鲸反驳 不可能 骗我 明明那么小一只 我是人类 驰飞驰解释 不过 我能跟很多动物交流 真的不是我族群里的同胞 不是 那跟我一样厉害哦 能跟驰说话吗 有的能 有的不能 这样啊 一分钟后 驰飞驰总算回到了游艇上 主人 飞驰搜一下 窜进驰飞驰怀里 蹭蹭蹭 我还以为 以后再也见不到了 驰飞驰 有点想念他家稳重的飞沫 哗啦 虎鲸从水里钻进来 头部趴到甲板上 压得游艇晃了晃 往一边倾斜 还不忘感慨一声 得传好小啊 驰飞驰将游艇上的毛放下去 免得又被某只虎驰弄走 或者压翻 就他一个人 要多大的游艇干嘛 而且 这游艇是长度十米的规格 已经不小了好吧 飞驰钻进驰飞驰的袖子里 好奇盯着虎驰 主人 好大的团子 这不是大熊猫 驰飞驰到桌子旁边 收拾地上的杯子和书 刚才那一晃 把他桌上的饮料和书都晃下去了 虎驰又叫逆几经 海里的生物 好 小蛇 虎驰趴在甲板上打招呼 飞驰愣了一下 搜一下钻出驰飞驰的袖子 一直跑到虎驰面前 仰头看了看 发现离得太近 对方可能看不到他 又快速移动到虎驰眼睛前 再次抬头看了看 发现对方可能还是看不到他 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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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驰飞驰收拾了地上的杯子 起身关注着 如果起了矛盾 飞驰可能一秒就被吞了 当然了 他也不比飞驰好多少 同样一口沫 不过看得出来 这只虎驰的脾气还不错 应该不会有危险 飞驰退了很长一段距离 只起身 蛇眼直勾勾盯着虎驰 虎驰茫然 我怎么了 持飞驰顿时反应过来 虎驰能听懂 飞驰在说什么 而飞驰之前那么大的反应 可能是因为听懂了虎驰打招呼 一只驰 一条蛇 可以夸物种交流 飞驰吓了一跳 我到底怎么了 虎驰好奇 说啊 不不 飞驰结结巴巴 们可以沟通 持飞驰帮飞驰 把想说的话说了 对 对 飞驰一个劲点头 又盯着虎驰 为什么我能听得懂说什么 明明我跟飞沫都听不懂 对方说话的 海里也有很多蛇 他们的语言我学会了嘛 虎驰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得主人也可以跟我说话 跟说话 飞驰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有道理 持飞驰收回视线 用冰水涮了涮杯子 倒了一杯冰水 默默喝了一口 不 一只虎驰居居然学会了蛇语 一点都没道理 不过 鲸驰发出的是超声波 它能听懂 也早就不科学了 没法研究 好吧 那自我介绍一下 飞驰也认真道 我的种族被人类叫做赤链蛇 我的名字叫飞驰 这是主人给取的名字 因为我跟其他赤链蛇不一样 我父母身上都有红色 我其他兄弟姐妹也有红色 就只有我是这个样子 而且 我的气味跟他们有点不一样 总之 因为我身上没有红色 所以 主人给我取名叫飞驰 虎驰静静盯着甲板上的飞驰 飞驰等了一会儿 有些疑惑地歪了歪头 是没有名字吗 虎驰委屈 没有 好可怜啊 飞驰口直心快地感慨一句 又很快安慰到 不过没关系 不要在意 那是因为没有主人啊 虎驰 有点扎心 总觉得这条小蛇 是在炫耀什么 实非是有点看不下去了 转开话题 的族群呢 虎驰是集群迁徙的生物 喜欢群居生活 少的族群有二至三只 多的族群 甚至多达数百只 每个族群 不是由实力决定领袖 而是由最年长的雌驰 担任族群头领 标准的母系群体 成员都是血缘相近的虎驰 他们一起生活 一起打猎 一起旅游 一起共享食物 再冷的地方 也会聚集在一起 围成圈睡觉 在小虎驰出生后 也有专门的虎驰教他们打猎 养育后代 雄性只负责出去打猎 在群体里很少会发现 父子 父女关系的个体 母子 母女关系 则比较稳定 另外 每个族群都会有自己的方言 跟其他族群略有不同 在旅行途中遇到别的族群 也会停下来聊两句 谈谈打猎心得 起矛盾 也会边打边骂 他们还有骂人 嘲讽的专用词汇 标赃化 也不是不可能 群体生活 母系社会 年长者受尊敬 语言文化 再加上雄性寿命达 50-65年 雌性寿命可达80-100年 继续繁衍进化下去 说不定 还真有可能成为地球上的新文明 不过也只是说不定 虎金是很聪明 但比起人类还是不够看 有人说 虎金大脑是人类几倍重 但智商可不是这么算的 人类本来就出自最聪明的灵长墓 成为智慧生命 也经历了无数进化史上 机缘巧合的奇迹 又在灾难中 一步步筛选出高智力的个体繁衍 诞生文明 又经过无数年的累积 形成了现在的文明 相比较来说 人类的智力 已经超过了虎金很多了 文明更是已经领先了 不知多少倍 池飞驰默默收回思绪 不 现在不能谈科学 他眼前就有一只能学会 其他物种语言的不科学虎金 在池飞驰走神的片刻 虎金也沉默了一下 闷闷道 我的族群 他们不要我了 很早以前就不要我了 池飞驰一愣 皱了皱眉 为什么 因为我跟他们都不一样 虎金不由看了看飞驰 这条蛇扎他心好几次 又看了看池飞驰 这个人类提到他的族群 想想族群 他更扎心了 这一人一蛇 差点用语言把他送走 小时候 我就跟其他精不一样 我小了圈 长得又很慢 三岁还是一小只 到了九岁 一个比我小三岁的妹妹 都比我大了 虎金说着 转头扑通一下 落进海里 池飞驰走到栏杆边 低头看了看海里的虎金 虎金朝一个方向游了游 又转头游到甲板边 是不是很小只 池飞驰目测了一下 这只虎金的身长 四米出头 绝对不足五米 虽然就身长来说 比他和飞驰都强得多 但虎金雌驰金 平均身长七米 最长的达到了八点五米 比起来是挺小的 你几岁了 十七岁 虎金又将头搭上甲板 压得游艇晃了晃 池飞驰蹲下稳住身形 顺便将滑向甲板边缘的飞驰 抓起来搭在手上 呼 飞驰汗了一下 谢谢啊 主人 虎金将脑袋搭在甲板上 声音变得更娇气 我也想要好看的人类抱抱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他能不抱吗 池飞驰走上前 伸手抱了一下 虎金的脑袋 虎金二十岁到二十五岁 才算成年 那个时候 体型才是最大的时候 你才十七岁 可能只是 长得晚一点 谢谢 虎金用头轻轻蹭池飞驰 虽然我一直长得很慢 但听你这么说 好受多了 池飞驰松开手 后退了两步 我不觉得 虎金会因为这个 把个体驱逐出族群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虎金沉默了一下 好吧 算是我自己走的 他们更喜欢弟弟妹妹们 不教我打猎 也不喜欢跟我玩 吃东西都是其他兄弟姐妹先吃 从来没有一次让我先吃 我只有最后吃剩下的 好可怜啊 非吃不由感慨 我以前也是 只有最后剩的小泥丘 才给我吃 很过分 对吧 虎金更委屈了 我自己学会了打猎 靠自己就打到了 很大很大的猎物 可是带他们去看猎物的时候 他们还是让其他兄弟姐妹们先吃 好过分 非吃同情 吃非吃保持沉默 这只虎金长得慢 太小个 族群大概是没打算让他去打猎 跟着玩 等着吃就行了 而对于一个族群来说 肯定要先攻强健的孩子长大 这只虎金打到的猎物 让其他虎金先吃 是过分 但换做其他虎金 恐怕也不会想太多 不高兴了闹腾一下 很快又好了 只是这只虎金不同 他有思想 有自尊 也会跟人类一样 对比自己获得的关爱 与别的个体相差多少 我觉得 他们一点都不在意我 就想试试看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跟着大家到这附近的时候 脱离了队伍 虎金顿了顿 其实我没走远 就在后面偷偷看着他们 可是 可是 我 他们都没找我 一直没有找我 直接就走了 实际是伸手拍了拍虎金的脑阔 以示安慰 那确实过分了 虎金一个族群 就像一个大家庭 某个成员遇到危险或者特殊状况时 其他虎金都会救援或者提供帮助 不会不管 放弃一只似乎不太健康的虎金 可能是优胜劣汰的抉择 但也不能否认 那个虎金头领过于冷漠 这只虎金妹子的母亲也是一样 这只虎金妹子的感觉没错 她真的会被放弃掉 就像人心 如果不试试 你都不知道自己会有多绝望 虎金声音依旧带着哭腔 那我也不要他们了 我自己也可以打猎 自己也可以生活 自己也可以玩得开心 讨厌 明明说过 我不会再哭了 持飞驰摸着虎金的头 傲娇的小姑娘 如果真的不在乎 又怎么会难过 飞驰盯着虎金看了看 憋了一会儿 低声道 别哭了 你哭起来好娘啊 我是女孩子 哭起来娘怎么了 虎金哽咽着反驳 不 不可以吗 行 行 飞驰低头想了想 可惜你太大了 一顿肯定要吃很多很多 我那些鱼还不够你吃一顿 而且我们家里放不下 不然可以让主人收留你 被主人收留 肯定就不可怜了 所以 遇到这种可怜又对胃口的 他就大方一点 让主人收留一下 没毛病 虎金想了想 他好像没考虑过 找人类求收留这种事 不过那好像不重要 这个人类他很喜欢 被收留就是一家人了 下一秒 虎金果断看向持飞驰 眼里 好像写了可怜巴巴四个字 我打猎很厉害的 我可以自己打猎 还可以帮你打猎 持飞驰考虑了一下 我不能带你走 虎金 听我说完 圈养的虎金 寿命都会比野外虎金的 平均寿命短很多 持飞驰盯着虎金 一字一句道 就算我给你建一个大池子 也不如大海这么大 也没有大海这么多新奇的风景 虎金 有道理 不过能不能别用 这么沉冷的目光盯着它 语气还那么严厉 有点吓虎金 当然 持飞驰放缓了语气 又伸手摸了摸虎金的脑袋 我可以把你放养在海里 不过还要考虑一个问题 我不能跟你一起生活在海里 也无法一直在海上陪你 甚至很长时间 会去做自己的事 没关系 虎金忙到 我可以等你 你要记得来看我 就是因为要等待 持飞驰声音放轻 给予之后再剥夺 是最残忍的事 快乐和幸福更是如此 虎金疑惑看了看 持飞驰的平静脸 可是至少有等的希望 也不算被剥夺掉 不是吗 持飞驰正了正 突然轻笑一声 在飞驰和虎金没看轻时 脸上的笑意又消失了 恢复了平静脸 你说服我了 你喜欢什么名字 或者说 喜欢什么东西 我喜欢的名字 不知道 虎金想了想 看持飞驰 至于喜欢的东西 就是你啊 持飞驰 它不是东西 不对 它是 这要怎么解释 而且 作为不同物种 能不能不要随便聊它 算了 想名字 其实叫神经就很不错 不行 好歹是个小姑娘的名字 虽然个头大 但声音软萌软萌的 还是别恶搞了 持飞驰忍住自己的恶趣味 认真想了想 飞驰 怎么样 以后不要自己偷偷离开 大海这么大 我会找不到你的 好 那你叫我一次 飞驰 再叫一次 飞驰 再叫一次 持飞驰怀疑鲸驰妹子 是在调戏她 没有在跟着飞驰的节奏走 回到沙滩椅上坐下 飞驰 你们虎金怎么看人类 为什么不吃人 虎金有伤人的记录 但很多时候 虎金跟驰金木的海豚一样 有时在人类落水时 还会将人托举出海面 难得遇到一只 有灵性的虎金 必须研究一下 人本来就不是用来吃的 飞驰想了想 我妈妈告诉我 能吃的东西里没有人 也没有虎金 觉得人是用来吃的 而且 人类会造那么那么大的船 很聪明 很厉害 跟那些 蠢鱼不一样 可是又很脆弱 掉进海里 不小心就死掉了 我觉得 人类真的好可爱 那么小一只 看到就好想保护一下 持飞驰心情有些复杂 人类有时候是很可爱 但有时候也很残忍 飞驰又挪了一下脑袋 靠近沙滩椅 双眼盯着持飞驰 咧嘴笑 把你拉下去 真是最正确的决定 第一眼看到你 就觉得你好看 你是我见过最好看的人类 越看越好看 所以 你不能打我 嗯 别乱戏弄我 就不打你 持飞驰面不改色 他可以免一虎金妹子的调戏了 当然 可能跟凑自己旁边那张血盆大口 有一定的关系 我不戏弄你 你放心 我会保护你的 飞驰声音很轻 却异样的认真 坚定 不会让其他动物欺负你 不会让其他人类欺负你 谁欺负我 就用尾巴打谁 持飞驰 第一次有生物跟他说 我会保护你 还是雌性生物 心情复杂到极点 那我呢 我呢 飞驰问道 飞离侧头看了看飞驰 好吧 也顺便保护你一下 被顺便保护一下的飞驰 心情复杂到极点 其实我真的很厉害 飞离又看向持飞驰 很认真道 我是要成为王的精 总有一天我要回去 告诉我们族群里的精 我虽然个子小 但我很强 持飞驰恶趣味上头 也神色认真道 我成为王 那你也就成为王的精了 飞驰猛了一下 理了李持飞驰话里的意思 又纠正道 不对不对 是成为王的精 不是成为王的精 总之 我要成为精的王 你是精王的男人 飞驰 他有点晕 持飞驰 他好像又被飞驰占便宜了 海滩上 少年侦探团跟毛利兰 林木原子相遇 这不是柯南吗 毛利兰一转身 就看到柯南一群人 有些惊喜 还有小爱和大家 原来阿丽博士说 带你们来的海水浴场 就是这里啊 真是的 林木原子撇柯南 每次带着小鬼出门 总是遇到案子 这次特地不带上他 没想到还是遇到了 有什么关系 大家一起玩 比我们两个人玩好多了 毛利兰笑眯眯 跟林木原子说了一句 又转回头 弯腰看一群孩子 对不对 林木原子先前埋怨 不过跟一群孩子 玩起水上皮球来 一点都不含糊 立刻就笑哈哈 跟三个孩子玩到了一起 灰云埃玩了一会儿 突然不想玩下去了 看了看一群人 迟疑了一下 还是没有开口打招呼 纠结着往沙滩上去 这种时候 应该打上招呼吧 在组织里 只要有价值 无论态度怎么样都没关系 但这是在外面 应该要表现出和善的态度 表现出小爱 毛利兰注意到灰云埃离开 好奇跟过去 弯腰问道 怎么不跟大家一起玩 灰云埃仰头看毛利兰 没什么 我想去休息一下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毛利兰关切追问 灰云埃沉默了一下 往太阳伞下走 没有 毛利兰愣了一下 叮嘱道 如果不舒服 一定要及时告诉我们哦 灰云埃回到太阳伞下 看了看那边跟孩子们 看他这边低声说话的毛利兰 坐到沙滩椅上躺下 看着头顶的太阳伞走神 被喜欢的感觉很好 但他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会被喜欢 上次在头神森林 做那些事都是池飞池带他去做的 今天海鸥落在他身上 可能只是巧合 如果没有池飞池 他不是公主 他没法像毛利兰那样温柔地对小孩子 没法像灵木原子那么开朗 甚至是喜欢冷着脸的池飞池 也比他更懂得跟人相处 刚才他的表现一定很糟糕 池飞池那么努力地让他变成公主 让他被喜欢 他一个人就把事情搞砸了 明明只要再勇敢一点 表现出一点点友善就行的 他果然还是不行 一只停在遮阳伞上的海鸥等同伴回来 又飞向远处 海上游艇 海鸥说完情况 又再次飞走 飞里已经跑去海上游泳了 顺便还用杯带着飞驰一起玩 池飞池坐在沙滩椅上 拨通了福山志明的电话 跟福山志明简单说了一下情况 治疗方面 还是得求助专业人士 身在美国的福山志明 听了池飞池的叙述 心情有点爆炸 他很想问问池飞池 有系统的学过心理学吗 有得到行医许可吗 本身还是病人 跟着凑什么热闹 啊 简直乱来 但也正因为池飞池是病人 是他的病人 那些话他都不能说 不然就太打击人了 沉默了片刻 福山志明语气温和道 你想帮助别人是好事 不过 还是需要专业人士的协助 你说对不对 所以我打电话给你 池飞池道 福山志明捂了一下心口 他的意思是去医院 如果他在东京 还可以跑去看看情况 可他不在东京 没有个准确的病情判断 光他在这边分析 有什么用 去医院做个检查 有个准确的结果 他也乐意远程指挥池飞池 去帮别人 说不定池飞池也好了呢 可现在这 福山医生 池飞池想了想 原意识体曾经的感受 我那个时候 很讨厌有人跟我说 没事 你只是压力大 放松一下就好了 你会没事的 你看 有人得了抑郁症 不是已经好了吗 我会突然烦躁起来 也根本听不进去 还有一种自己溺水了 可岸上的人在加油的感觉 他们觉得轻如鸿毛 我却快喘不过气来了 或许还有人在心里想着 都是富贵病 都是闲的 不 患上抑郁症的原因 也可能是基因影响 总有一些人比其他人 更容易患上抑郁症 这与贫穷或富有无关 福山志明坚定否认着 却又沉默下来 很多抑郁症患者 也意识到自己这样不好 可低落消极情绪爆发的时候 完全无法控制 就像慢慢再往水里沉 溺水的感觉 他能想象 但他没经历过 确实无法完全体会那种感觉 而且 有75%至80%的 抑郁症患者会复发 也正因为这是一种 应该严谨对待的病症 他才觉得 不该贸然做判断 到最后就有些麻木了 一天一天 一点一点都往下落 迟飞迟到 我在医院里治疗 配合着吃药 但我一点都不关心 为什么吃药 福山志明沉默听着 以前迟飞吃渴 从来没跟他说过这些 有的要会让我更困 只想静静坐着或者躺着 有的要有用 被关心的时候 心里会突然有一点点的喜悦 像是灰暗被点亮了一样 迟飞是将思绪 从原意识体那些记忆和感受中撤出来 不能再跟着沉浸下去了 刚才那么一会儿 他心口都有点发闷 但是我觉得 我说的那个小女孩 还没到麻木那种程度 福山志明认真思索了一下 我想确认一下情况 你知不知道 有种病症叫空心病 知道 时飞迟到 一般多发于优秀的人身上 觉得人生没有意义 内心空荡荡 只是为了别人给的某个标准而活着 却没有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看来你也看了不少书 我在美国学习交流 这段时间也在研究这种病症 福山志明道 这种病症的患者 在别人看起来 往往都是优秀的完美的 他们很懂得照顾别人 可别人 却感觉从来没看懂过他 其实他们自己 也未必能看懂自己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 看起来有 只是因为阴影 被努力隐藏起来了而已 而他们隐藏的原因 不是为了自己的某个目的 而是因为 别人给予的某个目的或压力 迟飞迟到 尤其是以爱为名的父母 当这类人觉得压力过大 没有阴影 可以供自己不完美的时候 就会走向极端 而就算撑过压力 某一天 那些压力不在了 感觉内心一片荒芜 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存在着 又为什么存在着 福山志明紧接着道 空心病有某些抑郁症的特征 比如 情绪低落 兴趣减退 就算为了别的原因维持着兴趣 也缺乏兴趣带来的乐趣和快感 有的医院会把这种病症 误判为抑郁症 但抑郁症的药物 对于这种病症根本没用 其实你一开始进医院的时候 我怀疑对你抑郁症的诊断不够准确 所以我要求进行第二次更详细的检查 并打电话对你的家庭情况 过往经历进行了解 确认你不是空心病 最后才下了诊断结果报告书 现在的问题是 既然你知道这种病症 那能不能确认 那个小女孩不是空心病 我能确认 池飞池平静道 虽然说 空心病多发于刚成年的人身上 而抑郁症不分年龄阶段 而那个小女孩差不多刚成年 等等 那个女孩刚成年 福山志明 有点风中凌乱 池飞池一只小女孩 小女孩的叫 他还以为是个十二十三岁 刚进青春期的孩子呢 结果刚成年 你说的成年 是指日本成年里的二十岁 还是福山志明追问 池飞池 十八 福山志明 你几岁了 不会是因为时间感知障碍 让池飞池出现了某种问题吧 池飞池 二十 福山志明心里松了口气 那好像不该叫小女孩吧 他在我眼里 就是个小女孩 池飞池道 福山志明一夜 好吧好吧 你继续 但是空心病 多是心理压力导致 患者不知道 自己存活的意义和价值 迟非迟到 他不是这样 我确定 池飞池确实很优秀 以前在组织的时候 也是日复一日的 在为组织研究药物 但是那个时候 池飞池也有自己的小目标 他有自己真正想研究的药物 在小白鼠发生变化之后 也会像个小姑娘一样 跟自己的姐姐分享 虽然组织里气氛压抑 都是神经病 但池飞池的心理状况 是在离开组织之后 才变得糟糕的 不能详细说说 福山志明追问道 不能牵扯到很多秘密 池飞池果断拒绝 好吧 福山志明哑然失笑 你还学会为帮助的人保密了 很好 那接下来 再确认一下 你对冰英的判断有没有问题 我刚毕业 到青山第四医院 任职的时候 就曾经把冰英判断错误了 我以为那个人 是因为失恋而抑郁 但实际上 真正的原因是 对方家庭的不和睦 和他母亲的不幸婚姻 我那个时候判断失误 差点就闯了大祸 你需要再好好确认一下 池飞池想了想 他曾经有个 跟他相依为命的亲人死了 他每次哭泣 都是因为那个亲人 不过我觉得 虽然有这个原因 但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 还是失去了唯一的依靠 和心灵寄托之后 又离开熟悉的环境 结果发现 新的环境与自己格格不入 甚至产生了自罪感 这一点 他也认真考虑过 在知道公野明没死的时候 辉元哀也没有绝望 他想过反抗 他想要一个说法 他在逃离组织 他没有想过死了算了 那时候的辉元哀 还在坚强着 所以 主因不在公野明没 之所以每次哭泣 都是在提及公野明没 这个点上 大概是因为辉元哀在想 如果自己的姐姐没死的话 不管她是什么样的 至少还有个人能够爱她 她累的时候 还有个人可以倾诉 有个人可以懂她 而那个人却不在了 永远不在了 其实能有个原因的哭泣 反而比无端的情绪低落 要好一点 自罪感 福山志明疑惑 他或者他的家人 曾经犯过什么错误吗 伤害别人的错误 福山医生 齿飞齿语气冷了一些 好 好 我不追问 福山志明哈哈笑了笑 有些习惯了 那该不该考虑一下 病因其实是那份自罪感 他觉得自己是罪人 而其他人是纯白无瑕的 别人无法接纳他这样的人 嗯 之后他又有了世界 没有自己容身之处的想法 而因为原本所在群体的一些问题 让他担心身边的人受到伤害 不得不刻意远离别人 内心又渴望着能够被接纳 持飞迟到 福山志明无奈 你说的情况有些复杂 我不太懂 为什么他会觉得身边的人会受到伤害 还有自罪感 他之前 福山医生 持飞迟再次提醒 福山志明这次没笑 叹了口气 你说不清楚 我没法告诉你准确的答案 我都试了一下 持飞迟到 福山志明 喵喵喵 这是什么意思啊 持飞迟说了一下自己的处理办法 首先 是公也明美的死 他开导过辉原哀 去试着接纳记忆 把记忆当成人生的一部分 然后是自罪感 他让辉原哀看一看 他也没好到哪里去 这世界还有很多人 也不是纯白无瑕的 再之后 又可以牵扯到容身之处这个问题 他是想偷偷给辉原哀 灌输一个想法 世界这么大 又不是只有柯南这一群人 他们不接纳的事 总有人可以接纳 无论去寻找真正的同类 还是留在这里求同存异 都不至于没有容身之处 如果不行 咱们去做黑色的人也好 宋宅 即便超酷 而且还有森林公主这件事 灰原哀多少会觉得 那里可以作为一个归宿 最后 是组织的问题 灰原哀担心连累到身边的人 这个暂时没法解决 因为他还 没法解决组织 更何况 他一个人跑去解决组织 也不一定就是好事 要让灰原哀参与一点 一起打怪 这样以后的灰原哀 才能更加勇敢坚强 不过 最后让灰原哀参与这一点 是最难的 需要灰原哀 自己有面对的勇气 池飞时说的时候 稍微调整了一些说辞 把组织说成了一群不良学生 你是男性 和他不同 你想让他在别的女孩那里明白 什么是面对和勇敢 这一点没问题 福山致命笑了笑 很快 语气又严肃起来 可是你之前说的 让他一个人去跟那些人接触 不单是想让他试着勇敢一点 而是你也发现问题了吧 嗯 我掺和多了 时非迟到 是啊 你掺和太多了 你带他去接触其他人 想证明 他是可以被认可的 但是他情绪爆发的时候 或许会再次产生自我怀疑 觉得人们认可的是你 而不是他 他没有了你 还是原本那样 还是没有容身之处 福山致命顿了顿 很多人在求助心理医生的时候 在得到帮助的时候 会将医生当成 能够就自己上岸的绳子 想紧紧抓住 而心理医生必须遵守的一点 就是不得与求助者建立咨询以外的任何关系 这不是不尽人情 而是因为这个时候的患者 对于医生太容易产生好感 如果医生有一点坏心思 完全可以将病患控制住 彻底地控制住 从你的言论和行为来看 你对他并没有产生男女感情 那么他呢 池飞驰又认真回想了一下 没有 确定 依赖是有 不过 大概是把我当作兄长之类的人 好 福山致命暂且相信池飞驰的判断 虽然池飞驰从来没有恋爱记录 他不觉得池飞驰能够判断准确 不过那个可以慢慢解决 现在有个更严重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你让他单独去面对 是不是急了一点 既然一开始 是你带他去接触的 就要有一个缓和阶段 慢慢来 你要知道 如果他鼓起勇气走出那一步 能得到你 和他想要的结果 那固然是好事 但要是 他没有得到认同 或者预想中的结果 对他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很可能就会否认掉之前的所有 状况也会恶化 哎 一半一半的几率 你不该赌的 如果说 我没有赌呢 池飞驰反问 你安排了人 福山致命疑惑 又提醒道 如果被他发现 那会很糟糕 他会觉得 以往好起来的情况 都是欺骗和假象 同样会开始否认一切 我没安排 池飞驰侧头看向大海 我只是相信 那群人能给我和他一个想要的结果 确定 你这么自信 福山致命有些意外 能从池飞驰口里 听到相信两个字 还真是不容易 嗯 池飞驰应了一句 又说起别的话题 福山医生 除了不得与求助者 建立出咨询以外的关系 还有两点 不得因任何原因歧视求助者 以及遵守保密原则 福山致命之前 还把他的情况 告诉了阿里博士他们 跟他解释一下 福山致命 他能有什么办法 池飞驰一直在默默刚踏 抵抗治疗 甚至产生学心理学的想法 简直不要太有毅力 凭这份毅力 他就相信 池飞驰的抑郁症 绝对好了 只是他郁闷了 最后一次的检查里 池飞驰虽然存在一些小毛病 但大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他不信 那份检查报告是真的 不仅不符合该有的心理变化流程 就连时间感知障碍都还存在 这小子绝对有问题 只不过池飞驰成长得太快 居然能瞒过了机器和各种检查 他也关不住池飞驰了 而因为池飞驰本身的一些潜在危险 他觉得 有必要提醒一下 池飞驰会接触到的人 一旦发现求助者 有危害自身和他人安全的情况 必须采取必要措施 或与其他心理医生磋商 防止意外发生 为此可以稍微泄露一点病情 而且他也将保密信息的暴露程度 限制到最低了 关于池飞驰家里的情况 池飞驰之前在学校的调查等事 他只是随便提了一下 按理来说 他觉得自己不行 那就该跟池飞驰商量 转到其他医生那里 可是池飞驰的检查报告在那里 其他医生也没办法留池飞驰住院观察 而且 也没人想接手池飞驰这个刺头 他同样也不放心 青山第四医院的实力已经够强了 他在里面也是老牌医师 他都觉得棘手到可怕的病患 其他人恐怕也没办法 他还有点担心 经验不足的医生 恐怕反而会被池飞驰给带骗了 他到美国交流学习 一是因为出了深山县三的事 他明白 要是他不离开一段时间 表示自己会保密到底 珍池集团不会放心 二是因为他也想出国交流学习 有人出钱给自己学习 那是好事啊 还有另一个原因 他想来美国学习交流一下 看能不能解决 池飞驰这个刺头的问题 可惜这些话他不能直说 不然池飞驰肯定会说 原来福山一生 你觉得我危险 那好不容易建立的信任又没了 现在池飞驰能跟他谈谈当初的感受 能说这么多 他觉得很不容易啊 不能急 不能急 曾经犯的错误 不能再犯第二次 福山致命提醒自己要耐心 开玩笑道 那你不会举报我吧 没必要 池飞驰看到天上飞来的海鸥 顿了一下 海鸥鸣叫着落下 在甲板一个小水盆里喝水 医生 结果出来了 哦 福山致命连忙追问 情况怎么样 好消息 海滩上 辉原挨躺在沙滩椅上 被突然从旁边冒出来的一群人吓了一跳 辉原 小兰姐姐 说你不是身体不舒服 那你是不是不开心啊 不美问道 不对 辉原一直是这样 不舒服也不会告诉我们 原太无语道 不舒服就一定要说啊 不然会很让人担心的好不好 辉原挨一愣 会担心 也可能是因为飞驰哥没来 所以不开心 光艳猜测 那家伙本来就是那样 喜欢忙来忙去 柯南班越演 我们完步就好了 因为实在不懂你到底是怎么了 林木原子抱着手臂道 我们讨论半天没个结果 所以干脆直接来问你啦 小女孩就活跃一点啊 跟飞驰哥学什么深沉吗 辉原挨沉默 刚才那群人窃窃私语 不是因为她表现很糟糕 被讨厌了 而是在担心她 不想说也没关系 毛力兰笑眯眯 将一个冰淇淋递给辉原挨 我觉得 不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闷闷不乐 陪你坐一会儿怎么样 我们也坐一会儿吧 不没转头看原太 光艳和柯南 反正也玩累了 辉原挨接过毛力兰递来的冰淇淋 低头看了看 又仰头看毛力兰 谢谢 小兰姐 不客气 毛力兰笑着回道 或许是因为我 他们关系才会要好很多 不过她必须要明白 她早就被那群人当成同伴了 游艇甲板上 池飞驰依旧坐在沙滩以上 跟福山志明打电话 所以说 就算有些观念冲突 她也觉得这个世界上 能有这么一群人 真的很好 你看了很多书啊 福山志明感慨了一句 怂恿到 对心理学感兴趣吗 你才二十岁 可以去学习一下 我给你写举件信 以后说不定就是同事了 不感兴趣 池飞驰的回答 一点不含蓄 那要不要到美国来 福山志明又问道 我带你去接触一下一些求助者 如果池飞驰对帮助别人感兴趣 那确实是好事 不去 池飞驰再次直白拒绝 还是别去祸害人了 他能这么快确认 灰冤癌的问题 是因为太了解灰冤癌的那些过往 就这么一例 换了其他人 可就未必行了 前面枪击警察的事件 那个人野医生 为了前途害死患者 如果换作是他 他做不到 讨厌那个人 可以事后解决 但死在自己的治疗中 他会觉得 这是耻辱 动物医学是这样 心理治疗也是这样 好吧 福山志明有点遗憾 又问道 你在海边吗 嗯 池飞驰硬生 您觉得他的情况 还会不会反复 那就要靠你继续观察了 福山志明道 谢谢你 福山医生 我要去游泳 改天再聊 嘟嘟 福山志明 用完就抛弃 过分 池飞驰挂电话 是因为飞里上来了 飞里将头搭上甲板 压得游艇晃了晃 让飞驰顺着头 爬到甲板上 才好奇到 他们说的 买给小女孩 那个冰淇淋 好吃吗 池飞驰盯着飞里 他刚才跟福山志明 打电话 好像没提到冰淇淋吧 只是海鸥 飞过来的时候说过 也就是说 飞里见飞驰 和池飞驰看着他不说话 有些疑惑 怎么了吗 飞里 你能听懂海鸥说什么 池飞驰问道 当然啦 我很有语言天赋的 在这里生活这些年 学了好多种语言 飞里仰头看天空 引了两只海鸥回应 池飞驰听得清楚 飞里说的是 好久不见 海鸥鸣叫 你又上来透气啊 不是 我有主人了 飞里欢快道 就是能跟你们说话的 这个人类 他很好看 对吧 主人 那你要跟他走了吗 他说 把我放养在海里 飞驰呆 飞里有说话 他怎么听不到 这就是有语言天赋的 大佬的世界吗 池飞驰也沉默着 这是语言天赋 这分明是成精了 好想用科学方式研究一下 飞里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飞里跟海鸥聊了一会儿 又转成飞驰能听懂的话 还是主人最厉害 不用转声音 说出来大家都能懂 不 你那已经够厉害了 池飞驰问道 你还懂什么动物的语言 以前有一只比我小了一点 长了很多长脚的动物 他有教我他们的语言 不过后来他走了 他说 想去更远的地方看看 飞里回想着 池飞驰想了想 很多长脚的动物 章鱼 乌贼 水母 不管是什么 体型比飞里小一点的话 至少有三米吧 长到这种体型 堪称水怪 还有一种可以吃的胖家伙 我偷偷学了他们的语言 飞里来了兴致 跟池飞驰分享 那些胖家伙 有的长得比我还大 很大一只 还有尖尖的牙齿 主人 你遇到了一定要叫我 不然会被吃掉的 池飞驰理解了一下 飞里的描述 大概是 鲨鱼 还有其他动物 有的形状很奇怪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随便学了一点 他们的沟通方式 飞里道 最笨的是蠢鱼 很多蠢鱼不会说话 我遇到一群 会简单嘀咕一两句的鱼 只有三十多只 我学过两句 可惜之后 他们就被我一不小心吃掉了 飞驰 一群鱼 三十多只 不小心吃掉了 对了 主人 飞里的声音 依旧带着娇气 你和飞驰吃不吃鱼啊 我给你们抓鱼怎么样 好啊 好啊 飞驰积极应声 哎 反正靠主人钓鱼 估计他今晚是尝不到新鲜的海鱼了 放鱼耳钓不到 不放鱼耳钓上来 这么大的飞鲤 我去拿潜水设备 持飞驰起身道 去海里玩一下 大山迷世说过 只有他一个人 不要潜水 他之前也没打算潜水 真出了意外 没地方求援 不过有一只虎鲸做保镖 不去海里浪一浪 太可惜了 主人 飞驰试探着问道 你要去海里的话 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 持飞驰停下去船舱的脚步 转头看向飞驰 十年前我刚离开族群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太无聊了 就想去海岸附近看看人类 飞驰说了一下当年的事 那天晚上掌潮 有一个出海捕鱼的男人 搭着渔船回去 遇到了往海岸去的虎鲸 他一边大声喊着掌潮了 快回去 不然等退潮你就回不去了 一边故意拉响渔船上的敌音 还丢东西砸过去 吓唬虎鲸 那个男人大概想不到 那只虎鲸听懂了他的话 也记下了他的好意 之后两年 在他出海打鱼的时候 总有一只虎鲸 在海里悄悄把鱼往他那边赶 可惜 那段时光也只维持了两年 在一个暴风雨的夜里 那个男人和同伴一起搭船出海 虎鲸在海底遇到了暗流 没能及时跟过去 等赶到的时候 男人已经跟同伴一起坠落在深海里 体温也变得跟深海的海水一样冰凉 那个男人有一个孩子 以前会跟他一起出海捕鱼 虎鲸见过那个孩子 想把男人的尸体 和海底发现的一些东西送过去 可是那个孩子之后 也没再出过海 只是偶尔出现在海滩附近 虎鲸也没法靠近潜水滩 就这么等着那个男人的孩子 每天能再次搭船出海 他的孩子肯定在等他回家 一直等不到 会很难过的吧 菲利将下巴搭在甲板上 主人 能不能帮我送一下 等我换潜水服 一起去海底 时飞时进了船舱 晚上我帮你送过去 虎鲸是很喜欢旅行的生物 菲利却一直留在这里 他还以为 菲利是等丢下他那个族群回来 但现在看来 恐怕还有这个原因 主人真好 菲利撒完娇 看着驰飞驰进船舱的背影 压低声音坚定道 我说过 那是最后一次失败 以后绝对会保护 好想保护的人 留在甲板上的飞驰转头 我也可以保护主人的 菲利看了看飞驰 你比主人还小只 我有蛇毒 飞驰说着 突然沉默下去 主人的毒比他还厉害 要是在海里遇到危险生物 主人完全可以咬死对方 好像真的不用他保护 驰飞驰穿了潜水服 带了潜水设备和装东西的麻袋 还帮飞驰准备了一个 供氧器的封闭透明塑料箱 海蛇都无法在水里呼吸 需要浮到水面上换气 而飞驰还不是海蛇 偶尔憋气玩玩水还可以 钱不深 下水前 飞驰就自己调整过来了 没错 他在群体战力排行中 又下降一位 不过一直陪着主人的 可是他 要是没有他 分不清日期 觉得一年有两个冬天的主人 可怎么生化 下到海水中 驰飞驰一手抱着飞赤袋的塑料箱 一手抓住了飞驰的背脊 贴近 他自己钱太慢了 可以搭一下飞驰的顺风车 主人 抓稳了 我们先去拿东西 然后去补猎 飞驰一边前进海里 一边快速朝远处游 喊道 全给我让路 我带我家主人来玩了 驰飞驰 如果不是飞驰的声音有点娇气 这霸道程度 跟飞沫有的一拼 飞驰在海域里 似乎还是很有震慑力的 一路上各种生物快速闪远 至于不闪远的懵懂小鱼群 直接撞过去 飞驰待在箱子里 看着两条被撞过之后 就不动了的鱼往前飘 好可惜啊 这么大的鱼 不可惜 等会儿带你去抓更大的 飞驰到 飞驰期待 好 那就等会儿去抓一条大大的鱼 驰飞驰没吭声 他在箱子内外 用防水袋子装了无限对角 让飞驰能跟飞驰聊天 至于他就算了 循环式呼吸器里不便加装无限对角 他也担心随便改装 会在使用过程中出意外 他 沉默到底 越往下 海里光线越暗 驰飞驰打开了潜水手电筒 又前了一段距离 不得已停下 沉湿地点比他想象终身 水里压力太大 再往下 他和装飞驰 那个小箱子 都会撑不住 飞驰无奈 回头看驰飞驰 驰飞驰看懂了飞驰这个眼神的意思 你们人类真的很脆弱 飞驰最终还是给持飞驰留了点面子 没有把那句话说出口 那怎么办 主人 那个人只剩骨头了 我拿不起来的 持飞驰用潜水手电筒照了照周围 看向远处游过来的鱼群 飞驰帮忙解释 找其他动物帮忙 你会说其他生物的语言 让小鱼帮忙雕一下 或者找能拿骨头的生物过来帮忙 持飞驰点了点头 飞驰这一波翻译 闻 那我去找找 你们等一下 飞驰往一个方向游去 持飞驰抱着装飞驰的箱子 跟飞驰一起看深海的景色 那些海底的视频 照片多数是用了夜视摄像机拍的 深海光线没那么好 手电筒光柱下 海水还算清澈 大概是飞驰刚刚冲过来 惊扰了其他生物 周围空荡荡的 下方海底 估计还有五十多米 黑漆漆一片 也有些看不清 还有生物生活在这种地方 飞驰倒是很感兴趣 飞沫没来看看 真是可惜 这一点持飞驰赞同 如果飞沫在和飞驰一起放进有公养的箱子里 也能当一只入过海的乌鸦了 谁让飞沫跑去美国了 等了将近半个小时 才听见飞驰的声音 主人 骨头带上来了 持飞驰将潜水手电筒 装进潜水背包 张开一个麻袋 手电筒发出的细微光亮中 隐约能看见一群章鱼跟在飞驰身后 脚上都卷了人的白骨 连破烂的像不快一样的衣料都带上来了 等章鱼把东西一一放进麻袋 持飞驰又把麻袋绳子拉了拉 绑到飞驰背棋上 辛苦了 飞驰回头 跟离开的章鱼群说了一句 又带着持飞驰往上潜了一些 朝一个方向游去 找这些多角的生物 还真不容易 还好 接下来要去的地方 水就没那么深了 下一个地方 确实不算太深 持飞驰用潜水手电筒照了一下 前方是一艘沉船 在岁月俯视下 已经缺损了大半 飞驰带着持飞驰往沉船中央去 找了个地方停下 主人 下面有金闪闪的金块 和很好看的宝石 被你埋起来了 我听人类说 这两样东西很值钱 给那个孩子装一麻袋吧 你喜欢什么也随便装 我可以帮忙带上去 持飞驰找了绳子 将飞驰带的箱子也绑好 固定在飞驰的背棋上 拿着剩下的两个麻袋 往下方前去 装一麻袋 嗯 措辞很豪气 在一层薄薄的泥下 有十多个还算完好的大木箱 看制造风格 应该不超过一百年 还有一些珠宝 精致工艺品 被箱子或者木板压住 没有被卷走 持飞驰先按飞驰说的 装了一麻袋金子 珠宝 绑到飞驰背棋上 又挑了两块最大的宝石 丢进最后一个麻袋里 嘿 飞驰顿时懂了 乐道 这是给块豆带的 块豆是什么动物 飞驰好奇 咬起来口感特别好的人类 飞驰饿去味道 是吗 飞驰道 那我改天也咬一口试试 持飞驰 别 要是被飞驰咬一口 快豆就没了 不行不行 飞驰忙道 你太大了 牙齿还那么尖 被你咬一口 他就死定了 他不能死 飞驰 好吧 那我不咬了 持飞驰突然有种 在陪两个小孩子玩的感觉 再次压下对飞驰的思念 继续翻箱子 他没打算把这里的珠宝 金子带走 只是想看看 能不能找到什么有趣的东西 开箱 两个被海水腐蚀得 看不出原样的小号铜像 一堆破布 开箱 一箱堆砌整齐的金块 开箱 一堆被腐蚀的奇奇怪怪的金属制品 开箱 一些大大小小的金银质首饰珠宝 开箱 一团融入海里的黑色烟雾 烟雾 持飞驰伸手碰了一下 那团被海水稀释开的黑色 有颗粒感 也不知道原本是什么东西 开这种箱子 比拆宅即便有趣多了 不打开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就算打开了 也可能认不出原本是什么 开完箱子 持飞驰又到其他地方转了转 从船上的痕迹来看 沉默的时间不超过两百年 应该是在海上遭遇了暴风雨 而从货物来看 似乎是某个富豪 或者一群富豪搬家 除了一些贵重的珠宝 金块 还有一些小孩子 女人的用品的残片 当然 也散落着一块块 已经不完整的骨头 15岁左右的女孩 40岁上下的男性 40岁上下的女性 30岁左右的男性 还有布满10岁的孩子 看船上的一些痕迹 持飞驰 大概可以还原出当年的场景 一个暴风雨的夜晚 从远处来的一艘货船 在风雨中出了故障 缓缓下沉 大厅里 男人在绝望中变得疯狂 用枪杀了三个女佣 而布满10岁的男孩 被吓得躲在桌下 装着宝石和金子的房间 几个贵妇人还在祈祷 根本没想过赶紧逃生 船长带着两个人在坚守 剩下的水手 或许是到了甲板上 或许是在往别处奔逃 有一个房间里 年轻男人和年轻女人 一直陪伴对方到最后 那道破损的门上 门锁被一把大锁从内部锁上 而男性白骨堆里 还有一截 已经被海水腐蚀的破烂的绳子 也就是说 在灾难来临前后 那个男人就已经被囚禁了 而且 门是从内部锁上的 能做到这一点的 就只有那个和他一起 待在房间里的女人 然后 船彻底沉了 一些人被海水卷走 一些人跟着沉船 埋葬在大海中 经过岁月和海水的腐蚀 大厅里的男人化成白骨 被腐蚀得看不出 这是枪支的凶器落在旁边 来自不同三个女性的白骨 墙壁上的弹孔 白骨兼果杂的衣料碎部 见证了三个女佣的悲惨经历 船彻底沉没的时候 那个不满十岁 身份不明的男孩 在涌入船舱的水的压力下 被桌子死死顶在角落 桌子挤断了他的肋骨 今年累月之后 那具留在残缺桌子旁的尸骨 肋骨上因外力 遭成断裂的痕迹 还是那么明显 谁也不知道 到底有多少疯狂 豪哭 歇斯底里 像是静默的画片 但画片上 写满了血淋淋的残酷两个字 池飞池转了一会儿 发现氧气消耗得差不多之后 才带着最后一个袋子离开 搭飞离的顺风车离开 回到海面时 太阳已经吸血 海上波光泛着红橙色光芒 飞离将脑袋搭上游艇甲板 池飞池把三个麻袋搬上游轮 一个装尸骨的 一个装满了珠宝 还有一个像是没装东西 一样干扁 主人 你不多拿点吗 飞离看着池飞池搬麻袋 你们人类都很喜欢晾晶晶的东西吧 池飞池头也不抬到 不想拿 想拿的时候再说 那要不要我帮你守着 飞离道 不守着的话 过两年 可能就会被人拿走了哦 不用 能有人拿走就拿走 池飞池进船舱 重新拎了个氧气瓶 走了 捕猎去 飞池很激动 总算到捕猎时间了 飞离也很激动 入海后 就开启了唱跳模式 啦啦啦啦啦啦 我是有主人的小飞离 我是飞离飞离 飞离左边游游 右边游游 待在箱子里飞池 啦啦啦 找一只漂亮的大鱼做晚餐 啦啦啦 飞离转着圈圈游 飞池 虽然飞离的声音很好听 但这么唱着 不累吗 飞离翻滚翻滚 黑白色转成圈 继续唱道 啦啦啦 和小伙伴一起去捕猎 飞离看见的猎物都别想跑 箱子里 飞池突然跟着调子开始唱 啦啦啦 跟着飞离去捕猎 捕到漂亮的大海鱼 一口吃不下 让主人帮忙剁成块 驰飞驰 想唱歌没问题 但能不能唱一点他能听的 他要求不高 实在不行 铃儿响叮当 也是可以的 乱七八糟的歌声飘了一路 二十多分钟后才消停 飞离躲在一处珊瑚礁后 嘘 看见猎物了吗 哪里 飞池在箱子转 七代问道 猎物在哪里 那边啊 飞离巧声道 左边远处过来的那个胖家伙 胖家伙 飞驰转头看去 下一秒 将在箱子里 果然很胖 前方 一个庞然大物在游动 尖头 刺着雪白的牙 有他一万个 不 很多很多个 他那么大 驰飞驰面无表情地 看着前方游动的鲨鱼 请找个他和飞驰能吃的 谢谢 等会儿我先冲上去撞晕他 飞离兴奋讲着捕猎方案 然后你们过去直接咬 想吃多少咬多少 驰飞驰抬手敲了敲自己的潜水面罩 别说他不想咬 想咬也咬不到好不好 飞驰懂了 又提醒道 那我冲上去撞晕他 然后把他拖到主人的小船那里一起吃 驰飞驰摇头 飞驰也摇头 汗了汗 那个 飞驰啊 这个太大了 我们去找小鱼好不好 好吧 其实蠢鱼没有这种胖家伙好吃 飞驰勉强放弃了这只猎物 往一个方向游 那我们去打小鱼 就去主人的小船附近打 打完你们可以搬去船上吃 主人 我们可以试试我 一直想试的一种打猎方式 十多分钟后 持飞驰在海里驱赶着鱼群 逼着鱼群往上游 这是虎鲸的捕猎方式之一 一只虎鲸在下方驱赶鱼群 一只虎鲸在上方接近海面的地方 等鱼群接近 用尾巴拍晕 只是飞驰可能忘了 他是人类 没有虎鲸那么大的体型 没法搅动海水下鱼 要赶一个有上百条鱼的鱼群 很辛苦 不过飞驰一直都是自己捕猎 恐怕从来没有试过这种 跟同伴一起合作的捕猎方式 他就当陪飞驰完了 还能锻炼身体 忙活了一会儿 鱼群总算被驱赶到飞驰附近 飞驰快速冲上前 尾巴狠狠砸向鱼群 一招 搞定 一条条被拍晕的鱼翻了肚皮 往海面上飘去 箱子里 飞驰看完了飞驰的暴力行径 又呆呆看着密密麻麻 往上飘的鱼 主人 飞驰也能拍这么多个我吧 持飞驰点了点头 往海面上游 绝对能 还是拍扁那种 一群鱼 飞驰和持飞驰分了一条 剩下的都进了飞驰口中 在持飞驰烤鱼的时候 飞驰又自己跑去 打了几只体型 颇大的鲜鱼 拖到游艇边 还特地叼到甲板上 似乎打算和持飞驰 飞驰一起开餐 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海面一片漆黑 游艇甲板上亮了灯 持飞驰将切好的鱼块给飞驰 自己吃着烤鱼 飞驰一口一块鱼块 一口一块鱼块 飞驰一口一条大鲶鱼 一口一条大鲶鱼 分分钟搞定 再凑到一起 看着持飞驰吃鱼 顺便闲聊 飞驰 人类吃东西很慢的 飞驰 很可爱 飞驰 可是还是好慢 飞驰 你们吃东西 也是吞的吗 飞驰 那是因为今晚的猎物太小只了 遇到大个我 就用咬的 对了 我的牙齿超白飞驰 呃 你不用特地张嘴给我看 不过你还真厉害啊 主人还有一只和你很像的动物 不过他在陆地上生活 人类叫他大熊猫 主人给他取名叫团子 也是黑白色的 飞驰 他也能抓很多小鱼吗 飞驰 大概不能吧 他长得圆圆的 有点呆 喜欢抱着竹子啃 很可爱 虽然有时候会很凶的吼 但他应该只是吓唬人 不会捕猎 人类觉得他很可爱 他想吃什么都会给他 持飞驰动作一顿 没说什么 继续低头吃鱼 飞驰对团子 好像有点误解 算了 让飞驰觉得战力榜 还有个给他垫底的也好 不然就太打鸡蛇了 还有 你想当王的话 那样可不行 飞驰跟飞驰趴在一起闲聊 你要学会统治 统治 飞驰疑惑追问 就是有一大群追随者 让他们帮你做事 这才是王 飞驰的 其实我也不太懂 这是飞驰告诉我的 飞驰是一只乌鸦 他也会飞 不过没有海鸥大 飞驰 那他好小只 飞驰 但他还是很厉害 很多鸟都听他的 可惜他去美国了 不然可以让他教你怎么统治 飞驰 美国 飞驰 飞驰说 是在大海另一边的陆地 很远很远 主人找了飞机 送他和他的手下过去 飞驰 他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地方 飞驰 因为 在等持飞驰吃东西的时候 飞驰跟飞驰说完团子说飞驰 说完飞驰说食兵卫 连带着白蛇大白一家 和那些跟着持飞驰夜跑的猫也说了 飞驰就跟飞驰说海里的情况 各种各样的生物 各种各样的趣事 持飞驰来了兴趣 听着飞驰的描述 不时抱一下 人类对那种动物的称呼 海里的事 他也不知道多少 听飞驰说说 还是挺有意思的 一顿饭 持飞驰吃了快一个小时 飞驰等持飞驰收拾了桌子 才仰头看了看天空 主人 那个人是八年前的今天死的 我们赶紧把东西送给那个孩子吧 他看到 应该可以开心一点 八年的今天 出海死在了海上 持飞驰回想着 柯南这次遇到的案子 三个嫌疑人的父亲 都是今天死的 他又跟案子扯上关系了 飞驰 那个人搭的船 是不是被人撞了 咦 飞驰一愣 回想着 是吗 我过去的时候 他已经在海里了 所以我也不是清楚 是的 是的 三只海鸥 从高空鸣叫着落下 叽叽喳喳 有另一艘船 把他们的船撞沉了 故意的 故意的 那个用船撞别人船的男人 现在肯定已经死了 今晚天刚按下来的时候 他被人灌罪后 用鱼网缠住 放在沙坑里 又用船压在身上 海水已经涨潮了 他肯定会被淹死 是当年那三个人中 其中一个的孩子做的 好像所有的海鸥 都喜欢巨头案子 这一下好了 池飞驰又把整个剧情想起来了 飞驰仰头问 是不是我说的那个孩子 好像不是 又好像是 天色太黑 我没看清 我也没看清 三只海鸥有点分辨不清 不是 池飞驰给了飞驰一个肯定的答案 这个案子的三个嫌疑人 名字他都记不清了 不过凶手会很早就去餐厅里 制造不在场证明 没有去祭拜八年前死在海上的父亲 飞驰说的那个孩子 会每年去祭拜 那就不是凶手 现在 要考虑的问题是 现在已经死人了 他再跑过去 在海滩上留下痕迹 说不定会被当成嫌疑人 而他的出现 说不定也会让那个孩子 因为时间或者别的原因 变成嫌疑人 不过 有颗男在 事情早晚会真相大白 被怀疑一下 好像也没什么影响 寺庙后方的墓地临近悬崖 一盏孤灯悬挂在房檐下 亮着昏黄灯光 在海风吹动下摇摇晃晃 皮肤有黑 身材高壮的男人 坐在一座墓前 听着海浪拍在悬崖角的哗啦声 对着墓碑低语 今晚就只有我一个人过来 今年过得也还不错 还是老样子 荒卷用船拉网 把靠近海岸的鱼都补光了 我们在海滩上坐海岸巡逻员 防止有人溺水 顺便清理一下游客留下的垃圾 我们决定跟荒卷那家伙谈谈 他们两个先过去了 我来跟您说说话 等会儿就过去找他们 一只海鸥掠过上空 滴滴叫了一声 目前 一圈香燃烧过半 一缕缕白烟生腾起来 又被风吹散 男人笑了笑 仰头看向漆黑的夜空 你以前老是跟我啰嗦 要遵守大自然的规则 不能贪得无厌 可是呢 贪得无厌的家伙 他突然想起 他父亲还没有出事前的半年 又跟他啰嗦着所谓的规则 老头子 你每次捕鱼 可是最多的眼 要是让人知道 你一直啰嗦 不要贪得无厌 会被人当成是虚伪啊 笨蛋 这跟收获多少 有什么关系 我说的是 捕到小鱼 要记得放回海里去 这就是规则 有灵性的动物不能伤害 以后可不要捕鲸 这是我的规则 他父亲那时候 笑哈哈拍他背 愣是把他的背拍得生疼 得意道 信赐啊 你老爸我这么厉害 就是因为 我是受到自然馈赠的人 自恋的老头子 要是真的受到自然馈赠 你又怎么会葬身大海 跟精性刺着 快燃到尽头的香圈 叹了口气 起身拍了拍衣服 准备离开时 视线鱼角突然瞥见后方有个黑影 吓了一跳 连忙转身看去 他身后不知什么时候 站了一个怪人 怪人身形高大 穿着一件背上是黑色 前方是白色的大斗篷 戴着兜帽 兜帽下的面具也是黑色 在脸颊处又留着两块白斑 跟精性刺 吓得低吼一声 闭着眼 一记老拳就打了过去 啪 拳头被轻松抓住 我送你父亲的尸骨回来 池飞池换了个温和男性嗓音 说出来意 装鬼怪有风险 遇到这种一被吓到就直接动手的人 身手不好 还真搞不定 跟精性刺一愣 睁开眼打亮眼前的怪人 我父亲 跟我来 池飞池松开抓住跟精性刺拳头的手 转身去悬崖边 跟精性刺一愣 没多鱿鱼 跟了过去 这个怪人的声音很温和 让人觉得满满的善意 他决定去看看 虽然他的父亲葬身大海 他不觉得能将尸骨找回来 这个墓地里 葬的大多是这一代的渔夫 也有不少是衣冠种 但 他还是忍不住抱有一丝希望 这个怪人悄悄出现在他身后 就像鬼怪一样 万一是真的呢 他对自己有信心 跑应该 还是没问题的 这里又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 村子里的人都认识 还怕一个怪人 池飞池走到悬崖边 转头看旁边的两个袋子 依旧用着温和声音 开口道 左边袋子装的是你父亲的尸骨 还有他两个同伴的部分尸骨 被没有找权 后边袋子里 是我家小黎送你的 笑 小黎 跟精性刺有点猛 十年前的今天 小黎想靠近海岸边看看人类 正好遇到了捕鱼回来的你的父亲 池飞池转身看大海 是你父亲提醒小黎正在掌潮 还驱赶小黎离开海岸边 让小黎避免搁浅在海滩上的命运 之后两年 在你父亲出海的时候 小黎一直在关注着 跟精性刺愣在原地 十年前 他记得 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父亲每次出海 都能捕到很多鱼 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 被称为最厉害的渔夫 那个时候 他还会跟着自己父亲出海捕鱼 可没见过什么小黎 不 等等 他记得有几次 他父亲会对着波光灵灵的海面 窃窃私语 你又来了呀 不离开这里 去别的地方玩吗 你不见见我吗 你在怕我吗 我那晚可不是想伤害你 不过算了 你躲起来也好 那就乖乖躲好吧 今晚要涨潮了 不要靠近海岸 他当时还以为是 自己老爸 无聊养出了坏毛病 细思极恐 所以 那个小黎 到底是什么东西 池飞池继续用温和语气道 八年前那个暴风雨的夜晚 你父亲和同伴搭船出海 跟金兴刺回神 抬眼盯着站在悬崖边的怪人 小黎 在海里遇到了暗流 没能及时赶过去 他赶到时 你父亲已经死了 池飞池顿了一下 他很难过 一直想将你父亲的尸骨送回来 还有想将他在海底 发现的一些东西送给你 希望你能好好生活下去 不过他没办法靠近海岸 你又没有再出海 一直到今天才托我帮忙送过来 毕竟这是人家老爸的事 他觉得 有必要让跟金兴刺 了解前因后果 同时也希望跟金兴刺 珍惜这份礼物 虎金很少有主动攻击人的时候 他也希望能有一个 虎金报恩的传说流传下去 哪怕只有一个渔夫 坚持不捕杀虎金 那也算是 将这份有来有往的恩情 延续下去了 那小黎到底是 跟金兴刺 心里已经隐隐有了猜测 掌潮接近海岸会搁浅 帮他父亲捕鱼 怪人黑白色的斗篷和面具 海里的虎金 这个怪人难道是 虎金成金了 我不希望他再靠近海岸 池飞池没有理会 跟金兴刺的试探 往前走 等等 跟金兴刺眼看对方 直接踏出悬崖边缘 下意识地上前 只是伸出的手 很快顿在空中 对方没有笔直往下坠落 而是斜飞出去 昏暗夜色下 斗篷被风吹动 黑面引在黑夜中 只能看见一条晃动的白 向着远处 海面而去 跟金兴刺一愣 回神后 连忙放声问道 我父亲当年出海 真的是遇到了意外吗 不是 黑夜中隐约传来 那个温和男生的回应 很快又消散在夜风中 跟金兴刺站在悬崖边 这个答案 他并不意外 八年前 突来暴风雨 他父亲听说 荒卷出海之后还没回来 就跟同伴一起乘坐渔船 出去寻找 事后 荒卷回来了 他父亲乘坐的那艘渔船 被海浪打到了岸上 船身破损 可是明明没有沉默的船上 却没有一个人 是荒卷那家伙 故意开船 撞了他父亲乘坐的船只 将人撞下大海 海上 飞梨咬着一根钢索 在海里游动 钢索的另一端 紧紧缠在半空中的 持飞池腰上 眼看要落到海面 一个方块物 从持飞池斗篷下 飞了出去 在空中快速冲气膨胀 为坠向海面的持飞池 提供了缓冲 持飞池落在冲气垫上后 解开了腰上的钢索 之前没有坠落悬崖 完是因为他被飞梨拽飞过来了 就像是飞梨放了刺活人风筝 原本他还想试试 不用缓冲 降落海面 看自己会不会有事 看看这个时期 科学有没有压过牛顿 但最后还是选择放弃尝试 保命要紧 悬崖上 跟金星刺站了一会儿 感觉清醒了些 蹲下身 打开了左边的麻袋 袋子还湿着 他常年生活在海边 光闻气味 他就知道 那绝对是海水 里面放着杂乱的白骨 还有一些衣料碎片 其中有一件还算完好衣服 在海水的浸泡下 已经失去了原本的颜色 但在他记忆中 父亲出海时 穿在下面的背心 就是这样的款式 伸手摸去 衣服下脚 有几个不自然的褶皱 那是他七岁那年 一个人在家里待得无聊 想学他老爸缝补衣服 就拿了自己老爸的衣服 硬生生剪开一个口子 又给缝上 因为手艺不精 好好的一件衣服 下脚是褶皱 因为这个 他达成了被自己老爸追着打 七岁就能绕海滩 跑了两圈的成就 打是没被打多少下 就是险些把自己跑废在海滩上 到最后 他得靠自家老爸拎回家不说 脚还因为酸痛 一瘸一拐了好几天 跟精性刺 又看了看其他的布料 那个喜欢逗他的急则书 明明在海上捕鱼围生 却好像怎么也晒不黑 还喜欢穿白色短袖衫 得意洋洋地跟其他人炫耀 还有 那个每次捕鱼回来 都要跟他老爸喝一顿的下条书 喝多了 曾经吹嘘过自己的新衣服 是儿子给买的 之后 他父亲就把他缝坏的衣服穿上了 拍着胸口说 这是他以后出海的护身服 每一点布料碎片 都能引出数不清的回忆 跟精性刺连忙闭了闭眼 免得自己一个大男人还飙眼泪 语气轻松道 欢迎回来 好了 我看看人家丢我的礼物 等会儿我去跟他俩说一声 在一起重新安置你 右边的麻袋一打开 上层是满满的珠宝 和两块埋在珠宝里的金块 至于下面 不用看 不用怀疑 这是一麻袋珠宝金子 跟精性刺还是忍不住伸手敲了敲 稍微确认了一下自己的猜测 脑子有点猛 他不懂宝石的品项 等级 但这么一大麻袋 再加上金块 拿去卖了 也绝对够他吃一辈子了 他需要冷静一下 嗯 先把东西送回去 再去找两个小伙伴 路上考虑一下 这笔宝藏该怎么用 到了之后 还可以找荒卷那家伙吵一架来缓一缓 这礼物真是太有冲击力了 晚上8点52分 跟精性刺到了约定的餐厅 发现两个小伙伴和一个短发女孩坐在一起 一边吃喝 一边哈哈笑着聊天 想开一点啊 林木园子笑着拍身旁急泽永泰的肩膀 渔夫能死在海上 应该是他们最希望的一件事吧 这位大姐说得真好 下条灯喝得醉熏熏 哈哈笑道 由于没在烈日下暴晒 会员挨也没中暑 先回房间休息 就在旁边一桌 和其他孩子无语看着 毛力兰有点看不下去 上前按住林木园子的肩膀 园子 你这么说 真是太失礼了 啥 林木园子一脸猛 他不会也跟着那两个人喝酒了吧 柯南无语嘀咕 看样子还喝了不少 辉元挨低声道 是个汉子 没关系 没关系 吉泽永泰笑着解释 也是他们不好 明知道有暴风雨来袭 还执意出海捕鱼 才会发生那种意外的 那可不是什么意外 跟金信赐走上前 想到那堆尸骨 想到那个怪人给的答案 想到现在还过得春风得意的荒眷 有些火气上头 沉着脸道 我们三个的父亲乘坐的那艘船 是荒卷那个家伙 用船撞沉的 吉泽永泰 看向自己这个一脸凶样的小伙伴 无奈笑道 喂喂 信赐 你怎么还在提着档子事啊 你还真是固执言 下条灯也最熏熏道 跟金信赐没急着解释 现在还有外人在 不方便说他遇到虎惊妖的事 左右看了看 荒卷那个家伙呢 还没有过来吗 已经晚上八点五十三分了 吉泽永泰看着自己的手表 他不会是一个人喝醉了 已经去睡觉了吧 我来打电话吵醒他 跟金信赐拿出手机拨号 他今晚一定要骂那个家伙一顿 没用的啦 下条灯散漫道 我们刚才都打过了 没有人接听的 这一通电话打通了 那边没有人说话 只传来哗啦啦的海浪声 又很快被挂断 等下条灯和吉泽永泽醒了酒 一群人出去寻找荒卷一世 却在海滩上 发现了被网网住 已经变得冰凉的荒卷一世的尸体 四十多分钟后 静岗县警察赶到 进行现场封锁 调查 留着珊瑚头的横沟餐物带队 再次见到了一群熟人 无论是林牧原子 毛里兰 还是阿丽博士 那都是他的老熟人了呀 就是阿丽博士 身边的三个小鬼有点陌生 不是他熟悉的那两个小鬼头 三个孩子倒是很积极地帮忙 不没指着下条灯 那个瘦瘦的大哥哥 是在七分十分之后到的 袁泰转头看体型 跟他差不多的急泽永泰 这位有点胖的大哥哥 是在八点整到的 而这个皮肤晒得有黑的哥哥 是在八点五十分左右到的餐厅 光焰指着脸色发僵的根筋性刺 横沟餐物打量了三个孩子 又打量阿丽博士 阿丽博士 这三个孩子 跟你长得一点都不像啊 啊 不 阿丽博士连忙摆手 解释道 他们是住在我附近的小孩 因为暑假到了 他们的父母 拜托我带他们出来旅行 那么 横沟餐物左右看了看 那两个奇怪的孩子也来了 阿丽博士 转头看向尸体旁边的柯南 辉原哀 对啊 他们也来了 柯南蹲在尸体面前 皱眉观察着尸体上的痕迹 看了看 转头偷偷看向那边 神色僵硬的根筋性刺 奇怪 从看到尸体开始 那个人的脸色就很不对劲 不是凶手会有的紧张 心虚 反而像是想起什么事 被吓到了一样 根筋性刺心神不宁 看了看尸体 又快速一开视线 心慌 害怕 该不会 是那个虎金腰做的吧 对方从悬崖边离开之后 就找到了荒眷 将荒眷用鱼网网住 丢进大海里溺死 又将尸体送回沙滩上 这是玩有可能的 是想为他父亲报仇 不对 荒眷会出海捕鱼 要是虎金腰想动手 荒眷早就死了 不 不 那个虎金腰说 小黎没法靠近海岸 可能小黎还没变成妖怪 或者小黎还没有靠近海岸 所以他父亲的尸骨 今天才送还 也就是说 以前那个虎金腰不在这片海域 或者同样不能靠近海岸 也或许是今天才同一帮小黎 那么 今天那个虎金腰送尸骨过来 顺便对荒眷动手 帮他父亲报个仇 也有可能啊 而且 荒眷鱼网网住 就像在表达 这是来自大海的生物的报复 说不定是荒眷近两年 太肆无忌惮 得罪了虎金腰 他该不该给警察提供线索 不说 那警察还不知会调查出什么结果 荒眷再混蛋 也跟他一样是人类 要是荒眷被妖怪杀了 他还沉默不吭声 好像有点不厚道 说 不 人家虎金腰送还尸骨 赠予他财富 如果真杀了荒眷 也算是为他老爸报仇了 不管这是虎金腰的意思 还是小黎的意思 人家始终对他有恩 这份恩情还很重 不说 那好像也不行 很多传说里 不是说了吗 妖怪杀人之后就很难停下来 要是虎金腰以后 因为杀人变得失控 残暴 伤害这一代的村民 可怎么办 出现了会杀人的妖怪 他应该提醒一下 其他人类的吧 说 不 如果虎金腰不会失控 只因为他莫须有的担心 他就出卖虎金腰 那也太不仗义了 而且虎金腰那么强 要是因为他的出卖记恨上他 恩变仇 他就死定了 他孤家寡人一个 死就死吧 但万一 还引发什么的变故 比如虎金腰开始厌恶人类 攻击人类 那他就成罪人了 不说 说 不说 说 根筋性刺 内心纠结难安 一个皮肤有黑 一脸凶样的大汗 愣是纠结的脸色发白 一脸失魂落魄 做人真的太难了 那边 横钩餐物将柯南拎到一边 见会员挨乖乖自己远离尸体 心里满意点头 又警告柯南 不许乱碰尸体 不许打扰警方调查 是 柯南装出乖宝宝模样 被横钩餐物放下后 也没再去看尸体 走到根筋性刺面前 仰头同一脉萌 大哥哥 你身体不舒服吗 从刚才开始 你的脸色就一直很难看眼 啊 根筋性刺低呼一声 他脸色很难看 不会被警方看出什么来了吧 还是说 柯南仰头盯着根筋性刺 嘴角上扬 大哥哥 你是有什么事想告诉警方 却在犹豫着该不该说呢 横钩餐物等人 立刻转头 看着根筋性刺 虎金腰 顶着其他人探究的目光 其中还有警察 根筋性刺终于扛不住压力 一脸紧张到 这可能是虎金腰做的 虽然 虽然 我也不确定 哈 横钩餐物半月眼 转头问下条灯和吉泽永泰 你们这里 有人叫虎金腰 这么奇怪的名字吗 呃 没有啊 吉泽永泰茫然 拜托 怎么可能有人 叫那么奇怪的名字 下条灯一脸无语 不是名字 是一只虎金腰怪 根筋性刺解释 他之前叫我们父亲的尸骨送回来了 还送了我一大袋珠宝和金子 他说 我父亲对一只雌虎金有恩 所以才这么做 那就有可能是他杀了荒卷 虎 虎金腰 毛利兰抱紧身边灵木原子的胳膊 是啊 他穿着黑白色的大斗篷 戴着黑白色 像是虎金脸一样的面具 我没看到他的脸 也不知道他的名字 根筋性刺有些语无伦次 我在墓地里 给我父亲扫墓的时候 他突然出现在我身后 把东西送给我之后 就从悬崖上 飞向了远处的大海 毛利兰将灵木原子的胳膊 抱得更紧 根筋性刺迟疑了一下 虽然我感觉他是个性格温和的妖怪 但是 但是这种把人用鱼网网住的方式 简直就像是在说 林木原子沉生道 让你们人类 也常常被鱼网套住 被捕杀的感觉好了 毛利兰下的尖叫 好了 横钩参雾 一头黑线的打断 请你们不要妨碍警方的调查 好吗 虎金腰 他还杀鱼腰呢 我说的都是真的 根筋性刺凑上前 紧紧抓住横钩参雾的双手 盯着横钩参雾 警官 你要相信我 尸骨和送我的财宝 都还在我家里 我可以带你们去看 横钩参雾 被根筋性刺吓了一跳 看着根筋性刺 那惊慌不定 又纠结犹豫的神色 憨了憨 安抚道 根筋先生 如果觉得不舒服 你可以先去那边休息一下 站在一旁的两个警察上前 准备带根筋性刺去另一边 根筋性刺被拉开 脸憋得通红 这位警官 你要相信我 我没有说谎 真的有虎经腰啊 柯南低头思索 根筋先生 只是被尸体吓到了 想起了某个传说 不是不可能 有的人看起来身形健硕 内心却很脆弱 当然 也可能是有人装神弄鬼 然后杀死了荒卷先生 这边 调查仍在继续 那边 下条灯和齐泽永泰 陪根筋性刺 坐在一旁休息 根筋性刺 还在说服两个小伙伴 我说的是真的 不信的话 你们可以一起去我家里看看 好了 信刺 我们要配合警方调查 暂时不能离开这里 吉泽永泰笑着 心里叹了口气 平时那么坚强的小伙伴 怎么说疯就疯了呢 下条灯 也被根筋性刺折腾的头疼 等调查结束 我们再去你家 怎么样 性刺 你最近是不是没怎么休息好 或者压力太大了 从小你就是这样 有什么是喜欢一个人憋在心里 吉泽永泰有些埋怨道 如果真的有什么难处 你跟我们说一下也没关系 大家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 根筋性刺面无表情 呆呆看着大海 他已经说了实话 怎么就没人相信他呢 去他家里看看 不就知道他没有说谎了 算了 看来暂时是解释不清了 他也懒得再废话 不远处 一个个线索被柯南发现 也有线索主动送上门 没多久 柯南心里捋了捋 将大致的犯案过程推断了出来 忍不住侧头看向那边的三人 还差证据 呃 不过跟金先生的状态看起来真的很差 哎 这人啊 不管有多厉害 表现得有多强悍 心灵都是柔软的 阿里博士弯腰 凑近柯南耳边 喂 新一 案情没有进一步的发展 我看我们也该 笨蛋 回去可就没戏唱了 接下来就要有你说明事情的真相了 阿里侦探 柯南一脸自信地低声说着 伸手去摸裤子口袋里的蝴蝶结变声器 结果却发现 他好像把蝴蝶结变声器 忘在饭店房间里了 没办法 只能让阿里博士 背下推理内容来推理 柯南和惠元挨在一旁帮忙 磕磕绊绊 总算把犯人是下条灯的事 犯罪手法 证据说清楚了 跟金信次没再说虎尽腰的事 目送下条灯被警方带走 转头对吉泽永泰道 永泰 你先回去吧 我想在这里坐一会儿 你可千万不要想不开啊 吉泽永泰担忧道 跟金信次无语 失笑伸手捶了一下吉泽永泰的肩膀 你在说什么呢 我可不是那种会做傻事的人 只是想一个人静静 刚才无奈到无语的时候 他也冷静想过了 自己得到一大笔财富的事 最好别宣扬出去 否则会引来祸端 而虎尽腰的事 估计说再多也不会有人信 说不定还会怀疑他那笔财富 是从别的地方抢来的 跟两个小伙伴关系好 可以等他处理好那笔财富后 再帮忙拉一把 至于他们三人的父亲的尸骨 可以安排船只 假装不经意间发现 而被打捞上来 再说了 虎尽腰没有杀人 他出卖人家有点不厚道 就不要再让人去打扰人家了 等其他人离开 跟金兴刺站在海滩上 看着远处漆黑的海面 低声道 对不起啊 之前误会你了 我会让这里的人不再补金的 等我处理了那笔财富 会拿出一半以上的钱 来做这件事 具体的方案 我要再好好考虑 而且我以后 也会一直做下去的 谢谢你 也谢谢小丽 海浪依旧哗啦啦拍在海滩上 昏暗的海上 没有传来任何回应 转身走向等在远处的吉泽勇泰 好了 你别哭丧着一张脸 我没事 真的吗 你 真的没事 只是最近老是 梦到一只虎精妖 他让我出海去找我父亲的尸骨 我想过两天找船出海看看 这一次 说不定真的能找到呢 你已经好几年没出海了吧 没关系 那阿登的事 明天再一起去警局看看他吧 一日一早 池飞池舒舒服服一觉睡醒 起床洗漱后 联系了大山迷 让大山迷安排人送一批设备过来 看了一下邮件 有飞沫的新消息 飞沫表示 据点已经找到 通讯工具已经搬了过去 这两天 会将通讯工具接好电 池飞池回复了各方的邮件 出门的时候 飞池已经和飞离 一起趴在甲板上聊天了 主人 飞离见识吃飞池出来 激动到 我要去找飞沫哥哥 我想让他教我怎么统治 怎么又一个 想往美国跑的 池飞池将顺手带出来的书 和笔记本电脑放在桌上 你知道路线吗 嗯 飞离沉默了一下 不知道 我是可以安排一条货轮 从伊豆出发 前往麻萨诸塞州 让你远远跟着货轮过去 然后让飞沫去对应的港口找你 池飞是在沙滩以上坐下 分析道 不过麻萨诸塞州 在美国东海岸 货轮从出发到抵达 大概要四十天 等你到了 飞沫都完事回来了 不如等他回来 我再带他来找你 飞池 有道理 不过主人还真会冷场 一出来 冷淡几句话 就让原本热火朝天的聊天气氛 瞬间成冰 飞离也憨了憨 那 那我等他回来好了 嗯 你跟飞池玩 等会儿配合我做个实验 时飞池打开电脑 我先处理一下手头的事 好飞离乖巧应声 转头低声问飞池 主人一直是这样吗 嗯 飞池想了想 也压低声音吐槽 居然还有人 说主人找不到伴侣 是因为老师带着我 我觉得 明明是主人的原因 和女孩子相处 就应该温柔一点 可是主人老是喜欢破坏气氛 时飞池抬眼 叮 说悄悄话 都不离远一点 是当他聋 还是当他不存在 飞池察觉 有道凉凉的视线落在身上 不用抬头确认 立刻改口 当然啦 也有女孩子喜欢主人 细细 我也喜欢主人 飞离立刻到 持飞池收回视线 用电脑整理 绿川沙溪发来的情报 飞池松了口气 跟飞离聊起了 其他人类的事 下午一点多 持飞池药的设备 送到了附近 持飞池让飞离回避之后 让船只开过来 让人将设备搬上游艇 把人打发走后 才让飞离重新浮出海面 主人 这是什么啊 飞池好奇地看着那堆机器 我想弄清楚 飞离是怎么跟其他生物沟通的 持飞池整理着电源线 不是学了其他生物的语言吗 飞池疑惑 飞离也将头搭上甲板 好奇看着那一堆机器 我想确认一下 持飞池拉了电源线 将机器连上游艇里的发电机 折腾了半天 才回到甲板上 又将收录音设备装好 他就是突然好奇了 想研究一下 这到底是科学 科学还是玄学原因 好了 飞离 你用蛇类语言 随便说点什么 持飞池盯着声波检测机器的显示屏 嗯 飞池好小好小一只 这样可以吗 飞离道 两道声波 持飞池看着机器上探测出来的声波 有些意外 飞离刚才居然同时发出了刺声波和超声波 而且显示出的波段似乎有某种规律 继续说 说说飞池的事 持飞池又到 飞离想了想 说了起来 飞池很可爱 比其他小蛇可爱多了 跟我说了很多有趣的事 如果有其他动物欺负飞池 我也会保护它的 它想吃鱼 我也会帮它抓 飞池没了 有点不好意思 不过飞离真好 持飞池发现 飞离每次说到飞池 显示出的曲线图都是一样的 将那一段曲线截取下来 用发出超声波和次声波的设备播放 模拟出飞离发出的声音 飞池 听一下 播放了两次 飞池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 持飞池可以确定 这种机器合成模仿的声音 自己听不到 有啊 飞池的 机械的声音在叫我的名字 叫了两遍 等会儿 持飞池又将录下来的飞离的声音截取 播放 飞池 飞离的声音 飞池确认到 在叫我的名字 嗯 持飞池点了点头 这一次他也听到了 继续实验了一会儿 换两只海鸥配合实验 海鸥完了 让飞离去找海龟 章鱼鱼 来配合实验 一直到傍晚 持飞池暂时停下 带了一个防水播放机器 录下飞离恐吓鱼类的声音 下海跟着飞离去捕猎 这一次 就不用他辛苦驱赶鱼群了 录音一波 鱼群立刻吓得往飞离那边游 然后被飞离一尾巴全部砸晕 赶了两次 凑够了飞离的食物 持飞池才上了游艇 飞离 今晚都是你的 咦 主人 你们不吃吗 飞离疑惑 我不想吃鱼了 游艇冰箱里有别的食物 持飞池进了船舱 飞池四五天吃一顿就行 原来是这样 飞离看向甲板上点头的飞池 飞池吃了好少哦 难怪长得这么小 多吃点 说不定就可以长大了 不对 不对 飞池纠正 这不是食量的原因 多吃我也吃不下呀 吃飞吃懒的做饭 去冰箱里拿了素食食品 就到了甲板上 打印了白天实验的检测报告 一边吃东西 一边看 从实验来看 飞离不是能够发出其他动物的声音 而是本身的发声系统比较特殊 可以发出两种声波 融合成了其他动物 能够接收信息的声波 传递到对方大脑中 蛇类语言跟鸟类语言的波段相差很大 而同一种语言中 不同的意思也有着对应的波段 可以把飞离的发声方式 当作一种沟通暗号 人类只要掌握了这种暗号 利用发出和接收超声波与次声波的设备 就可以做到跟其他动物交流 指挥其他动物 人类目前有设备 但缺少密码本 想要获得这本密码本 需要非离配合 进行大量实验 弄清每一个变化节点代表的意思 还要根据已有数据 去分析 推断 组合 他暂时没空去把这本密码本研究出来 让他在意的是 他自己的问题 他一直以为 自己能听到动植物的声音 应该是自己的耳朵 能捕捉到特殊的声波 并自动将内容翻译 反馈到大脑中 但在之前的实验中 他能听懂飞梨的话 能听懂机器录下来的飞梨的话 却无法听懂机器合成的声波 而飞翅 其他海鸥那里也是一样 区别是 生命体发出的声音 与非生命体组合出的声音 换言之 他能听到人耳能捕捉到的声音 但只能听懂生命体发出那些声音的意思 非生命体模拟出的声音不行 他的能力跟声波无关 而且 刚才他检测过自己的脑电波 在听到机器发出的声音 不同动物发出的声音时 他的脑电波并没有异常波动 也就是说 他的能力也不是脑电波的原因 真的是因为玄学 吃过晚饭 池飞池继续研究 接下来的研究 就没非理多少事了 池飞池在研究自己 继续检测自己的脑电波 实验在干扰手段下自己的脑电波变化 甚至用超声波检测手段 给自己口腔的毒线拍了个片 确认这是科学手段可以检查出来的 沉迷研究自己 无法自拔 凌晨一点 睡觉 第二天一早 池飞池没有急着继续研究 他得回东京去了 明天还得帮弗兰特一容 菲利打算离开这里 去别的地方看看 原本是该准备个通讯工具 防止菲利失联 迷路的 不过海洋太大了 网络不一定能连接上 电波对讲通讯又有距离限制 没办法 池飞池又花了一早上的时间 教菲利看地图 被地图又用了一整天的时间 给菲利灌输各种防片 防补防拐知识 傍晚 菲利心情愉快地告别 主人 飞池 我过段时间就回来这里看看 别担心 我不会迷路的 池飞池 嗯 飞池 嗯 一人一舌目送菲利游向远处 而后 菲利下潜 露出海面的背棋 也看不见了 飞池叹了口气 好担心菲利就这么丢了 主人 你说他们 怎么那么喜欢往外跑呢 放养在天空和大海的宠物 就是这样 池飞池总结一句 转身回船舱 有飞沫在先 也不是那么难以接受 只不过 菲利比飞沫更难联系 这一跑 可能就跑丢了 等游艇靠岸 池飞池让大山迷安排人 来接收游艇 顺便帮自己订机票 回到东京 已经凌晨三点多 没睡一会儿 池飞池又起床出门 去帮弗兰特易容 早上八点多 东京街头 金发碧眼的女人 看到熟悉的车子后 挂断电话 沿着街道走上前 见副驾驶座没人 直接上了副驾驶座 黑色车子开离原地 易容好了 顺便送我去港区附近怎么样 弗兰特笑着转头问道 池飞池来之前 也换了那张雀斑欧洲青年脸 开着车 点了点头 声音嘶哑道 送你到青山公园 OK 弗兰特也习惯了 那张冷漠脸 没放在心上 应了一声后 神色认真了些 压低声音 原度易郎之前 透露给我的炸药信息 确实有问题 不是三天后抵达的货轮 而是半个月前 从美国港口出发的货轮 大概二十天后 会抵达千叶线附近 之后 他们会让渔船 去将炸药卸下来 从千叶线的偏僻海岸过 避开检查 再运送回东京 具体的抵达时间 还无法确定 确认过了吗 池飞驰问道 确认过了 这一次应该是真的 弗兰特点头 又低声道 昨晚有天打电话给我 告诉我 明天有一趟货轮出航 回来的时候 也会带一些军火 他要跟着去押船 问我要不要跟过去 如果我跟过去 说不定能获得其他线索 暂时不需要 池飞驰否认了 跟过去这个提议 从日本港口 到美国东海岸的货轮 大概需要航行40天左右 易容根本维持不了这么久 如果弗兰特要伪装跟着去 他也得混进去 跟着在海上飘40天 他不是不乐意去海上溜达一圈 说不定还能顺便 带飞离去美国找飞沫 不过 两个顶着易容的人 在货轮上 跟其他人同吃同住40天 暴露的风险太大了 弗兰特是利用 有田喜欢小泉九美这一点 才打入那个走私团伙内部 那么在船上 那个有田 必然会把易容成小泉九美的弗兰特 盯得紧紧的 而他帮弗兰特更换易容 两个人就要偷偷碰面 暴露的风险更大 再者 如果弗兰特有问题 无论是出卖组织 还是本身是卧底 一旦确定组织让他去跟船 那么也会猜到拉克 和贝尔摩德这两个会易容的人 会有一个跟上船帮他易容 在美国港口布置人手进行抓捕 谁去谁完蛋 综合考虑 这一趟跟船出行 或许能得到更多线索 但风险太大 不值得 四十天时间 组织从其他方向调查 也未必不能获得一些线索 不去 这是他做出的决定 估计那一位 也会做出一样的选择 还能不能再准确打听出 目标是在麻萨诸塞州哪里 我尽量 弗兰特皱了皱眉 他们对目标的消息瞒得很严 我试探过有田 还试着灌醉过他 不过他喝多了什么都不会说 而每次谈到军火来源 他都会转开话题 我不敢过度追问 再寻找机会试探一下 争取在缩小范围 池飞驰思索了一下 另外 把他们这些年的出行信息 整理之后发给我 有多少要多少 弗兰特愣了一下 提醒到 每次来往美国 他们选择的港口不是同一个 从波士顿到昆西一带的港口 都有可能 而且信息太多了 近五年的出行 信息我都能弄到手 你全部需要吗 全部 池飞驰找了个偏僻的地方停车 帮弗兰特一容 又将弗兰特送到港区 回到新宿区附近后 看了一下时间 已经上午十点多了 给那一位发邮件 简单说了 跟船过去的事 不用跟船出行 尽量锁定大概位置 从其他方面调查 那一位给出的答案 跟他预想中一致 明白 Rookie 池飞驰回复了一下 又给勤酒发邮件 说炸药的事 弗兰特确认 运送那批炸药的货轮 半个月前 从马萨诸塞州港口出发 会在千叶县海湾附近 转移炸药 转移的具体时间 位置不明 Rookie 等了大概十多分钟 勤酒的电话才打过来 拉克 我一个人在街上 方便讲电话 勤酒确认了 池飞驰这边的情况 也没磨蹭 情报准确 根据他们走私团伙的 一个船员说 最近他们确实在 千叶县那边有所安排 转移的具体时间 地点 等货轮大概进入 日本海域之后 再进行调查 明白了 池飞驰懂了 估计勤酒 又抓了某个船员的把柄 让船员盯着团伙最近的动向 他这边让弗兰特 从高层确认 走私炸药的货轮详情 出发时间 预算抵达时间 和大概的行动计划 而勤酒那边 则是随便威胁 两个底层成员 利用动向等消息 来判断弗兰特提供的 平板准不准确 之后还会继续跟进 确认 这样一来 基本就可以确认 情报准确了 挂断电话 毛里兰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邀请他去森林域 不去 啊 好的 那我问一下小爱 嗯 池飞池果断拒绝之后 打电话让大山迷找个地方 把检测脑电波的设备送过去 再指定了一些设备 一并送过去 之后 又联络了在附近地点的乌鸦 确认小全红子的动向信息和位置 学生们又放暑假了 四处跑 四处玩 光知魔人是这样 飞红魔女也是这样 简直不要太闲鱼 某游乐场外的餐馆里 飞羽快逗 中森亲子 小全红子 陶景惠子 凑在一起吃饭 商量着饭后 要去游乐场玩 去海底世界怎么样 中森亲子笑咪咪道 喂喂 黑羽快逗 一头黑线 明知道他怕鱼 还去那种地方 红子 你呢 中森亲子 没有搭理黑羽快逗的抗议 转头看小全红子 难得你答应 跟我们一起出来玩 你有没有什么想玩的地方 我们一起去 小全红子刚想说 海底世界不错 察觉自己手机铃声响 说了句抱歉 拿出手机看了看 这个号码是 池飞池 接听 我是小全 红子 出来一下 我在你们吃饭的 餐厅旁边的巷子 叫上快逗 好 我知道了 小全红子挂断电话 起身对黑羽快逗逗 跟我来一下 我有话想跟你说 哎 黑羽快逗疑惑 跟着站起身 见小全红子 转身往外走 跟了上去 有什么话 不能在这里说 你哥打电话给我 找你有事 小全红子解释着 推开餐厅的门 左右看了看 找到旁边那条巷子 静止过去 钟森亲子和陶景惠子 原本还觉得奇怪 不过隐约听到 小全红子的话 也就没有多想 黑羽快逗 跟着小全红子 进了巷子 脚步有些迟疑 他第一次遇到 池飞池 就是跟着小全红子 傻乎乎 跑去找池飞池 结果被威胁 被控制 被绑架 红子那天就直接 把他卖了 还帮池飞池 替他在学校 老师那里请假 让四景先生 误会他有个哥哥 最后真得了 一个便宜老哥 今天这情况 怎么看着 就有点不对劲呢 跟那一天 有点迷之相似 巷子里 池飞池已经泄了一容 丢在墙角里烧毁 听到脚步声 转头看去 你突然找我们 是有什么事吗 小全红子走上前 池飞池从口袋 拿出从海底 带上来的两块宝石 丢给跟在后面的 黑羽快逗 给快逗送点东西 黑羽快逗 原本还琢磨着 要不要准备跑路 发觉池飞池丢东西过来 下意识地接住 定睛一看 两块巴掌大的宝石 他作为怪盗基德 接触过的宝石也不少了 初步判断 是真的 我出去玩找到的 送你了 池飞池没跟黑羽快逗磨蹭 又是一小全红子跟自己来 黑羽快抖住一了一眼 没放在心上 继续检查宝石真伪 是不是那块潘多拉宝石 要等晚上月光出来 之后才能判断 至于小全红子 反正跟着飞池哥 也不会出什么事 不用他操心 池飞池带小全红子 到了巷子深处 转身道 红子 能不能配合我做个研究 研究 小全红子疑惑 是什么魔法研究吗 魔女研究 池飞池道 我想要你的身体 检查报告 毛发血液标本 再做个脑电波检测 等等 小全红子后退一步 惊恐盯着池飞池 你想拿我当实验品 不算实验品 只是提供一个对比数据 池飞池觉得 作为朋友 应该小知以情 动之以理 把话说清楚 我自己也检查过 我的报告可以跟你共享 只不过 我体内没有特殊能量体 除了毒线 没用科学手段 检查出什么特殊的地方 难道你不想知道 魔力的具体形态 或者魔力释放时 你的身体状况 知道了这些 说不定就能发现 更进一步的捷径 或者解决一些限制和麻烦 比如说 魔女流泪 魔力消失这个问题 或许就能得到解决 小全红子被说的有些心动 要是能用科学手段 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确实是好事 不过 池飞池 等着小全红子考虑 经过飞离的事 他发现 如果只有他一个特殊个体 很多情况无法确认 但如果能有另一个特殊个体 进行对照 说不定就能对比 佐证出一些真相来 这个世界上 除了他之外的特殊个体 他只知道小全红子 蜘蛛不算 蜘蛛最多是个 利用了科技手段 辅助自己的催眠高手 跟魔术师一样 和他们不一样 小全红子犹豫了一下 还是拒绝道 不行 我可是赤魔法的正统继承人 怎么可以作为 别人研究的试验品 观察对象也不行 而且 魔法和科技可是冲突的 说是天生敌对的 两个存在也不为过 要是用科学手段去 撕了 秦威声响下 小全红子瞪大眼睛 看着池飞池 缓缓往后倒 研究 池飞池右手扶住小全红子 左手将电机器装进口袋 小只以情 动之以理行不通 就可以考虑不讲理了 还魔女呢 小全红子这警惕心 真的太差了 那边巷口 飞羽快逗顿住脚步 无语看着池飞池 他本来是想过来 告诉池飞池宝石是真的 却正好目击到 池飞池的行凶现场 这个时候 他该说点什么好呢 池飞池抱起小全红子 越过呆战原地的 黑羽快逗 快逗 麻烦你去跟你朋友说一声 红子有事去忙 不跟你们去玩了 飞池哥 你这是干什么啊 黑羽快逗回神 连忙转身跟过去 带他去个地方 池飞池往巷子口走 可是 你这样是不是有点 有点 不太好 黑羽快逗无语提醒 有什么事好好说 不就行了吗 他不同意 池飞池到了巷子口附近 拉起外套帽子 挡住脸 黑羽快逗 不同意就强行带走 这是绑架 还特地拉上帽子挡住容貌 这行为就更像绑架犯了 池飞池拉开停在路边的车的车门 把小拳红子放进后座 自己去了驾驶座 我又不会把他怎么样 等等 黑羽快逗忙道 这两块宝石我不能要 我晚上确认一下 不是潘多拉的话 我就送 不用 都说送你了 池飞池直接开车离开原地 黑羽快逗无语 目送车子离开 他能怎么办 想想那天池飞池提着镰刀砍蜘蛛的样子 他就明白了 战力不对的 而要是他耍小聪明 玩魔术手段 池飞池也知道不少魔术窍门 估计也没用 要是有用 暂时解救了洪子 那更惨了 接下来不仅洪子会倒霉 他也要倒霉 算了 飞池哥还是信得过的 洪子应该不会出什么事 他又不是故意卖 洪子 黑羽快逗 低头看着一手一个的大宝石 彻底沉默 拿人手短 等会儿他还要回去 骗亲子他们说洪子有事走了 替池飞池打掩护 看起来真的很像他把洪子卖了 换了两块大宝石 小泉洪子再次恢复意识 睁开眼 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陌生环境里 白赤灯罩在白色墙壁上 没有任何装饰 一片雪白 从玻璃窗反应的画面中 他看到自己躺在一个台子上 头部 手臂 脖子上揭满了各种线路 线路一直连接到周围亮着的仪器上 某个邪恶的自然之子 穿着白大褂 坐在一台仪器前 低头看着手里厚厚的一叠打印纸 头也不抬得问道 醒了 小泉洪子缓了一下 才想起之前自己被放倒了 立刻坐起身 你 你对我做了什么 别说那么容易让人误会的话 池飞池放下手里的报告 也别把线弄掉了 你拿我当试验品 小泉洪子悲愤交加 直接一个火球丢向池飞池 池飞池立刻操作着一台机器 确认小泉洪子现在的身体状况 之前小泉洪子昏迷着 没办法检测使用魔法石的身体变化 现在好了 可以检测了 闻 在火球飞到池飞池身前时 小泉洪子又默默把火球收了回去 不能打 打到池飞池 他会倒霉的 手臂又长 鳞片和羽毛都是青的 万一把池飞池打伤了 他整个人变成蛇或者乌鸦了呢 委屈 好气 他 他走 惹不起 他还躲不起吗 你应该来看看你的检查报告 池飞池打印着检测到的数据 与其平静到 在使用魔力时 身体数据确实出现了一些变化 刚响溜的小泉洪子迟疑了一下 一副不情不愿的模样 凑过去 黑着脸问道 哪里有变化 虽然不想承认 但他也很好奇 等一下 池飞池将数据打印出来 又从那叠打印值里 挑出截纸 放在一起对比 在你丢出火球的瞬间 大脑比之前活跃了两倍还多 而超声波扫描中 你身体状态有一部分瞬间模糊了 也就是说 可能是在那一瞬间 你体内从腹部到右手这一带 有能量干扰了超声波 还有 这里 飞翅趴在桌上 探头看了一会儿 感觉看那些数据 看得有点头晕 一转头 就发现小泉洪子睁大眼睛专注看着 之前魔女小姐 不是不同意实验研究的吗 哎 人类真是太复杂了 这说明什么 小泉洪子看了一会儿 好奇问道 你的魔力 可以用科学手段检测出来 池飞池将打印纸收起来 比我的情况好一些 等以后收集的数据多了 能有一些收获 比如 知道怎么增强魔力 以后啊 小泉洪子纠结 犹豫 他也研究魔法药剂 知道这种研究 确实要大量的数据支撑 也想研究下去 看能不能有成果 不过 我已经强迫参与过了 以后参与研究也没关系 池飞池将打印纸放进抽屉 之前的报告都在这里 还有我的 想看可以随时过来看 不过不要带走 小泉洪子仔细想了想 都已经破例了 再研究下去 好像 也没关系 难道池飞池看出他很纠结 自己做坏人 让他能找个理由说服自己 不管是不是 都算帮忙了 让他能做想做的事 谢谢 池飞池回头看了看 小泉洪子的感动脸 不客气 所以 魔女小姐是在想些什么 小泉洪子一秒 收起脸上的感动 装作一脸平静的问道 那么 还需要我使用各种魔法师的 身体数据 对吧 嗯 不过不急 改天再说 池飞池问道 还不饿吗 小泉洪子摸了摸肚子 不说不觉得 被池飞池这么一说 还真的饿了 我午饭吃了一半 就被叫出来了 现在几点了 晚上九点十二分 池飞池拿出手机看了一下 脱下白大褂 拎起飞池 我请吃饭 谢谢 小泉洪子到了县 疑惑问道 我晕了那么久吗 我担心中途醒过来跑了 池飞池又顺手断了实验室的电 走向门口 又给打了针麻醉 小泉洪子刚拿出手机照明 听到这话 脸有点僵 到底做了些什么 我说了 别说那种让人误会的话 池飞池打开门出去 只是给做了超声波检查 抽了三管血 采集了几根头发 剪了一点指甲 检测了的脑电波 小泉洪子 居然抽他三管血 这可是魔女的血啊 很珍贵的 哼 邪恶的自然之子 之后 我就去找了其他人的血液 头发来进行对比 池飞池到 偷偷去医院血库 距离发电采集的 折腾了一下午 小泉洪子无语问道 那么结果呢 跟其他人有没有区别 的身体情况 跟其他人没什么区别 就是普通高中女生的体质 不过基因跟其他人 都有一点差别 具体的 我还无法确定 对比的样本还是太少了 池飞池静止走到 停在外面 巷子里的车前 打开车门上车 我把我和的样本做过对比 跟其他人对比 似乎也没有多大的异常 不过有时候 某一项数据的细微差别 都有可能是关键 数据在抽屉里 有空可以自己看看 我无法做出准确判断 缺少样本 小泉洪子跟上车 扬了扬下吧 那还不简单 交给我 想要多少有多少 飞池 魔女小姐之前 不是还很生气吗 太容易被转移注意力了吧 行 以后有空也可以自己过来 石飞池将两把钥匙 递给小泉洪子 想去吃什么 什么都行 小泉洪子接过钥匙装好 明天有空过来吗 有 刚抽过血 又注射过麻醉剂 有些数据可能有问题 可以缓一下 等身体恢复最佳状态 再重新检查一下 明天有空过来 帮我监控一下我的数据 我想看看 在召唤乌鸦时 我的身体数据 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好 那明天在这里碰面 我身体挺好的 大概过两天就能恢复 到时候再测我的数据 而且 我们放暑假了 我过段时间要去美国 喂 只有我一个人研究吗 平时继续研究的魔法药剂 想过来的时候 过来一下就行了 先填充数据库 短时间别想研究什么来 也对 那这样吧 我明天过来的时候 在实验室周围 布置一个阵法 免得报告丢失 或者被毁了 辛苦了 没事 研究玄学的科学研究 和谐愉快地持续了两天 实验室在江东区 一开始 大山迷是为了方便工人 从海上搬运机器 也只当作给持飞池 放各种奇奇怪怪机器的地方 就在港口附近 很偏僻 这也方便了 迟飞池和小泉洪子研究 偶尔检测一下飞行 或者大型魔法 也不用担心被人看到 两天时间 把两个人各种状态下的 身体数据检测了一遍 两个人都没在过去 江东区距离两人的住所 都有点远 迟飞池早上 还要去帮弗兰特重新易容 再跑到江东区去 一天要开车三 四个小时 各条路线都快摸熟了 毛利针探事务所 毛利小五郎 毛利兰 柯南 往楼下走 冲野洋子跟在一旁 穿了身跟普通人 没什么两样的衣服 还戴了副黑矿眼镜 做伪装 我说的那个朋友 就住在背户艇三丁目 我开了车过来 毛利先生 就坐我的车过去吧 是吗 毛利小五郎 跟偶像在一起 笑容都有些飘 那就麻烦洋子小姐了 哪里 冲野洋子笑着 又道 其实我也有给池先生 寄邀请函 不过他 一直没有回复 这是们几个好朋友的聚会吧 毛利小五郎不爽道 为什么要邀请他 那个外人参加 难道池飞池那小子 跟冲野洋子关系 真的不一般 极度 极度使他面目全非 极度使他丢失了老师 该有的慈爱 是因为前段时间 两家公司的矛盾 我朋友都比较担心我 冲野洋子有些不好意思 虽然我也知道 池先生很忙 邀请他 参加这种私人庆祝派对 有些不太合适 但还是想着 如果他能跟毛利先生 一起过去的话 也正好可以告诉大家 不用担心 事情已经过去了 一个邀请 有什么不合适的 毛利小五郎 刚想下意识地 说出这句话 夸海口把池飞池带过去 不过总算没彻底遗忘 自己是人家的老师 他可不想拿身份压徒弟 去做不愿意做的事 开玩笑可以 要是池飞池真的忙 那他也不能勉强 他忙一阵子 闲一阵子 最近好像是不怎么有空 这样吧 我帮打电话问问他 他也住在背护厅 离那里应该不远 哎 冲野洋子意外 池先生也住在背护厅吗 是啊 柯南好奇 杨子小姐 不是有给池哥哥寄邀请函吗 因为我不知道他家里的住址 所以邀请函是直接寄到 Think公司的 冲野洋子笑着解释道 柯南顿时明白了 能知道池飞池住址的人 肯定不多 池飞池背景摆在那 如果家里庸人 管家一堆 有人去拜访 或者去找麻烦 都有人应付 但偏偏池飞池一个人住公寓楼 要是有什么偏激人物找上门 还是挺麻烦的 虽然他觉得谁去找麻烦 谁要倒霉 但被麻烦是很闹心的事 估计也是因为这个 Think公司和珍池集团的人 都不会随便透露池飞池的住址 池飞池那家伙 也不会随便跟别人说 那也难怪了 他很少去公司 估计根本没看到邀请函吧 毛利小五郎 也没透露池飞池的住址 拿出手机打电话 电话接得很快 是他大徒弟的风格 老师 问候冷淡的不带一点情绪 也是他大徒弟的风格 可 毛利小五郎倾咳一声 突然不太确定 能把池飞池叫出来了 飞池 杨子小姐有个朋友要订婚 今晚会在家里举行一个小型派对 地址就在背户艇 杨子小姐在我这里 我们刚打算过去 他说给寄了邀请函 但没有回复 我是想问问 今晚有没有空 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过去参加派对 冲野杨子侧目看了看 转头对毛利兰低声笑道 毛利先生面对弟子 就像是个严格的老师呢 跟之前和平时的样子都不一样 一瞬间 严肃地像个雷厉风行的名侦探 他都觉得意外 是 是啊 毛利兰看着自家老爸不苟言笑的脸 心里汗了一下 不 这大概是被飞池哥的冷淡语气冻到了 所以看起来很严肃 那大概是他寄到公司去了 我没注意 电话那边 石飞池解释了一句 又问道 具体在背户艇哪里 我现在在家 是直接过去 还是先过去毛利侦探事务所接您 不用 我们跟杨子小姐一起过去 在背户艇三丁木百货大楼对面的公寓 直接过去就可以了 我们在停车场等 好 嘟 正是说完就挂电话 依旧是他大徒弟的风格 毛利小五郎收起手机 转头对冲野杨子笑道 杨子小姐 他会直接过去 我们也出发吧 这一秒 从严肃脸变笑脸 让冲野杨子看得一乐 他就说嘛 名侦探怎么可能简单 这转变快速又自然的脸色 太厉害了 就像以前一样 平时笑哈哈 像是没脾气 但破案又严肃得很有气势 要是因为和气的模样 就觉得这位名侦探不着调 那可就错了 真是谢谢您 毛利先生 冲野杨子一脸诚恳地道谢 哈哈 也不是什么大事了 毛利小五郎笑得更飘了 他这徒弟没话说 很给面子 改天居酒屋走起 他请客 背户艇三丁木 一栋公寓楼外的停车场 池飞池没开车 一路逛过来 在停车场等了一会儿 就看到冲野杨子开的车进了停车场 柯南 毛利小五郎 毛利兰 死神小学生 推理工具人 报警专线员都到齐了 很好 又有一个事件即将发生 本来他是打算待在家里宅着 等会儿去阳台上喝会儿酒 然后就睡觉了 不过反正也没什么事 自家老师都打电话了 那当然 要给个面子 冲野杨子下车 等毛利小五郎三人下车后 锁好车门 一同上前 他上次见吃飞池 还是在大阪3K饭店的酒会上 双方只是聊了一些商业应酬话 而且都是他在说 持飞池偶尔应两句 感觉很有压力 好像哆嗦续道 都是不应该的 虽然今天持飞池穿得很休闲 一身黑色运动服 只有袖子上 印有白色的英文字母 比一身西服的毛利小五郎 看起来要放松不少 但 还是好紧张 毛利小五郎再怎么出名 也是圈外人士 又是他的粉丝 他相处起来不会紧张 不过持飞池不一样 持飞池不是他的顶头上色 但娱乐圈里的资源 说到底 还是资本把持 Thank公司现在蒸蒸日上 有仓墓麻木 有至今还爆火的综艺节目 之后 社长跑去登台溜达了一圈 现在提起小田切明也 比他们还火 人气高得吓人 要人有人 要名气有名气 要节目有节目 这么一个公司 如果他惹人家不高兴 两个公司再开战 是不太可能了 只会是他家经纪公司 冷藏他一段时间 飞池哥 毛利兰带着柯南 上前跟池飞池打招呼 池哥哥 柯南乖巧叫人 冲野杨子跟上前 露出歉意笑容 麻烦您过来一趟 提出这么无理的要求 还让您在这里等 真是抱歉 没什么 我刚到没多久 池飞池客气道 那我们先上去吧 冲野杨子笑着带路 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到 对了 杨子小姐 你那个订婚的朋友是谁啊 毛利兰问道 冲野杨子笑道 那个人说出来 你们肯定认识 嗨 杨子 停车场另一边 一个波浪卷长发束在脑后 带着墨镜的男人 从车前走来 咦 冲野杨子惊讶转头 男人走到镜前 将墨镜拉下来一些 笑道 没想到你真的把名侦探 毛利小五郎带过来了呀 毛利兰认出了男人 啊 你不会就是那个饰演侦探左蚊子的 剑齐修 毛利小五郎惊讶出声 发觉一旁 有人看过来 剑齐修连忙尴尬笑着 竖指嘘了一声 示意别惊动周围的路人 毛利兰连忙指声 等路人过去之后 才好奇道 难道杨子小姐那位要订婚的朋友 我是杨子小姐那个朋友的未婚夫 杨子小姐 那个要订婚的朋友 就是要跟我订婚的女孩 剑齐修解释 又笑着对冲野杨子道 没想到你真的把毛利小五郎请来了 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我还没有告诉他 想给他一个惊喜 冲野杨子解释着 又看向吃飞池 对了 这位我们跟着毛利老师来蹭吃蹭喝 应该没关系吧 池飞池转头问剑齐修 冲野杨子不正式介绍一下 会觉得怠慢他 正式介绍 就要说到他三个公司股东的身份 本来人家几个好朋友的聚会 带了一个别的公司的高层来 还是之前和冲野杨子经纪公司 关系不大好的公司的高层 会有点奇怪 还不如用毛利小五郎某 蹭吃蹭喝的徒弟这个身份 显得清静一点 剑齐修当即失效 当然没关系 欢迎 冲野杨子心里松了口气 招呼一群人过去 到了公寓楼一户人家门口 毛利小五郎按了门铃 却发现 没有人来应门 奇怪 冲野杨子疑惑 大家应该都到了才对 说着 又忍不住勘驰飞驰 见驰飞驰没有面露不满之后 神色才稍微放松了些 哦 门没锁爷 毛利小五郎发觉门没锁 打开门 探头想看里面的情况 刚探头 就发现一个网球拍 从天而降 你这个 可恶的大混蛋 门后的短发妹子喊着 用力将网球拍打下去 啪 网球拍的线直接崩断 球拍套进了一脸茫然的 毛利小五郎的脖子上 池飞池无话可说 自家老师的头够硬 怒打毛利小五郎的短发妹子 叫曹野勋 目前是女演员 等一群人进门解释清楚之后 曹野勋再三跟毛利小五郎道歉 又不好意思地笑着 解释了原因 最近我被疯狂的影迷骚扰 觉得很困扰 刚才从门径看出去 看到一个陌生男人 所以才柯南半月眼 既然想见毛利小五郎 特地让冲野杨子邀请 就应该知道大叔的样子才对吧 毛利兰期待问道 那么跟剑齐先生订婚 又跟杨子小姐是好朋友的那个人就是 没错 就是我 曹野勋伸手抱住剑齐修的胳膊 笑道 我们的婚礼 决定在明年春天举行 剑齐修也笑着 不过 这件事还没有向媒体正式宣布 对了 我记得小勋小姐在侦探左蚊子里 也有跟剑齐先生一起演出吗 毛利兰笑道 咔啦 一旁的门被打开 一个留着波浪卷中长发 看起来比较成熟的女人进门 没错 今晚大家准备一起欣赏那部影片 一边祝福 女人竖起食指 笑着眨眼 一边嘲弄他们 这对金童玉女 毛利兰顿时认出了女人 是月野雪爷 你怎么又贴上这么炫的指甲 小雪 剑齐修笑着调侃 迟飞迟看了看月野雪的指甲 留得很长 特地做了红色的美甲 看起来是很招摇 理了理记忆里的片段 大致的剧情都已经串联起来了 这次事件 就是因为月野雪喜欢剑齐修 原本是他跟剑齐修一起出演 侦探左蚊子的电影 不过之后 角色换成了曹野勋 而一部电影之后 曹野勋和剑齐修就要订婚 妹子心态崩了 用指甲直接划破了曹野勋的喉咙 而事实上 曹野勋喜欢的是自己的经纪人 和剑齐修订婚 只是在演戏 想逼经纪人跟他坦白心意并结婚 最后 曹野勋没死 谎称是疯狂影迷做的 月野雪也没被追责 哎呀 真是太可惜了 毛利小五郎遗憾感慨 冲野养子 曹野勋和月野雪 还差一个人就全都到齐了 你是在说我吗 门口 一个叼着烟的黑发妹子 斜靠在门框上 外套披在肩上 一脸酷样 哎 毛利小五郎疑惑回头 灰美 冲野养子笑咪咪打招呼 曹野勋神色有些玩味 哎呀 小灰姐 也来了呀 对呀 星野灰美一脸冷淡 是杨子 叫我无论如何 也要过来一趟的 如果你不欢迎 我现在就走 怎么会呢 冲野养子立刻上前 笑盈盈将星野灰美拉进门 我们地球淑女队 好久没有聚在一起了 地球淑女队 柯南疑惑 你不知道吗 毛利小五郎 兴致勃勃地跟柯南科普 曹野勋是花香四溢的草原 月野雪是山顶矮的白雪 星野灰美是夜空中闪耀的满天繁星 而冲野养子呢 则是波光灵灵的蓝色海洋 他们四个人 前些年组成的唱歌组合 叫地球淑女队 统一的队服 就是不同颜色的沙衣 加上一个外星人一样的发孤 持非持贤毛利小五郎 啰嗦半天 说不到正题 接过话 之后 因为星野小姐和曹野小姐吵架而解散了 毛利小五郎 浪漫点 说话的方式请浪漫点 冲野养子 外星人 曹野勋 仔细想想当年的队服 月野雪 头上戴的那个有两根天线的发孤 确实像外星人 星野灰美 当年她是脑子进水了吧 居然会接受那么二的队服 近年 曹野小姐和星野小姐 在往影视方面发展 而月野小姐 在综艺 电影 电视剧 主持方面都活跃过 杨子小姐和月野小姐差不多 不过只有杨子小姐还在唱歌 持非持把四人的近况 简单说了一下 她当初了解明星情况时 也了解过地球淑女队 现在又有家娱乐公司 这四人目前的近况 她也听说过一点 你还真够了解的 对了 你是剑琪的朋友吗 星野灰美 又看了看其他人 目光锁定毛利小五郎 还有这位是 还带了小孩子 月野雪也看向剑琪修 难道是剑琪的哥哥 啊 不 我其实是 毛利小五郎的介绍 被从客厅里出来的男人打断 那个 侦探左蚊子要开播了 脸上长着雀斑 穿着围裙的男人 站在客厅门前 有些唯唯诺诺 大家难道不去看看吗 时飞时抬眼打量了男人一眼 这就是曹野薰的经纪人吧 也就是曹野薰真正喜欢的那个人 我不想看了 曹野薰顿时一脸不爽 转身朝浴室走 我想先去洗个澡 等不完之后 再来叫我好吗 可是 男人纠结道 这样我做好的菜就全都凉了 你还是先跟大家一起 少啰嗦 我说不看就是不看 曹野薰回头朝男人发火 一个被淘汰掉的家伙 居然也敢直视 我做这做那的 说完 直接往浴室去 男人愣了愣 低声道 对不起 喂 阿勋 见齐修连忙追了过去 迟飞迟转头 见那个经纪人 目光一直停留在曹野薰离开的转角 想了想 还是没说什么 虽然 他想解开误会 好好参加一次派对 但谁知道直接说穿 会引发什么后果 万一没到曹野薰生死关头 兼雄赌的选择也不同呢 直接揭穿人家把戏的他 不就是破坏气氛 又惹人讨厌 大家又没有多数 他懒得管 他果然还是这样 月野薰倾笑出声 每次一播放他出演的电影 他都不好意思跟大家一起看 就跟我们想的一样 冲野扬子有些期待 等等 你们打算完真的呀 星野灰美一脸无语 当然了 冲野扬子笑着上前 挽住星野灰美的胳膊 所以我们 才特地叫你来啊 什么完真的 毛利小五郎疑惑 星野灰美叼着烟 转身往客厅走 那我去客厅里等 月野薰也跟了过去 回头笑道 杨子 你先去洗手间换装 OK 冲野杨子笑明明应声 转头看池飞池 抱歉 池先生 适配一下 我去洗手间换一下衣服 你和毛利先生 先和大家去客厅吧 没关系 没关系 毛利小五郎笑道 我在这里等你 我去看 侦探左文字 池飞池转身朝客厅去 柯南犹豫了一下 跟上池飞池 我跟池哥的一起 毛利兰笑着感慨 柯南和飞池哥的关系 还是那么好 柯南 他是觉得等在这里 太无聊 还不如跟池飞池看电视去 客厅里 做好的饭菜和啤酒 一同摆在桌上 电视上 侦探左文字 已经开播 听到开门声 已经到了客厅的剑齐修 月野雪 心也灰美 起起转头 哎呀 这位小哥 你带小朋友先过来了呀 心也灰美打招呼 又看向柯南 小朋友 如果肚子饿了 可以让尖雄先生 帮忙准备点信 谢谢灰美姐姐 我不饿 柯南乖巧麦蒙 跟着池飞 池到沙发上坐下 话说 见其修好奇 看池飞池 你和杨子关系很奇怪 我说不清楚 不过他之前 好像偷偷在注意你的情绪 哎 月野雪和心也灰美 又立刻盯上池飞池 眼里带着八卦的色彩 杨子小姐太紧张了 池飞池拿出烟盒 问其他人 抽烟没关系吧 没关系 月野雪笑道 灰美可是一直没问 直接叼着烟进来 她呀 还是那么喜欢装苦 我跟你们还客气什么啊 心也灰美调侃着 也点了支烟 剑奇先生 请问柯南等剑奇修看过来 才装作一脸天真的问道 小薰小姐真的说过 她想见见小五郎叔叔吗 是啊 她刚刚不是说了吗 有个疯狂影迷骚扰她 她想拜托毛利先生 把那个人调查出来 剑奇修解释着 笑着眨眼 不过 等她嫁给我之后 就不用担心那些事了 另一边沙发上 月野雪低着头 嘴角依旧带着笑意 不过留着长长指甲的右手 慢慢攥紧了些 池飞池视线 与一角注意到 没有多看 依旧看着剑奇修 你和曹野小姐的关系 也很奇怪 算了 稍微提示一下 如果月野雪想通了 别闹出什么闹剧来 今晚可以轻松点 剑奇修憨了憨 是 是吗 那边 跟月野雪坐在一起的心野灰美 也愣了一下 抬眼看池飞池 池飞池看到电视上 侦探左文字的画面 正好是剑奇修调查案子的剧情 拿到剧本之后 将自己设想成那个角色 去模拟 揣测角色的心理活动 让肢体 语言 表情结合 表达出准确的情绪 你对现在扮演的这个角色的心理解读 出现了一个错漏 月野雪疑惑 刚想说什么 客厅门被打开 冲野杨子 已经换了当初地球淑女队的队服 站在门口 笑着摆了个拍照姿势 你们看 剑奇修看得目瞪口呆 也顾不得 去追问池飞池那些话 是不是他理解那个意思 你们还真打算进行那个计划 柯南不由看了看冲野杨子的发姑 像是头上长了两根带星星的天线 完了 被池飞池带偏了 这么一看 真的很像外星人 心也灰美 剑奇修 月野雪 也忍不住看了头姑一眼 冲野杨子 别以为他不知道看发姑是什么意思 不就是外星人吗 好了 月野雪收回视线 站起身 朝门口走去 接下来就换我去返老还童了 你动作快一点 心也灰美也没提外星人 将话题接过去 还有我呢 知道了 月野雪带上了门 所谓的计划 就是趁曹野勋去洗澡的时候 原本地球淑女队的其他三个人 换上当年的队服 等曹野勋出来 就一起唱当年出道的歌 当作庆贺 那么 我们先来写给小勋的祝福语吧 冲野杨子笑着拿出一块板子合笔 自己低头认真写了一句 又转身 将白板递给池飞池 池先生 你要不要写一句 见其修抬头 叮 心也灰美抬头 叮 有问题 池飞池面不改色地接过白板合笔 看到冲野杨子先写下的祝福语 早生贵子 冲野杨子窘迫脸红 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池飞池低头写字 作为新婚祝福语 肯定没什么问题 不过冲野杨子一来就住早生贵子 有点彪悍 多少等他们写个白头写老之类的过渡一下吧 天元已定 四郎恨郎郎不知池飞池 他的意思就是 原本的缘分已经来了 不过傻男人还不知道 人家妹子都怨念了 暗示 疯狂暗示 柯南探头看着 池飞池的字 他不是第一次看到 以前只是签名 看着就觉得舒服 像是打印出来的一样 却又比打印出来的字 多了一些沉稳又不失灵力的气势 没想到写上一大段还是一样 看得舒服 字都能透着气势 很神奇 这就是书法 反正池飞池这家伙 绝对练过 不过 这句话的意思是 冲野杨子也探头看着 一开始也在欣赏池飞池的字 眼里有点冒小星星 不过看完池飞池写的话后 不由正了正 抬头疑惑 看见齐修和心也灰美 难道刚才这两人把事情跟池先生说了 见齐修 心也灰美 他们 怎么了吗 别用眼神传递意思 他们看不懂啊 一直窝在袖子里睡觉的飞池 不知什么时候醒了 努力从袖子探出头 兴冲冲凑热闹 主人 主人 我也要写 冲野杨子刚收回视线 看向写字板 就看到一个土蛇性子的舌头 从池飞池袖子里冒出彩 搭在板子上 脸色瞬间苍白 蛇 蛇 我的宠物 不咬人 池飞池解释 将笔和白板放在桌上 他想凑个热闹 飞池 合适点 别真的写出一堆字来 会吓到别人的 我知道 我知道 飞池搜一下 从池飞池袖子里滑到桌上 尾巴卷齐笔 星野灰美和剑气修 一开始也被窜出来的飞池吓了一跳 不过看到飞池用尾巴卷笔 也有点好奇 悄悄凑近一点 再凑近一点 飞池用尾巴卷着笔 就在池飞池留下的画 旁边画着 好 好厉害 星野灰美蹲在桌旁低呼 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飞池 剑气修也蹲在桌子另一边 是啊 他不会真的写出什么祝福语来吧 不像写字啊 毛利小五郎蹲在另一边 盯着观察 冲野养子也蹲在桌前 同样压低声音说话 怕惊动到飞池 他这样子好可爱哦 当然啦 飞池画着图 还不忘吐着蛇性子 回了冲野养子一句 他 飞池 又是今晚全场最佳 持飞池没说什么 看来不管是人还是动物 都要有一技之长 才会招女孩子喜欢 越野雪打开门进来 就看到冲野养子 剑气修 心野灰美 毛利小五郎 毛利兰 柯南围着桌子蹲成一圈 很不顾形象 而且一个个都专注地盯着桌子 不由愣了一下 又看了看 只有池飞池还坐在沙发上 不过依旧看着桌子 没有人说话 直勾勾盯着桌面 好像什么奇怪的仪式 或者被诅咒了 你们这是 越野雪刚疑惑出声 就见其他人齐齐转头 朝他束手指 噓 飞池已经画好了 像是两个纠缠在一起的 正反S图案 将笔一甩 重新钻进池飞池袖子里 好了 池飞池一看就懂了 蛇交尾 飞池这个老乌龟 冲野养子遗憾 是不是小雪进来 吓到他了 已经写完了 池飞池道 你们在干什么啊 越野雪疑惑上前 池先生养了一条宠物蛇 他刚才在给小薰写助符语呢 冲野养子兴冲冲 指着两个纠缠的图案 就是这个 他是很认真画上去的哦 这个图案 剑齐修刚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盯着图案看了看 突然语色 有点眼熟 就算现实中他没怎么见过蛇 但记得他以前好像看到过这个图案 很古老的 该不会就是那个意思吧 柯南语色沉默 有其主必有其虫 星野灰眉也沉默了一下 嘴角微微一抽 这个图案的意思该不会是 巧 巧合吧 冲野养子汗 这也算是祝福吧 来自动物的特有的祝福 不过蛇怎么可能明白 他们在祝福什么 巧合啦 绝对是巧合 毛利小五郎也汗道 徒弟家的宠物成精了 不可能 什么巧合啊 毛利兰有些疑惑 两个正反 S图案怎么了吗 没什么 就是真的够巧的 看来老天也有心祝福呢 冲野养子笑着 将白板递给毛利小五郎 毛利先生 你也写一句祝福语吧 飞翅忍不住再次从袖子里探头 主人 我给的祝福 关老天什么事 池飞翅默默将飞翅按回去 他让飞翅写祝福语 好像是个错误 其他人都在关注飞翅的祝福 压根就没留意他和冲野养子写了什么 也没注意到他的暗示 算了 坐等事件发生 毛利小五郎写了一句白头偕老 永结童心 留了自己的名字 想了想 又帮飞翅在图案旁写了飞翅两个字 将写字版和笔递给柯南 又转头 看着池飞翅袖口探头的飞翅 笑哈哈道 飞翅 我可是帮你把名字也留下了 以后可要念我的好啊 他叫飞翅啊 冲野养子 在池飞翅身旁弯腰 好奇看着飞翅 他真的不会咬人吗 星野灰眉也在一旁俯身看 试探着伸手 食指轻轻点在飞翅头上 好像很乖 星野小姐 你高冷的人设崩了 池飞翅低声提醒 星野灰眉脸一红 干咳一声直起身 我只是有点好奇 蛇这类宠物不多见 毛利兰也笑着看飞翅 不过飞翅确实很乖 飞翅哥一直把他带在身上 但一直没被咬过 对吧 嗯 驰飞翅应声 将飞翅拎出来 让他出来玩画 这一个个都直勾勾盯着他袖口看 如果不是他心理素质好一点 恐怕连手都不知该怎么放了 啊 冲野养子盲后退了一步 星野灰眉也汗了汗 之前不怕 大概是觉得 在驰飞翅袖子里 多少有点阻隔 现在看着一条被拎着的活蛇 还是有点吓人 不过他不能耸 稳住高冷表情 他不怕 他超酷 他会不会乱跑到别的地方去 我们是不怕 但说不定会吓到小薰 不会 驰飞翅将飞翅放到沙发上 柯南在写字版上 写了一句祝天天秘密 又写了名字 抬头就看见一群人围着飞翅 有种自己被遗忘在角落的感觉 拉了拉毛利兰的衣角 小兰姐姐 你要写吗 啊 好的 毛利兰回头 写过写字版写祝福语 不经意看到池飞翅写的那句话 觉得有些奇怪 不过见池飞翅在跟星野辉美 冲野养子说话 还是没有问 星野辉美盯着趴在沙发上 吐蛇杏子的飞翅 对视 伸手 摸一下 又快速缩回手 冲野养子 也忍不住试着伸手 快速摸一下 缩回手 越野雪也凑到一旁 伸手 快速摸一下 飞翅无语 往沙发边缘游动了一下 发现三个人立刻后退 转头告状 主人 他们就想趁我不注意摸我一下 摸我一下 我想靠近他们又躲 好像有点欺负蛇 吃飞翅懒的说飞翅 一群大明星陪着玩 这是多少人求不来的事 就知足吧 见其修也忍不住跑到沙发边 他看起来不怎么有精神 是不是饿了 蛇不需要天天喂 他还没到该喂食的时候 吃飞翅到 他担心精神起来吓到你们 是吗 见其修明显不幸 蛇怎么可能知道 飞翅之起身 盯着见其修 见其修吓了一跳 回钉飞翅 不敢动 飞翅又懒洋洋趴下去 主人说了 精神起来会吓到你 还不信 心也灰眉脑洞大开 精神或许是这条蛇 能听懂的口令吧 试探着出声 精神 见其修哑然失笑 灰眉 你也太幼稚了吧 哼 这可不是幼稚 刚才肯定有什么 让他在意的事 所以 他才会突然知其身来 心也灰眉强行晚尊 看着见其修 吓他 飞翅恶趣味上头 知其身 盯着见其修 啊 真的有反应也 冲野洋子觉得有趣 等飞翅趴回去后 也喊了一句 下见其 飞翅又知其身 盯着见其修 下洋子 见其修道 飞翅再次知其身 盯得还是见其修 下灰眉 见其修不服气道 飞翅知其身 还是选择盯着见其 下小雪 心也灰眉道 飞翅还是选择知其身 下虎见其修 啊 为什么还是我 见其修一脸无奈 哈哈 冲野洋子笑弯了眼 等飞翅趴回去后 又道 飞翅 你想下谁就下谁 飞翅又又又知其身 盯见其修 见其修无语 肯定是因为你们 让他笑太多次了 柯南看着四个大明星 又不顾形象地围着沙发 蹲成一圈 还反复折腾飞翅 忍不住拉了拉 持飞翅的衣角 等持飞翅侧头凑近后 才凑到持飞翅耳边 低声问道 让他们这么逗飞翅 真的可以吗 飞翅会不会生气啊 不会 持飞翅低声回了一句 该怎么说呢 这群人以为 是他们在逗飞翅玩 殊不知是飞翅在逗他们玩 毛利小五郎都看得遗憾 低声感慨 他们还真是有活力 毛利兰已经在写字版上 写了一句 祝你勇于爱和 也写了自己的名字 见一群人似乎玩着没打算停 起身走到冲野洋子身边 洋子小姐 这个给你 啊 冲野洋子起身 接过写字版和比 倩一笑道 抱歉啊 怠慢你们了 没关系 毛利兰笑了笑 伸手摸了摸飞翅 因为飞翅很可爱 也很懂事啊 哎 飞翅有点小得意的叹息 主人 我很快 也可以像团子一样 靠卖萌吃饭了 持飞翅 不错的理想 好了 接下来是灰梅姐 冲野洋子 将写字版递给新野灰梅 这有什么好写的啊 新野灰梅看着毛利兰 伸手摸飞翅 看也不看写字版 盯着飞翅 准备伸手 灰梅姐 月夜雪无奈拉新野灰梅 你还没换衣服呢 好了 我知道了 新野灰梅伸手 放开她 她也要摸摸飞翅 灰梅姐 冲野洋子帮忙拉新野灰梅 小薰等会儿就出来了 等我们庆祝之后 再跟飞翅完 也不晚啊 好吧 新野灰梅妥协 站起身接过写字版 刷刷刷写了一行 我同情你的悲伤 签上名字 又点了支烟 在纸上烙了个烟痕 我就这样 好了 用烟的烙印吗 还真是有你的风格 剑齐修笑道 飞翅的风格 绝对是最厉害的 话说 飞翅这么听话 有没有考虑过 让他去拍电影 心野灰梅说着 看向飞翅的祝福 就看到旁边那句天元已定 四郎恨郎郎不知 持飞翅 愣了一下 之前他就怀疑 这个年轻大男孩 是不是看出什么来了 现在一看这句话 实锤 人家确实发现了 他们的小把戏 这几乎就是 在给某些人暗示吗 难怪充野杨子疑惑看他们 是怀疑 他们将内情透露出去了 而更让他意外的是 持这个姓氏不多见 以前他也没听说过 不过最近风头正盛的 Fank娱乐公司里 听说就是三个年轻朋友 一起开的 最后才加入了 林木财团的二小姐 也算是流传 整个圈子的佳话了 一个是现在 比很多明星 还火的社长 仅是听行事部部长的儿子 小田切明也 也是外界最熟悉的一个 一个听说是 森元家的大少爷 人脉很广 偶尔去Fank公司 不过其他公司的艺人 都没怎么见过本人 算是半影 还有一个全影的人 貌似连Fank公司的人 都很少见 有的甚至没见过 不过听说是 真池集团未来的继承人 林木财团 也是因为这个人才入股 Fank公司的 真池集团作为跨国集团 在日本发展 也不如林木财团之类的大财团 一直以来也很低调 不过底蕴不容小觑 也就是因为 Fank娱乐公司一些艺人的传言 他才知道 真池集团的董事长姓池 那位大少爷 自然也姓池 姓池 年轻 又跟杨子认识 该不会是 星野辉美走神的一瞬间 冲野杨子倒是没多想 听到星野辉美说 拍电影 也赞同道 确实可以 可 当我没说 星野辉美将写字版递给冲野杨子 转头看池飞池 这才注意到 池飞池那双紫色的眼睛 原本他还以为 对方是戴了紫色的隐形眼镜 现在才反应过来 据说 那位大少爷眼睛就是紫色的 很特别 哎 冲野杨子没反应过来 疑惑好朋友的反应 嗨啊 星野辉美一头黑线 摆摆手 转身朝门口走 飞池可不需要我们操心 石先生想让飞池拍电影的话 飞池早就有电影出演了 好了 我去换衣服了 换句话说 人家不想让飞池拍电影的话 哪个剧组都勉强不来 求都未必能求过去 他又是怎么了 月野雪疑惑目送星野 挥美出门 他居然写了我同情你的悲伤 冲野杨子汉 确实是他的风格 既然他用香烟的痕迹做特征 月野雪接过写字版 刷刷写了一段英文祝福 再纸上印了个唇印 我就用这个好了 毛利兰看得有些脸红 这群人还真是 很 很开朗 月野雪也下意识地去看飞池的祝福 终于看到了池飞池流的话 也跟星野辉美想到了一起去 再结合星野辉美之前的反应 瞬间懂了 不由看了看池飞池 又看了看冲野杨子目光复杂 杨子带人过来 也不先介绍一下 他们刚才很没形象 完蛋 不过他都杀人了 一旦被人看穿他是凶手 什么印象也不重要了吧 冲野杨子还是没反应过来 发现月野雪看他目光诡异 一头雾水 见其修更是不明所以 怎么了 可 没什么 月野雪的神情 跟刚才的星野辉美一样 奇怪又复杂 将笔和写字版 递给站在一旁的经纪人兼熊赌 经纪人先生 也要写句话吗 尖熊赌刚想拒绝 就被冲野杨子阻拦 也写一句吧 冲野杨子笑道 就算想骂他两句 也没关系 月野雪道 尖熊赌接过写字版 低头写了半句 眼泪突然滴落在纸上 连忙道 对 对不起 冲野杨子一愣 没关系 那个 其实池先生写的 客厅门被打开 同样换了外星人套装的 星野辉美镜门 有些不好意思道 我已经换好了 我只是太高兴了 尖熊赌将写字版 递给冲野杨子 拉下眼镜 擦了擦眼泪 匆匆朝门外走 我去叫小薰来 他怎么了 星野辉美疑惑 转头看着尖熊赌离开 不知道 冲野杨子道 枪枪枪 电视机传来节目结束的片尾曲 剑气羞回神 无奈叹道 结果根本没什么人 看我们这部戏吗 因为飞尸很有趣呀 冲野杨子弯腰 伸手摸了摸沙发上的飞尺 仰头对星野辉美笑道 辉美姐 现在等小薰过来就行 要不要摸摸飞尺 星野辉美 还玩人家宠物呢 杨子星真大 过了五六分钟 尖熊赌敲门 其他人却没有发现 曹野薰的身影 我叫了他好几次 可是都没有回应 尖熊赌解释 会不会洗到晕倒了呀 毛利兰担忧 毛利小五郎 看向斗飞尺玩的剑气羞 一头黑线 出声提醒 剑气先生 要不要去看看 啊 剑气羞起身 依依不舍地看了看飞尺 出门前还不忘跟飞尺打招呼 飞尺 我去看看小薰姐 一会儿就回来 我看 他八成 是在闹脾气吧 真是的 毛利小五郎嘀咕 这样的未婚夫 一点都不靠谱 柯南总觉得不放心 悄悄跟了出去 发觉走廊上有一排血点 而见其羞 敲玉士门没有回应 喊道 快点把门打开 客厅里 听到动静的一群人一愣 也连忙出去看情况 持飞尺走之前 顺手将沙发上的 飞尺捞起来 主人 凶手应该是月野雪 飞尺认真道 他指甲上有血腥味 持飞尺 他身边总有一些 喜欢剧透的动物 浴室里 热气生疼 曹野勋坐在浴缸里 一只手和头搭在浴缸外 颈布下鲜血 顺着浴缸边缘躺到地上 染出一条长长的血液 柯南站在曹野勋身前 试了脉搏 转头催促愣在原地的剑其修 还有脉搏 现在送到医院去 还来得及 快啊 剑其修转身出浴室 快速扯过 挂在浴室外的浴巾 准备用浴巾 去抱曹野勋 柯南注意到 剑其修的举动 有些意外 既然是未婚夫妻 赶紧抱起来不就行了 发生什么事了 星野辉没跑到门口 怎么那么吵 小徐 尖雄赌一眼看到生死不明的曹野勋 脸色大变 直接冲进去 迟飞迟看了柯南一眼 拿出一袋密封消毒纱布 撕开后 直接塞到路过自己身边的尖雄赌手里 接过剑其修手里的浴巾 先止血 再搬运 别乱扶他的头 就让他的头垂着 用纱布稍微控制一下出血处的出血量就可以了 别太用力按 他好像以前就跟柯南说过了吧 越紧急的情况 越不能随便搬动伤者 要先判断伤者的情况 万一曹野勋颈部的出血处 正好因为垂着头 或者浴缸边缘压迫 出血速度变慢 这个时候 却突然有人将曹野勋抱起来搬动 导致出血速度突然加快 那本来能等救护车来的人 估计也等不来救护车就凉了 柯南看懂了迟飞迟的眼神 沉默 好吧 他好像又下着急了 尖雄赌越过其他人 跨进浴缸里 直接将曹野勋抱起来 没忘了迟飞迟的提醒 没乱动曹野勋垂着的头 用纱布轻轻附在曹野勋脖梗上流血的地方 迟飞迟也到了近前 先用浴巾帮曹野勋盖了一下 以免着凉 在尖雄赌爆曹野勋出来的时候 帮忙按住气管外侧 胸索乳突击前缘终点 指压压迫紧总动脉止血 见其他人还愣着 提醒道 见其先生 叫救护车 小兰报警 杨子小姐 去卧室拿一床毯子 暂时别把人移出浴室 以免着凉 毛力兰和冲野杨子 立刻分头行动 这 这样就可以了吗 尖雄赌一脸紧张地看着迟飞迟 还要不要做点什么 心也灰眉也到 我们也可以帮忙的 别紧张 该做的都做了 紧张也没用 迟飞迟到 其他人默了一下 听迟飞迟这冷淡的语调 虽然感觉有点怪 但心里突然就没那么慌了 没多久 打电话叫救护车的剑气修进门 将手机递给迟飞迟 救护车已经过来了 十分钟内可以抵达 医生要了解情况 冲野杨子 也找了一床毯子抱过来 迟先生 这个可以吗 迟飞迟点头 接过剑气修的手机 跟那边沟通了一下情况和处理方式 确认没有问题后 问道 我们这边有毯子保暖 送去楼下等呢 嗯 注意保暖 搬运小心 随时监控呼吸 心跳 出血情况 面色情况 保持通话 有什么意外立刻告诉我 电话那边道 还有 记得不要双侧压迫 嗯 知道了 迟飞迟应了一声 电话那边 已经有人被割喉了 那边的人比他还淡定 他还能说什么 可 总之 那边有人配合是好事 他的内心都平静了不少 柯南 找塑料部 把门口走廊盖一下 保护好现场 等警方过来 迟飞迟到 我和尖雄先生送他下去 柯南懂了 立刻跑去找了塑料部 将走廊盖了一下 以免迟飞迟和尖雄堵 进出的痕迹 破坏了那些血点 看来迟飞迟跟他的判断一样 有可能是内部的人作案 迟飞迟和剑雄堵 将人送下楼 等救护车 到了之后 剑尖雄堵执意要跟去医院 就自己回了楼上 门一打开 一群人立刻看了过来 飞迟哥 小薰小姐的情况怎么样 毛利兰连忙问道 迟飞迟进门 没死 进 刚哭过的冲野杨子 忘了擦眼泪 呆呆看着迟飞迟 没死 这算什么回答 好吧 这确实算回答 说明还有希望 迟飞迟见一群人 正正看他 又到 具体情况等医院的消息 别问他那些 他只是帮忙止血 防止情况恶化 又没有检查过 怎么知道伤势怎么样 有多严重 好不好处理 医院有没有处理好 虽然看样子 到了医院后及时出血 对伤口进行处理 估计曹野勋今晚就能脱离危险 但他要是说死不了 这些人估计还会以为是他在安慰 还不如等医院的结果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充野养子又开始抹眼泪 其他人围过去安慰 柯南走到池飞迟身前 看向一旁的袋子 池哥哥 我之前沿着血点到了门口 在门外发现了这个 咦 毛利小五郎立刻看过去 看过了吗 池飞迟从口袋里拿出一用手套 撕开袋子 戴上顺便给了毛利小五郎一双手套 毛利小五郎一愣 接过手套戴上 忍不住看了看池飞迟的口袋 他大弟子每次出门 还真的必备手套啊 有雨衣 破洞的手套 装眼药水的小瓶子 手帕 柯南表明自己已经看过了 毛利小五郎拿起小瓶子 打开袖了袖 神色严肃的分析 像是麻醉药 这么看来 凶手是先敲开了浴室的门 用沾了麻醉药物的手帕 让小勋小姐睡着 行凶之后 又到了门口 将身上的雨衣 手套一起装进袋子 丢到门外 老师 没有凶器 池飞迟提醒 嗯 毛利小五郎检查了袋子 确实没有发现凶器 那就奇怪了 如果凶手可以带走凶器 没理由 把行凶穿的雨衣这些东西 丢在这里啊 柯南低头思索 没错 而且地板上的血点很完整 没有被踩过 像是有人故意 拎着雨衣滴上去的 也就是说 凶手很可能没有离开这里 就在就在屋里的这些人之中 也就是说 毛利小五郎了然道 凶器很特殊 可能会让警方锁定凶手的身份 所以 凶手必须把凶器带走 柯南不由一个亮枪 站稳后 乌宇抬头看毛利小五郎 喂喂 大叔这脑回路 跟他不在一条线上啊 嗯 池飞驰认同 凶器确实很特殊 柯南惊讶看向池飞驰 池飞驰也这么认为 这家伙是为了给自家老师面子 还是被大叔带偏了 那可不行 他怎么能做是一个优秀 又出色的侦探 被大叔带上歪路 池哥哥 走廊上的血点好奇怪耶 柯南努力卖萌 想提醒池飞驰 没有被踩到的痕迹 不是羽衣被人穿着走过去 是滴上去的 而是有人拎着羽衣滴上去的 池飞驰抬眼看站在那边的一群人 换言之 凶手可以拎着羽衣 将血点滴上去 然后将东西装进袋子 丢到门外 又折返进屋里 特意这么做 是想误导人凶手已经离开 是外面的人 那就很可能是内部的人作案 怎 怎么会 冲野杨子不敢相信 凶器没有一起丢到门口 而凶手好像不担心 警方过来调查 找到凶器 那就说明 凶器不是普通的刀具 而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东西 当然 不排除凶手将凶器放到屋里某处 想嫁祸某个人的可能 但与其那么麻烦 还不如把凶器一同丢到门外 留下想陷害的人的指纹就行了 这也就证明 凶手不是不愿意将凶器 一起丢在袋子里 很可能是不能丢 时飞时转头看毛利小五郎 毛利老师说 凶器特殊 就是这个意思吧 咦 不是吧 大叔他 柯南惊讶看向毛利小五郎 发觉毛利小五郎目光迷茫 顿时半月眼 这不是大叔的意思 而是持飞时这家伙的判断吧 他就说嘛 大叔怎么可能想到这么多 吓他一跳 毛利小五郎猛了一下 随即一脸严肃地点头 可 没错 不过具体情况呢 还是要等警方过来 检查过屋里的东西 和大家的随身物品之后 才能确定 剑其修顿时肃然起劲 他只是一个试验侦探的演员 眼前这才是位真正的名侦探 他们还在担心交集 毛利先生就已经判断出这么多情况了 睿指 他虽然也无法接受内部的人作案这个判断 但毛利先生就算判断出一些情况 也还是保护现场 等警方过来进一步确认 没有贸然指控他们 谨慎 负责 这就是名侦探所该具备的品质吧 星野灰美看着一脸严肃的毛利小五郎 心生敬佩 原本他很喜欢宫藤新衣 觉得宫藤新衣年轻帅气 推理起来的模样简直不要太帅 现在看来 其他侦探也不差 而且感觉毛利先生比宫藤新衣多了一分稳重 严肃脸太有魅力了 虽然没宫藤新衣年轻 人家也有家有事 女儿都那么大了 但不妨爱他换个人崇拜吧 冲野养子也正色看着毛利小五郎 果然 毛利先生平时嘻嘻哈哈的样子 只是伪装 一到破案的时候 就会很厉害 很认真 而且 他今天还了解到 毛利先生是一个对弟子很严格的老师 平时教导应该也很上心 这么一个人 平时没有一点架子 还不时假装出丑 活跃气氛 真是太令人敬佩了 毛利小五郎还不知道 自己在几个明星 心里的形象无限拔高 看了看一群人 现在好像除了等警方来 就没别的事了 干脆说点闲话 缓解一下宁重的气氛 好了 大家都别紧张 不过话说回来 剑齐先生 你不打算去医院看看小薰小姐的情况吗 嗯 剑齐休遗憾 不会连毛利先生 也看出问题来了吧 他们演的 真的有那么差劲吗 剑齐先生 现在已经发生了命案 毛利老师希望你能坦白情况 池飞池又开始给自家老师刷名望 一个男人 怎么能忍受另一个男人 对未婚妻家里 比自己还熟 尖雄先生去厨房 去浴室 去房间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哪怕那个男人 是自己未婚妻的经纪人 但他 毕竟是个男人 你作为未婚夫 就算不闹 多少会有点吃醋吧 至少去浴室 叫自己未婚妻这种事 你不会看着另一个男人去 自己还能坐在沙发上 跟跟宠物蛇丸 一点都不放在心上 原来池飞迟早就注意到问题了 柯南有些意外 也看着剑齐休 说出自己的发现 而且 之前小薰小姐情况危急 你却去拿浴巾 尖雄先生 则是直接去报人 你和小薰小姐 真的是未婚夫妻吗 毛利小五郎刚想说话 就被池飞池抢先了一步 另外 曹野薰小姐的态度也很奇怪 之前好像讨厌尖雄先生 冲尖雄先生大吼大叫 但这种由朋友 未婚夫 几个客人组成的派对 又是值得庆贺的订婚派对 如果真的讨厌的话 他可以选择不叫上尖雄先生 省得心烦 持飞持神色平静地 盯着剑齐休 再加上尖雄先生的性格 还有他之前写住俯语的时候 突然哭出来的情况 真相应该是 曹野薰小姐和尖雄先生才是情侣 只不过 他可能因为自己怯弱 自卑等原因 一直没有给曹野薰小姐回应 所以 曹野薰小姐才找了你来演戏 想用这种方式来逼迫尖雄先生 勇敢一点 表明心意 月爷学脸色微变 惊讶转头看见齐休 是这样吗 毛利兰也看向剑齐休 剑齐休无奈笑了笑 又正色点头 没错 我和小薰确实没有订婚 只是演戏 他喜欢的一直是尖雄先生 毛利小五郎 这 他没想这么多啊 不过外人面前 不能耸 保持严肃 心也灰眉也一脸无奈 早知道会发生这种事 还会有毛利先生 这样的名侦探过来看穿 我当初就该阻止你们 进行这个计划的 灰眉姐 月爷雪难以置信地 看着心也灰眉 你也知道 是啊 心也灰眉低头 用打火计点了支烟 当初他们 跟我商量的时候 我就觉得行不通 月爷雪突然跪倒在地 捂着脸失声痛哭 小薰 心也灰眉一愣 蹲下身安慰 好了 小雪 发生这种事 大家谁也不愿意看到 是我对不起小薰 原本月爷雪 在割了曹野薰的脖子后 就打算吃酱血糖的药 也跟着自杀 在提前知道内情之后 心态崩了 是我做的 都是我 毛利先生说的没错 月爷雪抽气着 说了自己翻案的经过 他先是敲了浴室的门 等曹野薰开门后 将曹野薰迷晕 然后用流长的 尖锐的大手拇指指甲 割破了曹野薰的脖子 之后 他又将羽衣上的血滴在走廊上 把东西都放进袋子里 丢到门外 想伪装成骚扰曹野薰的 那个疯狂影迷 跑进来做的 选择那双满是破洞的手套 也是为了方便 让尖锐的指甲露出手套 本来他是想用指甲刀 把指甲剪了 不过没找到指甲刀 就用牙齿 直接把行凶的指甲咬断 丢进洗手间马桶里冲走 老老实实 交代得一清二楚 柯南听着 总觉得有点不得劲 解开谜题的乐趣又没了 不 他怎么能这么想呢 人命关天的事 不能说乐趣 可是为什么 冲野养子不解问道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斯郎恨郎郎不知 迟飞迟到 不仅是写给尖雄先生的 也是写给剑琪先生的 剑琪羞惊讶 看着越野雪 难 难道说小雪 外面 楼层电梯门打开 嗯 伤者 叫曹野薰 今年二十岁 住在二十八楼一号房 木木十三带队下了电梯 朝门口走 有些疑惑 可是二十岁的年轻女孩子 就一个人住在这种高档公寓 是哪家的千金大小姐吗 警官你不知道吗 高木舍按了门铃 有些期待地解释道 她是地球淑女队的成员啊 木木十三听差了意思 杀虫记 这是什么 呃 不是 高木舍刚想解释 门被打开 穿着外星人套装的冲野养子开门后 抬眼看木木十三 眼里还含着眼泪 后方 星野灰美刚把越野雪浮起来 都还穿着颜色亮丽 款式夸张的对付 木木十三 看看几人头上的天线 又看看三个妹子身上的沙衣 老脸一红 挠头笑道 真 真是抱歉 我们好像走错地方了 站在后方的毛利小五郎出声 木木警官 你来了呀 不是走错了 可 木木十三干咳一声 恢复严肃脸缓解尴尬 带队进门 毛利老弟 又在案发现场见到你了呀 毛利小五郎笑着挠头 木木警官 你这么说 会让人误会的 这是事件在召唤我名侦探 毛利小五郎 木木十三心里呵呵 抬眼看到池飞驰 哦 这次池老弟也在 木木警官 好久不见 池飞驰打招呼 木木十三一头黑线 仔细想想 好像是有一段时间 没见着池飞驰了 不过每次见到这些案发现场的常客 他心情都很复杂 好了 请你们说一下具体的情况吧 高木设拿出警察手册 准备记录 好的 毛利小五郎神色严肃起来 那么 就让我来将情况告诉警方吧 他们来这里的目的 在场其他人的身份 曹野勋受伤前后的情况 高木设刷刷记录着 心里不免感慨 毛利先生业务很熟练 了解情况 不用反复询问 解释 也难怪木木警官每次过来 都会直接找这些老熟人了解情况 记录起来 真是太舒服了 在警方到来之前呢 我们在门口发现了这个塑料袋 毛利小五郎 看向已经被拎进来的塑料袋 里面有沾血的羽衣 破洞手套 木木十三看了看那个明显被翻过的塑料袋 半月眼偏毛利小五郎和池飞池 这就是现场有侦探 最令人讨厌的地方 虽然他知道 这些人不会破坏一些痕迹 不会留下指纹 但他们警察还不到 就私自调查 会带坏别人的 之后 我分析出 这次事件 是内部的人作案 毛利小五郎道 哦 木木十三疑惑 毛利小五郎巴拉巴拉 把全盘推理说了出来 对犯案过程的猜测 锁定内部人作案的原因 对凶器不一般的判断 对几个明星复杂关系的推理 以及越野雪认罪 木木十三认真听着 不识点头 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 等等 案子已经解决了 是不是流程不太对 高木社也停下了记录 有些疑惑地 看着毛利小五郎 按以往的情况 应该是他们过来之后进行调查 然后过了一会儿 偷偷跟着警察了解线索的毛利先生 进入沉睡状态 进行推理 再之后 犯人认罪 这次他们才刚到呢 怎么就结束了 木木十三一脸怀疑地打量着毛利小五郎 而且 居然没有沉睡 不对劲 总之 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毛利小五郎一连串说完 觉得嗓子都有点发干 不由低声感慨 还是沉睡状态下 推理比较好 不会因为说太多 觉得嗓子不舒服 柯南在一旁干笑 那些沉睡推理 说话都靠他 大叔一觉醒来就能破案 当然不会觉得嗓子不舒服了 警方不可能就这么结案 还是要进行现场调查 问其他人的口供 顺便让月野雪 重述作案经过 一通调查 忙活到晚上十点多 没出什么意外 凶手就是月野雪 木木十三 听了高牧社的报告 再三打量毛利小五郎 是毛利老弟进步了 还是巧合碰对了 他深刻地记得 以前毛利小五郎没沉睡的时候 老是把他们警方带沟里 这次就算是正好碰对 但能碰对 就是种进步啊 叮铃铃 墙上的挂饰座机 突然响了起来 一直沮丧 站在旁边的冲野杨子一愣 见其他人看过来 迟疑着接起电话 对 我是曹野薰的朋友 什么 小薰他 其他人见冲野杨子脸色大变 顿时紧张起来 杨 杨子 月野雪下的不轻 星夜灰眉 也连忙追问 怎么了 是不是医院打来的电话 喂 难道 毛利小五郎脸色沉重 没事了 冲野杨子挂断电话 回头边擦眼泪边笑道 手术很成功 再过几个小时 小薰就能清醒过来了 木木十三松了口气 正色看向月野雪 那么 月野小姐 请你跟我们 木木警官 站在窗户前的持飞时转头 现在不仅医院那边 楼下也有不少听闻消息赶过来的记者 你们现在将月野雪小姐带下去 她以后的人生就全毁了 要不要等一会儿 等曹野雪小姐醒了 也可以问一下她要不要追责 可是 木木十三犹豫 毛利小五郎也帮忙说情 木木警官 就算回警局调查 也不缺这一会儿吧 木木十三点头 好吧 那就等记者散去之后再说 谢谢 冲野杨子盲道 谢谢 星夜灰眉也认真感谢 心里有些感慨 世界上除了宫腾心一 还是有很多厉害又体贴的人 可以粉啊 吃飞吃把剧情掰回正轨之后 就回到客厅沙发上坐下 楼下被记者围了 他不想被缠着采访 拍摄 暂时也没法离开 桌上的饭菜已经变得冰凉 要保护现场完好 也不能吃 一直等到晚上十二点多 医院那边传来曹野勋苏醒的消息 楼下的记者等不来警察和凶手 终于忍不住都往医院那边跑 曹野勋打电话过来 表示不会追责 并且希望警方对案件详情保密 再加上月野雪经纪公司的介入 对外的说法就成了 曹野勋是被一个胖胖的富人割伤的 凌晨一点 池飞池回到家 做了点东西吃下后 就跑去睡觉 不仅作息时间 感觉在这么下去 他连吃饭时间都要乱了 一觉醒来 早上八点 池飞池又顶着拉克那张易容脸 去见弗兰特 帮忙易容 也从弗兰特那里拿到一个瓷盘 回家后 用电脑查阅着瓷盘里面的资料 弗兰特搭上关系的友田 已经跟着货轮出海 不过作为一个打入走私团伙内部的会计 弗兰特也不至于被边缘化 还是可以接触团伙里的其他人 甚至打算近两天接触一下 圆渡一郎 这个走私团伙的头领 圆渡一郎开了个货运公司 做掩护走私行为 公司里的货轮 在日本 美国之间来往 运送货物 他让弗兰特 把近年的出航记录拿到手 这对于能接触到货运 走私账目的弗兰特来说 并不是难事 不过就像弗兰特说的 太多了 弗兰特是直接把人家电脑里的出航记录 账单等东西 全部拷贝到了磁盘里 几号货轮什么时候出发 在货多少 预计什么时候抵达 具体什么时候抵达 什么时候返航 光记录的日期就是一堆 再加上一些预算 开支的金额 一眼看去 表格里密密麻麻都是数字 再加上 弗兰特拷贝下来的 不止货运公司的记录和账目 还有走私那边的 资料更是多得吓人 迟飞迟先把私账目打包 上传到组织信息资料库 这些可以作为 圆渡一郎走私的证据 不过不能作为 那个军方要员走私的证据 要威胁 控制那个军方要员 还得从美国那边入手 不过 那个军方要员藏得很深 目前想锁定对方 任何线索都至关重要 出航记录算是和对方仅有的联系 仔细找找 说不定能挖出什么线索 一整天时间 除了出门买食材 做饭 吃饭 喝酒 上厕所 池飞池都坐在电脑前 直到傍晚七点 才将所有记录都看了一遍 飞池在桌上揽蛇趴 发觉池飞池起身 转头看到电脑屏幕上那一堆表格 就觉得头晕眼花 主人 有什么发现了吗 暂时没有 只是粗略看了一遍 池飞池去厨房拿杯子 放了一大杯冰块 倒上拉克酒后 端着杯子回客厅 又在电脑前坐下 将杯子放在桌上 继续翻记录 飞池仰头看了看池飞池的专注脸 眼睛感觉又晕了 啪 觉得无聊 自己去玩游戏 或者玩剑狱 池飞池依旧盯着电脑屏幕 端起杯子 抿了口酒 那股大料味 熟悉之后 也就不觉得有什么了 喝着还挺来劲 今天都玩了一整天剑狱了 好累啊 又不想打游戏 飞沫不在线 魔女小姐不在线 小爱 安氏先生也不在线 就只有我打游戏 一点都不好玩 飞池翻了个身 肚皮朝天 脑袋搭在键盘边 盯着池飞池手里的酒杯 随着冰块融化成冰水 原本透明如水的茴香酒 渐渐多了一缕缕的浓白色 看起来就有趣 池飞池将杯子放下 继续盯着电脑屏幕 飞池看了看池飞池 挪 挪 挪 悄悄挪到杯子边 又看了看池飞池 探头 他就长一点点 就一点点 池飞池专注 翻着那些记录 寻找着规矩 就像弗兰特说的一样 从波士顿到昆西一带的港口 都有靠岸记录 明面上 原度一郎的货运公司 是做正经生意 出入境记录也没什么问题 应该是在出航之后 安排小型船只 将走私药的东西 运到海上 在海上装船 海关的关系 应该也打通了 日本这边先不说 美国那边 那个军方药员 恐怕也出过理 也就是说 对方不仅在走私军线 还帮忙打通了关系 再加上 原度一郎不选择 往返美国西海岸 一直是在东海岸的 麻萨诸塞州靠岸 对方很可能 曾在那边的海军中认职过 甚至还在认职 别的呢 还有没有别的线索 飞驰转头 剑驰飞驰还在钉屏幕 又悄悄探头 喝酒 嗯 气味好重 有点难以接受 不过想到 主人喝那么多都没事 也不会有毒 放心喝 放心喝 驰飞驰登上组织的资料库 看了一下 郎母那边分享的资料 估计郎母也是一样的判断 挑选出一部分曾经 现在在那一带的海军中认职的高层 名单里的人数不少 八个 目前 郎母应该还在调查 甄别 在霍伦靠岸后 双方说不定会见面 吃饭 就算不见面 在那个军方要员需要现金的时候 原度一郎 总会送些现金分红 给人家吧 有好东西 总要送一些上门做礼物 联络一下感情吧 总之 除非彻底断绝来往 不然总有技可循 郎母就是在让人调查 以往在霍伦靠岸的那段时间 名单上的八个人在做什么 用这种方式 试图排查 缩减可疑目标 加入这种排查 总比干等着弗兰特这边的消息要好 飞驰关注着池飞驰 一点一点偷喝酒 嗯 感觉好飘 池飞驰的目光 在最近两次的靠岸时间上顿了一下 快速抓鼠标 将表单往下滑 盯着一个个靠岸时间 周一 周三 周一 周二 周四 周二 周五 没有 在美国东海岸港口的靠岸时间 没有一次是在周日 具体来说 是周六下午到周日下午 没有货轮在美国海岸靠岸的记录 连出航时间都避开了这个时间段 为什么 啪哒 飞驰靠倒在池飞驰拿鼠标的手背上 池飞驰转头 看到旁边酒杯里的酒 明显矮了一厘米左右 顿时懂了 飞驰偷喝酒 飞驰靠着池飞驰的手背 尾巴一点点往池飞驰手腕上卷 一囊 池飞驰收回视线 继续看着出航记录表 最近五年 美国东海岸港口的记录里 霍轮一次都没有在周六下午到周日下午这段时间靠岸 出航 不会是巧合 甚至连周六 周日的靠岸记录都很少 在靠岸记录的整体比例中不足1% 只有三次 三次都是因为海上天气突变 耽误了时间 也就是说 圆渡一郎 这个走私团队 在避免这段时间抵达美国 或从美国出发 为什么 最近五年 马萨诸塞州 池飞驰查了一下港口情况 一切正常 近年马萨诸塞州的港口 周六 周日 并没有什么异常 其他货轮照样该靠岸靠岸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加急检查 那么 圆渡一郎 为什么要特地避开这段时间 以双方地位来判断 只会是圆渡一郎在迁就 巴结那个军方药员 不会是对方来迁就圆渡一郎 周六下午到周日下午这段时间 那个军方药员休假 有别的事要做 还是单纯讨厌这个时间点 朗姆提供的名单里 对那八个人的调查 都没有特别提到这个时间段 也没有人一直在这段时间休息 而且还有一些 已经退役的军方将领 天天都在休息 这段时间要陪家人 要训练 那也不至于五年都这样吧 坚持这么久时间的活动 再加上走私的流程 持飞驰正了一下 将他缠住右手的飞驰 拎到左手边 用电脑打开邮箱 将出航资料 也打包发给朗姆 又给朗姆发了邮件 确认一下 那八个人的宗教信仰 近五年 霍伦从来没有在周六下午 到周日下午之间 抵达美国东海岸港口的时间 目标疑似前程的基督教徒 周日礼拜 Rocky 圆渡一郎没有买通港口检察员 而是从港口附近的海上 装卸走私货物 过程中可能需要目标进行配合 或者被海上巡军发现时 需要目标走关系 进行调解 为了避免在目标礼拜时 打扰目标 圆渡一郎才特地避开周日靠岸或出航 而周六下午以后这段时间 也需要留出来 让目标好好休息一晚 迎接第二天的礼拜 如果他的推测没错 目标几乎五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坚持每周去礼拜 绝对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别看美国的基督教徒 占总人口比例很高 但据他了解 很多人是在出生时 接受洗礼 成了基督教徒 要是有人问起来 他或许会说 是 我是基督教徒 但本身并没有那么狂热 会去礼拜 但不会每周都去 甚至有人几乎不会去礼拜 这样一来 那八个人的范围 还能再缩小一圈 当然 这是其中一个可能 或许还有其他原因 但能排除就排除一下 先找出一两个 可能性最大的目标进行调查 调查之后不对 那就重新换个方向思考 反正周六下午到周日下午 这个时间段 绝对是条重要线索 根据他们在军方的档案 其中七人是基督教徒 至于是否虔诚 我会让人去确认 你那边试探一下 圆渡一郎对基督教的态度 RUN OK Rocky回复了朗姆 池飞池又给绿川沙西发了邮件 让绿川沙西不用到处跑了 着重调查波士顿和昆西 他觉得目标恐怕就身在波士顿和昆西这一带 非要问理由 没有理由 就是感觉 目前 飞沫就在波士顿溜达 打探地形 倒是不用再通知 第二天一早 池飞池帮弗兰特一容的时候 让弗兰特试探一下圆渡一郎对基督教的态度 之后就开车离开 换车 谢义荣 去接回园埃 又到了带小姑娘出去走走的时间 弗兰特这边不用随时盯着 明天早上之前能回到东京就行 昨天看了一天的报表 他也想放松一下 去野外牧场骑骑马 希望这条长线赶紧结束调查阶段 他几乎每天要选不同的地方 确认安全 自己义荣 帮弗兰特义荣 很少有几天休息 也是够折腾的 一望无际的草野上 凉风袭袭 红色车子放下了车顶 沿着道路一路飞驰 最近两天 有关于七月的报道 已经没有了 除了一些受贿丑闻 杀人事件 政策报道 还有你刚才说的那位草野小姐 她要隐退 并和经纪人先生结婚 会员挨坐在副驾驶座上 一手撑着下巴 看着车外的草野 任由泥土和青草气息 混杂的大风 将头发吹乱 心里一片轻松 对了 还有跨界歌王的报道 有个记者说 他本来以为会是四个评委 四个组互相对抗 没想到会是让评委 先淘汰自己组那一半的学员 节目策划的想法很新奇 但也很残忍 池飞驰开着车 静静听着辉原哀续道 我也觉得够残忍的 辉原哀收回看窗外的视线 看向池飞驰 四个评委没找你抗议 这是为难他们吗 没有 池飞驰直白道 规则他们早就知道了 选人的时候就决定了 会把谁作为王牌培养 又会把谁当作炮灰舍弃掉 池原哀一夜 半月言吐槽 听到这些内幕 还真是让人感慨 里面一片黑暗 有的人注定是弃子 没有注定 持非持解释 他们四个评委心里的名单 会根据情况调整 也不是不可能出现黑马 毕竟是面向大众的节目 冠军总得让人信服才行 不然会被骂的 那倒是 池原哀点了点头头 又调侃到 现在论坛很多人让明野哥去参赛 还说他是无冕之王 他那首歌 已经在公信榜第一待了一周了 要不要考虑把他丢出去 接广告代言 要是到了社长 也得接广告代言的地步 那Sank Lee倒闭也不远了 迟非迟到 这个节目赚得飞气 除了大笔大笔的赞助广告费 还有那些歌 参加节目的协议里有过声明 那些歌曲的收益 大半可是归他们的 再加上比较有实力 有观众员的人 都被他们Dank公司签了 以后随便丢出去参加个活动 或者代言 他们也有得赚 正是因为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了 才会格外让人怀念 追捧吧 就像大伙之后 二十岁就退出娱乐圈结婚的 工藤友希子一样 辉元I点评了一句 又问道 对了 飞翅呢 没带他来吗 以往飞翅就算不跑出来 也喜欢在持飞翅衣领上搭个头 偷偷看外面 今天从上车到现在 他都没看到过飞翅 在我外套衣服口袋里 持飞翅道 辉元I探过身 伸手从持飞翅口袋里 将飞翅拉出来 看到软绵绵 一动不动 连蛇性子都不吐的飞翅 吓了一大跳 一向淡定的脸色 都有点崩了 飞 飞翅哥 别担心 持飞翅道 他昨晚偷喝酒 还在宿醉 宿 宿醉 辉元I看着手里 像是死蛇一样的飞翅 还是有点放心不下 其实他很想问问 确定飞翅还活着吗 蛇平时就凉凉的 他有点分辨不出来 一路上 会员I也不说话了 一直观察手里的飞翅 直到看到飞翅 慢吞吞吐蛇性子后 才稍微放心了些 把飞翅小心翼翼 放回持飞翅外衣口袋里 想了想 担心飞翅不小心 掉出来被踩到 又拿出来 放进持飞翅 给他买的小背包里 就算没死 他也担心 飞翅就这么傻掉了 感觉飞翅变得好呆 到路前方的牧场大门口 一个女人左右张望 在看到驶来的红色车子后 立刻让到一旁 持先生 大男先生说 算算时间 您也快到了 就让我在这里等您 持飞翅带飞翅下车 之前他就带飞翅来骑过一次马 这次来的路上 也打电话跟牧场主说过 小I小姐也来了呀 女人笑着弯腰 跟飞翅打招呼 今天一样很酷哦 谢谢 飞翅迟疑着 顿了顿 早苗姐姐 竹内小姐 大男先生在里面吧 持飞翅问道 您叫我竹内或者早苗就行 竹内早苗笑着转身往屋里走 请跟我来 大男先生在会客室等您 二公先生去城里采购了 应该也快回来了 持飞翅牵着辉元埃跟上去 低声道 不要勉强自己去做不喜欢的事 迁就得来的友情 不是真正的友情 辉元埃仰头看了看持飞翅 低头想了想 我明白了 他最近几天都在学着释放善意 确实很不自在 好像自己都不是自己了 现在想想 是他又钻牛角尖了 其他人接纳他 好像也不在乎他 是不是清静和善 是不是阳光开朗 刚进门 一个穿着牛仔装 留着八字胡的男人 就哈哈笑着迎上前 持先生 你来了 哦 还有小哀小姐也一起来了 牧场主大男友之走到近前 弯腰看着辉元埃 弹开双手 看好了哦 我给你变个魔术辉元埃 看着大男友之的双手 竹内早苗在一旁笑 低声跟持飞驰解释 上次大男先生逗小哀小姐没逗成功 这段时间还念叨着 要是小哀小姐再来的话 一定要变个精彩的魔术给他看看 大男友之合掌搓手 悄悄把藏在衣服袖子里的巧克力抖出来 用右手拿住 看 辉元埃无语看大男友之 不是他不给面子 只是这种听得到塑料袋的声音 甚至早在衣袖里看到了巧克力包装袋的表演 他实在没办法违心地鼓掌夸赞 看来又失败了 大男友之遗憾摸了摸鼻子 手里的巧克力没收回来 那小小姐要不要尝一尝这块巧克力呢 我们路上刚吃过点心 辉元埃道 好吧 是我选的时机不对 大男友之只起身 将巧克力放在一旁的柜台上 摸着下巴考虑 其实应该选花的吧 女孩应该比较喜欢花 不 小女孩的话 还是用魔术 变出毛绒玩具之类的东西比较好 辉元埃一脸目然 他后悔了 早知道这位大叔不愿放弃 还琢磨着下一次尴尬表演 他刚才就该配合一点 欢呼鼓掌的 大男友之 还在笑眯眯斗辉元埃 那么 小小姐今天还是选上次 那匹小马吗 没办法 这个一脸冷淡的小姑娘太可爱 他忍不住想去逗 辉元埃点点头 上次骑的那匹小马他挺喜欢的 而且也熟悉了 不想再换 那池先生呢 大男友之 又转头问池飞驰 还是上次那匹吧 池飞驰也懒得换了 这个牧场里的马 没有能沟通的 不是说完全没灵性 只是都还懵懵懂懂 我想先去看看丽谱夫人 辉元埃道 上次过来 大男先生不是说他流产了吗 现在情况怎么样 池飞驰也问了一句 丽谱夫人是这个OK牧场负责繁殖的母马 也是辉元埃挑的那匹小马的母亲 他们上次过来的时候 丽谱夫人流产没多久 看起来病痒痒的 那我带你们过去看看 大男友之转身带路去后面养马的地方 一路走着 脸上也挂不住笑容了 叹道 最近精神是好多了 也不像刚失去他的孩子那几天一样 不吃不喝 竹内早苗跟在后面 看向那边的母马 不过 医生说 他以后都没办法再有孩子了 大男友之在母马前面停下 伸手抱了抱 池先生和小爱小姐来看你了 还记得吗 丽谱夫人低头 蹭了蹭大男友之 大眼睛里带着低落的情绪 辉元埃也走上前 伸手摸了摸丽谱夫人 好了 大男友之觉得气氛有些伤感 不太适合小孩子 松开怀抱 轻轻拍了拍丽谱夫人的头 丽谱夫人可是很坚强的 过段时间就好了 我们去看看小马吧 转过这一栏码就 一群人就看到镜头一格里 灰色的小马点着头 踏着欢快的脚步 额头上一个像月牙一样的白块 也一晃一晃的 辉元埃心情顿时好了起来 跟着大男友之的脚步 也加快了一些 听到脚步声 小马抬头 看了看过来的一群人 一秒严肃 微扬着头 站得笔直 一副宝宝超优雅稳重的模样 扑 竹内早苗失笑 这孩子最近真是越来越调皮了 小爱 和你挺搭的 池飞池低头对辉元埃道 高高兴兴走向小马的辉元埃 顿住脚步 仰头无语看池飞池 哦 是吗 这是在吐槽他吧 嗯 池飞池点头 辉元埃一噎 算了 他不跟池飞池较劲 看他的小马去 小马先是蹭了蹭 大男友之伸出的手 见辉元埃站在面前 低头看了看 似乎认出来了 低头想蹭辉元埃 辉元埃伸手抱住马头 将头贴过去 笑弯了眼 你还记得我呀 咦 大男友之惊讶打量辉元埃 他还以为这个小女孩 一直都是冷冰冰的呢 辉元埃察觉三道视线 落在自己身上 一秒冷淡脸 转头问道 怎么了吗 刚才笑得像个幼稚小鬼一样的人 绝对不是他 他才不会那么幼稚 破 竹内早苗再次失笑出声 侧头看了看池飞池 池先生说的没错 真的很大 没什么 没什么 大男友之这么说着 脸上也忍不住笑 辉元埃感觉自己的脸又丢尽了 忍住窘迫 转回头 看着小马头上的月牙白块 又想到了丽普夫人 丽普夫人同样是灰色 头上也有一个白块 不过是偏圆形的 相比起其他小马 这是最像丽普夫人的一匹了 他是丽普夫人最小的孩子吧 这孩子以后会被卖掉吗 也是丽普夫人最后一个孩子了 这个 大男友之迟疑了一下 如果有人喜欢 或者有比赛天赋的话 过两年会卖去赛马场吧 其实每年赛马场那边 也会订购一匹看起来矫健年轻的马 辉元埃抱着小马 沉默下来 竹内早苗 轻声跟辉元埃解释 母马流产 对于牧场来说 是一笔不小的损失 之前大男先生又买了一匹小马 资金有些紧张 所以必须要联系买家 卖掉一匹马 不过也不用担心 这孩子还小 大概还能再养一两年 小爱 那要不要把这匹小马买下来 池飞池问道 买匹小马 陪着辉元埃玩也不错 买下来吗 辉元埃犹豫 可是 平时就寄养在这里 池飞池道 我们买下来 它就不会被卖掉 不会有其他人骑 以后你再来这里就选它 大男友之笑道 我们这里也有很多马是有主人的 只不过是 寄养在我们这里 想来骑马就挑自己的马 我们也会好好照顾他们的 就当宠物 要是有时间照顾 你还可以带回去养两天 照顾不了再送过来 池飞池补充道 池原埃有些心动 不会被卖掉 还可以带回去照顾 好像很 呃 等等 池飞池那个公寓楼里 肯定没法养马 阿丽博士家有院子 可以养 不过一想到别人饭后遛狗 他饭后溜马 就觉得画风有点奇怪 不过话说回来 池飞池养的宠物 都不是常见的 有蛇有乌鸦 那他养一匹马做宠物 也没什么 吧 池飞池一看池原埃迟的样子 就知道池原埃被说动了 转头看大男有之 大男先生 我们谈谈价格吧 大男有之笑道 那就先去我办公室做话 怎么样 两个人回屋里谈价格 池原埃摸了摸小马的头 也跟了上去 竹内枣苗给池飞池和大男走之倒了茶 又池原埃倒了一杯橙汁 大男有之拿了一份文件 打开后 放到池飞池面前 利普夫人是荷兰温血马 小马的父亲 也同样是荷兰温血马 这是血统鉴定书 还有出生以来的疫苗接种证书 身体检查情况 这孩子现在一岁零三个月 很健康 池飞池大致翻看着那份文件 池原埃也凑在一旁看 荷兰温血马 最适合马术表演和盛装舞步 大男有之道 盛装舞步的话 现在就可以开始训练了 不过我们牧场没有专业的训练师 这一点没法提供帮忙 如果池先生和小埃小姐需要的话 我们也可以帮忙联系训练师 大男先生 请您说 一下马的价格 寄养一年的费用 池飞池道 合适的话 我们现在就签协议 大男有之一 您不用再去看看小马吗 不用了 我上次看过 池飞池道 骨骼很正 髋关节这几步较平 颈头骨大 四提结实 牙齿整齐 现在还小 以后好好养的话 是比脚尖的好马 缺点是毛色有点杂 头顶的白块不算什么 月牙图案反而是特色 只是棕毛和尾巴的毛式白灰杂色 看起来不太好看 不过还算浓密柔顺 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 大男有之 呆 竹内早苗 呆 肌肉骨骼生长素之类的 营养补充的还不错 不过 大男先生可能没注意到一个问题 池飞池看着大男有之 这笔小马不受辱 但根据我上次过来 和这次过来观察到的情况 他增标的速度慢了些 没有达到年龄该有的体格 好像是这样 大男有之思索着点头 不由问道 这是什么原因 我之前发现过这个问题 不过请医生来做过身体检查 小马并没有什么疾病 消化也很正常 按正常情况来说 每日运动不满四小时的马匹 算是轻度运动的马匹 日量中的精料 控制在15%左右 这一点没错 池飞池看着大男有之 小马也没有高强度运动 你们大概只是一天放他出来跑跑 但这笔小马 最近好像喜欢在马厩里踏步 跳跃 你没有算上这些运动量 如果算上这些运动量 精料比例大概要在20%左右 大男有之被池飞池盯着 不由憨了憨 感觉自己像做错了事的小学生 对 对不起 咦 不对 他为什么要说对不起 这还是他的小马吧 就算觉得 内就要说对不起 也应该跟小马说啊 竹内早苗干笑 池先生对这些还真是了解 您也养过马吗 他是兽医 会员爱帮忙解释了一句 看向池飞池 也遇到 职业病犯了吧 有点 池飞池坦然承认了 诊断和外科 我比较擅长一点 至于内科 细胞 寄生虫之类的 他就不是那么了解了 原来是这样 竹内早苗失笑 又忍不住问道 那您看利普夫人的状况怎么样 他的身体恢复的还算好吧 恢复情况算是比较好的 池飞池点头 随即也发现不对劲 他又不是来看诊的 大男先生 你报一下价格吧 啊 抱歉 大男友之也反应过来 人家是来探马匹买卖的 将一份表单递给池飞池 想了想 小马我收取您十万日元 寄养的话 草料就有很多种 您可以具体看看 另外 我们还可以代理办理保险手续 池飞池看了看 城马和小马都划分开了 饲养和价格都还算合理 表单上有基础饲养 另外 还有一些额外账目 会员挨凑到一旁跟着看 他是不太懂 池飞池决定就行 不过 饲养一年的费用 比马匹贵 贵得多 哎 有种养个闺女 真不容易的记事感 要不要找人 来训练圣装舞步 池飞池转头问辉元哀 辉元哀考虑了两秒 摇了摇头 先不用 我们又不需要 他去参加比赛 每天训练也会很枯燥的 让他再玩一段时间 要是发现他喜欢 那再让他学也不迟 你可以试着自己训练 训练成什么样无所谓 可以培养感情 池飞池说了一句 又跟大男友之 沟通饲养方案 基础饲养套餐不用说 选个最好的 先寄养一年 不行 还可以换其他牧场 另外还有定期体检 每天运动训练 必要时运送到东京 指定好的马蹄铁 指定马就电料等附加项目 再加上投保 最后算下来 小马十万日元 寄养费用一年就是55万日元 养马确实比买马还烧钱 将协议都整理好 池飞池将比 地点会员哀 小哀 你签吧 算是你 送给我的礼物 怎么样 池飞池这个身份经不起查 虽然日本不需要身份证 有人证明他的存在 那他就是存在的 但他不能说自己的出生地 父母等情况 始终有种 自己是黑户的感觉 而且 要是他以后变大了 池飞池可就不存在了 再说 搞不好他哪天 就被组织清理了呢 小马没什么出色的地方还好 要是值钱了 说不定还会有人冒出来添赌 让小马归下他的名下 绝对不是好选择 换成是池飞池送他的 就算每天灰云哀消失了 那小马也在池飞池名下 不至于变成无主的马 好 算我送你的礼物 池飞池给大男友之转账 签字 你给小马想个名字 让大男先生改天帮忙 去办理一下手续 大男友之开的价格都算良心 赚事肯定要赚一点 但没把他当傻子仔 他也懒得去争那点价格 有那点时间和精力 还不如写份节目策划 十匹马的费用都能赚回来了 嗯 慧云哀想了想 叫三日月 怎么样 行 池飞池在一份文件上 把名字填上去 之后把一摞文件 递给大男友之 三日月的意思就是 月牙 只不过是日本这边的叫法而已 剩下登记 投保之类的手续 就交给大男友之去办 大男友之做成了一笔生意 心情也十分舒畅 池先生 已经快中午了 我让 咔哒 门直接被人从外面打开 大男先生 有客人上门 外面居然没有招待 我看你这牧场 一个穿着深蓝西服 身材发福的男人 带了一个人直接进门 看到坐在大男友之 对面的池飞池和辉渊安后 愣了一下 虽然池飞池穿了身简便的 适合骑马的衣服 但一身沉着气势 就足够人重视 原来你有客人 我还想找你谈谈我们的事呢 我们不是约好了 上午十点半见面吗 大男友之脸色有些难看 不过确实是因为 池飞池买马的事 他忘了时间 也忘了让竹内早苗 在外面招待客人 自己理亏 将其中一份签好的合同 递给池飞池 抱歉 池先生 你们谈吧 池飞池接过合同 起身将一张名片 递给大男友之 凑近后 压低声音道 如果因为利普夫人的事 资金出现问题 需要投资 可以联系我 大男友之低头 看到名片上 真持集团顾问的字样后 震了一下 感激地点了点头 见有其他人在 也不便说牧场的情况 早苗 你带池先生去看马吧 池先生 上次 你让我们准备的标靶和弓箭 我们也已经准备好了 池先生 请跟我来 竹内早苗 带两人离开房间 会员挨听身后的门关上 回头看了看 又继续跟着竹内早苗 往马就去 飞驰哥 你刚才跟大男先生 说了什么悄悄话 带路的竹内早苗 也有些好奇 放慢了脚步 转头看池飞驰 池飞驰没有直接回答 小爱 你判断一下 刚才进去那个人的身份 还有他是来干什么的 某企业的老板吧 会员挨说着 仔细回想了一下 他身后跟着的人 像是律师 秘书之类的人 应该是来找大男先生 谈生意的 不过他看上去 有些药物扬威 阴阳怪气 不像OK牧场的合作人 至少不像是 谈互利互惠那种 合作生意的人 之前竹内小姐说过 牧场资金有点紧张 池飞驰提醒 不动产开发商 辉云哀道 竹内早苗 现在对小孩子的培养 已经需要到这种程度了吗 难怪这个小女孩 一副成熟稳重的样子 这是本身聪明 又被磨练出来的吧 上次接待这两个人 他了解过 似乎是兄妹 虽然没具体问 但能来这种地方起码娱乐 家境应该很好 人家还这么锻炼小孩子 还真是让人敬佩又无奈 都领先起跑线了 还这么越接培养 让他们这些人怎么追啊 还是那种手段 不怎么光明的地产商 池飞驰确认了 灰云哀的猜测 有的人直接把 我不是好人这几个字 写在脸上了 所以我刚才告诉大南先生 如果资金出现问题 需要投资的话 可以联系我 换了酒店 旅馆之类的地方 他或许还要考虑一下 不过真池集团 最近往动物这一块发展 投资个牧场也算对板 只要好好经营 亏不了 竹内早苗看着两人的淡定脸 有点发忙 好 好厉害 辉云挨仰头问竹内早苗 大南先生是打算卖掉牧场吗 竹内早苗回神 连忙解释道 不 大南先生不打算卖牧场 至少不会卖给那种家伙 他是打算买下牧场后 卖掉所有的马 用来开发度假区 要是有人投资 我想大南先生也不会拒绝 池飞池没再说什么 就算投资 也用不着他操心 只是投资一个不算大的牧场 大山迷都不会亲自跑一趟 随便安排两个人过来 完全能谈得妥妥的 到了马厩 竹内早苗将小马牵出来 这笔小马比辉云挨要高出一些 整体灰色 头上有个月牙白印 尾巴和棕毛颜色灰白交杂 显得有些杂乱 但眼睛大而明亮 看起来很萌 辉云挨满意 看着自家的小马 自家宠物 那就是最好看的 你的名字叫三日月 池飞池伸手摸了摸小马的头 以后他是你的主人 要听话 小马迷茫懵懂 主人 听话 池飞池重复了几遍 又试着用呼唤名字等方式 加深小马的印象 确定小马明白三日月 是叫他 灰云挨是主人 这两点之后 又解释了 主人的意思 就是要听话 不能让他受伤等等 交灵性不够的动物 是件 让人头疼的是 就算他有三无金手指 也得反复沟通 三日月 还算是牧场里 比较有天赋的马 另一匹就是利普夫人 但利普夫人的年龄 可比三日月大得多 但愿以后随着成长 三日月 能再有灵性一点 池飞池突然想到 还宿醉的飞池 不 有灵性的动物 也够让人头疼的 灰云挨站在一旁 没有打扰池飞池 三日月 池飞池换了一生 三日月 乃声乃气地嘶鸣了一声 灰云挨也试着出声 三日月 三日月又叫了一声 踏步走进灰云挨身边 低头去蹭灰云挨 灰云挨踮起脚 伸手抱住三日月 又笑弯了眼 他家三日月 真是太可爱了 最近先让他示意名字 过段时间 我再教他盛装舞步 池飞池摸了摸三日月的头 带你主人走走 三日月 挣脱灰云挨的怀抱 蹭了蹭灰云挨 往前走了两步 转头思鸣 主人 走走 好厉害 竹内枣苗在一旁看了一会儿 惊叹道 有您在 根本就不需要找专业的训练师来训练了吗 惠云挨跟上三日月 心里莫名自豪 努力维持着脸上的淡定 飞池哥训兽确实厉害 动物都很喜欢他 竹内枣苗笑了笑 将一个装弓和箭矢的袋子 递给池飞池 对了 剑把已经准备好了 按您上次说的 我们买了复合弓和箭 还有一些护具 池飞池拿出弓和箭 看了看 复合弓拿在手里比一般弓尘 开弓考验臂力 也够烧钱 不过很适合骑射 箭矢应该也是专门的商城买的 质量都算顶尖 细节也处理得很好 马场另一边的跑道上 已经立上了一排箭靶 远远看上去做弓不错 质量应该也差不到哪里去 很多国家都有骑射传统 在热武器时代开启前 骑兵都有骑射训练 日本传统的马上弓术叫骑射三物 有流滴马 犬追物 力悬三种 流滴马是间距大约200米的直线马场里 在骑手前进方向的左手边 准备三个剑靶 骑手驾驭全速奔跑的马 将三只箭矢射中靶心 犬追物就是在四方马场里 将人分队 在场中放出狗 最后比哪队射中得多 力悬则是将大小 高低 左右不一的剑靶立起来 骑手同样骑快马 让箭矢命中靶心 各国骑射比赛的方式大同小异 就只是叫法不同 上次来的时候 他留下一些钱 让大男友之帮忙买弓箭 他来大男友之人还算实乘 也就只收了他一些跑腿费 剩下的都给他买东西了 他让OK牧场准备的是大小 高低 左右不同的剑靶 算是力悬 另外 还有三个近年初的战术剑靶 就是模拟歹徒挟持人质的人像力牌 歹徒和人质都算标靶 不过以计分方式来说 射中 人质要扣除相应分数 您觉得怎么样 竹内早苗问道 池飞池点了点头 这样就行了 您满意就好 见识我们一共买了五百只 帮您收在仓库里 不会让别人随便乱碰的 竹内早苗笑了笑 又问道 您还要去挑马吗 不用 上次那批 池飞池到 那我去牵过来 竹内早苗 转身去牵马 辉原哀带着三日月走到场边 看着池飞池戴上纸套 护腕 上次过来 池飞池委托大男友之 去买剑靶和弓箭之类的东西 他就猜到池飞池想完骑射 已经期待很长一段时间了 池飞池戴好纸套 护腕后 将箭矢放进箭袋 上前一段距离 左手拿弓 右手取箭 搭箭 抬弓瞄准一个战术箭靶 拉弓 辉原哀趴在后方护栏边 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 三日月看了看辉原哀 也站到旁边 只露一个头 学辉原哀的样子 直勾勾盯着池飞池 池飞池左手稳稳抬起 盯着箭靶的目光锐立如鹰 一箭飞出 命中人质心脏 紧盯着的辉原哀无语 看向池飞池背影的目光有些茫然 飞池哥 为什么要瞄着人质来 很准 准确射杀人质 难道 这就是死亡救援法 秒杀人质 就不用担心 歹徒伤害人质了 我没瞄人质 瞄得歹徒 偏了 池飞池没觉得失落 重新取了一支箭 继续搭弓 抬弓瞄准 拿到陌生的弓箭 就能一箭重把的 那是箭先 反正他是做不到 而且他前世练的弓箭 这辈子还是第一次碰 除了要适应弓箭 要找手感 也要适应一下 现在身体的力量 眼力 搜 第二箭 命中人质右肩 搜 第三箭 擦着歹徒身边过 搜 第四箭 命中歹徒肩膀 搜 第五箭 歹徒没心 池飞池暂时休息了一下 回到护栏边 新弓箭需要适应期 五箭适应好 调整过来 他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要是不在状态 二十支箭 也未必能找准感觉 你以前练习的弓箭呢 辉云埃问道 他看池飞池的动作很专业 不像是萌新 也就是说 池飞池以前肯定练过 但他从来没在池飞池家里见过弓箭 早几年就不完了 池飞池听到马蹄声 转头看去 竹内早苗 牵着池飞池上次骑的马过来 一匹整体棕色的马 由于要跑高速骑射 马鞍 马灯等马术用品都配骑了 那要不要先适应一下 辉云埃也转头看去 提醒道 很久没有骑射 一不小心就会受伤的 要是从全速奔跑的马身上摔下来 断两根骨头都是轻的 放心 我先跑两圈 池飞池伸手接过缰绳 检查了一下马身上的肚带等绳子 踩踩马灯胯坐上去 他早就过了逞强不要命的年纪 不过对于竹内早苗递来的头盔 还是选择拒绝 这种晴朗的天气 带头盔太闷 与此同时 OK怒场外 死神小学生登门了 柯南无语偏毛利小五郎搞半天 大叔今天是为了来满足自己骑马的乐趣啊 我们可以在这里 尽情享受大自然的乐趣 毛利小五郎笑眯眯道 回去 场主办公室 大男友之恼怒地打开门 你给我滚出这里 不用你敢 我也会走的 我可是忙得很呢 身材发福的男人带人出门 越过毛利小五郎的人出门 不过我劝你 还是别过了卖牧场的时机哦 别以为有客人登门 你这个牧场就能维持得下去 外面比这里好的牧场数不胜数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 大男友之恼怒回了一句 等男人关门离开后 看到柜台前的毛利小五郎 走上前 调整好了情绪 真是不好意思 刚才让各位看笑话了 欢迎来到OK牧场 我是这里的主人大男友之 OK牧场 毛利兰疑惑 门口招牌明明挂的是 OKSU 虽然那个YUSU 写得很小就是了 我们以大男的英文 OKSU开头的OK 作为牧场的简称 不过最近有点烦心事 不怎么OK 大男友之哈哈笑了笑 看到那边的柯南 走到柜台前 拿起巧克力 蹲下声问柯南 小弟弟 你看 喜欢巧克力吗 很好吃哦 今天又有小朋友到了 柯南看了看巧克力 笑明你仰头卖萌 我不吃巧克力 是吗 看来给小朋友准备巧克力 确实不对 大男友之思索着起身 又笑着看柯南 右手拿着巧克力 让巧克力在手指间 灵活转了几个圈 落进外套右边的口袋 柯南忍住尴尬 很配合地笑着鼓掌 好厉害 大男友之 顿时神清气爽 看来他没那么差嘛 柯南悄悄松了口气 遇到这种尴尬表演 还要表现的一副 你好腻害的模样 做小孩子 真是太难了 柜台后 之前出门采购 刚回来的员工 二公宽人疑惑问道 对了 大男先生 早苗小姐呢 池先生和小爱小姐来了 他在后面马场陪那两位 大男友之转头解释 又道 就由你带这几位过去吧 池先生 毛利小五郎突然想起 自己那个一脸冷淡的徒弟 同时在脑海里冒出来的 还有一个一脸冷淡的小女孩 小爱小姐 该不会是飞驰哥吧 毛利兰转头问毛利小五郎 柯南无话可说 这么特殊的姓氏 和这么特殊的名字 确实很可能是 他们知道的那两个人 哦 几位是认识的吗 大男友之有些好奇 池先生前段时间 就带小爱小姐来过我们牧场 我们牧场 后面有麻场跑道 也会提供客人骑身马匹 二公宽人笑着出了柜台 池先生是我见过奇叔最好的客人 还有 现在估计已经开始了 我带你们过去看看 请跟我来 哦 已经开始了吗 大男友之看了看墙上的挂钟 那我得过去看看才行了 要不是上了年纪 每次看池先生骑马 我都想也跟着骑两圈呢 柯南班越言 池飞时那家伙 该不会是骑快马吧 又不是专业赛马的选手 骑快的是刺激 但也很危险的 在去马场时 路过马就 毛利小五郎 还跟丽普夫人打了招呼 问了丽普夫人的情况 踏踏踏 出了马就 一群人就听到快步踏动的马蹄 边缘的木质护栏后 辉云哀奇在三日月背上 身体前倾 双手抱着三日月的脖子 将下巴搭在三日月头顶 专注看着场上飞奔的踪马 三日月的视线 也随着那匹棕色大马移动 不过四体很不安分地 跟着节奏踏动着 踏踏踏 后面 从马就出来的毛利蓝 一眼就看到蓝散模样的小女孩 和调皮的小马 顿时笑蜿蜒 低声感慨 好可爱哦 柯南为什么不是小女孩 不 他怎么可以有这种想法 对柯南太不公平了 不过真的好想养的小女孩 柯南忍不住再三打量辉云哀 某人现在好像真正的小学生 没想到背着他们 单独跟吃飞吃待在一起的时候 居然比他还会卖萌 辉云哀还不知道 被后面的人围观了 依旧抱着三日月的脖子 看吃飞吃骑马 心里悠闲感慨 看来确实可以给三日月 安排盛装五步训练 小家伙好像很喜欢踏步 飞吃哥肯定没空来训练 最多有时候过来交一交 每年又得给训练师一大笔钱 有空要跟着飞吃哥 去打两个赏金 另外 最好想办法赚点外快 养个闺女还真不容易 不过谁让闺女喜欢 又有天赋呢 后方 大男友之盯着马场上 已经眼跑到跑了一圈的踪马 忍不住道 来了 咦 柯南等人好奇看去 场上 踪马急奔 路过标靶时 马背上的驰飞驰 取剑搭弓 侧身瞄准左手边的标靶 拉弓 放弦 一只箭矢 带着破空声飞出 还未飞到标靶前 又有两只箭前后飞出 踏踏踏 踪马的提升 如同急促的鼓点 彻底掩盖了弓弦声 一只只箭快速飞出 啪 随着第一只箭命中箭靶 接连不断的箭矢 也重重定进不同的箭靶 啪 啪 命中声被一人一马甩在身后 在马跑到一个放在地面 面朝下的标靶附近时 驰飞驰拉着缰绳 借着马灯 滑到马腹下 拉弓 放箭 在箭矢越过木栅栏飞出时 驰飞驰又快速回到马背上 继续瞄准一个高一些的箭靶 放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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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踪马马不停蹄 迅速跑过直线跑道 重新跑大圈 留下一个个钉着箭矢的箭靶 好 好厉害 毛利来难难 嗯 毛利小五郎呆呆点头 他现在去学 不知还来不来得及 柯南没吭声 看着那些都命中箭靶红心的箭矢 呆 还有什么是持飞驰这家伙不会的 这种水平 去专业的骑射比赛里 也能拿冠军了吧 呜 车子引擎声从远处快速接近 在踪马跑外圈跑到一半时 一辆车突然从后门冲进马场 直冲踪马撞去 后方 围观的众人脸色齐齐大变 开车的人似乎也看到了踪马 连忙一个急转 将车子侧停在马场上 踪马受惊 思明着人力而起 开始慌不择路地乱跑乱蹦 场边 三日月也被踪马的反应吓到 开始焦躁 踏步的提声也杂乱起来 站在旁边的竹内早苗 连忙拉住三日月 场上 持飞持压低身子 抱紧马脖子 放轻声音 语气严厉道 冷静 踪马感觉好像寒一笼罩 浑身发凉 没敢再乱跑乱蹦 放慢速度 没事了 放松点 持飞持放缓语气安抚 踪马停了下来 却还是焦躁不安的低鸣 踏步 二公宽人跑到踪马前方 拉好绳子后 摸着马头 安抚马匹 好了 好了 冷静下来 没事了 见有人帮忙控制马匹 持飞持翻身下马 持先生 持哥哥 飞持哥 你没事吧 大男友之 毛利兰 毛利小五郎 和柯南跑到镜前 心脏还在砰砰加速跳动 马兽精会四处乱跑 疯狂蹦跳 特别是在背上有人的情况下 通常都会先把人甩下来 虽然这匹 踪马没闹腾多久 但刚才那架势 也够吓人的 辉原爱在竹内早苗的帮助下 下了三日月的背 也跟着 跑到了镜前 飞持哥 我没事 持飞持看了看脸色煞白的一群人 目光在柯南身上 着重停留了一下 柯南是什么时候冒出来的 可以啊 这小子 这次差点一来就直接把他送走 二宫宽人 牵着踪马去马就 真是对不起 男人也下了车 一脸后怕的 对持飞持道了欠 又转头看大男友之 解释道 我没想到 有客人骑这么快的马 以往也是 直接开车进院子的 没想到差点出了事 以后我会注意的 竹内早苗低着头 脸色有些难看 微微咬紧了牙关 咦 小个子柯南一仰头 就注意到竹内早苗的神情 心生疑惑 这神情不像是后怕 反而像忍着不满 大男友之看了看男人 叹了口气 没有责备 推诿责任 对持飞持歉意道 持先生 真是抱歉 是我们牧场的规矩不完善 让你受惊了 没什么 我也没事 持飞持没放在心上 踪马之前 不是想把他甩下去 只是受惊后 下意识地蹦打 凭着动物对他的善意 就算当时没控制住 慢慢也能安抚下来 出不了什么事 啊 对了 这位是冰山园南先生 大男友之又介绍了男人 是我们牧场的装提师 今天过来 是帮丽谱夫人装提的 装提 毛利兰有些好奇 毛利小五郎 当即科普了一下装提师的工作 气氛舒缓下来 冰山园南 似乎也吓得够呛 休息了一会儿 才去给丽谱夫人装提 大男友之 带着一群人 围观了一下装提工作 又让竹内早苗带毛利兰 柯南去挑马 试着骑程 原来如此 飞驰哥之前带小艾骑马的地方 就是OK牧场啊 毛利兰跟驰飞驰聊着 我们过来 也是因为爸爸想骑马 早知道你们也会过来 就应该一起来的 我们也是早上 才临时决定过来 驰飞驰到 要是知道柯南会过来祸害OK牧场 他今天就不来了 柯南趁着其他人没留意 偷偷靠近灰园埃 低声问道 我说 驰哥哥是不是不太对劲 有吗 辉元埃疑惑问道 上次巴士结案 他的表现太平静了 从始至终 脸色都没有变过 刚才也是一样 柯南想想 刚才他们下的脸色煞白 蚩飞驰 反而像没事人一样 就觉得问题大大的有 我是在想 他会不会是 没有恐惧感 你想多了 辉元埃一脸淡然 负责处理恐惧情绪的是 大脑的信任和 没有恐惧感的人 在观摩会令人恐惧的照片 视频时 信任和不会出现任何反应 青山第四医院 在为飞驰哥做检查的时候 应该也进行过这方面的检查 如果有问题 早就发现了 另外 很多没有恐惧感的人 是因为得了乌 为是病 这是一种罕见的隐性遗传病 自发现以来 只有约400例报告病例 这种疾病 从皮肤就能看出来 在巴士结案之后 我观察过飞驰哥 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说 这次你猜错了 柯南突然就想起 被严格控制饮食的阿丽博士 悍了悍 又疑惑道 那是因为他的性格太冷静了吗 会员哀点了点头 又补充道 也或许是因为 他有一个很好的调控系统 或者额叶皮质很强大 在遇到令人恐惧的情况时 他能说服自己 屏蔽信任和制造的恐惧感 带来的恐惧反应 以最冷静的状态 去思考自己面对的情况 还能这样 柯南思索着 突然凑近会员哀 一脸期待道 我说 会员 这是怎么做到的 如果推理的时候 也能保持这种绝对的冷静 简直就跟福尔摩斯一样嘛 会员哀见柯南 我怎么知道 这些你应该去问飞驰哥 不过就算你去问了 估计也没用 有的人是天生的 而且 也可能是因为 他对自己的力量很自信 无论劫匪 还是马匹失控 以他的能力 都能解决好 柯南沮丧低头 也对 问会员哀 绝对是白问 如果会员哀 能控制自己的恐惧感 遇到那个组织的人 还会怕吗 柯南 那边毛利兰招呼 我已经挑好马了 你也去挑一匹小马 我们一起骑吧 哦 来了 柯南小跑过去 毛利兰挑了匹红马 柯南挑了匹白色的小马鞠 竹内早苗跟两人说了骑马的方法 注意事项 帮助两人上马后 又在前方牵着马 让马驼着两人在马场上慢慢走 马场边 会员哀拿出随身听 取下了连接随身听的耳机 将声音关小了些 播放着苍木麻痺的 Always 听到音乐声 三日月抖了抖耳朵 小马蹄不安分地踏着 可以跟着音乐踏步 会员哀抬手拍了拍三日月 声音轻而认真 三日月懵懂看会员哀 会员哀干脆自己示范 拿着随身听原地踏步 三日月也不知是懂了 还是觉得有趣 也跟着欢快踏步 不对 节奏快了 往前走 跟着我 一旁的木栅栏后 时飞是跟毛利小五郎站在一起聊天 发现会员哀那边的动静后 没有说什么 盛装舞步 是指骑马的人穿着盛装 而马跟着节奏踏步表演 他还是第一次见人 站在旁边跟着马一起踏步的 不过会员哀玩得开心就行了 那些可以以后再纠正 毛利小五郎看了看 盛装舞步啊 不找专业的训练师吗 不参加比赛 就当完了 也对 小女孩不能每天板着脸装大人 这样就好多了吗 天很蓝 草很绿 吹过草野的风 带着一丝清凉 一群人骑马 聊天 悠然闲适 气氛没维持三分钟 就被骑着小马鞠转了一圈 回来的柯南打破 柯南看到辉原哀跟着小马鞠 一起听音乐踏步 愣了一下 没忍住扑斥笑出声 辉原哀停下 抬头 冷漠脸 很好笑吗 三日月见辉原哀不动了 也跟着停了下来 好奇地伸头蹭辉原哀 可 柯南收敛了一些 没有了 小哀表演得很好哦 毛利兰笑道 辉原哀才不是他表演 他是在训练 在很认真的训练三日月 当然 小马也是 毛利兰又补充道 算了 辉原哀无奈 关了随生厅 看着三日月介绍道 他叫三日月 竹内早苗 见一群人要聊天 也不急着千马转圈 小哀小姐 是想教三日月圣装舞步吗 辉原哀点头 总算有人帮他解释一下了 我想先让他试试 辉原不是专业的训练师 柯南好奇问竹内早苗 让他试着训练 真的没关系吗 要是教了不好的习惯 以后也不容易迈出去吧 辉先生和小哀小姐 已经把三日月买下来了 竹内早苗笑着解释 以后会寄养在这里 小哀小姐过来 就可以带着三日月一起玩 辉原哀看柯南 怎么 他训练自己的小马居 有意见 柯南无话可说 有钱任性 他还能说什么 那边马厩附近 突然又传来马匹斯鸣声 利普夫人突然冲了出来 跑向后门 咦 竹内早苗疑惑看去 立刻看出 这是马受精了 盲队拎着水桶出仓库的 二宫宽人道 二宫先生 利普夫人在哪 两人又连忙跑过去 控制着焦躁难看的利普夫人 回了屋里的大男 有之被惊动 吃飞吃一群人也跟了过去 柯南发现了马蹄铁上的血 连忙往后跑 在装提的地方 冰山园南倒在地上 脑后一滩鲜血 在土地上蔓延 不行 他已经没有呼吸了 毛利小五郎 上前探了探冰山园南的呼吸 神色沉重 小兰 快去报警 柯南捡起地上的一块黑巧克力碎片 看了看 抬头又发现 利普夫人后提沾鞋的马蹄铁 不仅大小不合 铁钉也定得乱七八糟 毛利兰见柯南凑到马后蹄旁 吓了一跳 连忙拉着柯南的帽子 将柯南拖走 柯南 你这样很危险的了 抱 抱歉 柯南汉 利普夫人还是有些焦躁 安静下来 竹内早苗连忙安抚 是不是让他喝点什么比较好 毛利小五郎问完 转头对毛利兰道 小兰 保温湖里还有点茶吧 不可以 牵着三日月的灰原哀出声提醒 茶 巧克力 咖啡 可乐等含有咖啡因东西 人类喝了是没什么 但对于马 狗 猫等动物来说 就是兴奋剂 巧克力也不能吃吗 柯南连忙问道 难道这不是一场意外事过 灰原哀看向池飞驰 上次来的时候 飞驰哥跟我说的 池飞驰点了点头 又道 利普夫人后提上的马蹄铁大小不合 嗯 感觉到手机震动 池飞驰顿了一下 拿出手机看了看 转身朝角落走 抱歉 我去接个电话 喂 母亲 哎 柯南有些好奇地 转头看了看 池飞驰的老妈 他从来没见过池飞驰的老妈 平时池飞驰也从来没提过 上次少年侦探团 接到替真池集团设计吉祥物的委托时 好像见过池飞驰跟母亲通话 可惜那一次他不在 之后就是在家那家 听家那美放提起过 应该是个很厉害的女人吧 柯南脑海里冒出飞银里的形象 然后默默收回思绪 现在还是解决这次事件要紧 仓库前 池飞驰听着电话 电话那边的女生 依旧温和清缓 说话节奏慢得很考验人的耐心 我听父亲说 前几天将自己养的乌鸦 送到了美国马萨诸塞州 想放生 也不用放到美国去吧 是出什么事了吗 没有 是我想去马萨诸塞州看看 池飞驰坦白 先送他们过去适应一下环境 那一位对那个军方要员的是很看重 而原先在美国活跃的贝尔摩德 也撂挑子 跑到了日本 这一次 他必须亲自去一趟 无论是让绿川沙西去搜集情报 还是送飞沫过去 都是为他过去做准备 当时让大山迷安排飞机送飞沫过去 他就想到 可能会被他父母知道 也早就想过了 如果他父母过问 就直接坦白 然后搭砖机 以明面上的身份过去 是吗 池家奈似乎对自驾儿子的脑回路有些无语 先送宠物过去 适应环境是什么鬼 不担心他们飞走了吗 飞走就飞走了吧 池飞驰的回答 很佛系 池家奈又说回美国的事 虽然去年在美国各州犯罪统计中 马萨诸塞州位居26位 不算很混乱 但美国自由持枪的人太多了 很想过去吗 嗯 过两天就去 池飞驰确认 虽然他老妈 好像不太乐意他过去 但也不影响什么 大不了到时候 他走组织途径 隐藏真实身份 偷偷过去 这样啊 那就去吧 挤得戴上顾的保镖 池家奈又问道 知不知道美国的新多拉公司 听说过 池飞驰想起了一个人 柯南第六部剧场 贝克街的亡灵里的凶手 新多拉公司的董事长 托马斯 新多拉 开堂手杰克的后代 眼睛也是少见的子童 而新多拉公司在这个世界也很有名 是美国IT界的龙头 应该知道 祖母是被收养的 池家奈缓声道 22年前 那个时候 我刚认识父亲 祖母也还在世 他听说新多拉公司的董事长 托马斯 新多拉 也有一双紫色的眼睛 祖母想确认 托马斯是不是他的亲人 所以带着我一起去美国找过托马斯 可惜 托马斯跟祖母没有血缘关系 其实早些年 祖母找过很多人 比如大明星泰勒 虽然他的眼睛是蓝紫色 但在泰勒小时候 的祖母还是找到了他 可惜 他也不是祖母的亲人 祖母被收养的时候 应该已经记事了 池飞是觉得奇怪 他不记得以前家里的事吗 我不清楚 曾经我问过他同样的问题 他没有回答我 持家耐道 而从那之后 新多拉集团和菲尔德集团 就一直保持着合作关系 不算很亲密 但已经维持了二十多年 如果知道过去那边 托马斯应该会邀请去他家里做客 过去之后可以去找他 如果不愿意跟他打交道 过去之后 不要张扬自己的身份 记得让大山帮多 安排几个信得过的保镖 我看过国际报道 新多拉公司研究出了 能通过皮肤和血液 追溯人类先祖的程序 持飞驰想也不想到 我想去交流一下 他们的程序设计很厉害 好吧 有个当地人照应也好 持家耐叮嘱道 不过一定要记得 不要去平民区 那些地方很混乱 我知道 持飞驰顿了顿 我父亲 最近一直在伦敦 是啊 他帮忙处理一下 菲尔德集这边的乱象 安布雷拉暂时也还需要他作证 持家耐说起自己的丈夫 语气如常 咚咚 电话那边响起敲门声 过去的时候 让大山帮联系托马斯 他有托马斯的联系方式 持家耐道 就这样 我有事想跟您谈谈 持飞驰第一次打断 自家老妈的话 再不打断 估计电话得被挂断 下次再打过去 估计又找不到人了 飞驰 妈妈现在 关于遗传基因病的事 那边静了一会儿 是不是 英国这边有人跟说了什么 持家耐问道 找个时间 我们见面谈 持飞驰道 持家耐沉默了片刻 等从美国回去吧 我也要回去一段时间 好 电话挂断 持飞驰盯着手机屏幕看了看 才收起手机 之前说到新多拉公司 他老妈居然说 如果不愿意跟他打交道这种话 合作了二十多年的合作伙伴 要是没什么原因的话 他老妈应该会直接告诉他 可以去找托马斯 新多拉 有他照应 我比较放心 但他老妈的意思正好相反 分明是想说 考虑一下 别去找他 咱多带几个保镖 新多拉公司 和菲尔德集团的关系 似乎有些微妙 换作是其他人 不打交道 也就不打交道 他一个人 还乐得自由自在 方便行事 不用应酬 不过托马斯 新多拉不一样 剧场版六出现的科技 很惊人 人工智能 全息游戏 通过皮肤和血液 追溯先祖 这些程序 全都出自于一个人 泽田红树 托马斯 新多拉的养子 一个年仅十岁的男孩 前世有人说 泽田红树 不如灰云挨天才 这些当作粉丝的狂热言论 来听就行了 这两个人的成就 都很惊人 无论是缩小身体药物 还是人工智能 不仅现在不该存在 再发展二三十年 都未必能够存在 但是别忘了 抛开 两人的真实年龄差距不谈 会员挨开发的药物 有一部分药物资料 是自己父母留下的 而泽田红树 完全是自己开发出了 人工智能 自己开辟出来的道路 两人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 都有着普通人 难以想象的天赋 但泽田红树的天赋 明显要强一点 一个十岁的男孩 用了不到两年时间 开发出成长一年 相当于人类学习五年的人工智能 天才都不足以形容 根本就是个妖孽 是老天都不允许存在的妖孽 要是泽田红树继续活下去 继续研究下去 不出十年 这个世界绝对会发生惊人的变化 完全脱离了正常科技发展的变化 必须要接触泽田红树 原本他还不抱什么希望 因为泽田红树 被托马斯·辛多拉勘管得太严了 别说其他人难以接近 那孩子连一点自己的空间都没有 这才导致了泽田红树自杀 将自己的意愿 寄托在人工智能诺亚方舟上 除非他能把人直接绑架 但绑架并没有意义 只会让泽田红树厌恶 反正最后 泽田红树 也会和人工智能诺亚方舟一共消散 他也不是很在意 接触与不接触都一样 而现在有这层关系 就不一样了 最好的结果 是保下泽田红树 把这孩子 拉到自家这边来 就算不能将泽田红树拉过来 他也可以过去交流学习一下 哪怕是讨论一下最简单的编程思路 对他都是有帮助的 令他觉得 有趣的是自家老妈 不管是说到新多拉公司 还是说到他外祖母的事 与其一直保持着温和清缓 完全听不出欢喜 还是憎恶 这么说起来 他老爸也很沉得住气 还真是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警车鸣着警笛 从后门开进来 停在麻场里 警方开始调查现场 了解情况 柯南见池飞池打完电话回来 悄悄晃到池飞池身边 伸手将手帕包裹的东西 递给池飞池 池哥哥 我在尸体旁边发现了这个 池飞池接过看了看 又闻了一下 递还给柯南 这个案子 他已经记不清了 不过不是很难分析 有人给利普夫人吃了巧克力 让他兴奋 暴动 柯南接过自己的手帕 点了点头 这不是一场意外 刚才大南先生 将利普夫人后 提上那个大小不合的 马蹄铁卸下来了 不仅马蹄铁大小 形状不合 钉子也定得乱七八糟 还有 马蹄铁内部贴合马蹄 那部分有血 呈半干状态 有人用马蹄铁打死了死者 又将马蹄铁定了回去 是一个不会定马蹄铁的人 池飞池低声道 据我了解 大南先生 曾经是一个优秀的装提师 他不会连怎么定马蹄铁 都不懂 要是他作案 也有时间将罪证全都带离现场 不用故意 把马蹄铁定得乱七八糟 而竹内小姐一直陪着何晓兰 也不会是他 那就只剩下一个人了 二公先生 他就是凶手 柯南笃定接过话 不过巧克力 应该是大南先生的 之前他拿起过 放在柜台上的巧克力 问我要不要吃 我谢绝之后 他就将巧克力装进了口袋里 也就是说 大南先生发现 二公先生杀人 为利普夫人吃了巧克力 想伪装成一起意外 掩护二公先生 池飞池看着柯南 证据 不管是之前为了黑熊 食兵为杀人的老猎人 还是现在为了保住员工 而让马背锅的大男友知 他觉得都可以理解 有人会为了动物 而伤害同胞 而有人为了保护同胞 而牺牲动物 这是交情和观念的原因 没什么值得争辩的 也争辩不出个结果来 人和人本来就不一样 观念分歧也会一直存在 能理解就理解 不能理解就不去理解 别觉得世界 只有我这种观念 是对的就行了 柯南笑眯眯养着头 发现了 二公先生的裤子打湿了 也就是说 他在行凶时 见了血的裤子没有更换 只是洗掉了血迹 但只要警方用 卢米诺试剂检查 就能从裤子上 发现血液反应 池飞池见柯南 一副求夸奖的模样 很配合地 抬手拍了拍柯南的头顶 很厉害 赶紧推理去 柯南感觉自己 被敷衍了 瞥了池飞池一眼 还是乖乖 去找了个角落 用麻醉针 把毛利小五郎放倒 心里有些感慨 明明池飞池也可以来推理的 非要偷懒 大叔被扎那么多针 主要责任确实在他 但池飞池也脱不了干系 听沉睡的小五郎 说出了推理 证据 二公宽人也不再狡辩 扑通一下跪到地上 我原本没打算杀他的 但是 我实在没办法原谅他 他背叛了 对他有恩的大男先生 之前利普夫人流产 就是要收购牧场的望月 让他做了手脚 而且 牧场好不容易有了客人 但又因为他突然开车闯进来 害得池先生骑得马寿金 所以我忍不住去质问他 问他昨天和望月先生来往是怎么回事 问他是不是故意让利普夫人流产 问他 是不是故意让池先生骑得马寿金 会原哀看向池飞池 难道那家伙 真是故意的 池飞池微微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也没看出来 马寿金之后 冰山远南跟其他人一样 一脸不安 很难分析 是被突发情况 吓到 还是害人没成功之后的后怕 不过他也很无奈就是了 这都能跟他扯上关系 他被我戳穿之后 就拿出匕首说要杀了我 还说 可以嫁祸到利普夫人身上 二宫宽人跪在地上 双手捂住脸 眼泪顺着指缝流淌 就在我们打斗的时候 他的头部小心磕在了马蹄铁上 很快就没了呼吸 我很害怕 就将那块马蹄铁 胡乱钉到了利普夫人马蹄上 他承认他之前 想害飞池哥坠马了吗 辉云哀问道 二宫宽人轻声道 他只说是又怎么样 反正这个牧场再维持下去 也没什么用 这样的话 池飞池没去想 冰山园南是不是故意的 现在冰山园南都已经死了 怎么说 都是二宫宽人一句话的事 要是二宫宽人 给了个肯定的答案 他说不定还会怀疑真假 眼见都不一定为实 更别说这种一面之词 二宫先生 二宫宽人抬头看池飞池 这里没有监控摄像头 但也能验证你 有没有说谎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警方会找到冰山先生 企图用来行凶的匕首 另外 用马蹄铁将人打死 和打斗十人摔倒 头部不小心刻在马蹄铁上 所建设出的血迹不一样 只要检查现场 和你裤子上的血迹反应 就能推断出来 池飞池盯着二宫宽人 发现二宫宽人 脸色没有变得难看 心虚后 心里有了结论 收回视线 如果是他先动手 你就不是过失杀人 而是防卫过当 柯南偷偷走出了毛利小五郎身后 有些意外地看向池飞池 这些他都没想到 应该说 没想过 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界限很模糊 就要看律师怎么样了 池飞池继续道 我认识不少优秀的律师 可以帮你安排 池先生 二宫宽人正正看着池飞池 如果被判为正当防卫 他就可以无罪释放 只要律师够优秀 哪怕没办法征到无罪的程度 也可以帮他免除刑事处罚 只需要赔付一些钱 站在一旁的警察笑道 好了 我们还是先确认一下 二宫先生的言论是否属实吧 我 二宫宽人擦了擦眼角再次流下来的眼泪 低下头 十 十分感谢 还有 我很抱歉 之后警方展开了调查 找到了冰山源南 打算用来行凶的匕首 通过血迹的痕迹 也基本可以确定 二宫宽人没有说谎 池飞池没有食言 联系了在甄池集团 做法律顾问的一个律师 顺便让大山迷找人过来 谈投资牧场的事 柯南远远看着池飞池去打电话的背影 有些走神 一旁 辉员挨轻声问道 怎么 你觉得 飞池哥在包庇犯人 不 柯南忽然失笑 目光依旧停在池飞池身上 有些感慨 只是觉得 你的感觉还蛮准的 确实是个很温暖的人啊 他以前觉得 侦探的责任就是找出凶手 怎么宣判 那是检方的事 这样也没错 但他想到了一个侦探 他最喜欢的那个侦探 对于福尔摩斯而言 真相很重要 但还有比真相更重要的东西 到底是人心的救赎 还是包容 他暂时还不太明白 不过 刚才恍惚间 他好像看到了福尔摩斯 我的感觉 辉员挨疑惑 这跟他又有什么关系 没什么 柯南收回视线 当然 他确实是在包庇二公先生 不过这一次 我想做福尔摩斯 只要是冰山远南 有意行凶在先 他也不想去追究 是正当防卫 还是防卫过当 会员挨 名侦探突然变得神圣叨叨的 另一边 毛利兰等持飞驰挂了电话 才走上前 飞驰哥 其实可以联系我妈妈的 不用麻烦飞律师 集团里擅长刑事辩护的律师 也没什么事做 持飞驰面不改色地找了个理由 想要二公宽人 背叛正当防卫 有一个漏洞 必须要考虑 就是二公宽人之前说的 冰山远南要拿匕首杀死他 并嫁祸给马 匕首杀死的人 怎么嫁祸给马 说马会用匕首 还是说 马能造成匕首那种力气伤 说不通 真相应该是 冰山远南确实动了匕首 也确实是在打斗中 不小心磕到了头 但拿匕首 应该只是为了吓唬二公宽人 这一点很容易被对面律师利用 说死者虽然动了危险力气 但没有杀人的意图 那么 二公宽人 就是防卫过当 这些情况 他必须跟律师说清楚 再表明自己的意思 让律师有准备 说白了 他就是要包庇二公宽人 跟自家律师好谈 跟飞银里说 内情没那么方便 剩下的 就是律师的事了 这种情况 不能说二公宽人被吓到了 觉得死者想杀他才反击 而应该表示 死者想杀人时 情绪激动 没有考虑到 匕首杀人 怎么嫁祸给马 咬定一点 对方就是想杀人 二公宽人没有误判 是对方情绪激动 思绪混乱了 跟二公宽人没有一点关系 具体辩护时该什么说 律师比他清楚 他父亲在各国的集团分部 都养了一堆律师 为什么 还不就是因为这些 这个国度没那么公平 甚至比不上前世 他在中华建国的公平性 资本社会是资本家的天堂 虽然不扼杀人们物质 文化等需求 也在谋求大众社会利益 但始终会优先保障 私有资本利益 而且资产阶级政权这一点 就注定了 财团与党政间 必然存在着一些联系 时隔一天 池飞池恰好就建了 日本另一大财团 烟士财团的会长 烟建三 烟家宅邸 戴了圆框眼镜 留着光头 和白色长须的老者 坐在沙发上 等佣人上茶后 才常常叹了口气 身形越发显得沟楼受靴 昨天的晚宴 我原本打算去的 不过最近出了点事 实在脱不开身 我是担心烟爷爷的身体 今天才登门拜访 时飞池的声音放得很轻 您看起来精神不太好 日本这些财团里 林木财团 以前跟真池集团 没多少交集 而烟士财团 跟真池集团的关系 要清静一些 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 就算是不怎么来往的两方 掌权者 继承人 彼此间都混了得脸熟 更不用说关系好的两家人 之前他老爸 老妈各国跑 园艺事体再上学 三口人都很少参加什么晚宴 不过他接手身体 又出院后 有时间的话 一些双方关系好 场面大的宴会 还是得去一下 待半个小时就走人也没关系 去了就行 这是一种态度 表达一下对主办方的善意 燕家的情况有点特殊 燕家财团的会长燕建三 今年已经70岁了 在去年 燕建三的独子 儿媳 都在意外事故中身亡 就只剩下一个五岁的小孙子 他们持家好歹有三口人 燕家 就只剩一老一小爷孙俩 也很少出席晚宴 但昨晚 是正方组织的纪念晚宴 规格大的惊人 白天就开始安排安保 更是在三天前 就已经开始了 对会场内危险物品的排查 各大财团 司法要员 边防高官 到场的步伐 很多平时见不到的人 他跟认识的 不认识的人打招呼 混脸书 又跟林木原子凑了堆 面对着一个布置庄重的会场 无聊的 熬了三个多小时 半夜才散场回家 无聊归无聊 那一位估计都会赞同他去 参加晚宴 丢下组织的集市 也值得去 不说搜集什么情报 至少能让他了解到 一些平时见不到的人 以后说不定就用上了 这样一个晚宴 燕氏财团能去的高层都去了 但主事人一家居然没到场 实在有些不合理 出于双方的交情 他有必要登门拜访 关心一下 是不是老爷子身体不适 今天一看 老爷子的精神 确实比前两年差多了 唉 燕剑三又叹了口气 欲言又止 大山迷静静坐在一旁 眼观鼻 鼻观心 没有多话 池飞池垂了垂眸 秋夫出事了 要是燕氏财团遇到麻烦 不到即将崩塌的地步 燕剑三不会这么愁 而如果是燕氏财团出了什么大事 不可能没有一点风声 在那些记者不知道之前 他们恐怕就已经知道了 那就只可能是燕剑三的小孙子 燕秋夫出事了 燕秋夫得了重病 不 那样的话 燕剑三应该会在医院里 甚至聘请明医去坐诊 医学界也会被惊动 燕剑三这么不声不响的大事 那应该是 绑架 燕剑三迟疑了一会儿 起身去旁边桌上 拿了一个纸质文件袋 递给池飞池 是昨天早上的事 秋夫幼儿园老师打电话过来 说秋夫没有去幼儿园 而在昨天下午 这些塞到了大门口的信箱里 池飞池接过文件袋打开 里面除了两张蜡笔画的画 还有一张纸 纸上贴了报纸上剪下来的字 小孩的价值是十亿日元 小丑上 这 这是 大山迷惊讶 下意识地转头看池飞池 却发现自家少爷 依旧一脸平静 又默默收回视线 秋夫很喜欢画画 这些应该是 他在绑匪那里画的 燕剑三拿起那两张画 手指抹撒过蜡笔痕迹 叹了口气 放下画后 从怀里拿出一张折叠起来的纸 递给池飞池 这是今天早上 被塞进信箱里的 池飞池将恐吓信 放到身前的茶几上 接过纸 纸上还是用报纸剪下来的字 拼成了一个 瑞士方科贝尔银行的账户 想从瑞士银行查用户信息 根本不可能 瑞士作为一个银行国家 就是靠用户保密制度恰犯的 严格对客户信息保密 国际组织出面都不好使 燕爷爷 王菲有没有打过电话 一共打过两个 燕剑三道 一个是在昨天下午四点左右 收到恐吓信的时候 对方打电话过来说 不许报警 不许走漏风声 否则秋夫就会有生命危险 一个是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对方打电话过来说 写了账户信息的纸在信箱里 如果我同意支付赎金 就准备好一百万日元现金 他会在一个小时后打电话过来 石飞驰转头看墙上的挂钟 现在已经下午三点三十一分了 十亿日元搬运起来很麻烦 对方既然有瑞士银行的账户 肯定会要求 打到瑞士银行账户上去 这一百万日元 对方很可能不会去拿 只是为了观察 燕氏财团有没有诚意 以及是否报了警 燕剑三注意到石飞驰的举动 也转头看向时钟 一百万日元我已经让人准备好了 对方也应该快打电话过来了 电话能不能让我来接 石飞驰从口袋里翻出录音笔 我带了录音笔 可以顺便录下来 说不定能发现什么线索 您应该知道 就算不报警 也不能将希望全部寄托在劫匪身上 燕剑三考虑之后 还是点了点头 好 大概三分钟后 屋里坐机电话的铃声响起 石飞驰打开录音笔 接通了电话 又按了免提 用了变声器的男生机械怪异 钱已经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想先确认丘夫的安全 石飞驰道 你是谁 能听出对方情绪明显紧张起来 燕剑三比绑匪更紧张 盯着电话 大气不敢出 珍池集团的继承人 丘夫平时会叫我哥哥 石飞驰继续道 今天我登门拜访 发现燕先生愁眉苦脸 追问之下 他就告诉我这件事 这是只有我和集团东京分部 负责人知道 我们就在燕家 没有人报警 赎金也可以给你 不过只有两张画 不足以确认丘夫的情况 这也可能是丘夫以前画的 我想听丘夫说说话 可以 电话那头的男人道 现在让人将一百万日元 送到米花泉地公园后门 平铺放在通往后门的地上 只准一个人过去 不许报警 不许派人跟着 等看到了你们的诚意 我会再打电话过去 让你们听听小孩的声音 嘟嘟 电话被挂断 石飞驰拿起录音笔 关了录音 燕剑三转头 看向身后的秘书借仲吉 崇吉 你将钱送过去吧 您放心 借仲吉正色点头 拿起沙发上 早就准备好的一纸带钱 转身出门 石飞驰看了看桌上的画 拿出手机 发邮件让米花艇的乌鸦出发 去米花泉地公园 去找一个跟小丑有关的人 找到后注意追踪 画上有一个像是 马戏团小丑一样的人 站在一个孩子身旁 两人似乎电视机前在打游戏 画是燕丘复画的 这一点燕剑三应该不会认错 那这幅画 很可能是燕丘复在华这两天的经历 跟小丑一起打电玩 飞驰 燕剑三看向迟飞驰 您别担心 迟飞驰放下手机 丘复之前有没有说 在其他地方看见过小丑 燕剑三想了想 前几天 他好像说过 幼儿园外有个小丑 给小朋友们发气球 迟飞驰思索了一下 看着燕剑三 低声道 刚才电话那边有风声和树叶声 绑匪应该已经到了米花泉地公园附近 而他说等 确认我们有诚意之后 再让我们听秋夫的声音 说明秋夫现在不在他身边 再加上他没有提到 我们这类字眼 只说了 绑匪很可能只有一个人 现在有三个选择 第一 我绕路过去将他抓住 逼他说出秋夫的下落 第二 将希望放在绑匪身上 破财免灾 指望他拿到钱后 会放了秋夫 第三 一边锁定绑匪的位置 让人去追踪 一边想想秋夫可能会被关在哪 等摸清情况之后直接救人 您觉得呢 烟剑三闭了闭眼 第一个选择不行 我不敢赌 第二个选择看似稳妥 但绑匪拿到钱后直接撕票 也不是不可能 第三个选择看起来是好 不过 要是跟踪劫匪被发现了 秋夫会不会有危险 他们又怎么去找秋夫的所在地 每个选择都有风险 池飞池没有勉强 看向桌上的话 指着纸叶一角的奇怪图案 上次秋夫给我看的话 留署名的地方 好像是东京铁塔 这次为什么是这种图案 秋夫会把画画石周围最醒目的建筑 当作署名画上去 烟剑三解释 大山迷凑近看着 也就是说 秋夫少爷在这建筑附近 不过 这是什么建筑 东京好像没这种奇怪的建筑吧 画上的图案 确实很奇怪 像是一个肚子上 长了只大独眼的外星人 小孩子眼里的世界 本来就千奇百怪 跟常人不太一样 驰飞驰看着那个建筑图案 想了想 也没什么头绪 飞驰将头搭在驰飞驰衣领上 好奇探头看去 吐着的蛇性子顿了一下 才收回口中 咦 主人 这个建筑 我好像见过 驰飞驰低头看了看飞驰探出的头 不动声色地站起身 对烟剑三道 燕爷爷 我去买张地图来看看 说不定能想起哪里有这类建筑 去吧 烟剑三探道 还让你们跟着着急上火 真是不好意思 没事 驰飞驰转头 对大山迷道 大山 你在这里陪燕爷爷 你的车先借我开一下 他今天没开车 坐大山迷的车过来的 好的 我在这里陪老爷子 大山迷将车钥匙递给驰飞驰 驰飞驰没再多说 接过车钥匙后 直接出门上车 发动车子出了大门之后 才低声问道 飞驰 你在什么地方 见过这个图案 飞驰从驰飞驰的衣服下溜出来 跑到副驾驶座去 背户挺一丁目 就是那天主人跟英曲一起去看新的地下训练场 房子还没盖好 我们就去附近转了几圈 了解地形 就是那个时候啊 驰飞驰回想的 飞驰一直跟他待在一起 飞驰都说看到了 那么他应该会有印象才对 那个信号塔 原来那是信号塔呀 飞驰道 秋夫画上那个外星人的肚子上的眼睛 就是塔中间挂的时钟吗 嗯 驰飞驰将车往背户挺一丁目开去 半路停车 去一旁的便利店 买了张背户挺的地图 顺便买了一支游信笔 坐在车上整理头绪 燕丘夫前几天在幼儿园见到过小丑 昨天也是在去幼儿园之后被绑架 由于这是自己唯一的小孙子 燕剑三每次都会让人将燕丘夫送到幼儿园门口 那么 绑匪的整个行动应该是 之前就扮成小丑接触燕丘夫 让燕丘夫觉得小丑是好人 昨天早上九点左右 燕丘夫被送到幼儿园 在司机开车离开后 看到认识的小丑再叫他 再次出了幼儿园 小丑诱骗燕丘夫跟他离开 用的方式是小孩子喜欢的电丸 这一点燕丘夫的画上也有表现出来 那个小丑陪燕丘夫打了电丸 为了不被人发现 尽快离开幼儿园 王匪应该有车子 上午九点半到十二点左右 小丑带燕丘夫去了某个隐蔽的地方 为了哄丘夫 应该陪丘夫打过电丸 之后 丘夫应该提出想要画画 小丑之前不可能想到准备蜡笔和纸 而中午两个人要吃饭 小丑就去便利店买食物 顺便帮燕丘夫买蜡笔和纸 吃饭 看丘夫画画 到了下午四点 不 对方打电话的时候 明显不知道他 以为他是警察 说明不知道他和大山迷的车进了燕家 也就是说 王匪所在的地方不在燕家附近 也观察不到燕家的情况 那么 昨天送信到燕家之前 王匪应该还观察过燕家一段时间 三点半左右 将信塞进信箱 到了安全的地方 一边打电话 一边确认 燕家将信拿回去 而抵达燕家的时间要更早 最晚也得是三点 丘夫画两幅画 还是小孩子认真画 至少要一个小时 绑匪要等丘夫画完一起 将画送到燕家 对方只有一个人 可以通过活动时间 分析出位置信息 小孩子吃饭的时间 去周围便利店的时间 昨天上午九点 昨天中午 昨天下午三点 昨天下午四点 今天下午两点 那个地方 距离燕家的车程 大概是四十分钟左右 池飞池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 以燕家为中心点 将周围开车 能在四十分钟左右 赶到的地方 都圈在里面 又找到那座信号塔 画圈 将能看到信号塔的地方圈起来 那座信号塔中央的时钟 并不是挂在正中 而是挂在一侧 也就是说 只有一个方向 能让时钟看起来 正好在信号塔中间 池飞池又在信号塔 和燕家的两个圆上 画上两道平行线 另外 画上用的蜡笔线条 无论看起来的质感 还是摸上去的感觉 都不是劣质画笔能画出来的 看来秋夫那孩子 要求还挺高 便利店买不到这种蜡笔 不去专卖店买 至少也得是大一点的文具店 再把时间理一下 出去吃饭 等秋夫画画 出门 还有观察门外情况等时间 对方去买便当 买蜡笔和纸的时间 在一个小时左右 这些地方便当店 便利店 文具店 蜡笔专卖店的位置 池飞池默默在地图上 画了两条线路 如果是开车去买 时间充裕 选择也多一点 池飞池又默默 在地图上画了六条线路 还得考虑一点 那就是 绑匪路上遇到什么情况 耽搁了时间 池飞池再次在地图上 画了两条线路 排除一下 绑匪为了避免出什么意外 被发现 或者单个时间 看样子 丘夫也没有被绑住 绑匪 大概也会担心 长时间不回去 丘夫偷偷跑出去 所以 不会选很堵的路 把那些容易堵车的路线排除 在两个圆 两条平行线 其中一条线路重合的点 又被游行笔圈了起来 找到了 米花全地公园 送钱去公园的戒重级 刚进公园 就被一群熊孩子锁定了 哎 不每疑惑 打量戒重级 你们看那个叔叔 他鬼鬼祟祟 抱着袋子做什么呢 袁太疑惑 嗯 光燕摸着下巴思索 他该不会是想做什么坏事吧 咻 柯南也觉得 这个人的举动很奇怪 是一其他三个孩子别出声 盯着戒重级 戒重级根本没注意四个小孩 在后门前的路上蹲下 将纸袋里的钱拿出来 一叠叠瓶扑在地上 你们看 袁太被那一叠叠钱吓了一跳 好多钱 不美到 而且都是万元大钞 光燕惊讶补充 柯南一愣 顿时反应过来 连忙转头看附近的高处 绑架 这应该是绑匪想看对方有没有诚意 那么 绑匪应该在附近观察 找到了 那边的一栋楼顶 望远镜 盈盈闪过反光 大叔 你站住 你该不会是小偷吧 袁太 光燕 不美三个孩子 已经冲了出去 戒重级被三个孩子的喊声吓了一跳 转回身 连忙解释 不 我不是小偷 只是 辣椒粉 不美将一个瓶子搜一下丢到戒重级脚边 瓶子平一声被砸碎 红色辣椒粉包围了戒重级 等等 柯南没来得及把话说话 就看到光燕拿出玩具手铐 袁太拿出一根铁链 闭眼撞了上去 喂喂 袁太手里的铁链是什么鬼 戒重级被辣椒粉呛了一下 下意识地闭上眼 突然感觉后背被狠狠撞了一下 跌倒在地 袁太直接跳到戒重级身上坐下 将铁链绑上戒重级的脚 拿出锁锁上 咔嚓 光燕也将戒重级的双手铐住 不美拿出手帕 认真问道 要不要把他的嘴堵上 可以哦 光燕和袁太齐齐点头 追到旁边的柯南一个踉跄 吴宇问道 那是不是还要准备一辆车 把他丢到车上之后 我们赶紧离开 戒重级被落得一脸眼泪 鼻涕地趴在地上 内心是崩溃的 现在的小孩子这么可怕吗 都已经开始学人抢劫 绑架了 准备车 袁太左右看了看 我们没有车啊 我说你们啊 柯南看三个孩子 还真的考虑车的事 一头黑线的咆哮 持哥哥让我们准备这些 是为了自保 你们又是考虑毒嘴 还考虑什么车子 当这是绑架吗 三个孩子被喉得一愣 袁太低声道 可是车子是你提议的爷 柯南 太 太 好气 快 快放开我 戒重级被袁太 和光燕坐在身下 手脚被绑住 靠住 动弹不了 被地上的辣椒粉 刺激的眼泪 鼻涕横流 不然少爷就危险了 这个世界怎么了 他为什么要受这种罪 他受罪就算了 要是劫匪生气 伤害秋夫少爷 可怎么办 他对不起老爷和秋夫少爷 他有罪 他 他不想活了 二十分钟后 木木十三代 对伪装成维修水电的人 开着一辆面包车 进了燕家的院子 下车后压低帽子 抬着梯子进门 柯南 袁太 不美 光燕四个孩子也下了车 跟着戒虫急悄悄溜进门 客厅里 大山迷陪燕剑三坐了半天 安慰着燕剑三 见警察进门 转头一看 就看到四个眼熟的小鬼头 咦 哎 柯南四人也认出了大山迷 之前在双塔大楼还见过 大 大山叔说 袁太一脸 我被你吓一跳的表情 光燕还好 反应没那么夸张 不过也很惊讶 大山叔说 你怎么会在这儿 那 不美左右看 寻找某个熟悉的黑衣人 默默十三疑惑看了看两方人 你们 认识 这个叔叔是甄池集团 东京分部的负责人 光燕政策介绍 整个东京分部都归他管 大山迷顿时有些不好意思 也是池哥哥的跟班 袁太道 大山迷 这 做飞池少爷的跟班 他乐意 其他人想做 都还做不了呢 不是啦 不美认真纠正袁太 大山叔叔是甄池集团的员工 因为池哥哥的爸爸妈妈不在东京 所以他要帮忙照顾池哥哥 好了 那些事等会儿再说 木木十三 严肃打断三个孩子 叽叽喳喳 左右看了看 那么池老弟不在这里吗 柯南 卫卫 木木警官啊 依赖是要不得的 飞池少爷去买地图了 大山迷道 买地图 木木十三疑惑 嗯 是啊 大山迷解释道 飞池少爷说 就算不报警 也不能把希望全都寄托在绑匪身上 最好还是想办法找到秋夫少爷所在的位置 柯南顿时觉得不对劲 连忙问道 他离开多久了 如果没有什么线索 池飞池那家伙 应该会急着找线索 既然去买地图 说明那家伙 应该有头绪了 这个 大山迷看墙上的挂钟 已经四十多分钟了 奇怪 开车去买东西 不用这么久啊 飞池少爷是不是迷路了 柯南半月眼 不 不是迷路 那家伙恐怕已经知道位置 自己跑过去救人了 背护挺 一叮目一个僻静接口 池飞池下车后 和飞池一起到了一个废弃的仓库前 转了一圈 先从仓库外翻上去 在一个窗户前观察了一下 里面亮着一盏昏黄的灯光 只有一个孩子 趴在桌前画画 没有其他人在 好了 闻 打电话 拨号 燕家坐机 电话响了两声 就被接起 燕剑三有些紧张的声音传来 喂 燕爷爷 是我 池飞池 池飞池蹲在窗口 留意着仓库里的情况 我找到秋夫了 飞池 你是不是迷路 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下 燕剑三惊愕 你说什么 怎么了 熟悉的声音 池飞池分辨了一下 好像是木木景观 估计燕家以为是绑匪的电话 所以开了免提 不过 不是说好了不报警吗 你 你找到秋夫了 燕剑三忙到 秋夫怎么样 他在哪 没受伤吧 凑到电话旁的柯南 心里呵呵 果然 他就知道 以往好歹还有了解案子的机会 这次居然连了解案子的机会 都不给 过分 碑户挺一丁目510号 东都精装工业的废弃仓库 池飞池道 绑匪还没有回来 秋夫没事 也没受伤 一个人在仓库里画画 我在外面窗户边 观察之后 没有其他人 燕剑三听着池飞池平静的声音 心里诡异地跟着平静下来 总觉得这个时候 不能再杂杂乎乎 木木十三 也感觉到 心里有股冷静如咸鱼的情绪在蔓延 一头黑线 不 不是他们的机械情绪有问题 小孩子都被绑架了 能不急吗 这明明是池飞池的平静情绪不对 还想传染他们 真是 算了 人家发现了孩子 又有条不紊地说明了情况 也没有貌事闯进去 知道顾及自己的安全 连他都很想夸具 做得好 我现在进去 带他去街口车上 一脸绑匪突然回来 池飞池依旧以平静语气道 木木警官在那边吧 我听到声音了 请木木警官顺便带队过来埋伏抓捕 我在街口盯着 千万注意安全 木木十三连忙叮嘱 了解 依旧是没什么情绪的声音 然后通话就被切断 木木十三一头黑线 看了看等在一旁的布下 走吧 过去抓人 这是破案最快的一个绑架案了吧 从街道报警电话 到准备抓人 还没到半个小时的背护艇 东都精装工业的废弃仓库 腐朽的窗户 被池飞池徒手拆掉 咦 趴在桌前的燕丘夫 疑惑抬头 就看到一个人跳了下来 池飞池跳进仓库后 站起身 邱夫 记得我吗 两家 虽然关系近一点 但除了生意层面 也不是经常来往 去年燕丘夫父母车祸去世后 他跟老爸去参加过葬礼 燕丘夫去年才四岁 未必记得他 不过 池飞池多虑了 燕丘夫仰头打量池飞池 看到池飞池的眼睛就想起来了 池哥哥 你怎么来了 你爷爷叫你回家吃饭 池飞池走上前 背在身后的右手 将沾了麻醉药的手帕 塞回口袋 走上前 如果燕丘夫没认出他 哭闹不肯走 他就先将人放倒 尽快带离这里 没毛病 我爷爷 燕丘夫站起身 摸了摸肚子 可是秋夫还不饿 你爷爷一直等你回去吃饭 池飞池走到燕丘夫身前 将人抱起 他早饭还没吃 啊 燕丘夫担忧道 那可不行 他身体不好 老师说过 一定要按时吃饭 身体才会好 我带你回去 你把老师说的话告诉他 池飞池低声说着 抱着燕丘夫到窗户前 一手抱孩子 一手抓窗框 翻了出去 我会告诉他的 燕丘夫回头看着窗户 池一道 可是我答应小丑叔叔 要在这里等他回来的 那让你爷爷过来这边吃饭怎么样 我已经打过电话给他了 池飞池听飞池说 附近没人 抱着燕丘夫往巷口走去 他说想 带人跟小丑叔叔玩捉迷藏 我们去巷口车上等他们 嗯 燕丘夫笑着点头 办个多小时后 绑匪还没回来 警方先到了 两辆车刚在街口停稳 燕剑三就迫不及待地 打开车门下车 池飞池也开了车门 把燕丘夫送下去 丘夫 燕剑三跑到镜前蹲下 抱住燕丘夫 一时间 老泪纵横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爷爷 我没事啊 小丑叔叔还陪我打电玩 燕丘夫高兴说了一句 幼稚声道 听池哥哥说 你没有吃早饭 老实说 按时吃饭 身体才会好 你以后一定要按时吃饭 不可以再这样了 不过也是我不好 我玩得太高兴 忘记了回家吃饭的时间 燕剑三擦着眼泪 是 是 以后爷爷一定按时吃饭 丘夫也要按时回家 木木十三上前 池老弟 绑匪人呢 还没回来 池飞池拉开后座的车门 燕爷爷 先上车吧 别让绑匪跑了 好 燕剑三牵着燕丘夫的手 上了大山迷的车 木木十三 立刻转身安排埋伏抓捕 两对手在外面 一对去仓库里 林离开前 还把柯南那四个小鬼头 也丢上车 吃老弟 孩子们就交给你了 你带他们先离开这里 为什么啊 袁泰不甘心道 我们也想看看 警察是怎么抓绑匪的 是啊 光焰点头 我们不会捣乱的 不美道 不行 木木十三一头黑线的拒绝 秋夫也想看大家 和小丑叔叔玩捉迷藏 严秋夫道 啊 木木十三有点猛 捉迷藏 严秋夫看向上了 驾驶座的池飞池 认真道 池哥哥说 跟爷爷过来的人 想跟小丑叔叔玩捉迷藏 如果小丑叔叔先进去 就是其他叔叔去找他 如果其他叔叔先进去 那就是小丑叔叔去找他们 秋夫不可以提示 只要静静 坐在车上看就行了 柯南甘笑 池飞池这家伙 红小孩子 还真有一套 不行 木木十三一头黑线 总之 你们 看一会儿也行 大家都不会出声的 池飞池道 对了 木木警官 如果他跑出来了 我能不能直接开车撞 木木十三一耶 池飞池的意思他明白 如果对方跑出来了 有辆车在街口 确实方便追捕 不过他们这么多人 抓一个绑匪都抓不到 那这警察不做也罢 太看不起他们了 还有 能不能直接开车撞 又是什么鬼 不能 堵住他就行了 木木十三黑着脸 转身往巷子走 压了压帽子 不过池老弟 你应该没这个机会了 你也要相信我们 警方才对啊 抱歉 我没那个意思 是我考虑过多 池飞池道 呃 没关系 木木十三进了巷子 不美 光艳 袁泰收回视线 看向池飞池 这 木木警官同意他们留下来了 感觉池哥哥刚才做了什么 进了巷子的木木十三反应过来 不对啊 他跟池飞池谈警方力量做什么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有他们警方在 都不能让其他人冒险 而且想想 池飞池也不是那种 不相信警方的人 大家合作蛮愉快的 也就是说 池飞池是在故意击他 套路他 木木十三 刚想转头去让池飞池赶紧开车走人 不过想到绑匪随时会回来 惊动了对方 说不定真就让人跑了 只能默默进了仓库 哼 过分 哼 过分 向子口 池飞池将车往后挪了一点 低声道 记得别出声 等会儿趴下去 柯南站了副驾驶座 反正没有某支挥员 副驾驶座就是他的 一群孩子骑刷刷点头 噓 柯南回头看了看神经兮兮的一群孩子 探过身子 凑近池飞池 低声问道 你那么鸡木木警官 让大家留下来 真的好吗 绑匪有车 池飞池低声回道 柯南一愣 刚想问什么 就被打断 柯南 元太 光艳 不美 琪琪瞄着柯南 燕秋夫压低声音提醒 哥哥 不许说话了 燕剑三在一旁笑眯眯 看来自家小孙子 没留下什么心理阴影 这就好 这就好 嗯 知道了 柯南乖乖坐回座位上 我不说话了 过了大概十多分钟 天色近黄昏 一辆车才开进街口 在前方停下 一个男人下车后 左右看了看 戴上一个小丑头套 从车里拿了两个 装了东西的塑料带下车 关好车门后 转身进了巷子 后方车子里 趴在座位上的一群人直起身 燕秋夫低声道 是小丑叔叔回来了吗 嗯 池飞池应了一声 打开车门下车 你们坐着 哎 少年侦探团的三个孩子 刚想造反 就被池飞池冷眼 盯得乖乖点头 池飞池满意收回视线 巧声走到前面那辆车子后 蹲下身 鼓道了一下 又回到车里 柯南 他看得清楚 池飞池那家伙 把人家的后车胎扎了 巷子里 小丑走到仓库门口 很小心转头看了看身后 见向外没人 才拿出钥匙打开仓库门的锁 进门后 朝亮光的地方走去 秋夫 我回来了 秋 没有秋夫 只有一群脸色在昏黄光线下 显得有些恐怖的大老爷们 后方也传来脚步声 木木十三挥手 抓住他 一群警察蜂拥而上 直接把人按住 靠上 木木十三输了口气 这案子解决得很轻松 带回去 是 一群警察将人带出仓库 吓猛的小丑这才反应过来 他被抓了 巷子外 看到警方带着人出来 燕秋夫忍不住从车窗探头 小丑叔叔好厉害 这么快把人都找出来了 小丑 什么 柯南 虽然按捉迷藏的规则来看 就像是小丑把其他人都找出来了 但这孩子知不知道 这时候说小丑厉害 很嘲讽 也很扎小丑的心 燕秋夫见小丑被带上车 将头缩回车窗 疑惑问道 他们要带小丑叔叔去什么地方 池飞池发动车子准备离开 面不改色道 小丑玩捉迷藏赢了 他们要给小丑奖励 也对 赢了是要有奖励 燕秋夫点头 好奇问道 那池哥哥 小丑叔叔会得到什么奖励啊 一副银手镯 一套条纹衣服 免费赤住招待 池飞池开车跟上前面的车 哇 奖励好丰富啊 燕秋夫惊叹道 小丑叔叔一定很开心 柯南 小丑绝对开心死了 后座 袁泰 不美 光艳三人对视一眼 沉默 有感觉到浓浓的恶趣味 池哥哥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不会也是这么带他们玩吧 只不过 他们的年纪比燕秋夫大一点 没这么幼稚 突然有点怀疑人生 街边 暮暮十三 准备让人将绑匪的车子开回去 池飞池放慢了车速 提醒到 沐沐警官 叫拖车吧 刚才车胎被我扎了 沐沐十三半月眼 这是怕绑匪开车跑了 考虑得真周到 真是谢谢了呀 警示厅 燕剑三陪着燕秋夫做笔录 说着事情的经过 少年侦探团三个孩子 在一旁看热闹 他们只是报了警 补充一下就行了 柯南走向休息室 仰头看着站在门口迟疑的高牧社 高牧警官 你来做池哥哥笔录吗 看看 池飞池那家伙的笔录 把高牧警官为难成什么样了 唉 他关心一下高牧警官吧 嗯 高牧社应了一声 深呼一口气 低头看了看柯南 拎起 进门 正色看着池飞池 池先生 我来做一下笔录 柯南 等等 为什么把他拎进来 嗯 池飞池拿出一张地图 递给高牧社 高牧社疑惑接过地图看了看 有点不明白 上面的圈圈 线条是什么意思 不过总有种不太好的预感 你记录吧 池飞池提醒 哦 好的 高牧社将地图放到桌上 又将柯南放到一旁座位上 关好门 拿出记事本 坐到池飞池对面 顺便把柯南的去路堵住 柯南想了想 也没跑 他有点好奇 池飞池是怎么找到燕秋夫的 昨晚纪念晚宴 燕家没有出席 我们两家关系清静点 今天我就和大山先生去了燕家 就听燕爷爷说了 秋夫被绑架的是 池飞池拿出一张纸 转向高牧社那边 递到高牧社面前 我跟劫匪通了一次电话 问了上面这些问题 高牧社点点头 看着纸上记录的问题 还好 虽然池飞池还是懒得说 但至少把问题都写下来了 多少能让笔录的字数 看起来正常一点 柯南凑在一旁看 我想起来 秋夫画上的那个建筑 我见过 池飞池用手指 在那个署名问题上点了点 又翻出被压在下面的地图 经过计算 锁定了秋夫所在的位置 高牧社记录完 愣了一下 抬头看池飞池 没 没了 高牧警官 不是我不配合 我还没吃晚饭 而且 池飞池将地图和记录问题的 纸页并排放着 已知条件有了 解题过程 有了 答案有了 警方还原一下计算过程 应该不难 我 高牧社看着那画了圈圈圆圆线线的地图 一连猛 柯南无语抬头看吃非吃 不难 他都没算明白呢 柯南 高牧社向柯南投去求助的目光 好 好像是通过时间差 计算出绑匪从所在地抵达燕家的时间 另外 池哥哥应该推测出 绑匪有车 因为秋夫应该是在幼儿园门口被带走的 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 绑匪要快点 把秋夫带走 所以应该准备了车子 柯南有点顶不住高牧社的目光 根据车子速度 时间 计算绑匪所在地 到燕家的距离 还要加上绑匪观察的时间 跟我通话的时候 绑匪不知道我过去 说明他没有盯着燕家 去送信 肯定要先观察周围和燕家 防止被警察抓 池飞池提醒 还要扣除上车 观察等时间 就当半个小时 柯南沉默 他不想算了 头疼 池飞池也沉默下去 真要算下去 估计今晚晚饭又得到半夜才能吃上 柯南转头看高牧社 笑咪咪卖萌 接下来我也不知道了呢 他是小学生 不知道是很正常的 池先生 高牧社一脸心泪 池飞池将地图和指引到另一边 那要不就说 我出去买地图迷路了 正好发现了一场 找到了秋夫 高牧社考虑了一会儿 点了点头 好 好吧 虽然那个说法很奇怪 但他也没办法呀 人家不愿意算下去 还说给了他们 以致条件 解替过程 答案让他们还原 说他们还原不出来 有点丢脸 要说他们自己去还原 看起来又太复杂了 还未必能搞懂 先不说池飞池帮了忙 他们不能逼池飞池去计算 就算池飞池自己算了 整个笔录像数学题 那也很奇怪 说通过计算找到位置 不大概说一下怎么计算的 又显得他的笔录做得很敷衍 还不如说池飞池迷路 碰巧发现了 池飞池不是受害者 不是歹徒 是帮忙的 就当作出于某种原因 需要警方帮忙保密推理过程吧 有个叫公腾心医的 不是也拜托过他们 让他们帮忙隐瞒 自己跟案子有关的事吗 高牧社重新记录了一下 看着短短的笔录 又确认了几个问题 池先生发现秋夫的时间 当时的情况 一分钟后 池飞池带着柯南出门 高牧社整理了一下笔录 无力地叹了口气 明明没多长时间 也没问多少问题 他怎么会那么累呢 外面 燕秋夫的笔录还没做完 不过小孩子吵着要吃饭 做笔录的白鸟人三郎 就加快了一点速度 确认了几个重要的关键 燕建三提出一起去吃饭 顺便也邀请了警示厅的警察 在被拒绝后 帮忙在另一个饭店安排了几桌 自己则和池飞池 大山迷带一群孩子一起 出了警示厅 池飞池打电话给会员哀 小哀 吃过晚饭了吗 要不要叫上博士出来吃一点 柯南他们现在和我在一起 我们都准备睡觉了 你们还没吃饭吗 会员哀突然了然 你们又碰到什么事件了吧 算是 我就知道 我和博士就不过去了 你们去吃吧 那你明天要不要过来吃饭 明天再说 好 等池飞池挂了电话 燕建三走上前 诚恳道谢 飞池 这次真是谢谢你了 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可以送我点鱼 池飞池到 燕建三一愣 鱼 之前看到我的宠物 我才想起在哪里见过那个信号塔的 池飞池把飞池拎出来 名义他可以占 但奖励要给飞池争取 飞池期待 看着燕建三 吐蛇杏子 再吐蛇杏子 好好啊 燕建三脸色有点僵 能不能考虑一下他这个老人家的感受 突然有一条细肠 鳞片光滑 活着的蛇被拎在面前 他的心脏有点吃不消 池飞池报了养殖点的地址 飞池很放心地钻进袖子里 燕士财团有钱 送的鱼肯定少不了 一旁 柯南无语 现在园子过段时间 还会往那个地方送鱼 池飞池居然还帮飞池要口粮 这是打算让飞池把日本各大财团都吃一遍 燕建三想了想 虽然蛇很吓人 但这跟感谢持飞池没什么关系 看样子 持飞池很喜欢这条宠物蛇 也算给他一个感谢的途径 这就够了 嗯 飞池 你要几吨 飞池一将 几吨 可 这还真是 吓蛇 持飞池提醒 燕爷爷 要是论吨送 他一辈子都吃不完 随便送几斤就够了 几斤啊 燕建三总觉得有点小气 作为财团会长 感谢人就送几斤鱼 他和持飞池是不介意 但传出去不好听 想了想 燕建三道 这样吧 先让人送两车过去 等过段时间 我再让人送过去 有什么难得的鱼 我也给他送一点 飞池叹了口气 他的小鱼越来越多 吃的还不如长得快 估计还会越吃越多 这就是幸福的烦恼吧 吃完晚饭 持飞池送一群孩子回家后 没有急着回去 找了个僻静地方停车 发了两封邮件 等到回信后 易容换车 去了殷心亭 人来人往的商业街上 黑色车子在路边停下 戴着墨镜的黑发女人 很自然地走上前 拉开车门上车 车子很快开离原地 到一个僻静街口后停车 今天晚上 圆渡一郎请其他人吃饭 我趁机试探过他 对基督教的态度 弗兰特摘下墨镜 露出小圈九美模样的易容脸 笑着拉起脖子上的 十字架项链晃了晃 又将一支录音笔 递给池飞池 我都录下来了 你自己听吧 池飞池接过录音笔 取出里面的内存卡 装进一个随身厅里 戴上一只耳机 播放了录音 隐约能听到 男人推杯换盏的喝酒声 女人的低笑声 有些嘈杂 抱歉 圆渡先生 我不是故意的 弗兰特伪装的说话语气 就像一个天真善良 又礼貌保守的女孩 绝对符合圆渡一郎那群人 对小圈九美的印象 没关系 九美 你可以像以前一样 叫我一郎就可以了呀 不行 圆渡先生 现在你 可是我的老板 我们还是小时候 一起长大的玩伴呢 你叫我一声歌也行啊 咦 九美 这是有田送你的项链吗 真漂亮啊 不是 是我前两天休息的时候 路过一个教堂 一个神父送我的 神父 他送你这个做什么 不清楚 那是个很和善的老人 他说 将会有黑暗降临 希望真主 能保佑我 九美 你相信这个呀 我也不知道 你呢 圆渡哥 你是基督教徒吗 我 我可不是 那你觉得 基督教怎么样 好像都是些温和又有礼貌的人呢 那个教父 不会拉你入教吧 是啊 所以我想问问 你怎么样 我以前不太了解这些 圆渡哥跟美国人有生意往来 应该了解一些吧 基督教徒 是不是都很好相处啊 我想想 该怎么说呢 相处起来是还好 不过有时候也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好了 那个教父说 我周日可以过去跟他们一起礼拜 我要不要去一下 很麻烦 不过你想去就去吧 九美 太过狂热的信仰什么宗教 可不是什么好事哦 那 我先去看看 跟那些人说话 要注意什么吗 不用 如是说你之前不太了解基督教就行了 他们不会生气的 不过真要说注意事项的话 大概就是态度表现的虔诚一点吧 虔诚 不管信不信 跟着他们的说话方式去说就行了 所以我才说麻烦 比如说 圆渡一郎叙叨叨说了一堆 不是基督教徒 却很了解一些基督教徒的思想 说话方式 不过 这也可能是因为 货运公司明面上的生意伙伴是狂热的基督教徒 圆渡一郎特意去了解过 录音里 弗兰特的声音 依旧伪装得像小泉九美一样 带着几分柔弱 圆渡哥 你懂得好多啊 九美 嗯 我偷偷告诉你 我们大生意的那一位 也是基督教徒 还是虔诚的基督教徒 所以我才会去了解这些的 你想入基督教 也是好事 过一阵子有机体的话 我可以介绍 你们认识 录音中指 石飞驰取下耳机 比他想象中顺利 没想到圆渡一郎会直接实锤他的推测 估计圆渡一郎也没想到 有人盯上了他们 而他眼前的那个从小玩到大的女孩 是另一个人 提到这些 完全是在套他的话 怎么样 弗兰特探过身 将脸凑到石飞驰眼前 眼里 嘴角 都带着细血的笑 小泉九美原本青春 乖巧的面容 也因这一笑 多了些美女蛇的味道 友田在这里的时候 圆渡那家伙 还一副一本正经的模样 友田才跟着霍伦离开不到两天 这家伙就想打朋友喜欢的人的主意 看来这张脸对男人的诱惑力还蛮强的 拉克 你们男人是不是都喜欢这样的女孩子 迟飞驰看了一眼 收回视线 将储存卡从随身厅里取出来 装进手机 将录音文件发给朗姆 用嘶哑声音道 还好 录音文件 确认完毕 推测正确 Ricky 弗兰特退回椅子上坐好 撕下一绒假脸 放下车窗点了支烟 我差点被占便宜了呢 还是那种男人 那是不是该给你多加一些报酬 迟飞驰头也不抬地问着 看了一下朗姆的回复 信仰确认完毕 其中有两个前程基督教徒 狄伦 加西亚 约翰 威廉姆斯 文件 RUN 文件里是两个人的基本资料 你愿意给我加酬劳 那当然好 弗兰特笑道 也就是说 这次任务结束了吗 不用我跟原都一郎周旋一下 让他把目标介绍给我认识 迟飞驰把朗姆发来的资料存了一下 嘶哑着声音 语气冷淡道 那个男人可是那种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人 这种事 恐怕他见了兔子 也未必会撒鹰 如果美人既管用的话 原都一郎不会到现在还是单身一个 那个军方要员的信息 也早就走漏出风声了 要是弗兰特真把希望寄托在原都一郎身上 最后只会被吃干抹尽 却什么都得不到 而且 原都一郎这个人 很会笼络人心 自制力又差得很 为了不因为小泉九美 让自己的得力干将心生一心 多半是想忽悠小泉九美 不公开 说不定过段时间 小泉九美 就会在某个意外中被灭口 别说弗兰特不会吃这种亏 组织也不会让女性成员吃这种亏 而且 目标已经缩减到两个人 接下来只要从美国入手调查就行了 不用再陪原都一郎玩下去 我也不想陪他们玩下去了 弗兰特用纸巾擦了脸 将一绒假面丢到后座 坚持飞持收起手机 又探身凑近了些 笑音音问道 那要不要去喝一杯 庆祝一下 进展顺利 地点你定 已经第二次了 大晚上的 在车子这种狭窄空间里 孤男寡女 女方再三拉近两人距离 近到几乎面对面 持飞持要是再看不出什么来 那就是傻了 不过在组织待到现在 他大概也明白了一些潜规则 组织里的男女 有没有爱情 有 但绝对不会是 他和弗兰特这样 单纯约一约 不可能 大家都是凭本事进的组织 没有谁会靠脸 就混成代号成员 所以 组织里的女性成员 也都傲得很 还都很独立 在他了解中 组织里就没有随便的女人 至少代号成员里不会有 单纯约一约 至少也要建立在有足够的好感之上 而且指不定谁玩谁 弗兰特甚至对他都不了解多少 仅是接触这么一段时间 就算有好感 也绝对达不到那种程度 可能是美人计圈套 不过弗兰特故意说了地点他来定 就是在表示自己不是卧底 这不是圈套 剩下有两种可能 弗兰特又在瞎聊 准备聊完就跑 弗兰特有所求 有什么是需要他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 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组织里更现实 接受馈赠 就得给人家帮助 当然了 弗兰特想要达成的目标 也会是他能够完成的 绝对不会是背叛组织 破坏组织规矩的事 那是会挨子弹的要求 既然暗示 就代表弗兰特探清了他这个目标 能给予什么 需要 且有一些好感 至于接不接受 他要权衡拒绝后会不会被怀疑 同意会不会获得更多信任 又会有什么影响 作为卧底 安全第一 任务第二 必须遵守的规矩是 在卧底期间 不允许对目标群体的某个人产生感情 这是保证卧底不叛变 也是保证卧底别因为立场 爱情的矛盾导致精神崩溃 特攻卧底 可不同于一般犯罪中的警方卧底 说白了 大家当工具人就行 抛除感情 其他的 自己考虑好后果 自己随机应变 持飞持侧目看弗兰特 去酒吧就不用了 我明天还有事 先套套话 还是可以的 小泉酒美要解决掉吧 弗兰特半靠在持飞持身侧 仰头凑近持飞持耳边 轻声道 其实不用急着解决他 那个女孩还可以再利用一下 他有关键的东西在我手里 你就是想说这个 持飞持垂眸看着弗兰特 那双带妩媚笑意的双眼 私生问道 搜集情报 还跟一个女孩子 搜集出友谊来了 怎么可能 弗兰特轻笑出声 没有冷着脸拒绝 还跟他说废话 已经是态度了 当即胆子更大了些 越过座椅 靠到持飞持怀里 贴近持飞持 声音放得更轻 如果你觉得解决掉比较好 那么解决掉也无所谓 我只是觉得可惜 一个漂亮的女孩 有时候能搜集到重要的情报 能控制住的话 还是留一段时间 有隐患在解决 你说呢 车窗外透镜微弱光线 照在人脸上 带上几分迷蒙 空气的温度 似乎也在渐渐升高 变得浓稠 你是在给我增加工作量 持飞持凑近弗兰特耳边 会吗 我可是有心帮忙 弗兰特轻声笑道 两个人都没注意到 持飞持搭在弗兰特肩上的 右手的指甲 在慢慢变长 前端尖锐 侧端也如同刀刃一般锋利 弗兰特感觉揽住 自己肩膀的手 在加重力道 骨头有些疼痛 皱了皱眉 微微挣扎了一下 拉克 尖锐指甲 刺穿白皙皮肤 鲜血也随之顺着 秀气的肩膀流淌 持飞持也察觉到自己的异常 心里一紧 毒牙轻松滑破了挣扎的弗兰特的皮肤 在耳根到脖梗处 留下一道长达八厘米左右的血痕 毒液也溢了一些过去 你 弗兰特顿时感觉腹部 如同有火在灼烧 手脚却使不上力气 眼前的世界也变得恍惚 只有灼烧的痛感是那么强烈 持飞持正了一下 很快回神 快速从口袋里拿出一颗药 沉声道 张嘴 弗兰特被那一声吓得清醒了些 垂眸看着视野里已经有些模糊的药片 没法反抗 被塞进了嘴里 持飞持转头看了看四周 车里没水 算了 听天由命吧 早知道就该准备一点注射式的解药的 飞持 一直将着装死的飞持从灵口探头 扭捏道 主人 那什么 这也太突然了 下次有这种羞羞的事 你记得别带我 持飞持 他真就没打算继续下去 只是想探探弗兰特的目的 探清目的之后 基本也就了解 弗兰特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以后接触 也能对弗兰特的想法 行为多些准确的猜测 是 他一个大男人 发生点什么 他也不介意 但他没忘了 飞持还在身上 而且他在用着翼绒脸 真要有点什么 翼绒肯定维持不了 他翼绒下的真实身份 也会被弗兰特知道 弗兰特接下来必然会被严密监视 确认是不是卧底 有没有泄露他身份的可能 有危险就会被铲除掉 没危险的话 经过这次确认 再加上能力也不差 还真有可能接触到一些 以前接触不到的事 不过对于他而言 因为这种事暴露身份 只会在那一位那里 简映相分 适当暴露一些虚假的小缺点可以 但要是 让那一位觉得他会因为欲望 而罔顾自身安全和保密制度 那一位考虑他的年纪 心里或许会表示理解 但那也不是小缺点了 原本他能接触到的事 可能也会因为这个缺点 因为那一位不放心 而错过接触的机会 权衡之后 今晚他也不能接受这份馈赠 暗中标注的代价太大了 接受不起 该有自制力的时候 就得有自制力 前世他不是没见过女人 相反 见得太多 碰得太多了 有为了感情在一起的 有为了需求在一起的 也有互相利用而在一起的 一时冲动 他一直觉得 有感情基础 才值得冲动 而他跟弗兰特的感情 还真没到 他管制不住自己的地步 飞驰持续扭捏 我刚才都不知道 该提醒你一下我还在 还是不该动 以免吓到你们 哎 很为难的 看看他的体温 持飞驰打断飞驰 没急着解释 探了弗兰特的呼吸 又伸手试了脉搏 有点微弱 不过还好 没死 体温很低 比正常人低得多 内脏 心脏和大脑处 温度不算太低 应该没受什么损伤 飞驰看了看昏迷过去的弗兰特 又看了看持飞驰脸侧 弗兰特身上的血 纠结了一会儿 觉得还是要告诉一下自家主人 可 主人 那什么 这个时候不应该咬人家 会死掉的 嗯 反正你这样不对 持飞驰一头黑线 将手抬起来 让飞驰看到 手掌上将近五厘米长的尖锐力肘 我被吓到了 他真不是故意下毒的 这个要解释清楚 飞驰呆了呆 主人 你又长奇怪的东西了呀 嗯 持飞驰将弗兰特扶起 放到副驾驶座上 准备先开车离开这里 虽然持飞驰已经尽量避开指甲 但还是在弗兰特手臂 腰后 留下几道血痕 而且 持飞驰撇见弗兰特肩膀衣服下的一抹青子 让弗兰特的头 靠到车窗上后 拉下弗兰特肩膀上的衣服 看了一眼 又默默拉上去 人家妹子 肩膀一片青子 不只是尖锐的指甲 力量似乎也有所增长 还不是一般的增长 他刚才真的没用力 只是没能适应增长的力量 今晚这都叫什么事啊 太冤了 而且让他担心的情况发生了 妹子好脆弱 在这么危险发展下去 助孤生 持飞驰心里叹了口气 伸手去扭车钥匙 感觉车钥匙被拧弯 顿了顿 开车离开原地 车钥匙也很脆弱 算了 车能打着火就行 江东区 一辆黑色车子冲向一堵砖墙 没有停车 没有减速 撞了过去 车毁人亡的事没有发生 车子直接从砖墙中冲过去 停在一个二层小楼前 持飞驰看了看 红紫的阵法够神奇的 这应该是他目前有的最安全的实验室 加安全屋了 熄火 伸手拉车门 咔 车门把断了 持飞驰沉没了一下 看了看有些断裂的方向盘 大概猜到自己的力量还在增长 默默一拳砸向车门 轰 车门被砸飞 下车 走向实验室门口 用钥匙开门 咔 钥匙被扭断在门锁中 持飞驰继续沉没 直接推门 门轻响一声 向后砸倒 开灯 这一次开关没有被暗唤 持飞驰差不多适应了现在的力气 趁机拿出手机 给小泉红子打电话 如果力量继续增长 再过一会儿 搞不好连手机都得灭坏 红子 我在实验室 能不能麻烦你过来一趟 帮我个忙 夜 凌晨十二点 小泉红子骑着扫帚穿过阵法 慢慢下降 疑惑看了看周围 实验室亮着灯 门倒在屋里 停在门口的车 驾驶座一侧的车门 也落在一旁 副驾驶座上 靠着个漂亮女人 金色长发 五官深邃 脸颊沾血 脖子上有血痕 生死不明 整个场面像极了凶杀现场 很暴力 很血腥 小泉红子收起扫帚 咽了咽唾沫 放轻脚步 走向安静诡诀的实验门口 悄悄探头 亮着灯的实验室里 池飞池脸上还顶着翼容 静静坐在椅子上 脚边有着两块 飞池缠着池飞池的脖子 察觉小泉红子过来 支起头 和池飞池一起看向门口 小泉红子一探头 就感觉两刀像毒蛇一样 平静阴森的视线笼罩了自己 迟疑了一下 辨认出池飞池的翼容 走进门又转头看门口 谁惹你生气了 没有 池飞池抬起右手 让小泉红子 能看到尖锐锋利的指甲 解释道 我身体又出现变化了 指甲很锋利 比一般刀子锋利的多 力量大幅增长 增长刚停下没多久 我也才适应 担心碰坏机器 具体增长了多少 还没有检测 不过目前估计 不仅能拧断人脖子 都能徒手线人头盖骨了 小泉红子很想说 能不能别用这种比喻 很暴力 很恐怖 不过看到池飞池的平静脸 还是没敢把话说出口 那门就是因为 车门是因为车门把被拉断了 出不去 我直接砸了 池飞池到 实验室的门 是因为要是断在锁里 进不来 我也直接砸了 暴力下车 暴力进门 很可以 小泉红子 忍住心里的无语 那个女人 我身体发生变化的时候 她正好在旁边 池飞池到 所以 你就杀人灭口了 小泉红子 一脸惊恐地看池飞池 失误伤 池飞池声明一句 又提醒道 魔女小姐 不要露出这么惊讶的表情 不负你的身份 小泉红子 立刻做好表情管理 恢复淡定脸 会显得你很没见识 池飞池把话说完 小泉红子 你 他 他 呃 算了 邪恶的自然之子 往暴力分子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他这小身板 耐不住锤 他 不生气 那你找我过来 帮忙处理一下他 池飞池起身 往门外走 还是要杀人灭口吗 小泉红子问道 池飞池脚步顿了一下 转头看了看小泉红子 出了门 红子 你最近的想法有点恐怖 小泉红子 谁恐怖 好好说 谁恐怖 他 他 不生气 脖子上 身上的伤没有多深 不过当时事发突然 我也被吓到了 毒液往他体内注入了一点 他又没及时吃解药 昏迷了 池飞池解释着 走到车前 写在来的路上已经止住 在你来之前五分钟 我适应了力量之后 也重新调了注射式 解药帮他解毒 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大概明天早上会醒过来 我想麻烦你找个地方安置他 找个地方 小泉红子跟过去 嗅着空气中的血腥味 还是觉得有点吓人 也吓魔女 找个酒店 隐藏身份开个房间 避开其他人 把他送去房间 不然他这一生会引起人注意的 可惜车门被我毁了 也没办法开车送他 我也还不知道指甲怎么处理 要是随便搬动 不小心割身了要害 人可能就死了 池飞是看向小泉红子 只能拜托你了 我知道了 小泉红子看弗兰特的目光 多了一丝同情 我送他去 顺便帮他处理一下身上的伤 一个小时后 小泉红子送完弗兰特 重新回到实验室外 控制扫帚飞低了一些 落地后 收起扫帚进门 发现池飞池 已经在自己利用机器检查了 情况怎么样 这个变化应该来自于熊 池飞池从机器前转身 到休息处的桌上 倒了两杯茶 具体变化原因不明 现在晚了 天亮我再去确认 小泉红子到椅子前坐下 感觉背后没门 风吹过来 凉嗖嗖的 果断把椅子挪了个位置 力量增长和力爪嘛 如果你亲近的动物里有熊的话 确实有可能是熊 不过看样子 比熊可怕多了 主人的毒牙 也比我的毒牙可怕啊 飞池趴在桌上嘀咕 池飞池转述了飞池的话 又补充道 每次变化都这样 会比动物原本的能力强 比较玄学 那也正常 小泉红子点了点头 又拿出一张房卡 递给池飞池 我已经把人送去酒店了 随便用了一个大板人的身份 开了个房间 时间到后天 我把他从窗户送了进去 没有惊动别人 他身上的伤我 已经帮忙包扎过了 顺便给他留了一套衣服 留了一张房卡给他 另一张我带过来了 有空你可以去看看他 辛苦你了 池飞池接过房卡看了看 酒店名 房间号 都在上面 没事 小泉红子神色古怪了一瞬 他的伤很奇怪 割伤不说 牙齿擦伤居然在脖子上 总感觉之前自然之子 是在做什么羞羞的事 奇怪 池飞池收起房卡后 看向小泉红子 没什么 小泉红子有点不自在 不过还是 忍不住问道 你以后还找女朋友吗 池飞池感觉心口 有被扎了一刀 有些头疼 女孩子太脆弱了 现在情况稳定了还好 万一之后找个女朋友 哪怕就是单纯的搭下肩膀 又出现什么变化 一个不小心 就会把人弄死了 求以后魔法路线发展 不要走这种身体变异了 没女孩子命那么硬的 男的也一样 小泉红子忍不住反驳 就女孩子脆弱吗 不管男女老少 遇到这种非人类 都得脆弱好不好 池飞池看向小泉红子 要是以后找不到女朋友 小泉红子脸色微微一变 连连摇头 不行 我可是赤魔法正统继承人 我有我的使命在身 不能死 池飞池难免郁闷 收回视线 端起茶杯喝茶 不愿意就算了 看把你吓的 小泉红子心里松了口气 看到池飞池的指甲恢复正常 有些好奇 指甲没了 可以控制 池飞池说着 让指甲重新长出来 呲啦 杯子外侧被划出五道痕迹 我用X光看过 指甲末端和趾骨连接 末端出现了新的血管 韧带 没有软骨 所以我试着 控制了一下 池飞池将指甲收回去 继续道 比较奇特的是 指甲恢复正常之后 手指跟正常人 也没什么区别 变化过程我拍下来了 先是指甲末端变长 跟趾骨融合 同时末端的血管 韧带快速生长 一秒左右就能完成变化并稳定 科学研究玄学 还是有用的 虽然解释不清这种变化 但至少能看清骨头 韧带 血管的变化过程 让它能快一点掌握这种变化 它用了十多分钟 才让指甲收放自如 灵活控制 但要是 看不到变化过程 估计至少得一个多小时 要是一直摸索 不到关键 要花上一两天时间去练习 都有可能 还有一个好消息 之前的毒牙变化 磕到毒牙 心情激动 都有可能控制不好 导致毒液渗出 而指甲的变化 需要它去控制指甲末端 去贴合到骨头 促进融合和变化 这样就不容易失控 也不用担心误伤 也可以说 毒液算是半个被动技能 遇到某种特殊情况 就可能会触发 而指甲则 则完全是主动技能 有没有检测过 你的指甲是什么材质 小泉红子好奇问道 跟正常人的指甲 也没什么不一样 没有变成别的颜色 但太锋利了 有没有金属成分 金属有光泽 具有富有延展性 容易导电 导热等特质 不过指甲完全没有 类似的特性 当然 也可能是其中 蕴藏的金属成分少 所以 一些特性没能检测出来 时飞时到 目前我也没办法 确定材质 原本想磨点粉磨下来看看 不过没能成功 磨头 都磨平了 都没能磨下来 小泉红子 居然还打算磨点粉磨检测 这种研究精神 他浮 我还检测过耐腐蚀性 抗腐蚀性很高 指甲触碰到腐蚀性事迹 一点痕迹都没有 另外 高温我也试过 同样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持飞迟到 如果我死之前 把指甲转变成立爪状态 等我化成灰之后 指甲大概也能一直保存下去 小泉红子 死了 化成灰 又是一个古怪的比喻 当然 也可能在我死的一瞬间 指甲就恢复原样了 持飞迟补充 那就没法研究下去了 小泉红子总结一句 又问道 那力量的增长呢 他和持飞迟 没个固定的研究课题 有的事也研究不清楚 只是尽量收集信息 希望能总结出一点规矩 需要研究不下去的 就先丢一边去 之前在研究指甲 我只拍了个片 手臂肌肉和骨骼 看起来没什么异常 持飞迟顿了顿 也不算没有异常 左右手臂的肌肉 骨骼变得完全一致了 小泉红子思索了一下 也就是说 左右手的力量 也变得一样了 持飞迟点头 我试过 左右手力量 灵活度完全一致 练习一下 就不存在惯用手的问题了 人的左右手 力量 灵活程度 不可能一致 不过三无外挂 直接让他的左右手 完全一致了 要是我也能这样的话 就可以左右手 同时画阵法了 小泉红子左手和右手 同时悬空画了个符号 遗憾叹气 不行 左手画出来的 还是有点不对 那具体增长了多少力量 我的力量增长只在双手 腿部力量并没有增长 而且 实验室里的力量测试机器 不够专业 具体增长数值 无法确定 持飞持到 小泉红子低头看地上 被捏得看不清原样的 金属制品 有些无语 一般机器 也很难检测出来吧 嗯 那个先不管 我再练习一下控制 持飞持右手微微用力 手里的杯子碎了 不太好控制 接下来的时间 小泉红子去换了 消毒的白大挂 像模像样的按流程 给持飞持采血 带着凉管血去研究 持飞持就待在休息处 拿各种东西 适应力量的增长 如果不是原先 有过锻炼经验 突然力量增长 要适应 也得需要很久 而且他还不能保证 跟人接触时 不伤到人 十分的力气 要用出一分很容易 但十分的力气 突然变成一百分 要用出一分 就困难得多了 一直到早上七点多 小泉红子才离开机器前 转头看了一下挂钟 打了个哈欠 去打印报告 顺手 将剩下的一管血 放进冷藏箱 都七点多了 有东西研究 时间过得还真快 你适应得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 池飞池站起身 坐了一整晚 他的骨头也有点发僵 还需要熟悉 熟悉 不是已经适应了吗 小泉红子疑惑 有意控制的情况下 是不会出什么问题了 池飞池平静解释 不过心情激动起来 就不好说了 需要一段时间熟悉 等不需要刻意控制 也能用出 合适的力道的时候 才算没有隐患 小泉红子 见报告打印好 整理一下收到抽屉里 突然发现 大家都不容易 像自然之子这种 躺着就能获得力量的怪胎 也需要时间 去掌控增长的力量 那么毒液怎么办 要是你激动 还是会渗出来吧 我找时间再熟悉一下 不行的话 想办法用外力控制一下 池飞池伸手去拎飞翅 不用 飞翅没等 池飞池的手指碰到自己 快速搜一下 钻进池飞池的袖子 主人 我自己来 看到那一根 跟被池飞池轻松捏扁的铁管 他觉得自己 可不比铁管耐捏 最近 还是避开主人的手 比较安全 池飞池也没说什么 飞翅避一避也好 要是不小心把飞翅 捏死了 可 这种情况不能有 那我也帮不了 什么忙了 小泉红子将白大褂脱下 放到椅子上 我要回去睡觉了 你呢 要不要先去看看他 去看看 然后我要去确认一下 变化的原因 池飞池出门 变化应该是熊 不过不确定 是因为石兵卫 小熊 还是因为团子 确认 搜集这些信息 也能帮他了解 三无外挂的特点 没个说明书 真是太难了 你不睡觉吗 不睡了 今天有不少事 嗯 那我睡醒过来 把门换了 你的车怎么办 我会开出去 让人处理 半个多小时后 英曲延南开车飙到江东区 在一个码头前 看到池飞池后 停了车 池飞池已经重新溢了容 之前的翼蓉脸上有血迹 等会儿又要去找弗兰特 他干脆重新把那张 雀斑欧洲青年脸 重新溢了一遍 英曲延南戴上墨镜 稍微挡了挡容貌 打开车门下车 将带来的面包 递给池飞池 老板 早啊 早 池飞池打了个招呼 接过面包后 带头往一个仓库走 日本的早餐 几乎是由家里的女性准备 就算家里没女性 也都是在家随便吃点 很少有人会出去吃 除了一些招待外宾的酒店供应早餐 外面几乎没什么早餐店 他都懒得去找了 到了仓库 英曲延南一眼就看到 没了一道车门的车 走进之后 才看清座位上已经干涸的血迹 血 嗯 池飞池撕开面包袋 低头吃面包 东西带来了吧 带来了 英曲延南从外套下拿出一个塑料袋 看了看池飞池的一容脸 发现池飞池衣服上似乎也有血迹 虽然黑色衣服不容易看出来 但凝固结块后的血迹 在光线下 还是能看出来一点 老板 昨晚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没事 池飞池冷漠脸 昨晚那破事 真的说不出口 英曲延南没再问下去 将塑料袋里的三个炸弹 分别安置好 保证能引爆车子 销毁车内的痕迹后 又将车牌拆了下来 好了 走吧 池飞池也把面包吃得差不多了 把塑料袋丢进车子里 送我去个地方 车子里面有弗兰特的血迹 头发 还没了一道车门 丢给别人清理 维修太麻烦 而英曲延南就算能修 也不值得把时间耗费在这种事情上 反正这辆车不算贵 不如直接炸了 然后再找组织 再申请一辆铜款 两人离开后 炸弹引爆 炸毁车子 路上 池飞池找了家开门的店 买了套自己换的衣服 等到了酒店 打发英曲延南去买东西 等乌鸦盯好外面后 上了十九楼 拿出房卡 开门进屋 房间里的窗帘拉着 一道光线从窗帘缝隙里透进来 隐约能听到轻微的呼吸声 池飞池没开灯 去房间看了看 见弗兰特还没醒 转身去浴室洗澡 现在还早 别指望能跟组织那些夜猫子 商量行动计划 昨晚这个锅估计甩不掉 还是先清理一下 他身上的血迹比较好 在听到水声时 弗兰特惊醒 猛然睁开眼 下意识要起身坐起 却发现自己手脚乏力 肩膀 后腰 手臂 脖子 振振刺痛 浑身骨头像是被粉碎了一样 动一下都很艰难 昨晚的点点滴滴 浮现脑海中 暧昧的氛围 握住右肩突然加重的力道 肩膀上突然被冰冷利刃划伤的疼痛 脖子上流出的温热 又很快冰冷的血液 渐渐充斥空气中的血腥味 接下来 这一切很快在一丝中毒的症状中模糊 视线模糊 手脚沉重 心跳在灼烧感变得缓慢 他能清楚地感觉到 生命在一点点流逝 世界也在一点点将它剥离出去 印象最深刻的是 那张脸颊长着小雀斑 轮廓明朗的年轻脸 依旧冰冷 嘶哑的声音像是命令 让他把一颗不明药片吃下去 之后发生了什么 全然没有记忆 只是昨夜迷迷糊糊中 他好像又回到了 童年那个阳光温暖的下午 漂亮的母亲在院子里收拾东西 迷蒙的阳光 在母亲身上 镀上了一层柔和的明亮 停在花上的蝴蝶被惊动了 飞向院角 他看到了自己伸出的手 那只手还很小 很柔嫩 直直直向飞着的蝴蝶 有着胖胖的大肚子的父亲追了过去 踢坏了母亲的盆栽 也没能追上那只蝴蝶 歉意地朝母亲伴了鬼脸 然后回来抱起他安慰着 说着说着 又眉飞色舞起来 然后 光线一点点暗淡下去 他父亲整洁崭新的衣服 渐渐变得老旧 他母亲打理得干净 起整的头发变得油腻散乱 不得不把一头长发剪短 父亲瘦了 没了大肚子 脸也小了一圈 眼眶常常带着黑眼圈凹陷着 以往写满欢快情绪的蓝色眼睛 也透着焦虑 苦恼 还变得臃肿 漂亮的手也慢慢粗糙 短发下的脸 被晒得跟手一样粗糙 他也没再笑过 漂亮的院子没了 变成一个狭窄逼着的房子 还不会走路的小弟弟趴着 啊呀啊呀地说着话 圆圆的小脸蛋特别好看 跟他一样的蓝色眼睛 就像世界上最干净的宝石 他讨厌外面那些家伙 半夜打斗 谩骂的声音 常常会把他的小弟弟吓醒 每次出门 总会听到一些恶心的言论 贫穷真可怕呀 他能改变一切 他让他父亲为了生存丢下了他们 为了前去得罪那些恶棍 他能让他母亲饱受欺辱 疯疯癫癫地 带着他和他弟弟跳入河中 弱小也很可怕 面对恶心的调侃言论 他只能低着头快速走过 面对被外面动静下的哭闹的弟弟 他只能小心翼翼地哄着 害怕那些人闯进那个没有大人在的小屋里 面对溺水时临死的困境 他只能任由母亲将他拖拽下去 弟弟不再哭闹 他依旧睁着无辜的大眼睛 可爱的脸在河水中发僵 他挣扎着爬回岸上时 抬头看到那个街区里讨厌张扬的男女们 在悠然看戏 在戏血嘲笑 那一天 他以为自己心生了 但冲上去 还是被一脚踢倒在地 那怎么办呢 忍下去 离开那里 让自己变得强一点 更强一点 等他回去的时候 绝对能将利刃 捅进讨厌的家伙的心脏 那一走就是八年 生活很辛苦 讨厌的贫穷如影子 一直到22岁那年 他加入了组织 他才发现 原来他也不算弱小 他可以用脑子赚很多很多钱 可以过上好生活 也能慢慢将那群讨厌的家伙 统统送进地狱 咔哒 浴室门打开 弗兰特的心骤然一紧 他不惧怕死亡 但他惧怕组织 跟他记忆中强大的那群家伙不同 组织里的人不会说恶心言论 他们张扬都带着足够的底气 他们大多有着一般人所没有的能力 却也有着更加狠毒的心肠 让他明白 以前强大的那群家伙 只是恶心 根本称不上强大 他不再把曾经的强大放在眼里 却永远无法对组织 生起一丝反抗的心理 那是一个真正强大的存在 里面是一群疯子 拉克更是个疯子 昨晚记忆里 那张脸上垂眸的专注神情 竟然透着些许温柔和歉意 就像在拯救他一样 扭曲得令人毛骨悚然 食肥池洗完澡 重新溢了容 出洗手间后 用嘶哑声音道 衣服在床边 弗兰特收回心神 缓了缓情绪 不想动 浑身都疼 我想躺着 池飞池也没说什么 到外面客厅坐下 拿出手机给那一位发邮件 日本针对圆渡一郎的调查结束 Ricky让弗兰特先过去美国配合调查 他对波士顿有一些了解 他被我弄伤了 这次行动没法参与 Ricky那一位弄伤了 又一个 这小子是来灭自己组织的吧 算了 好歹是调查完成之后再下手 没影响任务 弗兰特也早就被当成 可以舍弃的验证物 自己处理好后续 OK 我打算提前去美国 那个研发出人工智能的泽田红术 我有途径接触 Ricky 池飞驰没有隐瞒要泽田红术的事 他要用明面身份过去 这是瞒不了 与其等其他人汇报给那一位 不如自己主动报备一下 那个军方要员的情报调查交给朗姆 你负责行动 另外 尽量收集泽田红术的情报 注意方式 不要惊动泽田红术和其他人 明白 Ricky 等了片刻 勤九的电话打过来 弗兰特怎么了 勤九问得直接 受了点伤 池飞驰没有细说 勤九打电话问这个 他也不意外 组织安全 成员安全 都由勤九负责 弗兰特的安全情况 自然也在内 估计是那一位 让勤九配合他安排弗兰特 人家才完成了一个重要任务 没出什么纰漏 这个时候 总不能丢着不管 情况怎么样 他大概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暂时活动困难 我们这边安全 你那边有没有合适地方 有 不过我的车里流了血迹 我让人炸了 帮忙送一辆黑色节路池 Zalus过来 车牌我留下了 行 我让人送过去 具体位置呢 江东区 孟岛酒店 一个小时 要是会留在车上 你自己确认安全 嗯 挂断电话 池飞驰继续发邮件 给英曲延南发 给在东京的乌鸦发 给在美国的飞沫发 给在美国的绿川沙西发 给在英国的安德补格发 给朗姆发 邮件来往 发得飞起 大概半个小时后 门铃被按响 片刻后 又被接连按响两次 池飞驰这才起身开门 门外 英曲延南穿了 酒店工作人员的工作服 帽子压得很低 将餐车推进门 确认监控室的位置 半个小时后 清理监控录像 切断监控电源 池飞驰接过餐车 英曲延南点了点头 转身出门 池飞驰锁上门 转身去了房间 感觉怎么样 弗兰特伸手摸了摸脖子上的绷带 声音有些虚弱 好一些了 出来吃饭 嗯 拉克 要换地方吗 你想住酒店也可以 目前还安全 算了 换个地方吧 两人若无其事地吃了饭 等英曲延南清理了监控录像 切断监控电源后 才出了门 弗兰特转身看了看 到处是他的指纹 头发 想清理也清理不了 好在 这也不是什么犯罪行动 留下痕迹也没什么 看了看池飞池 手掌上明显有着薄膜的细微反光 轻声失笑 拉克 你还真够小心的 要不要清理一下头发 不需要 池飞池抱起弗兰特 这妹子都虚称这样了 还有心情笑 弗兰特僵了一下 没挣扎 池飞池进了电梯 按了地下一层的按钮 用嘶哑声音 低声问道 波士顿DS街区那些人 留给你 还是我处理掉 你 弗兰特愣了一下 随即反应过来 他以前那些事 组织想调查清楚并不难 眼里闪过一丝杀意 我休养一周就可以回美国去 如果你方便的话 就等我 我想看看他们的下场 不方便就算了 你处理掉 你掌握的关于小泉九美的情报 等会发给我 时飞时到 还有那些人的名单 好 弗兰特轻应了一声 心里松了口气 DS街区那群讨厌的家伙 终于可以铲除掉了 他可以在搜集情报时 利用组织去清理那些人 不过他担心组织调查过他以前的经历 看穿了他的小心思 现在看来 谨慎一点果然没错 之前拉克问 留着还是他处理 是问他 昨晚所作所为 到底要求什么 也是表明 提条件 以后不再有感情牵扯 他回应 就表示同意交易 从此之后 两清 但说清也清不了 交情已经建立好 不管拉克是出于好感 还是心里有一点愧疚 以后多少都会照应一下 他所求的不过分 反而能将这份交情 维持得更久 以后还要不要有牵扯 他还没考虑好 一边觉得值 除了受伤 他原本想要的都已经得到了 豁出命去 死不了就是赚 一边想想 昨晚受的罪 又有些后怕 拉克不是他讨厌的那种男人 也有些吸引到他 不然他也不会做这种选择 换了讨厌的人 怎么他都不想委屈自己 就是 太残暴了 hold不住 其实你可以自己过去 把人清理掉 或者查清他们的情报 只要有清理的价值 组织能顺便帮忙清理 池飞池提醒着 见电梯到了地下一层 等电梯门打开 抱着弗兰特出了电梯 这种情况 弗兰特完全可以自己 拿枪上门杀人 或者在情报调查的时候 坑一波 引组织过去清理 组织肯定会知道 弗兰特的小心思 不过那一位不会在乎 只要不影响组织的运转和安全 利用组织的力量 清理一下几个渣 也无所谓 其他组织成员也不在乎 那一位都默认了 他们就当活动一下筋骨 弗兰特笑了笑 拉克 那一位很看重你吧 池飞池没回答 放下弗兰特 好吧 或许他一进入组织 就是黄金开局 不太了解其他成员的想法 特别是弗兰特这种 之前有些边缘化的组织成员 弗兰特以前想利用组织报私仇 在没有绝对合适的理由下 可能不太容易 要考虑不小心惹祸怎么办 有没有人兜底 也要考虑自己报私仇的行动 是否会影响其他成员 引起其他成员的不满 弗兰特也没再问下去 跟着到了一辆崭新的黑色节路池 Zalas前 你喜欢这种车子 方便确认身份 总是换车的话 其他成员不好辨认 池飞池将弗兰特放下后 去停车场角落 把英曲严男留下的车牌 拿到车子前 上车牌 也对弗兰特失效 站在一旁 看着池飞池上车牌 检查车内外的情况 等池飞池上车后 才拉开副驾驶座的车门上车 看着节路池 Zalas熟悉的车内装饰 感觉还有点心理阴影 池飞池将弗兰特 送到一处独栋住所的安全屋 开车到了僻静处 一边等英曲 严男过来 一边拿出手机转账 弗兰特这次任务的报酬 绿川沙西在美国调查情报的报酬 都是为了组织的事 用的也是组织的资金 小泉九美的把柄 也被弗兰特整理之后发了过来 池飞池仔细看了看 在一份名单里 添加了小泉九美的信息 将弗兰特传来的信息 也一并上传 一辆白色车子在前方停下 英曲严男戴着墨镜 拎着两个袋子下车走来 将袋子放进后备箱 上了车 池飞池找英曲严男过来 是让英曲严男帮忙换着开车的 先要去关押小泉九美的森林 再转到去黑熊石兵卫 在的森林 之后还要转回东京 他昨晚一夜没睡 一个人开那么久的车不安全 森林深处 依旧是那个破旧的小木屋 你在车上等我 池飞池交代一声 下车敲门 穿黑西服 戴墨镜的男人开门 看到池飞池 那张欧洲一容脸后 收好枪 让开路 拉克 人在里面 没出什么意外 池飞池进屋 等男人打开一道上锁的门后 伸手推开门 小泉九美 抱着膝盖坐在墙角 听到有人进门 抬起头看向门口 眼里没什么神采 又很快低下头去 那张脸他不陌生 仅是帮弗兰特一容那么多次 就足以他记住了 不过真正的小泉九美精神状态 可没那么好 比虚弱状态的弗兰特 还要差一些 池飞池转头 看身后的两个男人 用嘶哑声音问道 他最近都这样 这些家伙虽然是外围成员 但都是聪明人 自然明白一个规矩 组织指定关押的人 不能乱来 等命令 可以杀 不可辱 谁知道关押的是什么人 以后会是什么样 为了以后不被送上断头台 这些人不敢乱来 两个男人对视一眼 大概两周前 他恳求我们放他出去 或者让他出去走走 我们当然不可能答应他 最近一周就一直是这样 池飞池上前在 小泉九美身前蹲下 伸手抬起小泉九美的下巴 让小泉九美看着自己 想出去吗 算了算时间 这次关押时间确实够久 大概是被关得有些崩溃了吧 小泉九美眼里的身材亮了亮 拼命点头 对方嘶哑难听的声音 此刻在他耳朵里像是天赖 还好 这姑娘没被关傻了 池飞池收回手 拿出手机 调出弗兰特掌握的把柄 将手机举到小泉九美眼前 与其依旧平静 以后 有需要你帮忙的是 我会再找你 一会儿 他们会给你我的联系方式 离开东京前必须 跟我报备 否则这些东西 就会被发送到各大报社 你认识的人的邮箱里 回去之后 立刻换个住所 等我联系 当然 如果你想死 可以继续留在那个地方 明白了吗 小泉九美看到手机上的内容 被吓了一跳 明 明白了 池飞池站起身 转身出门 送他回去 把我的邮箱地址留给他 好的 拉客 两个男人应声 池飞池出了木屋 上车离开 英曲延南开着车行驶在山道上 看外面景色 也看得有些厌烦 侧目留意了一下池飞池 以往自家老板在车上不说话 一般是在看什么资料 或者发邮件 不过今天只是闭目养神 让他有些意外 老板 怎么了 池飞池睿睁开眼 放下车窗 用车上的点烟器 点了支烟 他是在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原本他和安石头都估算 他最多能潜伏两年 现在看这情况 他想要抽身而退 前不了两年 最多一年 他必须脱离组织 不然就很难退出来了 想找您说说话 英曲延南道 我们接下来要去做什么 您又让我买的便当和蜂蜜 又买鱼的 池飞池 去看熊 英曲延南 哈 太阳渐渐偏西 往山后落去 一辆车停在森林边 两个人拎着袋子下车 一路往森林深处走 英曲延南拿出手电筒 打开开关 照了照有些昏暗的树林深处 刚想转头跟池飞池说话 就看到自家老板衣领处 冒出一条蛇 搜一下窜向丛林 老板还随身带蛇呀 呃 不对 现在的问题是 老板 你的蛇跑了 手电筒光柱 再度照向丛林 一只高大的黑熊人立站着 身形壮硕 瞎了一只眼睛 看起来很凶很残暴 旁边还有一只小一些的黑熊 看起来憨厚一些 不过那锋利的爪子 和张开的嘴里的牙齿 也让人不敢轻视 飞池直接窜到大熊身上 快速在大熊脖子上 缠了一圈 大熊哼哧哼哧 嗅了嗅飞池的气息 迈着大步子 朝两个人走去 英曲延南愣了一下 快速放下袋子 换左手拿手电筒 右手刚摸到腰间枪 就被人按住 我不是说了 带你来看熊吗 迟飞池阻止 英曲延南拿枪 走上前 认识的 英曲延南愣愣 看着一人一熊 走进后来了个拥抱 又看着自家老板 轻松抱起 那只估计一百多斤的小号黑熊 忍不住再三打量 自家老板的胳膊 看不出来啊 老板臂力这么惊人 长大了不少 迟飞池放下小熊 拍了拍小熊孩子的头 回头招呼 英曲 过来 认识一下 英曲延南木然走上前 见大黑熊张开怀抱 很怀疑自己会不会被突然袭击 不过出于对迟飞池的信任 还是伸手跟大黑熊抱了抱 呃 你好 我是英曲延南 老板的 手下 吼 石兵卫吼了一声 他是石兵卫 我家的 迟飞池介绍着 听石兵卫吼 又跟石兵卫说话 小熊还没有名字 嗯 这么大了 是该有个名字了 我想想 接济月时 怎么样 接济月时 就是月时的意思 小熊跟会员埃有缘 会员埃有只小马叫三日月 那么一身黑 只有脖子下有白毛的小熊 就叫接济月时好了 好 石兵卫表示满意 嗯 接济算姓氏 老猎人给你的名字我不想改 你也不想 对吧 持飞池在一旁坐下 加个接济做姓氏也好 石兵卫很满意 不错 不错 以后我们山里的黑熊 都姓接济 英曲延南 感觉话风有点诡异 看起来是老板 在对着熊自言自语 不过这黑熊居然还有来有往的吼 二十分钟后 一个山洞里 大小黑熊爆来柴火 持飞池拿出打火机烧着树枝 架了一个篝火 把袋子里的几罐蜂蜜 给大熊小熊打开 又拿了便当 递给一盒 给英曲延南 谢谢老板 英曲延南心情很微妙 接过便当后 跟着持飞池在一旁坐下 两个人跟两只野熊 一起围着篝火吃饭 人不识说话 熊也不识吼吼 还有比这更怪异的事吗 四 某种爬行生物鳞片 摩擦地面的声音 络绎不绝 飞池再一次窜了出去 英曲延南眼皮一跳 这次又是什么 篝火照亮的光圈边缘 一条条蛇快速游动着 向两个人靠拢 大白 没有 我们刚到 没来晚 持飞池起身 去袋子里拿鱼 用匕首切块 找了片大树叶 一份份分好 放到地上 一回头 就看到英曲延南 在地上做的端正 近乎实话 英曲 你怕蛇 不 不算是 英曲延南脸色僵硬 就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在我车里的那群 没事 持飞池安慰一声 坐在篝火前 继续吃便当 英曲延南 心里欲哭无泪 他知道是那一群 颜色都对上了 不过 一看到这群蛇 他就想起 自己那天晚上被挟持上车 车里一堆蛇 无情围观他的悲惨经历 一辈子的心理阴影 持飞池跟石兵卫了解了一下近况 最近石兵卫这边 没发生什么奇怪的事 冬眠醒了之后 带着小熊待在森林深处 晒晒太阳打打猎 非要说变化的话 就是小熊长大了不少 正在长身体的熊 每天都在变化 以前灰原哀能轻松把小熊抱在怀里 现在小熊能轻松把灰原哀抱在怀里 做人不能偏心 问了石兵卫 当然要问一下 大白这群蛇的情况 石兵卫到了森林深处后 正好在大白一家七夕的水边 找了个山洞 因为有水源 也因为有持飞池的气味 一开始 石兵卫还觉得奇怪 为什么持飞池的气味 夹杂着那么多蛇心味 一直到石兵卫 带着小熊住下第二天 双方碰面了 双方没法沟通 不过石兵卫 小熊身上还残留着持飞池的气味 大白这群蛇就懂了 主动送了条鱼去山洞口 然后石兵卫也懂了 大概是持飞池这个熟人的小伙伴 打猎的时候也剩了块肉送过去 发现一群蛇没法咬肉 还帮忙用爪子撕了一下 双方完成初步沟通 互相表达了友善的态度 完成了跨种族结盟 大白的蛇群在外面合理预警 顺便巡逻 在有人接近时 就派一条蛇回来报信 在土地上画小人 一个小人代表来了一个人 带猎枪就在小人身上加一横 而石兵卫母子则在外面打猎 剩的食物会分一些给蛇群 或者帮蛇群清理一下 有危险的大型生物 持飞池听得无语 连画图沟通都弄出来 很会玩 大白继续道 我们还打算磨合一下 训练两套战术 我们惹不起人类 伤到一个人 就可能会引来一群人 还是带着可怕武器的一群人 不过 我们可以试着捕猎其他动物 或者去收服其他的熊 山那边有一群大棕熊 月食的父亲就在那边 要他们臣服 需要食兵为打赢他们 持飞池 这是被飞沫传染了吗 蛇群我们也在扩张 大白认真的样子 还真有点飞沫的风格 目前已经有五十多条了 现在顺着河流在巡逻 有的不懂事 我没叫他们 等我叫董事之后 再让他们来见您 持飞池忍不住看向飞池 篝火前的土地上 飞池在和一条小蛇打滚 飞池 对 对 我那天就是这样 不小心把自己缠起来了 小蛇 唉 还真的能缠住呢 飞池 玩正不开的 是吧 这是可以玩把自己缠死的方法 如果有不容易 被正断的草根 会缠得更紧 越挣扎越紧 持飞池默默收回视线 飞池这是在叫小蛇 怎么自杀吗 明明飞池跟飞沫亲近一点 接触也多一些 飞沫的性格和野心 是一点没传染上 还是那么 二 大白看了看那边 也没管 把自己缠成一团的小蛇 继续道 我打算把这条河流附近 弄成我们熊蛇联盟的根据地 现在蛇还是太少了 必须快点收服现有的蛇群 大量繁衍 持飞池突然想喝点什么 比如酒 这么下去 以后这一带 绝对会成为恐怖的蛇窝 有猎人踏进这一带 就会被吓死那种 老板 能不能让他们别枉我了 英曲延南 忍不住出声 一群小蛇看到了英曲延南这个熟人 很高兴地往英曲延南身上凑 英曲延南端坐原地 任由一条蛇从头上滑落 从眼前掉下去 面无表情道 我以前不怕蛇 以后可能会怕 现在特别怕 这群蛇真的好恐怖 包围他不说 还往他身上钻 害怕 瑟瑟不敢抖 生怕哪条蛇被吓到 给他来一口 或者每条蛇都给他来一口 持飞池这才注意到 实化姿势的英曲延南 帮忙把一条往英曲延南脸上 爬的小蛇拿开 好了 你们别闹他 他有点怕你们了 他不喜欢有蛇在他身上爬 一群小蛇渐渐散开 又凑到持飞池那边 站住 飞池缠住团 急到 我主人只能我爬 主人 帮忙解一下 我解不开了 持飞池五语上前 将打劫的飞池解开 顺便帮旁边一起饭二打劫的小蛇 也解了一下 飞池搜一下 钻进持飞池袖子里 霸占地盘 宣示主权 一群小蛇遗憾 又往石兵卫和月石身边凑 爬 爬 篝火跳动 两只黑熊身上 很快爬了一条条白的 灰的蛇 场面十分诡诀 两只黑熊也不在意 用爪子在罐子里沾了蜂蜜 举在身前 给同盟小伙伴 分享好吃的 一群蛇立刻在熊身上游动 往熊找出汇聚 殷取颜男看得头皮发麻 点了支烟 平复了一下心情 面无表情道 老板 我现在觉得 熊也挺可怕的 这两只身上爬了蛇的熊 看起来真的好可怕 当晚 两人连夜回东京 殷取颜男回家后 洗了两遍澡 这才感觉自己身上的 蛇腥味淡了些 第二天一早 池飞池没在易容 没出门晨练 在家适应了一下力量变化 做了饭 请殷取颜男到家里吃了一顿 两人一起出门 去停车场 开池飞池那辆 红色雷克萨斯 SC出门 中国菜的味道 还真是不错呀 殷取颜男回味了一下午餐 主动问道 老板 我们去哪 池飞池 去看熊 还来 殷取颜男 忍住心里的崩溃 老板 既然今天还要去看 那昨晚 我们就不用连夜回来了呀 今天去看另一只 池飞池的 准确来说 是食肉木熊科大熊猫 亚科大熊猫鼠 大 殷取颜男 立刻抓住了关键词 转头看池飞池 眼睛有些放光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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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开车 池飞池提醒 哦 好的 殷取颜男 连忙收回视线 闲闲 将车开回正路 脸上还是难掩激动 老板 大 大 大 池飞池揉了揉眉心 这是被公 公 公的黑皮瓶子传染了吧 大熊猫 大熊猫 老板 殷取颜男 激动转头看池飞池 其实我早就想去看看了 不过实在不想排那么长的队 池飞池看车子 又歪离车道 提醒道 看路 哦 好 殷取颜男 连忙收回视线 把车开回正路 刚想说什么 就被旁边追上来的车子的喇叭声打断 一辆交通巡逻车 紧紧跟在车侧 车窗后 女警转头看殷取颜男 殷取颜男 池先生 公本游每侧头看了看 笑着打招呼 还真是你啊 我在警示厅看到过你的车 也听美盒子说起过你 今天总算见到本人了也 对了 我是公本游美 任职于交通部交通客 跟搜查一科的佐藤美盒子 是好朋友 殷取颜男 认识的 那就是没事了 公本游美不等吃飞池回应 又收起笑脸 严肃道 我现在怀疑 你的司机酒后驾车 请停车接受检查 殷取颜男 女人 两人正常出行 没带什么危险物品 自然也不怕检查 公本游美针对 殷取颜男 做了酒驾检测之后 见数据一切正常 打亮了殷取颜男两眼 警惕走上前 将殷取颜男 和持飞池隔开 转头问持飞池 持先生 你是不是被绑架了 刚才我们在后面 看到你们的车子 开得歪歪扭扭的 肯定出了什么事 对不对 他是不是绑架你了 你放心 有我们在 绝对不会让他继续行凶的 殷取颜男一脸猛 他绑架持飞池 他向着绑架翻 就算是绑架 那也只会是持飞池绑架他 没有 你误会了 持飞池解释 他是我最近雇的保镖 刚才在给我演示 反追踪开车的技巧 总不能说殷取颜男 开车不看路吧 会被训的 是吗 公本游美 看了看持飞池的淡定脸 点了点头 回了车上 还不忘道 在路上就不要演示那些了 很危险的 前面路段车子会变多 小心一点 谢谢提醒 持飞池道 不用客气 公本游美笑着白白手 我还要巡逻 那就改天见了 持先生 迷你巡逻车开走 殷取颜男 转头看持飞池 他终于知道 老板为什么敢一边非法持枪 挟持他人 炸大楼 坐进黑市 一边还往警示厅跑 去人家刑事部长喝茶 睁眼说瞎话 还能面不改色 无比自然 老板这心态 走 持飞池上了驾驶座 我来开车 动物园 熊猫管 团子趴在玻璃后 盯着前面的一本杂志 心里碎碎念 咚咚 二十 嗨啊 好烦躁 好久没闭管休想 他想主人 忍 忍 且忍他一段时间 他继续看书 这个字是 你 嗯 对 然后这两个字是厕所 两个工作人员在后面打扫 低声讨论 团子最近很爱学习哦 还是那么可爱 他好像特别喜欢这本杂志 是我带来的 这种杂志 我家里有一堆了 改天我再带几本过来 团子依旧趴在那边木地板上 盯着杂志 竖着耳朵 妈妈 我想上厕所 那改天再来看 好不好 跟大熊猫说再见 妈妈 他有名字的 叫团子 团子 再见好 团子再见 团子抬头 看着抱小女孩离开的妇人 一直到两人到了远处 转进一处房屋 才收回视线 看向熊猫管对面的标示牌 心里继续碎碎念 厕所 向前向左的箭头 三十 队伍还有这么长啊 讨厌 今天又是不能清静的一天 一群不要脸的 主人只是寄养 寄养 懂不懂 居然一直不必管 让主人来找他 不要脸 太不要脸了 不行 忍 再忍一段时间 继续看书 这个是 猴子 嗯 这里养猴子的地方他知道 那么对应的路标 咚 咚 玻璃被敲响 外面 带小女孩的妇人走了之后 轮到一对打扮浮夸 头发染得金黄的年轻情侣 通了鼻环的年轻男人 看起来一身脾气 敲了玻璃 见团子抬头看之后 笑了起来 这不是看过来了吗 看书有什么意思 看我们啊 团子看了看路标 记下标示 收回视线后 低声嘀咕 鬼迷日演 咚 咚 玻璃又被敲响 见团子不搭理 年轻男人又继续咚咚咚敲玻璃 看过来啊 我们可以专程来看你啊 你不转头 让我们看看 怎么可以 后面排队的人不满皱眉 低声嘀咕 年轻男人 依旧我行我速 剑敲玻璃没用 改用手啪啪 拍着玻璃 喂 看这边 团子 大门是直走 一直到有大树的地方 往左 啪 啪 团子 他 后门在熊猫馆后面的后面 嗯 具体是往左 直走 往左 有直搬的 然后往前 再 啪 啪 团子猛然做起身咆哮 老子这几天火撒撒的哦 不要惹老子 年轻男人吓得一愣 随即失笑 继续拍玻璃 对旁边的女同伴道 你看 你看 他还生气了一眼 嘻嘻嘻 旁边女人也笑了起来 好可爱哦 团子心情彻底爆炸 冲上前 猛挠玻璃 咆哮到 有种进来 老子不忍了 忍个馋馋 熊猫馆外的工作人员 连忙上前制止年轻男人 这位先生 请你不要 我怎么了 年轻男人不满嚷嚷 我们可是 交钱买了票的 工作人员脸一黑 叫来保安处理 然后 宣布闭馆 闭馆了 咆哮的团子顿了一下 转头看后面的门口 果然 小竹的后门被打开 一个工作人员探头 见团子回头 笑着道 团子 池先生会来看牛 他马上就到 休息室的门没关 里面有水果 团子掉头就跑 一路越过两人 去休息室 搬水果 一群工作人员笑呵呵 看团子搬水果 酸 一开始是酸的 只要持飞池一来 他们放在休息室的水果 就会变成持飞池的 一个都不给剩 等持飞池吃够走了 剩下的才归他们 不过酸也没用 酸着酸着就不酸了 大熊猫抱水果 真可爱啊 他们还不如比比 谁买的水果 会被团子挑中 荣幸 团子顺便去餐厅 捞了两盒便当 见有人往后门去 猜到持飞池已经到了 跑回大厅里 水果堆好 便当摆好 乖巧做好 宝宝超怪 本该没人的玻璃外 突然出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 团子不爽抬头 闭管了知不知道 哼 不让我看 之前拍玻璃的年轻男人 摸到玻璃前 蹲下身 拿出一根铁条 探紧玻璃和砖墙的缝隙 拨拉着锁 等锁开了之后 将玻璃一开 直接钻进了熊猫馆内 团子全程看着 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爪子 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体 那里居然有锁 他以前不知道 锁在里面 扒拉一下就开了 他能做到 钻出去 他好像也能做到 别看他胖 那是虚胖 虚胖 出去之后 只走 不 不 不能走大门 还是转向厕所那边 走树林 爬树适合他 嗯 机会果然是留给有准备的熊猫的 年轻男人爬进来后 见那只黑白团子 低头看肚子 有点傻愣愣的 放心大胆地走上前 在团子面前蹲下 伸手开撸 我不仅看 我还伸手摸呢 一群小气鬼 团子 抬头看了看男人 没动他 虽然这个人有点讨厌 但看在这个人提供了重要线索的份上 摸就摸吧 不过确实挺可爱的哦 咦 你还吃水果呀 年轻男人见团子一副乖巧样 胆子更大了 伸手扒拉了地上的水果 没有注意到 团子变得危险的眼神 捡起一个苹果 咬了一口 分我一个没关系 团子看了看苹果 抬眼盯男人 呼噜呼噜喘气 宝宝不乖了 男人抬眼 愣在原地 错觉他从一只大熊猫眼里 看到了杀气 喉 啊 后门 驰飞驰刚进门 就听到一声淒厉的惨叫 一群工作人员一愣 连忙朝声音来原地跑去 喂 发生什么事了 不知道 团子在那边吧 怎么会有人的叫声 还想着老板居然能走后门看熊猫 好幸福的英曲严男 一看自家老板跑过去 也跟着跑 老板 怎么了 团子伤人了 驰飞驰到 一群跑到熊猫馆后门 就看到团子咬着一个男人的腿 男人一边惨叫 一边伸手锤 结果迎来熊掌狐脸 地上随着挪动 拖出一道刺眼的血痕 英曲严男 不对 不对 画风不该是这样的 飞驰 团子不是只会卖萌的吗 怎么跟飞驰一样 看着那么萌 打架去那么凶 所有工作人员都吓了一跳 快 快把人拉开 去拿竹竿 快 团子 驰飞驰沉声喊道 那边团子松口 顺便拍了男人一巴掌 才掉头跑向驰飞驰 老板 英曲严男刚想挡上前 就被驰飞驰推开 一转头 就看到自家老板张开手 团子到了境前 跳起 一个熊豹 主人 驰飞驰伸手接住团子 很好 这次没被扑倒 扑 飞驰感觉被重力冲击 有点喘不过气 主人 驰飞驰将怀里的团子挪了一下 让飞驰能钻出来 飞驰从衣领钻出来 常常松了口气 呼 差点扁了 一群工作人员跑上前 将浑身血迹的男人扶起来 主人 团子刚想告状 转头看到地上被彻底弄乱的水果 突然觉得很窝心 他摆好的水果 他摆好的便当 没关系 驰飞驰也看到了一地的水果 摸了摸团子 轻声安慰道 我先带去洗洗 看这一嘴血 鹰曲严男 也看到了团子嘴旁被血染红的毛 感觉自己肠子像是在打劫 画风不对 画风不对 还有老板这诡异的温柔 我带团子去洗洗 驰飞驰跟旁边的工作人员 打了个招呼 好 好的 工作人员盲点头 转身带路 洗手间在这边 团子直接赖在驰飞驰怀里 一路低声嘀咕 告状 主人 那个家伙很讨厌 跑进来偷了 我给他苹果吃 我生气就咬他了 他居然还动手捶我 我是他能捶的吗 前方带路的工作人员 听着一声呼噜呼噜的嘀吼 感觉有点不安 回头道 池一声 团子的情绪有点不对劲 小心一点 英曲严难点头 刚想附和 就被咆哮打断 闭嘴 团子朝工作人员吼 别挑拨离间 池飞驰 他家团子的小脾气 还是很暴躁的 工作人员 他 行 他安静 他不说话 他交给专业人士 他 委屈 团子更委屈 等进了洗手间 主动爬到洗手台上做好 让池飞驰放水 帮忙擦嘴边的毛 还不忘呼噜呼噜 他之前还敲玻璃 打扰我学习 他偷偷跑进来摸我 他拿了我的东西吃 好大好大的一个苹果 被他咬了一口 被他咬了 主人肯定就不吃了 不 重点是 那又不是给他的苹果 他居然偷吃 我特地分类摆好的水果 被他弄乱了 香蕉被踩坏了 都怪他 英曲严难站在门口 看着池飞驰 耐心清理一只暴躁状态 大熊猫的嘴 很想提醒池飞驰小心手 不过又怕吓到大熊猫 真给自家老板来一口 硬生生忍住了 休息室里没有水果了 怎么办 团子感觉很窝心 没事 下次再吃 池飞驰安慰着 见嘴边的毛清理得差不多了 拉起团子的爪子 放在水龙头下冲洗 英曲严难 老板又跟动物聊起来了 团子继续呼噜呼噜 闷闷道 我是不是闯祸了 但是 是他陷惹我的 有监控 池飞驰到 他偷偷溜进来 本来就不对 监控 团子愣住 还有这种东西 很影响他的计划啊 不行 一定要想想办法 池飞驰将团子的爪子冲洗好 拿过一块干毛巾帮忙擦着 等会儿警方过来 掉监控就能知道情况了 团子往池飞驰怀里刀 算了 以后想 慢慢想 飞驰迅速溜到池飞驰脖子上缠好 好险 好险 差点又被重击 由于发生了伤人的事 警方很快赶到 掉监控 了解着情况 那个男人自己溜进熊猫馆 上前私自撸大熊猫 看着监控 动物园的工作人员都气得不清 看到男人居然拿团子堆好的苹果 更是全部欺诈 警官 是他私自溜进熊猫馆的 熊猫馆前面 明明有大熊猫的介绍 介绍了大熊猫的力量 咬合力都很惊人 禁止游客私自进入 那些水果 是团子给他的医生准备的 他居然自己拿起来吃 团子肯定会生气啊 那些水果 我们都不能吃的 不要说团子 如果说我给其他人准备了水果 突然来了一个陌生人 拿起来就吃 态度那么恶劣 还把水果弄乱 我也会生气 是啊 团子还分了泪 看他摆得那么认真 结果被人弄得一团糟 看得出来 团子已经忍他很久了 警官 我怀疑 他想偷大熊猫 如果大熊猫出了什么意外 可不只是我们动物园的事 吃飞吃美馆外面的吵闹 带着英曲严男 跟团子待在休息室 对外的说法是 他要安抚团子的情绪 没毛病 吃飞吃靠着一个大熊猫玩偶 坐在地上 用毛巾帮团子擦熊掌 团子趴在吃飞吃腿上 懒洋洋伸了伸爪子 主人 真的不会有事吗 旁边的英曲严男 低头看了看离自己很近的熊掌 正惊危坐 惹不起 惹不起 没事 吃飞吃帮团子把毛擦干 把毛巾放在一边 动手撸大熊猫 揉脑袋 再揉脑袋 团子 最近在做什么 学习 团子没说出自己心里的小弹算 说出来就不惊喜了 听主人的 学日语 听听人类聊天 每天都能观赏到很多各种各样的人类 挺有趣的 就是比较想 他们又老不必管 让我有点烦 观赏到各种各样的人类 池飞池总觉得 这话听着怪怪的 不过看得出来 团子的状态还不错 这两天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 特别的事 团子装模作样的想了想 没有 还是老样子 这两天确实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 他的计划早就开始制定了 肯定是老样子 池飞池垂谋 继续揉熊猫脖子 揉熊猫头 团子这边 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 石兵卫那边 也没有特殊的 最多就是 小熊长大了不少 但成长是每天都有的 要有变化早有了 为什么偏偏是前天晚上 还是说 成长累积到了一定程度 所以他有了新能力 小熊在成长 团子在学习 再加上石兵卫跟蛇结盟 也算成长 三只熊累积出来的结果吗 好像也只有这种解释了 英曲颜男侧目 看池飞池带着大熊猫一阵蹂躏 有点无语 这是只大猫吧 团子突然坐起身 对了 主人 你们吃过饭了吗 没有 池飞池的话刚说出口 团子就直接往门外跑 餐厅有好多便当 我去给门 啊 英曲颜男被突然窜出门的团子吓了一跳 老板 没事 他去拿东西了 池飞池看向英曲颜男 想摸就下手摸 团子一般不咬人 一般啊 英曲颜男抓住了重点 很想问问 不一般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咬人了 那什么算一般的时候 什么又算不一般的时候 团子很快风风火火跑回来 将捞在怀里的两个便当盒放下 又风风火火跑出去 去拖了两根竹子回来 池飞池把一个便当盒递给英曲颜男 筷子在里面 他给我们的 英曲颜男接过便当 有点受宠若惊 仔细看了看 坐一旁抱起竹子啃的团子 突然觉得 话风又正常了 对 肯定不是大熊猫的错 人家还是那么萌 能把这么萌的大熊猫惹毛了 那就是个混蛋 两人吃饭 大熊猫啃竹子 不时聊两句 不过都是池飞池和团子在聊 英曲颜男就默默听着池飞池 自言自语 嗯 新伙伴 他叫英曲颜男 一会儿就来 他们还没放学 味道还好 不过我不太喜欢吃鱼类便当 有段时间接连吃了几天鱼类便当 没事 英曲颜男吃完便当 再三侧目 想摸就摸 池飞池将便当盒收到一边 将团子抱到英曲颜男旁边 别偷偷摸摸看 团子把竹子放倒 就地打滚 卖毛 他是专业的 英曲颜男试着伸手 见团子不排斥 再上手帮忙顺毛 至于像池飞池那种 狂柔撸熊猫的方式就算了吧 他怕熊猫转头给他一口 将近半个小时 团子就翻着身 让英曲颜男帮忙 把身上的毛都顺了一遍 眯着眼打呼噜 突然感觉英曲颜男停了 疑惑睁开眼 他有事要去做 池飞池拿出手机看了一下时间 改天再过来 哦 团子看英曲颜男 辛苦了 按摩很舒服 英曲颜男又忍不住摸了摸团子的脑袋 跟池飞池打招呼 老板 那我先过去了 取了东西直接走 注意别被人盯上 明白 英曲颜男走了 团子又挪到池飞池身边 让池飞池帮忙顺毛 到了下午三点 五个小学生背着书包走后门 进熊猫馆 一个工作人员 把五个小孩领到休息室 不美惊喜放下书包 跑上前 抱住 工作人员看得眼皮一跳 见团子只是懒洋洋啃竹子 松了口气 笑道 池医生 看来团子的情绪恢复得还不错 这孩子怎么了吗 池原哀放好书包后走上前 伸手摸了摸团子 之前有个家伙偷偷偷溜进了熊猫馆 工作人员有些恼火到 偷吃了团子给吃医生准备的水果 还把团子辛苦摆好的水果 扒拉得一团糟 好过分 不美依旧抱着团子 光叶摸着团子的毛 他一定很难过 工作人员挠头干笑 难不难过他不清楚 生气了倒是真的 袁泰一脸气愤的晚袖子 那家伙在哪儿 我们去凑他一顿 不用 团子已经揍过了 时飞迟到 人没事吧 柯南不知什么去外面晃了一圈 又晃了回来 转头看大厅的方向 有工作人员在冲洗展厅里的血迹 血 袁泰吓了一跳 警察刚走 工作人员解释 听医院那边打电话过来说 那个人腿上骨头被咬断了 脸上 身上被挠伤 有点轻微脑震荡 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袁泰咽了咽唾沫 有点害怕 会员挨摸着团子背上的毛 这孩子 好歹也算是熊科生物 那家伙居然想不开来找他打架 柯南甘笑了一声 又仰头问工作人员 叔叔 那接下来会怎么处理 外面告示牌 已经警告过游客 不许私自进入熊猫馆 他在闭馆之后偷溜进来 又再三挑衅招惹团子 工作人员道 被团子咬了也是活该 我们不会帮他承担医疗费用的 那团子呢 不美问道 跟团子没关系 工作人员还有些愤愤不平 他自找的 池飞池突然想起一句话 他是被大熊猫咬的 跟团子有什么关系 如果是在野外 人被大熊猫攻击 反击是合理的 但有告示牌 还自己偷溜进来挑衅 那就不关大熊猫的事了 再说了 团子可不归日本所有 算是来日本做客的 别说人没死 真要是咬死了人 日本这边也没权利安排注射死亡 最后多半是要外交沟通 说不定团子就能回去了 等这时报道出去 那家伙估计还得被骂 团子 一个穿着工作服的女人探头 笑道 我们买了水果哦 在休息室 要的话自己去拿哦 团子一愣 起身乐呵呵往外跑 他还是觉得 水果比便当好 没有水果的 招待是没有灵魂的 女人也很高兴 转头对中年男人同事道 团子好像真的能懂言 你一提水果 吃一生之类的字眼 他就知道了 男人也笑道 他可是很聪明的 池飞驰心里有些感慨 这些人对团子确实好 团子搬了几趟 将水果搬到休息室 堆好后 心满意足地 又抱起一旁的竹子 主人 吃吧 带孩子们一起吃 他让你们一起吃 池飞驰看了看 挑了个橘子 要是每天过来 他估计会被团子喂胖的 团子真好 谢谢团子 谢谢 三个孩子立刻围坐 挑水果 辉原哀也说了句 谢谢团子 拿了个苹果 柯南也没客气 也跟团子说了谢谢 挑水果 开吃 对了 池哥哥今天为什么请 我们来看大熊猫啊 袁太又问道 他叫团子啦 袁太 不美纠正 我要去一趟美国 池飞驰解释道 今天过来看看团子 顺便带你们过来玩一会儿 静 团子都不肯竹子了 转头看着池飞驰 去美国 会原哀问道 有工作吗 去一个程序设计公司交流 池飞驰道 也是我母亲那边合作了多年的合作伙伴 程序设计公司啊 袁太想了想猜测到 不会是有什么好玩的游戏吧 池飞驰 游戏 还真有 见池飞驰没否认 其他人也都无语了 光焰憋了半天才憋出一句 大人还真是好啊 也不是为了玩游戏 池飞驰解释 游戏应该还没开发完成 想玩也玩不了 必须说清楚 他过去可是为了正事 池哥哥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不美问道 明天有个朋友到东京来 去吃顿饭 池飞驰道 明天晚上就走 那什么时候回来 灰云埃追问 不确定 至少一个月 池飞驰道 柯南见大家情绪有点低落 忍不住道 好了 只是一个月而已 很快就过去了 是至少一个月 不美纠正 柯南 主人 你回来的时候 记得给熊猫馆打个电话 团子认真道 知道了 池飞驰揉团子脑袋 回来再来看你 小孩子的情绪来得快 去得也快 很快跟团子玩到一起去 又忘了烦恼 池飞驰带一群孩子 带到晚上 蹭了晚饭 才送一群孩子回去 之后 又跟英曲严南会合 老板 不易容了吗 英曲严南开着车 不用 只有勤酒和福特加载 池飞驰低头看手机 之前让你去拿的东西 拿到了吗 这次去美国 他要带点道具过去 比如 组织开发的那个逆追踪程序 电子密码自动破译程序 aptx4869 之前让英曲严南去取的东西 就是那些装在了程序的磁盘 拿到了 英曲严南正色道 我已经测试过了 程序没问题 英曲 池飞驰突然到 停一下车 英曲严南将车停下 转头疑惑 看池飞驰 Sviva 你的代号 池飞驰将手机举起 让英曲严南看到邮件内容 记下这个邮件地址 那一位的 英曲严南认真记下邮件地址后 看着那个代号 目光有一丝古怪 老板 那一位是酒吗 你可以直接说 你怀疑那一位是个酒鬼 池飞驰收回手机 低头回复 他以前还怀疑 那一位是卖酒的呢 拿酒做代号 有效促进酒水市场销售 英曲严南 尴尬摸了摸鼻子 虽然他 确实想这么问 他以前喝的最多的饮品是咖啡 还真不知道有这么多酒 也就喝一喝常见的威士忌 葡萄酒 认识老板之后 开始喝拉克酒 但老板说话 也不用这么直接吧 可 老板 斯利弗瓦这种酒 蓝里白蓝地 果香突出 酒味浓郁 微苦 一般是44度左右 池飞驰依旧发着邮件 头也不抬刀 别问我为什么是这个代号 我也不知道 英曲严南重新打着火 将车子开离原地 那一位到底是 别问 别查 会闯祸的 池飞驰回了邮件 然后等结果 就算意外知道了些什么 说不定也会没命 英曲严南哑然失笑 那也太不讲理了吧 可以这么说 池飞驰没否认 不讲理这一点 明天跟我去美国 这一次 你以代号成员的身份 接触其他人 英曲严南问道 去多久 不清楚 池飞驰盯着手机 看邮件 任务完成就回来 车子开到一个公园前 在一辆黑色保时捷 365A旁停下 驾驶座车窗被放下 勤酒没下车 将两个盒子递出车窗 声音沉冷到 带多了容易丢失 有需要会有人送过去 池飞驰接过盒子 打开看了看 两个盒子里都是 APTX4869 关上盒子收起来 两颗足够了 贝尔摩德在追查 雪莉的下落 勤酒道 这次行动他没法参与 没事 池飞驰不意外 情报方面 朗姆能处理 之前在日本需要 易容调查 贝尔摩德又跳票 他才跟着情报线 跟了这么久 等到了美国 情报就交给朗姆 他只等结果 当然了 如果有需要 他还是要参与情报调查 他和贝尔摩德说 是有自由行动权 其实也就是 哪里需要补哪里 情报和行动都跑不掉 这一次 勤酒不会过去 原度一郎装有炸药的货轮 已经从美国出发 大概半个月后 就会抵达日本 要结炸药 只能在日本 而那个时候 美国那边 针对那个军方药员的行动 恐怕还没有结束 要么一人负责一边 要么舍弃一边 不巧 他和勤酒都是贪心的人 商量之后 勤酒会留在日本 负责那批炸药 他去美国 负责处理那个军方药员的事 那一位不管这些 只看结果 人手方面 也需要他们调配 他今晚和勤酒碰面 除了拿药 也是为了确认行动方面的事 科恩已经出发 勤酒到 斯陶特已经出发 时飞迟到 这是确认去美国狙击手 这次行动 过去美国的狙击手 是科恩和斯陶特 留在日本的是基安帝 另外还有一个 原本在美国的狙击手会过来 一想起斯陶特他就头疼 那可是M6的卧底 不过 英国能及时过去的狙击手 只有斯陶特 他要是避开斯陶特 安排不方便过去的人过去 会显得很不合理 基尔确定不要吗 勤酒问道 他现在潜伏得不错 去了容易丢掉 名面上的身份 池飞池找了个理由拒绝 这个真不能要 不然他都快被卧底包围了 基尔又是美国CIA的人 到了人家地盘上 一旦基尔将一些行动的信息泄露出去 他们很容易被CIA围堵 虽然他也是卧底 但能不暴露 还是不暴露的好 落到日本公安手里 跟落到美国那边的特工部门 手里不一样 后者会很麻烦 行 那基尔就留在这边 也有事情需要他去做 勤酒转头堪吃飞池 要不要去看场好戏